边境线方向 一个中年男人 正带着数十人往前走 其中中间有三十多人 全部都是面色违米 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 眼神里满是茫然和恐惧的神色 而在他们的左右 有七八个人 这些人都拿着砍刀 或者是手枪之类的武器 压着那些猪仔往前走 都小心点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大厦境内运猪仔 豹子已经折了 咱们务必小心 领头的中年人 对身边的一个青年说道 知道了 岳哥 大花碧青年点了点头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被徐灵做过 特殊标记的张栋 而在他面前的 就是那位诈骗组织 传说中的头目 岳科 前不久 岳科来到了大厦境内 他是带着任务过来的 目的就是打通大厦这边的渠道 带更多人过去 他们园区可不管 那些猪仔什么来路 只要是进了园区 就别想再出来 如果完不成业绩 直接就是虐打 实在是没用了 直接就拉去嘎腰子 不过最近这两年里 大厦加大了反诈的宣传力度 对他们的打击也非常大 所以他们园区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多拉来一些猪仔 他们园区的大老板 把目光放在了大厦境内 而恒宁市 南陵市这边 成为了主要的发展地 岳科是第一个被派过来的头目 如果说效果不错的话 那么他们会派更多的头目过来拉人 只要人多了 他们园区的效益也就上来了 他们并不怕这些被骗过去的猪仔不配合 只要是过去卡克园区 那么一切就是他们说了算 不赚钱 几十万一个能轻松卖出来 而且 打妖子的渠道也不错 一个妖子就是十几二十万的 还有眼角膜等等 一个猪仔分分钟都能凑出个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 可以说 这个卡克园区 绝对是已经达到了非常猖狂的程度 比其他的诈骗园区都要猖狂得多 整个缅北 像他们这样 赶到大厦境内抓人的 根本就没有 当然 这也和他们背后的势力有关 他们背后有着一个大老板 那位可是缅北大家族的继承人 手段凶残不说 势力更是通天 这位家族的继承人和园区附近盘踞的 两个武装势力都有合作 甚至可以说 他们都是靠着这个家族养着的 之前的大夏月宾市峰会 发动暗花的就有这个家族 他们表面上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实际上在暗地里 做的都是黑色产业 人口买卖 器官买卖 赌场 诈骗 毒品等等 简直是无恶不作 一群人正在往前方的一片山林走去 穿过林子就到了河边 那里有船正在等着他们 可是他们却没有发现 黑夜之中有几道人影 正在朝着他们迅速地靠近 沙沙沙 脚步声夹杂着风吹树叶的摩擦声 回响在众人的耳畔 黑夜之下 那些被控制的猪仔不敢反抗 因为边上的人都有武器 一旦他们逃跑 怕是直接会被他们打死 他们只希望 能够有人从天而降 解救他们于水火 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 这种概率微乎其微 时间流逝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已经听到了 河水流淌的声音 这个声音就表示 他们很快就能出境了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影猛地从一个 免邦打手的身边闪过 那个打手 直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 给撞飞出去 手里的砍刀也瞬间落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 瞬间惊醒了张栋和月科他们 当他们转头的刹那 几乎同一时间 又有三个打手被放倒 每一个都是在瞬间被击倒 然后那三个黑影 直接钻入了林子 消失不见 操 给我打 一声怒吼 月科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碰 碰 枪声瞬间响起 在林子里回荡开来 惊飞了无数飞鸟 打空了一个弹夹后 月科马上换上了一个新的弹夹 用枪指着那群猪仔 大喊道快 给老子快点走 那些被骗的大吓人看到枪口指着自己 哪里敢迟疑 纷纷加快了速度 他们距离河岸只有不到五十米了 所以月科绝对不会放过这些猪仔的 只要带回去 就有一笔不菲的提成 然而 当他们跑出去三十多米的时候 月科突然觉得自己边上不远处的张栋 似乎被一根树枝给砸中 一声不吭 直接倒了下去 见到这一幕 他脸色大变 直接冲到一个女性被骗者的面前 将其拉了起来 挡在了身前 随后快速地朝着河岸跑去 岸边 一艘快艇正在那里等待 而其实 当他在靠近河岸不到十米的位置之时 身后的人已经不再追击 徐灵低头看着右侧 一块代表神圣的石碑正树立在那里 戒碑 他们是纪律部队 无论如何都不能踏出这条线 看着被月科抓走的女性被骗者 她的眼角疯狂跳动 就要忍不住追出去了 可是身后菜身连忙拉住了她 说道 徐队 别冲动 咱们没有这个权利 是啊 徐队 我们要是冲出去了 怕是第二天就会成为国际新闻 蒋文池也说道 金小涵 要不然 现在就向上面汇报 徐灵握紧拳头 没有说话 死死地看着 来到河岸的那个家伙 他们还是迟了 如果快一点的话 月科根本就跑不掉 可是这么大的一片面积 他们跑过来也需要时间 而且为了那些被骗者考虑 需要慢慢解决 要不然 他们做出伤害被骗者的事情 那就追悔莫及了 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下犹豫 让那个月科 有了可乘之机 河岸边上 月科停了下来 他转过头 看向了那片林子的边缘位置 见到有几个人正在盯着自己 眼中露出了一抹争鸣的神色 大下人 你们不是要保护这些人吗 来啊 过来 保护你们的百姓 说着 他举起了枪 顶在了那个女性 被骗者的后脑勺上 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哈哈 猖狂的笑声响起 接着一道沉闷的枪响传出 碰 那个女性受害者 缓缓地倒在地上 鲜血混合着脑浆 缓缓地流下 徐灵开启着阴眼 他看到了那个女性 被骗者眼神中的恐惧和绝望 操 这一瞬间 徐灵直接爆发 操 看着大下的百姓 被打死在自己的面前 任何一个心怀正义的警察 都接受不了 徐灵的双目瞬间就红了 随后一声怒吼 不顾身后的人劝阻 猛地一步踏出了边境线 不只是他 蔡深 金小韩 蒋文池三个人 也发了疯一样 朝着河岸冲去 这一刻 他们抛开了自己的身份 甚至是直接无视了自己的前途 生命危险 更是被抛在了脑后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为被害的大下百姓报仇 严惩真凶 徐灵不管不顾 杀出了国境线 而岳科在看到徐灵冲出来的那一刻 脸上瞬间就慌了 他吉利呱啦地喊了一声 岸边的快艇马上就启动 马达的温鸣声响了起来 可就在岳科想要上船的刹那 一道枪声从背后响起 碰 岳科的身体猛地一颤 直接跪倒在地上 那个开船的人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 连忙准备掉转船头逃离 结果 枪声再次响了起来 碰 碰 连着两枪 开船的那家伙 直接被击毙 尸体掉进了湍急的河水里 徐灵快步冲到前面 跳上快艇 重新把他停好 随后他走上岸 冷冷地看着趴在地上 如同死狗一样的岳科 后者还没有死 正在艰难地抬手 想要对徐灵开枪 徐灵一脚踢过去 手枪被踢到了一旁 他蹲下来 冷冷地说道 知道刚刚那一枪 我打中的是什么地方吗 挤住 一个能让人瞬间瘫痪的部位 从今天开始 你会像一团敌涕一样生存 放心吧 你不会死 我会把你送回卡克园区里面 让你们的人去处理你 听说那边的人对于没有利用价值的猪仔 一般都是直接嘎腰子 你的腰子看上去也不错 视网膜也行 还有肝脏等等 估计能卖不少钱 岳科听到这话 瞳孔猛然收缩 一股恐惧从内心中涌出 加上挤住重担 有些方面无法控制 立刻就拉了一裤裆 徐灵看了眼那尸体 然后把他抱了起来 送回到边境县处 他看向了那群被骗者 说道 把人给我安全送回去 会有人在那边接应你们 记住了 以后脑子都给我清醒点 招子也放两点 不要再被骗了 一群人纷纷点头 眼神里充满了愧疚的神色 尸体放下 徐灵转身 看向了自己身后站着的三个人 隔几个 没想到咱们的发展会这么快 都直接发展到境外来了 这个结果 的确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看来是我太冒进了 徐灵有些歉意 这个事情 如果汇报上去的话 会非常严重 甚至他们四个 都有可能会直接被停止 蔡生看着徐灵 说道 徐队 说这个 已经没有意义 再说了 又不是你逼着 我们过来的 是我们也忍不住了 这帮畜生 都特么该死 金小韩 徐队 反正都已经过来了 干脆咱们 搞一波大的再回去 蒋文池 我赞成 反正回去之后 估计肯定会被撸 倒不如在这边先爽一波 也不往过来走一遭 徐灵笑了 这两个家伙的想法 和自己不谋而合 他们越境违背了纪律 非常严重 上面肯定会做出处分 甚至开除都有可能 作为人民警察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敏感了 不过 他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他们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 而且大夏的警队系统里面 也没有他们的身份信息 他们 没有任何身份 当然 回去的惩罚 肯定少不了 既然代价这么沉重 那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整个卡克园区都给端掉 如果三人知道徐灵这么疯狂的想法 恐怕会直接被下出心脏病 他们就想着搞一波大的而已 可没想过搞这么变态的呀 徐灵伸出了一个拳头 摆在了三人的面前 说道 终于祖国 终于人民 这个时候 他想到了入井誓词 不过太长了 但这八个字非常应景 也能宣示出他们内心的信仰 蔡生他们三人也纷纷伸出拳头 和他碰撞在了一起 终于祖国 终于人民 随后 徐灵让他们三人 搜缴了一下 悦克他们留下的武器 一共有四只手枪 五个弹夹 刚刚好 他们人手一只 弹夹分一下的话 也刚好够一个人 一个满仓的弹夹 行了 搁几个 准备过江 徐灵开口说道 蔡生 老徐 要不要向上面汇报一下 毕竟我们今天的行动 是违背了上面的原则 到时候 徐灵摆了摆手 说 最好不要汇报 你们想想 我们一旦汇报的话 就会立刻上升到国际事件 部里会很难做 咱们还是尽量 不给领导找麻烦 记住了 咱们四个人 现在的身份 就是普通公民 别忘了 你们脸上都化着妆呢 此言一出 三人都是愣了愣 接着眼神里 露出了一丝金光 对啊 他们还化着妆呢 到时候回去 上面估计也不会惩罚得太狠 干了 徐队 下令吧 蔡生兴奋地说道 金小涵也像是活过来一样 他拉了一下手枪的枪膛 子弹上膛之后 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好久没放手一战了 嘿 搞搞搞 蒋文池则是咧嘴笑着 满脸都是兴奋的红光 徐灵见了 心中也有些无语 这三个家伙 都是好战分子 他道 过河再说 小心点 随后众人都上了快艇 徐灵亲自驾驶着快艇 朝着河对岸行驶过去 由于是黑夜 再加上水流湍急 徐灵不得不全神贯注地 观察着一百多米开外的河岸 毕竟那边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大约过了三分钟 快艇就来到了岸边的位置 徐灵很快就发现 在距离他们大概200米左右的上游 出现了好几个人 这些人都身穿青绿色的军装 帽子歪歪斜斜的 手里还拿着AK步枪 似乎正在河岸边上巡逻 见到那六个人后 徐灵轻轻地做了一个手势 表示直接把人干掉 这个动作 顿时让蔡生三个 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大哥 那是军人 你没开玩笑吧 蔡生他们三个人都骂了 徐灵开口 就是干掉那六个巡逻的士兵 这特么是想发动战争吗 见到他们三个的表情 徐灵有些无语地说道 看看他们身上 有没有免邦官方的旗帜 要是正规君的话 能不带旗帜吗 三人文言立刻仔细看过去 然后用一种 无法形容的目光 看向徐灵 看个毛啊 他们就看到了 几个端着枪的黑影 其他的毛都看不到 老板 你不要告诉我 你看到了免邦官方的旗帜 蔡生开口说道 徐灵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接着才明白过来 他们的怀疑 于是说道 抱歉 我的势力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晚上看不清楚东西 但我晚上能够看见 就是 嗯 比普通人更清晰一点吧 此言一出 三人顿时明白了 合着你 从小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难怪长大了 会变得这么变态 金小涵 那就没问题了 不是官方的正规军 那就是免邦北部的军阀 这些人干起来 咱们没有任何问题 嘿 好久没杀人了 不知道生疏了没有 蒋文池黑黑一笑 眼神里透着嗜血的光芒 菜身吸了吸鼻子 也是颇为兴奋 徐灵 看到他们三个人的表情 他突然心里平衡了 原来 他还认为自己的暴力因子有些多 看来是大家都一样啊 他缓缓地拔出了插在腰间的一把砍刀 这玩意儿 是从乐科手下的一个打手手里拿过来的 随后他就慢慢地浮在了河岸边上的水草丛里 半个人浸泡在水中 几乎与水草融为了一体 金小涵他们三个也差不多 四个人就那么静静地潜伏等待着 六个人缓缓地靠近了他们 几十米的距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六个巡逻的士兵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就在最后一个士兵从徐灵边上走过的那一刻 他猛地抱起 从水里瞬间跃到了岸上 手里的砍刀直接挥动 凶狠无比地砍向最后一个人的脖子 与此同时 他的左手拳头已经砸在了前面一个人的后心 力量瞬间全部爆发 噗哧 人头落地 咔嚓 前面的那个士兵后心猛地被恐怖的力量击中 骨头碎裂 插入到了心脏之中 徐灵行动的刹那 金小涵他们三个也瞬间爆发了 三人一个人选择了一个士兵 发动致命的攻击 最前面的那个士兵却落了空 当那家伙发现之后 吓得连忙举起枪口 瞄准金小涵 不过金小涵已经一刀捅死了他的同伴 转身就握住他的枪口 朝上一扬 当他再次出手的时候 一把刀带着恐怖的破空声 直接狠狠地插入到了那个士兵的面门之中 碰 直到尸体倒地 金小涵才反应过来一脸骇然地转头 徐灵面无表情 来到了尸体前 拔出了面门上的刀 说道 差点就响枪了 那咱们只能跑回对岸去了 此言一出 金小涵心中一紧 是啊 不能响枪 要不然就会被敌人发现 既然这里有六个巡逻的士兵 那么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 到那个时候 他们除了逃命 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抱歉 下次不会了 他郑重地说道 作为特警支队的支队长 他习惯了自己的作战方式 但此刻是在敌后 应该更加小心才是 徐灵摇了摇头 看向了蔡生和蒋文池 发现他们两个已经解决掉了士兵 起身朝他走了过来 武器装备带上 尸体直接丢进河里 徐灵开口说道 这个时候 他们不追求什么人道主意了 此时的他们也算是孤军深入到敌后 面对这样的境地 自然是什么 对他们有利 就做什么 尸体 肯定是不能留在岸边的 否则会有大麻烦 听到他的话 三人立刻忙活了起来 收缴武器装备 然后直接把尸体丢进了河里 随后 他们开始检查了一下武器装备 接着就朝着前方摸索过去 走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看到了一个小镇 由于此时已经接近午夜 镇子上静悄悄的 徐灵却是在镇子的外面 看到了有巡逻哨兵的存在 他微微皱了皱眉 随后让菜生他们原地待命 自己摸索了上去 不一会儿 来到了小镇的边上 他开起了善恶之眼 昆特 罪恶值238 丹邦东部同盟军士兵 卡克园区看守者 伤害过很多大厦百姓 杀害 侮辱女性 徐灵的眼睛微微眯起 没想到 他们居然遇到了臭名昭著的 丹邦东部同盟军 看对方身上的军装 河岸边上被自己干掉的那几个 应该也是他们的人 丹邦东部同盟军 可以说是一半都是 掌控卡克园区的那个家族 养起来的 对方和那个家族勾结在一起 对园区里面的大厦诸仔 进行虐待凌辱 甚至打死的人都不计其数 对这样的人 徐灵心中就一句话 干就完事了 他悄悄地摸了上去 看着两个正在抽烟的家伙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 其中一人的背后 然后双手闪电般出击 狠狠敲在了他们的后脑勺上 咔嚓 咔嚓 鼓劣声响起 在他恐怖的力量垂击之下 这两个人的头骨都开裂了 脑浆都被震了出来 数百公斤的力量 绝对是徐灵现在的大杀器 做掉了两个丹邦东部 同盟军的岗哨 徐灵立刻给在后面的 蔡绅三人打了个信号 不一会儿 三人就来到了他面前 看着地上的尸体 蔡绅他们都眼皮跳动了一下 他们看向徐灵 感觉这个大杀神 这一次可能要杀疯了 臭名昭著的丹邦东部同盟军 他们的首领 好像叫吴成林 亨卡家族的盟友 死在他们手里的大下人 起码有数百人了 徐灵开口解释 眼神里凶光依旧 听到他的话 三人都点了点头 目光中带着杀意 问道 现在怎么做 这个小镇 明显有他们的人 甚至 很可能是他们的据点之一 情报上说过 说有人从园区里跑出来 可是没过多久 就被抓回去 遭受毒打 或者直接弄残 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 金小涵说道 徐灵咧嘴一笑 这一次 咱们就闹 他的天翻地覆 在徐灵他们进入免邦 并且正在行动的时候 大厦境内 那些被骗过来的大厦百姓 终于等到了官方的接应部队 当一批批警察出现 把那些被打晕的打手给抓起来 然后再告诉那些被骗者 他们安全了以后 那些人纷纷忍不住 眼面哭泣了起来 尤其是那些女人 好几个都哭得昏厥过去 一旦落入到了棉北 他们都知道自己等人 将会无比的凄惨 幸好 他们成功获救了 这次过来接应 是横宁市市局局长徐颖强 亲自带队 可是在来到现场之后 他才知道 卡克园区的那个头目逃走了 而且随着一个被骗者 讲述了经过之后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极为难看 徐领带着蔡生他们三个 跃进了 这句话就像是一道霹雳一样 在他的耳边乍响 他们怎么敢的啊 可是如果是自己 看到大厦的百姓 被枪杀在自己的面前 被如此挑衅 恐怕也会忍不住直接冲过去吧 怪就怪那个卡克园区的头目 太特么可恨了 不过当他得知 那个头目已经被徐领打残 并且送了回来之后 立刻就找到了对方 看到死狗一样趴在那里的月科 徐领强的眼神里充斥着暴虐 来人 把这个家伙带回去 让医生给他做手术 别特么让他死了 这种人 绝对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 徐领强一声令下 马上就有两个警员过来 把月科带走 随后他看向了 缅邦的边境方向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现在难办了 徐领他们跃进这个事情 必须要上报到布里 看看布里是怎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 徐领也是贺布亲自推荐到自己这里来的 想到此 他拿起了电话 也不管现在已经是半夜 直接拨通了省厅陈英虎的电话 陈英虎接到电话 当听到内容之后 嘴角狠狠一抽 再也没有半点睡意 直接从床上翻了起来 王八蛋 又给我惹事 这次 你是想要做死啊 陈英虎急了 如果出了事情 怕是他们省厅都都不住啊 于是他立刻联系了贺布 电话响了接近20秒才被接起 由于他打的是私人电话 所以是贺布亲自接的 小陈 这么晚打我电话 有什么事吗 贺布沙哑的声音响起 陈英虎 贺布 徐领跃进了 他们四个都进入到了缅邦境内 事情大调了 就这 电话那头 贺布却是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听到他的话 陈英虎顿时间有些猛 不是 什么叫做就这 难道您不知道 这么做会惹大麻烦的吗 贺长征却是淡淡地说 小陈 我以为你会明白 我派徐领出去的用意 那小子的实力很强 而且手段也层出不穷 他不是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化妆术吗 你觉得 他们会不会使用 还有 如果他不走出这一步 我还真觉得不像他了 我没有下达可以出境的命令 但我相信 到了关键时候 那小子一定会出去 当时毒师那边的情况 不也是如此吗 此言一出 陈英虎立刻明白了过来 原来领导这是要再上演一出充当人质的戏码 让徐领被抓 然后化身炸弹 从敌人的内部爆炸开来 造成巨大的杀伤 可是贺布 他们这次的敌人有点多啊 不但有卡克园区的人 还有他们背后的大老板 合作的军阀 就算他的实力再强 也未必能从那里面安全出来啊 贺长征听到这话 沉默了几秒钟 说 我相信他 毒师那帮人 一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 他都能出来 一群诈骗分子和乌合之众 绝对不可能要了他的命 况且 那小子虽然有些暴躁 但绝对不是冲动的人 我相信 一旦发现是不可为 他会选择撤离的 陈英虎真想说一句 领导 你也太高看 那家伙了吧 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毕竟这有点打击士气了 贺长征说道 从现在开始 一小城的电话二四小时 必须给我保持开机 我这边和老房打个招呼 还有江云市 恒宁市 南陵市那边 我都会吩咐 无论如何 我们随时都要做好支援的工作 是 陈英虎当即领命 免邦 瓦西镇 徐灵和蔡深他们三个 悄无声息地解决掉了四个港哨 进入到了镇子上 他们寻找了一遍后 终于发现了 位于镇子中间的一处军营 说是军营 其实也就是两三栋房子 一片停车场而已 根据军营外面停放的两辆卡车 还有四辆皮卡车 可以看出 这个军营并不大 但是防守颇为严密 尤其是那四辆皮卡车上 每一辆车子 都有两个士兵看守 车顶上还安装着两挺机枪 估计这就是他们的重武器了 看到重机枪的枪口 别说是蔡深他们 就连徐灵也有些头皮发麻 那玩意儿一旦扫射起来 一颗榴弹擦到 几乎都能造成重伤 更不要说直接打在身上 直接报废都是轻的 一枪毙命概率很大 徐灵打了个暗号 随后四人重新聚在了一起 他看着蔡深三人说道 我们杀了这么多的巡逻士兵 已经打草惊蛇 目前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是直接动手 打掉这个军营 但是我估摸着 这里最少有几十人 咱们四个逃不到好处 还有可能会有人牺牲 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绕过这里 直接向西北方向的 卡克园区摸过去 可是根据我的了解 那边的守卫 恐怕会比这里多三倍以上 咱们那边一旦动手 这边的人就会增援过去 到时候 我们可能一个都跑不了 听到他的话 三人都皱起了眉头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必须要打掉这里 蒋文池开口说道 徐灵点头 我赞同军师的意见 打掉这里 他们肯定会派兵过来增援 甚至有可能会调园区那边的人 过来增援 到时候 我们突袭园区 就能轻松很多 不过 我也不敢保证 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蔡生抬头 申请情报支援吧 徐灵笑了笑 说 我也是这个意思 联系贺布 请求情报支援 四人统一了想法后 徐灵当即拿出了 自己的卫星电话 这玩意儿 还是自己执行任务前 贺布亲自给自己的 说遇到任何情况 都可以联系他 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需要什么 他都会尽量满足 徐灵拨通了贺布的手机 仅仅只是五秒钟不到 电话就被接通了 喂 贺布的声音响起 有些低沉 似乎还有一丝兴奋 臭小子 你玩得挺大 接着略带着抱怨的语气 响了起来 徐灵嘴角抽了抽 说道 贺布 我需要情报支援 我现在的位置在瓦西镇 我需要这个附近的 所有武装势力的信息 还有卡克园区的相关情报 电话那头的贺布听到之后 脸色微微有些动容 根据他的情报 这几个小子 进入到缅邦地区 只有一个多小时 这么快 他们就来到了瓦西镇了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说道 你等着 十分钟后 会有人打你电话 说着 电话就被挂断 徐灵和蔡生三个说了一声 随后就开始等待了起来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他手里的卫星电话屏幕 就亮了起来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喂 你好 何不让我打你电话 电话那头 响起了一个中年声音 徐灵 你好 听说你们在瓦西镇 对方开口询问了一句 对 镇子北部 有一片废墟 在废墟内最高的 那一堵墙角下的 一个墙洞里面 有你们想要的东西 对方说了一声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徐灵把卫星电话贴身收好 抬起头看向了三人 说道 瓦西镇北部 走吧 四人当即起身 离开了隐藏之地 火速地赶往了瓦西镇的北部 月末半个小时后 他们抵达了瓦西镇的北部 也找到了那一片废墟 很快 徐灵就找到了那一片废墟中 最高的那一堵墙 跟着在菜生三人的戒备下 他亲自来到里面 从墙洞里摸出了一叠纸质的东西 随后 他们离开的废墟 来到了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里 走进丛林 徐灵就有些迫不及待地 拿出了那一叠东西 摊开后才发现 竟然是一张地图 他低头看过去 一眼就看清了上面 一个个标注起来的 武装势力的据点 除此之外 还标明了所属的势力等等 旁边的菜生 金小涵 蒋文池 都一脸猛逼地看着徐灵 这黑暗的环境下 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这家伙却是快速地 用手在地图上滑来滑去 煞有其事的样子 难不成 这也能看见 过了一分多钟 徐灵抬起了头 证实了他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只听他说到 瓦西镇这里 有丹邦东部同盟军的一个牌 人数大概有60人 距离瓦西镇西南方向 还有一个坎达镇 那里也有一支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部队 人数大概有300人 他们的主力部队 在西里城 那里差不多有3000主力部队 有坦克 直升机 火炮等等 至于那个卡克园区 驻扎着一支 大概600人的部队 加上园区的打手 总人数超过了1000人 卡克园区内部看管的大厦人 大约有8000多人 听到徐灵口中说出来的数字 三人的脸色都难看得很 这么多人 这还怎么打 别的不说 那个卡克园区的大厦人 想要救出来都不可能吧 况且 那些大厦人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自愿成为诈骗分子的 这些人也不可能 全部都干掉吧 如果这些人 因为回去要受刑 转头倒向诈骗集团 他们四个就危险了 徐灵也皱起了眉头 没想到丹邦东部同盟军 居然派了一个赢的兵力 驻守在卡克诈骗园区里面 这样的兵力 他们四个想要打掉对方 几乎没有可能 嘴角抽了抽 徐灵眼神里带着一丝凶狠 根据情报显示 瓦西镇只有几十个人 要是翘无声息进去的话 基本能干掉对方 但他们这边一动手 坎达镇必然会行动 还有卡克园区那边的 同盟军部队 也会增援过来 到那个时候 他们恐怕很难脱身 徐灵看向了三人 说道 现在咱们就两个选择 一个是打 一个是撤退 打的后果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咱们四个人里面 很可能有人会回不去 甚至一个都回不去 不打的话 你们会不会不甘心 后悔一辈子 两个选择摆在了 他们的面前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徐灵倒是没有什么顾虑 因为她从一开始 就决定要干 无论如何 哪怕真的回不去 她也要轰轰烈烈一次 如果可能 她是真的 要把整个缅北地区 都搅得天翻地覆 干 大不了就是一死 到时候还能光荣一次 金小涵握着拳头说道 蒋文池点了点头 说 出来之前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 孩子也快上高中了 没啥遗憾 蔡深 我也写好了遗嘱 至于家庭 离婚了 儿子跟着媳妇 徐灵听到三人的话 忍不住说道 我怎么感觉自己好亏 咱们四个里面 就我一个是单身汉 还特么是一个厨啊 嘿 要不然 给你找个缅北姑娘 蔡深黑黑一笑 滚滚滚 我还是喜欢咱们大夏的姑娘 徐灵摆摆手 一脸不愤 蒋文池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么咱就说好了 无论如何 努力活着 对 努力活着 徐灵点了点头 随后四人对视了一眼 默默地点了点头 起身走向瓦西镇 将要完成他们的任务 实现他们的誓言 悄无声息地 进入到了瓦西镇之后 徐灵他们躲在了 位于中心的那个军营外面 他们首先进行了 一系列侦查之后 便开始行动 六十多人的部队 除了在门口站岗的几个 被他们解决之外 还有五十多人 其中四辆安装了 重机枪的皮卡车上 有八个 其余人都在那几间瓦房里面休息 徐灵他们四个 悄无声息地 来到了其中的一辆皮卡车侧面 打了个手势后 四个人几乎同时出手 扑哧 随着利刃砍断脖子的声音响起 鲜血顿时涌出 淋了徐灵半身腥臭的血液 不过他根本来不及擦拭 再次举起手里的刀 一刀刺进了 另外一个皮卡车上的 守卫的脖子 两个人被干掉 前后不过五秒钟 而此刻在边上不远处 金小涵和蒋文池两个人联手 也做掉了一辆皮卡车的两个看守 蔡生则是负责警戒 他手里拿着枪 只要另外两辆皮卡车上的守卫 发现了他们 他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干掉他们 幸好 那两辆车上的守卫 根本就没有发现异常 徐灵他们 做掉了两辆车的人后 便来到了另外那两辆车边上 用同样的手段 做掉了四个看守 至此 重机枪的掌控权 落在了他们的手里 徐灵看到了其中的一具尸体身上 挂着三颗手雷 眼中顿时一亮 他打了个手势 迅速地捡起尸体上的手雷 蔡生他们几个 也马上搜索其余的尸体 果然又发现了八颗手雷 徐灵把手雷集中了起来 随后拔掉两颗手雷的安全箱 放在了其中两辆车的 重机枪底盘下面 只要有人转动机枪 手雷就会弹出 然后爆炸 随后他和蔡生他们四个 来到了六间瓦房前面 我数三声 丢手雷 丢完之后立刻撤退 徐灵朝他们三人说道 三人点了点头 人手两枚手雷 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三 二 一 倒计时结束 三人几乎同时 拔掉了手雷的安全箱 然后一脚踹开了瓦房的门 随手就丢进了里面 徐灵更是连续踹了两扇门 把手雷丢进了两个房间 该死的 什么东西 手雷 快跑 谁干的 啊 怒吼和惊恐的叫喊声 忽然从一间间瓦房里响起 徐灵他们四个 则是已经坐上了皮卡车 然后启动车子 直接朝阵子外面冲去 哄 哄 哄 当他们冲出去十多米后 瓦房里的手雷 猛然爆炸开来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有两间瓦房轰然倒塌 其他的几间也是摇摇欲坠 惨叫声不断地从瓦房里传出来 撕心裂肺 现场残肢断壁夹杂着火光 有些惨不忍睹 手雷在狭小的空间里爆炸 所造成的破坏绝对是致命的 当徐灵他们的车子快开出小镇后 几个从不远处的房子里冲出的身影 终于来到了军营 那几个人都穿着军装 赫然也是单帮东部同盟军的士兵 当他们看到现场的情况后 脸色顿时大变 然后二话不说 坐上了另外两辆皮卡车 还有两个人冲到了车斗里 握住了重机枪的把手 下一刻 两个清脆的弹簧声响起 在那两个机枪手 还在愣神的时候 爆炸声夹杂着火光 瞬间将他们两个先飞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去见了上帝 不只是他们 连带着驾驶室里的司机 也直接被炸死 干得漂亮 操 撞过案 感觉像是做梦一样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哈哈 我感觉 现在能直接干到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老巢去 四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不过 当菜身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众人都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大哥 不吹牛 你能死吗 还干到东部同盟军的老巢去 人家有坦克有大炮 你是准备去送死 见到坐在副驾驶上的徐灵 一脸无语地看着自己 菜身咧嘴笑了笑 说道 开玩笑 开玩笑 旁边的车子上 金小涵和蒋文池也听到了 一脸无语地看着这货 等到众人平静下来 徐灵便拿出了地图 开始看了起来 他指着西南方向说道 他们坎达镇的部队 肯定会增援过来 咱们得弄个后手啊 别的不说 如果能把这支增援部队给吃掉 那么 卡克园区的守卫 肯定会出动 听到他的话 菜身嘴角狠狠抽了抽 大哥 你刚刚教训过我 现在自己又嘚瑟上吗 干掉三百人的部队 你没和我开玩笑 徐灵想了想 说 我刚刚看了 车上有三个基数的重机枪弹药 如果利用好了的话 我们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 咱们得提前进入到伊兰谷 说着 他指了指地图上的一条 山谷标识的位置 借着车里的灯光 菜身也看到了 那备注的一条山谷位置 这条山谷 其实就是一条干涸的河道 两旁是山坡 中间则是平地 缅北这边和大厦不一样 大厦经济发展迅速 基础建设也已经很完善 到处都是水泥公路 或者是沥青路 但是在这里 除了主干道之外 其余的还是以泥土路为主 就比如说 伊兰谷的路 就是一条经常通车的泥土路 而在伊兰谷的出口位置 最窄的只有大概不到四米宽 两辆车刚好能够通过 如果在这里摆上 两艇重机枪的话 那绝对能打对手 一个措手不及 可最大的问题是 伊兰谷距离砍达正不到五公里 但是距离他们现在的位置 足足有十七公里 这边的爆炸 肯定会有人汇报到同盟军的上层 坎达镇的部队 恐怕已经在集结了 想到此 徐林猛地一咬牙 对蔡神说道 蔡神 给你十五分钟 最快的速度奔赴伊兰谷 我们需要赌一把 蔡神郑重地点头 他也知道 时间就是生命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就一脚油门轰下去 轰 车子猛地前冲 剧烈地推背赶袭来 车速直接拉上了一百一十码 后方 金小韩驾驶的车子 也开始疯狂加速 一前一后两辆车 不断地在树林边上穿梭 朝着坎达镇快速地冲去 如同徐林预料的一样 此时此刻 坎达镇的部队 已经开始集结 三百多人的部队 直接出动了五辆卡车 二百多人 他们一个个拿着武器装备 开始登车 报告上校 我们预计五分钟集结完毕 一个军官 朝着另外一位军官敬礼 后者点了点头 说道 告诉总部 我们准备出发了 让司令放心 无论是谁 敢打我们同盟军 只有死路一条 是 瓦西镇 火光冲天 镇子上的平民 看到军营里的情况 纷纷地上前围观 他们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 但这些人 却没有多少恐惧 身处一个 时常会发生战乱的国家 他们似乎都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甚至还有人拿出了手机 记录发生的这一切 当消息传回到了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 高层那边后 高层立刻命令 距离最近的坎达镇 派兵去歼灭来犯之敌 接近三十分钟的时间 坎达镇的部队 终于集结完毕 随后开始朝着瓦西镇进发 一条泥泞的路上 两辆皮卡车 正在飞速地行驶 速度接近了一百码 车子不断地跳起来 又重重落在地上 徐灵单手 抓着车门上的把手 目光冷冷地看着前方 一席间 他们已经能够看到了 那一条狭长的河道 而在河道那边 就是坎达镇方向 还有五公里 再快点 他沉声说道 蔡深点头 接着油门狠狠地踩下去 四公里 三公里 两公里 一公里 当他们已经能够 看清河道入口的时候 徐灵的脸上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看来 自己是高估了那些 单帮东部同盟军的 执行力和行动速度了 都已经快半个小时了 那些家伙还没有收到消息 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 对方的集结速度缓慢 或者说 压根都没有集结 不过后者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么一支数千人的部队 领军的吴成林 绝对不是一个白痴 他肯定会下令 增援瓦西镇 只能说 手下的执行力 真的很弱 不一会儿 徐灵他们就来到了 西谷的入口处 随后两辆车一左一右 交叉停在了西谷外面 大约200米的位置 四人找来了一些树枝 将汽车给简单地伪装了一下 随后让一切归于平静 目光死死地看着西谷的入口位置 五分钟 十分钟 徐灵他们静静地等待着 嘴角带着一丝细血和冷笑 终于 在接近了20分钟的时候 峡谷里面出现了一缕灯光 就这样的支援速度 纪律性简直是太差了 菜身撇了撇嘴说道 这要是换成大夏的部队 徐灵他们想要长途奔袭 根本不可能 大夏的部队 会在短短几分钟就封锁路口 大夏陆军 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 这可不是吹牛的 来了 准备 徐灵站在皮卡车的车斗里 双手按着机枪 手指放在扳机上 对着身旁的菜身说道 菜身手里拖着弹链 对他微微点头 在另外一边 金小涵也控制着机枪 蒋文池则是拖着弹链 两艇重机枪的枪口 以交叉的状态 锁定了峡谷出口 三分钟后 第一辆车缓缓开出了峡谷 接着是第二辆 第三辆 足足有五辆大卡车 在两辆同样安装了 重机枪的皮卡带领下 驶出了峡谷 徐灵见到时间差不多了 眼神里猛然闪烁着 惊人的杀意 打 一个打字 在荒野中显得尤为清脆 下一刻 两艇重机枪 瞬间就轻吐出了两道火蛇 首当其冲的是 对面的两辆皮卡车 尤其是皮卡车后面的重机枪 直接被密集的火力 干掉了四个操控重机枪的人 连枪都被直接打废 皮卡车里的人 几乎在一瞬间就成了尸体 子弹差点就把他们的尸体都撕碎了 随后 徐灵他们的火力 开始集中到了后面的那五辆大卡车上 密集的火力宣泄之下 那些单帮东部同盟军的士兵 还没等下车 就被干掉了一大半 轰 轰 忽然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其中的两辆车被打爆 火光冲天 被焚烧的士兵 发出凄厉的惨叫 四散奔逃 他们想要灭火 但是在地上翻滚了几圈后 发现根本灭不了 反而是越烧越大 不一会儿 就在地上失去了声息 哒哒哒 枪声轰鸣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一直到两艇重机枪的子弹 全部都打完 五辆卡车里剩下的人 都不足五十人了 他们这次派出的人 足足有二百之多 仅仅一轮进攻 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徐灵四人舰 没有了子弹 直接就跳下了车 然后快速地朝前面摸过去 黑夜之下 前方火光冲天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而他们这边 则是一片黑暗 大约五分钟 他们摸到了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阵营里 看到还能动得 直接补枪 地上的突击步枪 捡起来就对着前方 正在逃命的一群人射击 哒哒哒哒哒 枪声之下 那帮人逃得更快了 徐灵见到这一幕 嘴角微微上扬 这一战算是稳了 四个人 干掉了接近二百人的增援部队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当然 这也和对方 是一群乌合之众有关 加上有心算无心 交叉火力覆盖 这帮人根本提不起 任何反抗的心思 他们进入到现场 看了掩仪地的弹药和枪支 心中都有些不舍 不过这些玩意儿 显然是带不走的 要不然的话 他们绝对能拉起一支部队 想到拉起一支部队 徐灵的心中 忽然生出了一丝灵感 或许也可以试试 他当即拿出了卫星电话 拨通了之前联系过的那个号码 喂 又有什么事情 对方声音似乎有些不悦 徐灵 朋友 有个事情想要问你一下 你能不能拉拢一些人 我们准备建立一支武装 现在我们手里有一批武器弹药 你说什么 电话那头的声音 顿时震惊无比 你们疯了 这里是棉北 你们要在这里建立一支武装 恐怕不等成形 就会被人彻底见面 徐灵笑了笑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 你也是站在大厦这一边的 我们只要在这边建立了这么一支武装 那么未来 或许他们就不敢对大厦的同胞动手了 听到他的话 对面沉默了片刻 陈生问道 你们要多少人 徐灵 现在这边有一百多支枪 你能安排多少人 一百多支枪 太少了 我们至少要三千支枪 对方开口说着 直接爆出了一个数字 徐灵文言 下巴都快被惊掉了 三千支武器 徐灵有些难以置信 本来就是想问一问 对方有没有信得过的人 自己这边也可以多一些帮手 他想着 最多百来号人也就差不多了 先发展这么一批人 日后再慢慢拉拢人员 组建武装 可谁能想得到 对方居然足足有三千多号人 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那个 兄弟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徐灵终于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何不让自己找的人 是这要牛逼的吗 对面的人沉默了几秒钟 叹道 我是七年前被人卖到这边的 我身边的人 基本上都是被骗过来的人 徐灵文言 神色猛地一惊 都是被骗过来的 他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有些震惊 忽然想到 对方是在瓦西镇给自己的消息 于是问道 我们能见一面吗 可以 北部 克庆山脉 对方爆出了一个地名 徐灵文言 立刻就知道了具体位置 和他们现在算是反方向 过去的话 至少需要五个小时的时间 他摇了摇头 有些不划算 或者说 光光为了送这么一批武器过去 不划算 四人对视了一眼 目光放到了坎达镇的方向 坎达镇肯定还有驻军 也必定有武器库 只要把他们的武器库给端了 那么他们就能弄到更多的武器装备 从而来武装自己 徐灵看了眼时间 说道 明天早上七点 你们在克庆山脉接应我们 好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徐灵挂断了电话 立刻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 正是赫部的电话 不一会儿 电话被接通 他当即开口问道 赫部 你给我的那个联络员 真的可靠吗 赫长征笑了笑 说 你小子终于想到了 徐灵嘴角抽了抽 感觉这些大佬有些不像话 胃毛什么事情 都让自己去琢磨 废脑细胞啊 他的想法刚刚生出来 就听到对面的赫部说道 你们既然已经出去了 有些东西 就得你们自己去决定 这个人的确是我们的人 忠诚可以保证 其他的 我就不多说了 徐灵 记住一句话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短短的一句话 说出了赫部的态度 那就是让他放手去干 出了事情 赫部担着 但是他也不能明确告诉自己 到底要怎么做 懂了 徐灵点了点头 虽然说自己的行动 或许会让自己成为 背锅的那一个 但他相信赫部 相信祖国 随后挂断电话 他对身旁的三人说道 补充弹药 我们吃掉坎达的 丹邦东部同盟军 然后直接去克庆山脉 明白 三人齐齐点头 随后四人迅速地 补齐了弹药 然后把那些武器装备 全部都丢到了 皮卡车的车斗里 接着便上车 快速地朝着坎达镇 奔袭而去 路上 他们遇到了不少 落单的同盟军士兵 直接二话不说 就一枪撂倒 对于这些军阀力量 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完全不用心软 如果对这些人 心慈手软的话 未来受苦的 可能还是大厦 被骗过来的人 十分钟的时间 徐灵他们 就已经摸到了 坎达镇的军营 此时此刻 军营里已经灯火通明 很多战士都已经起来 毕竟刚刚上面 已经通知他们 很可能会遭遇袭击 所以此刻 这些人都是守卫森严 徐灵四人 在很远的地方就下了车 然后摸到镇子的边上 清除掉了岗哨 然后上车直冲镇子里面 哒哒哒 枪声在下一刻就响了起来 重机枪轰鸣 两辆皮卡车 不要命地杀进了军营里面 看到人就扫射 打得同盟军的人措手不及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 在徐灵他们的凶猛冲击下 对方丢下了几十具尸体后 快速地逃到了镇子的南部去了 徐灵他们则是冲进镇子 对那些尸体捕完枪后 便开始搜索起来 武器弹药 枪支 甚至还有两门小的迫击炮 以及RPG等等 还有好几辆安装着机枪的皮卡车 半个小时不到 他们就开着四辆皮卡车 满载着武器弹药 离开了坎达镇 冲向了克庆山脉的方向 硝烟弥漫 坎达镇的同盟军根本就想不到 冲击他们营地的 仅仅只有四个人而已 他们遭遇强大火力的第一时间 不是反抗 而是逃命 这样的部队 在徐灵他们看来 和一群土鸡娃狗 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是突袭 和正常的正面战争不一样 当然 赢了就是赢了 只能说 这帮当兵的太无能 爽 哈哈 金小韩大声地笑道 声音里充满了畅快 蔡生和蒋文池两个 也是一脸兴奋的神色 他们的体内 肾上腺素慢慢回落 战后的紧张和疲累 才缓缓地体现出来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可不敢放松 由门踩到底 飞速地冲向克庆山脉 他们必须在天亮之前 和对方接上头 最好是进入到山脉之中 只要成功了 那么以后 他们将会成为大厦 在缅北的一道屏障 整个单帮的东部同盟军 他们都要吃掉 等到了那个时候 再对诈骗园区的人出手 打完了以后 封锁整个边境线 和官方打 他们或许还差了一点 但打军阀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要想做到这一切 他们还缺一批人 既然现在自己四个 已经打开了局面 那么 或许也是该让上面接手了 徐林忍受着车子的颠簸 心中盘算着 不管怎么说 自己是一个警察 在这边打仗 算怎么一回事 打一两场也就够了 直接在这边带兵 肯定不行啊 这边的情况发展 已经快要超出了 他们的掌控 或许得申请支援了 虽然说 贺布告诉自己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但打仗这方面 他还是希望 交给更加专业的人来做 于是他再次拿出了 卫星电话 给贺布打了过去 这位老人可以说是 这一夜都是无眠的 接到了徐林的电话后 他立刻就接了起来 臭小子 别打了 我现在正在去 老爷子那边的路上 我们要进行一场会议 怎么样一劳永逸 解决缅北的问题 贺长征说道 徐林 领导 你们要开会 那正好 我有一个想法 接着他把自己心里的想法 都告诉了贺长征 简单来说 就是大厦每年都有那么多退伍的军人 他们不想离开部队 但是没有办法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这些人放到这边来 可以用正规的身份 进入到缅北这边 就当是打工的 然后直接进入到战备状态 武器装备什么的 这边可有不少 就像是当年的老祖宗那个时候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当徐林的意见说出来之后 电话那头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贺布看着车窗外的灯光 脸色很平静 但平静中还带着一丝灵力 徐林的话说得没错 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 那么这是最好的办法 但有一点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抓到把柄 任何人都不行 这个方法有些冒险 一旦出事的话 那么我们很可能会面对严重的舆论责 甚至有可能还会出现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有些幕后黑手 会趁机把我们拖入到漩涡之中 贺长征过了很久后 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他何尝不想直接把那些诈骗组织 全部都打掉 但是那些诈骗组织的背后 不仅仅有那几个家族 还有护卫他们的军方 甚至还有鹰匠等猎强的影子 一旦这个事情真的暴露 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侵略 一个不好会引发大乱的 徐林听了 也沉默了下来 的确 这个不好搞 毕竟那些退伍军人过来 他们的身份也还是大吓人 除非 他们不是以自愿的行事过来 而是和之前的那些同胞一样 被骗过来的 脑海中忽然闪过了一个想法 徐林的眼神顿时间变得明亮无比 他道 赫布 我有个办法 不知道能不能行 你说 贺长征心中微微一动 这个小子素来都有很多鬼主意 或许他的办法真的可行 徐林 您看这样 我们先在克庆山脉那边 按兵不动 然后咱们那边 尽量让一些退伍的战士 去被骗过来 徐林的话一出 贺长征的眼神里 猛地闪烁出了两道金光 接着电话里还在说 等到过来了 我们这边直接把人给阻击掉 然后将他们都带到我们这边了 武器装备什么的 我们这里已经有数百只 到时候 咱们可以直接建立一个边外的组织 他们能搞组织 我们也能搞 这一支部队拉起来 直接干掉周围的那些军阀力量 然后牢牢掌控地盘 明面上 扶持一个缅邦的人里当首领 然后暗地里有我们部里 甚至是老爷子亲自指挥 可以说 它是一支绝密的部队 而且 这边不仅仅有诈骗组织 还有很丰富的矿产 可以给我们大厦提供不少的资源 还有 徐林后面的建议 贺长征已经听不清了 不过不用去听 他都知道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那么乱的一个地方 掌控一支部队 会有多大的好处 还用说吗 等着 留下了两个字 贺部直接挂断了电话 徐林这边 也让蔡深停了下来 然后找了一片茂盛的丛林隐藏起来 并且清除了周围的痕迹 他在等待 等待着贺部那边传回来消息 大厦京都 红墙会议室 几个老人连夜举行了一场 高规格的会议 在座的几乎都是和军方 以及警方有关的大佬 老爷子坐在主位上 面容肃穆地扫过众人 随后他看向了贺长征 说道 老贺 你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还有那个小家伙的计划 贺长征点了点头 随后站起身来 开口说道 我们将计划 等到整个计划说完 已经足足过去了十分钟 贺长征看得比徐林远 他不仅仅是 看到了眼前的利益 还有将来的利益 甚至 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 又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等 这位虽然是警察部的大佬 但当年也是军队里的团级干部 因为特殊情况 才转业干了警察的 听完了贺长征的叙述 所有的大佬都露出了金光 他们纷纷点头 表示这个计划可行 老爷子冲贺长征压了压手 让他坐下 随后 目光看向了那个军部的大佬 问道 老林 我记得今年的退伍 还有两个月 就要全面开始了吧 那位肩膀上 扛着三颗金星的上将点了点头 说道 老爷子 现在是七月初 到九月初的时候 我们将会全面进行退伍 老爷子当即拍板 挑一些优秀的 最好是参加过一些战斗的 退伍名单上的战士 让他们提前退伍 然后再对他们 透露一下作战计划 给他们一个重新上战场的机会 明白 那位林上将 兴奋地点了点头 随后 老爷子又看向了一个 穿着黑色夹克 年龄大约六十出头的老人 说道 老段 你那边给我挑选出一队人 融入这支队伍当中 记住了 不仅实力要强 而且必须要有大局官 能指挥打仗的那种 是 老爷子 段正刚点了点头 老爷子最后重新看向了贺长征 说道 老贺 等到那些人手都过去后 你就让那小子回来 我要见见他 是 老爷子 贺长征点了点头 这边会议结束之后 他立刻就给徐林 打了一通电话过去 把老爷子的计划告诉了徐林 同时吩咐他 等到那些人就位之后 马上就回来 徐林文言 点了点头 说 放心吧 贺博 等到时候 我肯定带着他们 三个人安全回来 话虽然这么说 但事实上 他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 那就是 直接把卡克园区给端了 把那个所谓的亨卡家族的大老板 给抓回大厦审判 月科当着自己面枪杀大厦的百姓 可以想象 这帮家伙猖狂到什么程度 所以 这个卡克园区 必须弄掉 时间悄然流逝 黑夜过去 阳光照耀大地 茂盛的丛林之中 徐林四人在车上休息 他们吃了一些 从军营里弄来的战备干粮和水 随后就继续开始睡觉 等待黑夜降临 到时候 会不会给他们下达命令 此时此刻 大厦境内 边境的几座城市里 出现了不少的陌生面孔 当然 仅仅只有几百个人的陌生面孔 对于人口数万 甚至是十多万 数十万人的城市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这些人 在进入到这些边境城市的时候 就被一群特殊的人给盯上了 他们开始接触这些陌生人 边境县城 滋河县 在滋河县的一家网吧里 一个理着寸头的青年 正在上网 马德 一群客金的 老子要是有钱了 立刻冲个十万进去 揍死你压的 小年轻嘴上说着脏话 手里敲打着键盘 把暴躁全部都刻在了脸上 在他边上隔着三个位置 有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听到了青年的叫嚷 眼神顿时间动了动 随后他关了自己的机子 换到了青年右手边的机子上 坐下来开机启动 在启动的时候 他转头看向青年屏幕 装作闲聊式地说道 兄弟 你这游戏不克金不行啊 广告都是虚假宣传 什么一包榨菜钱都不用 其实没有个一两万 根本就打不过别人 天天受虐的份 那有什么办法 我又没钱 青年满是憋屈地看了他一眼 说 要是有钱的话 我早就砸进去了 砍死他们 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文言 神秘地笑了笑 说道 赚钱有什么难的 关键就看你敢不敢了 小年轻听了 一脸戒备 看了眼青年 就没有再搭话 兄弟 别害怕 我不过就是 给你介绍一份工作而已 看你人也机灵 我觉得 给老板开车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了 你有家照吧 小年轻听了 这才再次转头 随后点了点头说道 那当然 我是三年的老司机了 那就没问题 给我们老板开车 包吃包住 月薪三万 怎么样 干不干 青年笑呵呵地说道 小年轻愣了愣 说道 你可别忽悠我了 月薪三万 就只是开车 废话 犯法的事情 咱们是不干的 我告诉你 我们老板可是县里的首富 青年继续寻寻善诱 随着他一次次地用话术 冲击小年轻的心理防线 终于小年轻心动了 随后两个人关了机子 走出了网吧 只不过 当小年轻被青年带上了车之后 面包车里的几个人 立刻就把他给控制住 一块毛巾捂住了嘴巴和鼻子 转眼间 小年轻就晕了过去 车子启动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街上 但不管是司机 还是车里的人都没有发现 他们的身后跟着一辆轿车 和这样类似的事情 在频繁地发生着 边境的十多个县城和城市里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连续三天的时间 足足有二百多人 被骗入到了一个个隐秘的 勘压地点 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 除了少数的人之外 大部分的人都有着一个 共同的身份 大下退伍军人 他们如今的身份 是预备役部队 有着最隐秘的编制的部队 二百多号人 大部分人的身上 都有定位器 都是全新的装备 由大下安全局提供 光光这些定位器 就接近一千万的成本 由此可见 这次大下官方的重视程度 是非常强烈的 第三天的深夜 从各个县城和边境城市 组成的人蛇队伍 陆续开始出发 这些队伍一共有14波 分别属于好几个势力 但他们过边境的位置 就只有那么两三个地方而已 时间来到了晚上两点 在树林里 为了三天蚊子的徐林 和蔡生他们三个 终于是从里面出来了 贺布已经提前 给他们打过电话 让他们再和对岸的方向等着 他们会时时 向徐林传达位置 到时候 直接将对方一网打尽 缅邦尼加市 这里是缅北最乱的地方之一 在尼加市的外面 有一座接近百米的园区 这里就是臭名昭著的卡克园区 园区里有十多栋大型的厂房 周围都是五米高的铁丝网和围墙 将里面和外面 分割成了两个世界 外面是自由的空气 里面是囚禁 虐待 还有毒打 在园区的四周 有多个港亭 每一个港亭 都有一支六人的小队巡逻 这些巡逻的小队 都是丹邦东部同盟军的部队 而在园区的内部 那三栋宿舍楼里 时不时地会传出惨叫声 中间的一片空地上 几个光着上身的男人 被吊在杆子上 浑身都是伤口 脸色惨白 身形哆嗦 他们的眼神里 充斥着恐惧和绝望 即便是在深夜 这里的丑恶依旧没有消停 完不成业绩要被打 或者是不准吃饭 哪怕是病了 也会被虐待 断手断脚 那都是常有的事情 那些女人 则是更加凄惨 不是没有人逃离 可是他们逃走之后 基本上都会被抓回来 等到那个时候 他们将会面对 更加狠毒的惩罚 甚至直接送去 嘎妖子换钱 和外面比起来 这里俨然是一座地狱 此时 园区最里面的别墅里面 灯火通明 女人的尖叫和痛哭 时不时地响起 一个穿着白色衬衣 脸上带着阴毒神色的青年 正在冷冷地看着 面前的四五个 长相颇为漂亮的女人 嘴角带着阴冷的笑容 她的手里还有一条鞭子 时不时会 抽打在女人的身上 将她们的后背 抽得皮开肉绽 胡星少爷 大厦那边有消息传回来了 月科虽然失败 但是达纳他们却成功了 马上就会有 二百多个猪仔被送过来 很好 干得漂亮 青年脸上挂着笑容 挥了挥手 那个手下转身离开 胡星走向了一个 之前是网红的大厦女人面前 说道 今天轮到你了 不 不要 女孩子急忙摇头 可是等待她的 却是狠狠的一鞭子 顿时间惨叫声响起 她的背部多了一条血痕 凌晨三点 河岸边上 水流声轰鸣 徐灵和蔡生他们几个 都躲到了岸边的草丛之中 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半个小时后 距离他们两百多米的上游位置 几艘快艇 正在缓缓地靠岸 等到他们靠岸之后 从上面下来了一个个 抱着枪的士兵 开始对河岸进行巡逻 一共六个小队 二十四人 下来之后 就朝下游走来 徐灵他们四个扶在水草边上 枪口微微抬起 静静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三分钟 这些巡逻的士兵 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前 徐灵看了眼不远处的三艘快艇 枪口瞬间冒出了火光 碰 碰 碰 三枪 直接给三艘快艇的驾驶员爆头 打 接着就是枪火冲天 不等那些巡逻队伍反应过来 他们直接对这帮人进行了屠杀 四干 AK一轮扫射 几乎就没有火口了 从水里出来 补了一轮枪后 他们扒下了那些士兵的衣服 立刻将尸体丢进了水里 二十多具尸体 随着河流向下而去 徐灵他们来到了那三艘快艇边上 同样把尸体丢进河里 随后再开着快艇朝河对岸而去 三艘快艇停在了河对岸 刚刚停下 徐灵就收到了赫布打来的电话 告诉了他一个坐标位置后 徐灵便很快就来到了那个位置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凌晨四点 这个时候 河岸边上的林子里 出现了稀稀苏苏的声音 一个个身影从里面钻了出来 足足有接近五十人 快上船 快点 黑一灯瞎火的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徐灵他们的身份 那些被骗的人 纷纷都被送上了船 回去告诉老板 三天后 我们还会送一批人 一个领头的中年人 对着开船的蔡生说道 明白 蔡生点了点头 回复了一句 随后那些送人的人蛇 立刻掉头离开 而徐灵他们 则是开着船来到了对岸 上岸之后 所有人立刻集结 只有三个青年男子 还有两个女人 有些猛逼地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徐灵走上前去 你们知道自己被骗了吗 那五个人的神色有些紧张 有一个男的点头说道 一开始不知道 可是当过河的时候 我知道了 徐灵 跟我们回去 随后他看向了那群退伍军人 指着岸边的一堆东西说道 你们穿上那些军装 武器都分发下去 这边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 是 手掌 一群战士立刻尽力 徐灵连忙摆手 说 都记住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能敬礼 更不能透露我们的秘密 就算是家人 也不行 明白了吗 明白 众人纷纷点头 眼神里带着兴奋的光芒 徐灵点了点头 随后亲自驾驶着一艘快艇 朝着河对岸而去 蔡生和金小涵 也各自驾驶一艘游艇 回到对岸 此时此刻 在河对岸的树林外 边境线的方向 十多个打手模样的家伙 正在往回走 一个人开口说道 哈哈 老大 这次咱们送过去这么多的人 估计能有不少的钱了吧 那是肯定的 每个人几万块啊 肯定会有 那老大笑着点了点头 结果他的声音刚刚落下 四面八方骤然冲出来数百位警察 直接把他们给包围了 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他们 吓得一群人 双腿都软了 你们被捕了 带走 一个带队的警察 陈鹤一声 立即就把那些家伙 全部都带走 而这个时候 徐灵这边已经把那几个真正被骗的百姓给送了回来 然后拨通了赫布的电话 后者立刻给了他一个新的坐标 很快 他们开始重新行动 直到凌晨六点的时候 接了四拨人 全部的人员都骑了 一共二百个退伍军人 还有两个安全局派过来的指挥官 当这些人全部都就位之后 徐灵立刻带着他们 前往他们之前藏身的密铃之中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两辆皮卡车的位置 掀开上面的树枝 露出了一支支老旧的AK步枪 足足有两百多支 每个人一支都绰绰有余 看着这些枪械 那两个安全局的人 纷纷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死 这些武器 你们是怎么弄来的 其中一个安全局的人开口问道 徐灵 当然是抢来的 难道还是别人送的啊 安全局的那人 神色微微一灵 他看到了那些枪械上残留的一些血迹 心中有些震撼 这么多的武器缴获 那么他们到底干掉了多少人 还有迫击炮 死 RPG也有 炮弹呢 二十多发 手雷接近六百个 面对这么多的弹药 一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兴奋的神色 徐灵开口说道 走吧 我估计 现在已经有人过来 接你们了 咱们去卡克园区逛一圈 对 去卡克园区逛一圈 那个之前和徐灵对话的安全局人员 兴奋地搓手说道 众人拿着武器装备 马上就开始转移 二百多号人 两百多支步枪 这已经达到了半个营的兵力 不过徐灵还是选择对众人进行了伪装 二十多人穿着同盟军士兵的军装 更多的人则是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往前走 当他们重新回到了河道边上的那一条大路 朝前面走了不到一公里 前方出现了好几辆卡车 车子缓缓地在众人面前停下 怎么这么慢 快点上车 快点 叫嚣声响起 开车的司机 还有几个士兵 立刻催促所有人上车 他们用的是免邦语言 徐灵他们几个听不懂 但这根本不妨碍 他们理解这些家伙的意思 所有人迅速递上了车 随后车子朝着尼加市外的卡克园区 快速行驶过去 路途颠簸 徐灵他们在车斗里 纷纷对视了一眼 随后那些把武器藏在衣服里的被骗人员 纷纷解开衣服 拿出了步枪 到了园区 分头行驶 你们负责外围的士兵 还有里面的那些打手 我们负责直接进攻园区中心的那栋别墅楼 徐灵对着两个安全局的人员说道 之前他已经了解过了 整个园区里面有数百打手 还有数百个同盟军的士兵 只要把这些人解决掉 那么就可以直接控制园区 而他的目标 则是他们幕后的那个老板 兄弟 怎么称呼 徐灵对着安全局的两人问道 代号 黄奇 代号 守屋 徐灵嘴角抽了抽 都是名贵中药啊 他笑了笑 随后神色正重 伸出了右手 紧紧握成拳头 两人心领神会 也伸出了拳头 三人拳头碰了碰 一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保重 卡车的速度并不快 用了整整三个多小时 他们才远远地看到 卡克园区的外墙 徐灵看着前方的那成片铁丝网 眼神里露出了一抹煞气 此时已经早上接近9点30分 卡克园区的外围 到处都是巡逻的士兵 这里拥有将近600人的同盟军士兵 还有好几百打手 这无疑是一场恶战 目光看向了车上的那些 刚刚加入队伍的战士 他知道 这一次 恐怕有人会永远地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为了大夏而战 为了大夏的百姓而战 大夏不会忘记他们 黄奇 你负责右边 手握 你负责左边 我带人直扑他们的老巢 所有人都不准犹豫 见到敌人 就给我干掉他们 徐灵看着通车的40多人 目光带着郑重之色 别忘了 这是战争 我们都在敌后 诸位 努力让自己活着 明白没有 他郑重叮嘱 众人都无言地点了点头 眼神里带着强烈的战役 这些提前退伍的军人 可不是一般的部队退下来的 每一个都是边防部队 或者是侦察连中退下来的 甚至他们当中 还有从特种部队里面退役的军人 所有人几乎都参加过实战 当他们被叫去谈话 通知提前退役 并且编入预备役 参加这场战斗的时候 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他们不怕牺牲 怕的是再也不能保家卫国 不能抱起手中的钢枪战斗 如今有这么一个机会 几乎没有人犹豫 全部都选择奔赴战场 在徐林鼓舞众人的时候 他们距离卡克园区的高墙 仅仅不到200米了 徐林仔仔细细地 看了一遍高墙外的情况 巡逻的士兵大约有100多号人 外面还有几座撂望塔 那些撂望塔的外面 还布置了机枪阵地 毫无疑问 那些撂望塔 必须第一时间拿下 很快 车子就来到了园区大门外 门口是一扇巨大的铁扎门 当司机按下喇叭后 铁扎门缓缓地打开 徐林和几个装扮成士兵的人 跳下了车 帮助另外几个同盟军的人开门 兄弟 面声啊 你们是哪里过来的 你们是地集团呢 两个同盟军的士兵开口问道 用的都是免邦语言 徐林眼中一寒 直接拔出了刀 一刀捅进一个人的脖子 另外一只手 狠狠一拳 砸在了边上的一个 同盟军士兵的脖子上 噗哧 呃 两人瞪大了眼珠子 手指着徐林 尸体缓缓地朝地上栽倒 行动 徐林沉喝一声 随后抬起手里的AT步枪 瞄准了瞭望塔上的 两个同盟军士兵 扣动了扳机 碰 碰 随着枪声响起 战斗瞬间就打响了 哒哒哒 哒哒哒 守屋和黄旗两个人 带着数十个军人 一左一右冲向了两边的围墙 而徐林这边则是带着一百多人 直接冲过大门 杀向园区内部 滴滴滴 哨子的声音响起 一个个同盟军士兵 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但是他们刚刚冒头 迎接他们的 就是徐林众人的子弹 哒哒哒 碰 砰 杀入园区的众人 在徐林和蔡生他们几个的精确打击之下 如同视如破竹一样 冲进了园区的深处 边上有打手出现 不管是拿着刀棍 还是枪支 直接点杀 毫不留情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 徐林他们已经突击了接近二百米 前方 一栋别墅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刚刚过来 他们就遭受到了强大的阻击 对方是一只装备精良的雇佣兵 不但有更加先进的突击步枪 还有狙击枪 而且枪法也非常强 徐林他们刚刚过去 身后就有两个战士应声倒下 他脸色一变 大吼一声 后退 隐蔽 快点 随后看着两个倒地的战士 他们并没有牺牲 受伤的部位也都并不致命 但是他们倒下的地方 没有任何掩体 直接暴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当徐林他们隐蔽的时候 一道枪声响起 其中一个战士 腿部被一枪贯穿 鲜血横流 不过那战士死死咬着牙 一声不吭 碰 又是一声枪声响起 那个战士本来要还击 可是他的手臂瞬间就炸开了 整条臂膀都脱离了身体 操 徐林看到这一幕 眼眶瞬间就红了 这帮狗逼 居然敢和自己王位点打圆这一手 老子整死你们 一声怒吼 他直接从墙角冲出 浑身的潜力打开 速度极限爆发 枪口直接瞄准了 在别墅门口掩体后面探出的脑袋 碰碰碰 他疯狂地转移位置 然后举枪射击 每一枪都直接带走了一人 而对方瞄准他的前一秒 他就直接朝边上的位置冲出去 子弹全部都落空 开启杀神末式的徐林 将会如何恐怖 此时此刻 那一群雇佣兵见到了 两个字 变态 他的速度比短跑百米冠军还要快 而且每次改变方向 几乎都是毫无征兆的 爆发力逆天无比 短短的一分钟时间 他的身形已经快杀到了别墅前 而那些雇佣兵从开始的自信 已经变成了恐惧 恶魔 不 这个人是一个魔鬼 跑 跑啊 该死的 他到底还是不是人 快 带少爷离开 惊呼声夹杂着怒吼 不断地响起 后方 蔡深等人都骂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个心中暗道 这特么还是人吗 只不过很快 他们就反应了过来 直接抱着武器 朝前面冲过去 枪声再一次全面覆盖别墅的正门 一群雇佣兵 被徐林干掉了五六个 剩下的五六个 包括趴在别墅三楼的 那个狙击手 都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了 无数的子弹朝着他们倾泻过去 徐林一人一枪 直接冲到了别墅的跟前 然后一颗手雷 丢到了掩体后面 轰隆 一声巨响 两个佣兵被掀飞 他快速来到别墅前 手里拿着手雷 拉开安全箱 一脚踹开门后 就丢了进去 自己立刻闪到了一旁 手雷 少爷小心 啊 惊呼声响起 接着就是一声巨响 徐林猛的一个矮身 从门口冲进去 砰砰砰 连续三枪点射 三个佣兵的脑袋被打爆 整个别墅客厅的全貌 也落入到了徐林的眼中 正中间的位置 一个青年正被一个中年人压在身下 那个中年人身上 到处都是血洞 显然是承受了手雷 绝大多数的碎片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而那个青年却还活着 但是此刻身上也已经布满了血迹 双脚血肉模糊 正在用力地往里面爬去 徐林冷漠地看向了地上的那个青年 他抬脚走了过去 神色冷漠地看着对方 后者也抬起了头 看向了他 随后 这位亨卡集团的少爷 脸上露出了一抹猙獰的神色 呸 他吐了一口唾沫 双手支撑着靠在了墙上 就那么冷冷地看着徐林 你是什么人 徐林听到他口中纯正的大夏语言 眼神里闪烁着一抹很利的光芒 我是谁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他开口说道 胡心 你是大夏的警察 或者是大夏的军人 哈哈 你们太可笑了 就算你们能打掉 我的卡克园区又能怎么样 整个缅北大大小小的园区有上百个 难道你们能把左右的园区都端掉 等着吧 我们亨卡家族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今天你们杀了我 明天 我的父亲就能派出家族最精锐的部队 为我报仇 徐林文言冷冷地笑了笑 说道 我看是你太天真了 我们大夏的军警要么就不动 要么就不会给你们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亨卡家族很强吗 比起大夏的军队又如何 敢和我们动手 一定让你们都灰飞烟灭 不可能 听到徐林的话 胡心弟脸色勃然大变 你们怎么敢派出军队过来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们是在缅北 你们进来就等于是入侵 缅邦的官方不会坐视不理 谁说我们是派军队过来的 徐林细血地笑了笑 说 我们这些人不都是被你们拐骗过来干诈骗的吗 只不过 我们感觉诈骗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 而且还会被你们压诈 毒打 甚至是嘎腰子 既然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只要干掉了你们 控制这些园区 我们自己也能当家做主不是吗 听到徐林的这番话 胡心弟脸色瞬间变得无比苍白起来 他立刻就想到了前因后果 这是大夏的一个陷阱 他们骗过来的这些人 都是大夏的警察 甚至是军人 难怪 难怪他手底下的雇佣兵会如此不堪一击 大夏的军人还是精锐 要是真的被他们骗过来的话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 他们的合作方 单帮东部同盟军 能抵挡住这些军人的进攻吗 一群乌合之众 能与全世界最精锐的陆军相比 不 绝对不可能 胡心终于明白了过来 这次大夏对付他们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忽然间 他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声音中充满了猖狂 一个遥控器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还是松发装置 只要他的手指头离开遥控器 那么该出现的爆炸 就会瞬间爆发 徐灵微微皱眉 冷冷地看着他 胡心 能有大夏最精锐的军人给我陪葬 似乎也挺不错的 杀了这么多的大夏人 我并不亏 徐灵 你觉得你硬定了 不然呢 难道你还能阻止我松开手指吗 然而当胡心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抹寒光就在他面前闪现 下一刻 他的右手直接脱离了手腕 在手掌断开的那一刻 一只手掌稳稳地抓住了他的断手 然后按在了松发装置上 徐灵笑了笑 你看 你的手放不开了 啊 啊 胡心看到这一幕 歇斯底里地吼叫了起来 徐灵则是淡定地转过头 朝着外面走去 财神 老熊把这家伙拎出去 咱们大夏百姓受过的苦难 轮着让他受一遍 收到 蔡生和金小韩当即走上前 把断了一只手的胡心给架了出来 你们都会死 你们都死定了 我父亲不会放过你们 我们家族不会放过你们的 啊 猖狂的声音和叫喊响起 徐灵却根本不予理会 他命令一群人开始搜索别墅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别墅地下室里藏着的几个惨不忍睹的女人 还有一个大型的保险柜 打开之后 里面都是黄金和现金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诈骗资料等等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都被众人给搬出了别墅 等到把别墅里面都清理了一遍 确定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之后 徐灵甩手将胡心帝断手 给丢回到了别墅中 轰隆 下一刻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整栋别墅都在爆炸中坍塌 严陈四起 火光冲天 徐灵看了一眼这个罪恶之地 转身就走向了外面 当他来到外面的时候 就看到黄奇和守屋两个人 正带着部队 押送着数十个投降的同盟军士兵 进入园区 同时 园区里面也被控制 那些打手 大多直接被干掉 一个个诈骗人员 被从大楼里带了出来 他们抱着脑袋 蹲在广场上 每个人的眼神里 都带着惶恐不安 徐灵看着一眼看不到头的人 心中也有些怒气不争 数千个从事诈骗的人员 除了少数是其他国家的人 基本上都是大吓人 他们虽然瘦弱 但说实话 整个园区里面就那么点看守 他们完全有机会进行反抗 就算不反抗 团结起来逃跑 那也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他们数千人 完全有这个能力 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反抗 或许他们当中很多人 压根就不是被迫的 传闻中 这里表现好的 会被提拔成头目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能掌控别人的生死 但这些家伙也不想想看 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成为头目 他们表现得再好 最终在那些家伙的眼中 也不过是可以随意捏死的蚂蚁罢了 大厦当年的众志成城 团结一新 都已经被这些人遗忘在角落里 相反 他们的自私自利 在如此危难的时候 却被无限放大 最终结果就是导致受人掌控 成为了一群奴隶 徐灵看着这些人 暗道可怜之人 真的是必有可恨之处 他想了想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我这边已经拿下了卡克园区 解救出了接近七千个被骗人员 这些人该怎么处理 电话那头的人 听到徐灵说出来的数字 瞬间就猛了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倒吸了一口凉气 问道 你说什么 能再说一遍吗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徐灵 他当即把刚刚说的话 直接给对方重复了一遍 对方听到了 他重复的话 久久无语 他实在是不敢想象 徐灵他们凭借着二百多号人 居然直接拿下了卡克园区 这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 解救七千多人 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理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 那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要不然打个电话 给上面问问 徐灵 行吧 我知道了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直接拨通了赫博的号码 喂 赫博 您是在休闲 听到电话里 传来了有些沙哑的声音 徐灵试探性地问道 贺长征的确是在休息 毕竟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对于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 是真的快扛不住了 回家还被老伴训斥了一通 刚刚睡去还不到两个小时 结果徐灵的电话又来了 气得他差点就忍不住要骂人了 他道 小兔崽子 少废话 有事说事 徐灵听到贺布的语气 善善地笑了笑 说道 贺布 是这样的 我们刚刚拿下了卡克园区 解救了七千多个 咱们大厦的诈骗人员 除此之外 我好像还抓住了一个 亨卡家族的高层 应该是这个园区的大老板 等等 你说什么 贺布猛地坐了起来 因为动作太猛的缘故 脑袋都有些晕 他连忙扶着床颜 缓缓靠在了床头上 小子 你再说一遍 徐灵 这一个个的 怎么都耳朵不好使呢 他当即重复了一遍 电话那头 贺布沉默片刻 开口说道 好小子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干得漂亮 太漂亮了 他道 等等 你说解救了七千多人 对 贺布 这七千多人 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是受害者 但是现在 他们或许都已经成为了 助纣为虐的诈骗者 不管他们有没有骗过人 我觉得肯定要带回去 先审问一遍 贺长征沉着脸 心思流转 说实话 这些人对于大夏来说 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很多人都应该回去受审 但是目前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七千多人 徐灵不可能送得回来 他们也不可能主动回来 到时候 勉邦那边知道了这个情况 绝对会拿出来说是 然后双方陷入扯皮的麻烦当中 未来都还不知道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但是不送回来审判的话 他心里又不甘心 这么多诈骗人员 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必须要受到审判 想了想后 贺长征问道 徐灵 能不能想办法 把他们分批送回来 徐灵 贺博 这个恐怕真的不行 七千多人 您让我怎么送 万一他们反抗逃跑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办 是当场击毙 还是派人去抓 这里可是免邦的地盘 不是在咱们自己家里啊 贺长征点了点头 接着眼神里闪过一抹寒光 既然送不回来 那么唯一的办法 就是想办法 把这些人都藏在缅北 那边要藏人的话 茂盛的丛林里 藏得上万人很轻松 不过就怕出现意外 你去联系胡子吧 让他带你们进山 这些年来 他在那边经营得不错 胡子 就是刚刚和他通话的那位 在克庆山脉的特勤兄弟 徐灵在接到贺部的指令后 便立刻联系了那位 通话完毕 他找到了黄旗和守屋两人 还有蔡生他们三个 接下来 我们将赶赴克庆山脉 不过这段路并不好走 距离差不多有300公里 而我们手里 只有不到30辆车子 带着这么多人 想要不被发现 是不可能的 何况 这些人当中 还有不少人有反骨 他们一旦乱起来 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听到徐灵的话 几人纷纷点头 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上面既然交代下来了 他们必须完成 单邦东部同盟军的兵力 有数千人 被他们干掉了七八百 可是剩下的 依旧有差不多4000号人 对方的武器装备 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火炮 坦克 直升机这些 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致命 守住卡克园区 几乎不可能 所以唯一一条路 就是转移 而且速度必须要快 徐灵抬起头 神色坚定地说道 非常时期 用非常手段 一旦那些人有反抗的 直接击毙 杀鸡猴 我同意 金小韩率先点头 蔡生 没有问题 他们既然生了反骨 那死了也活该 蒋文池 我也没有意见 敢反抗 毙了就完了 守屋和黄旗两个听了后 也微微点了点头 前者说道 我们会向那些战士 传达命令 任何反抗之人 就地击毙 行 既然如此 我们抓紧时间出发 徐灵起身 说道 把那个胡家的少爷戴上 让他们投鼠忌器 还有 武器装备和弹药 全部都给我带上 那边的人也需要武装 明白 几人纷纷点了点头 随后 大家快速地行动了起来 在一群战士满是杀气的目光下 那些在园区进行诈骗的人 不得不朝着客庆山脉方向转移 就在徐灵他们进行转移的时候 丹邦的一座名为那里的城市中 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金兽老者 脸色阴沉地坐在一座庄园的客厅里 在他的身旁 还有六个人 两对中年男女 一个青年 还有一个女人 父亲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胡姓救出来 一个中年男人开口说道 神色中充满了担忧 老人正是胡家的现任组长 胡丁山 他看了一眼中年人 没有开口 这个时候 那个年轻的女人也开口说道 爷爷 大伯说得对 我们如果连大哥都放弃了 那么胡家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到时候 那些和我们做对的人 一定会趁机宣扬 败坏我们胡家的威名 她是胡家的长女 胡灵 号称美女蛇 狠辣程度 比起胡心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丁山点了点头 自己的这个孙女 说得没错 如果说 任由那些人把胡心给抓走 那么他们胡家在缅北这边 将无法站住脚 他看向了另外一个中年人 沉着脸问道 胡乔 有没有查到对方的信息 后者闻言 抬起头说道 父亲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那些人 应该是一群被卡克那边 骗过来的大下人 他们拥有着不俗的作战经验 人数应该有二百多人 碰 胡丁山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二百多人 被骗过来的猪仔 他们怎么干的 不对 忽然 胡丁山的眼神一凝 说道 那些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是有作战经验的大下士兵 马上联系我们在大下那边的人 一定要查出这些人的身份 此言一出 那个胡桥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说 父亲 我们在那边的大部分人 都被抓了 剩下的一些 也都躲了起来 现在很难联系到他们 不过 我用另外一个身份 稍微打听了一下 他们说 大下今年的退伍 提前了两个月 短短的一句话 胡丁山的手 立刻出现了刹那的哆嗦 手里的茶杯都差点落地 提前两个月退伍 他们是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退伍军人 被骗到缅北来 以前也不是没有过 但也仅仅就是一个两个而已 一番收拾下 要么是乖乖配合 要么直接就是 送去嘎腰子 之前他们已经做掉了好几个了 可是现在 整整二百多号人 那就绝对不是巧合 是大下那边故意安排的 这些人过来 谁都无法说什么 连缅帮的官方 也抓不到任何把柄 林林 马上给我联系吴承林 立刻派人过去 把那些人都给我干掉 让他们把狐欣给我安全带回来 是 狐狸立刻起身 眼神里带着阴冷的杀气 转身就朝外面走去 尼加市外 卡克园区外 大部队已经朝着瓦西镇的方向出发 浩浩荡荡的长龙 连绵接近一公里 偌大的卡克园区 早已经人去罗空 徐林坐在一辆皮卡车的副驾驶上 看着后方的卡克园区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老熊 给他们留一行字 有本事你们再见 回头我们再来 好嘞 金小涵咧嘴笑了笑 找出了一支笔 直接在大门上画出了一排字 走 车子启动 他们扬长而去 接近一公里的队伍 在任何地方都会成为显著的目标 所以 徐林他们 尽量选择往偏僻的山林里走 以免遇到麻烦 在路上的时候 他们也碰到了不少人 在缅北这样战乱的地方 在外面走江湖的 基本上都会有武器 但是这些家伙 在看到徐林他们身上 轻易色穿的 都是丹邦东部同盟军的军装 立刻拾去地让开一条路 他们并不知道情况 当然就算是知道了 也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 阻拦徐林他们 一开始的时候 人群还很配合 但是走出了大约五公里后 就有人开始整腰额子了 这个说腿疼 那个说肚子疼 还有人说走不动了 要休息一下 遇到了这个情况 蔡生等人都非常头疼 对方没有起乱 就是装病 他们面对这些所谓的同胞 这个时候救下杀手 也有些说不过去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 在人群后面的徐林 老板 现在该怎么办 蔡生开口问道 徐林脸色阴沉 说道 带我过去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那十多个出 妖蛾子的诈骗人员面前 徐林目光扫视着这群人 眼神和他们对视 同时善恶之言启动 立刻把他们的所有罪行 都掌握在了脑海里 马力斌 罪恶值159 诈骗金额接近3000万 帮助诈骗集团虐待同胞 杨小镇 罪恶值221 诈骗集团头目之一 曾经亲手杀死两个被骗同胞 张坤 罪恶值193 诈骗集团骨干成员 话术讲师 这群人当中 有三人的罪恶值超出了100以上 并且都可以说是罪行累累的那种 而也正是这三个家伙 叫嚷得最凶 口口声声说 自己走不动 或者要休息什么的 徐林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开口说道 你们既然不想走 那就不用走了 说完他直接拔出了手枪 瞄准了那三个家伙 等等等等 老板 我们走 我们走 那个叫杨小镇的家伙 立刻起身 结果他刚刚站起来 枪声就响了 身体猛地朝后摔倒 杨小镇瞪大了眼珠子 似乎临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徐林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啊 不要 另外两人的神色顿时大变 可他们刚刚开口 徐林再次扣动了扳机 碰 碰 两个人同样眉心重担 倒在地上变成了尸体 徐林杀完这三人后 目光看向了另外几个作妖的人 戏学问道 你们呢 要不要休息 不不不 马上走 我们马上走 快快快 走 一群人立刻冲到了队伍中 快步地朝前跑 生怕徐林在后面给他们来一枪 菜身走到徐林面前 问道 老板 他们最该致死吗 目光看着徐林 有些怀疑 也有些审视的味道 徐林点了点头 说道 该死 这三人应该是他们的头目 放心吧 出了问题 我一个人承担 说什么鬼话 你承担的已经够多了 这里的事情要承担 也是大家一起 金小涵道 蒋文池就是 老板 你一个人承担 那把我们当什么了 哈哈 徐林哈哈一笑 说道 走走走 让那些家伙加快速度 我已经杀鸡儆猴了 晾他们 也不敢再出幺蛾子 时间流逝 队伍从中午走到了下午 所有人都没有吃饭 就连徐林他们 也没有吃东西 他们出来的时候 把武器弹药都带上了 还带了一车食物和水 但是目前还不是吃饭的时候 除非天黑 否则停下来会很危险 连续走了接近五个小时 队伍里开始陆续出现了怨言 到了黄昏时分 这些人都开始怨声 再到了起来 徐林打开行驶的皮卡车门 起身站在皮卡的踏板上 目光冷冷地看着队伍 当那些人看到他阴沉的眼神之后 纷纷都低下头不敢再开口 虽然如此 他也清楚 这些人的体能 恐怕都快达到了极限 再逼下去的话 恐怕会适得其反 他正准备命令队伍 先停下来休息 忽然间口袋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 赫然是客庆山脉的特勤人员 胡子打过来的 他当即接了起来 喂 胡子 老板 情况不对 胡子语气有些焦急 说道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基地里面 有一支部队出来了 起码有一千多人 还有三辆坦克 以及十多门火炮 他们正赶往瓦西镇的东部 徐林听到这话 脸色瞬间就变了 瓦西镇东部 是通往客庆山脉的必经之路 一旦敌人在那边拦截他们 那么到那个时候 恐怕他们这些人 都会被阻击在瓦西镇后面 寸步难行 对方特么的 还有坦克 有火炮 在这样的重火力面前 即便自己这边都是铁人 也扛不住这样的攻击啊 胡子 他们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还有多久能抵达瓦西镇 胡子说道 他们现在距离瓦西镇 还有八十公里左右 预计能够在凌晨左右 进入到阵地 我知道了 胡子 谢了 徐林说着 立刻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他坐回到车里 神色严肃地对蔡森说道 瓦西镇东侧 单帮东部同盟军的人 正在奔袭过去 我们有麻烦了 此言一出 蔡森的脸色顿时大变 后面的金小涵 蒋文池也是神色 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金小涵问道 老板 有多少人 徐林 一千多号人 有三辆坦克 十多门火炮 死 此言一出 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火炮加坦克 陆战之王加上陆战之神 这特么还怎么打 他们总不可能 凭着这几百号人 去冲击他们的阵地吧 那和找死没有什么区别 徐林 他们大概还有五个多小时 就能抵达瓦西镇 而以我们现在的速度 起码还要十个小时 才能到达瓦西镇 到那个时候 咱们恐怕要被对方 连屎都做出来 所以 我们要抢时间 看着徐林的眼神 三人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这位老板说的没错 他们唯一的办法 就是抢时间 在敌人到来之前 进入到瓦西镇东部地区 但如果是整个队伍 根本就不可能 去找黄旗 徐林一声沉喝 车子猛然加速 冲向了前面的队伍 大约十分钟左右 他们来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找到了黄旗 和守屋两个人的车队 黄旗 我们有麻烦了 徐林上了他们的车 直接开口说了起来 把刚刚胡子 告诉自己的情报 全盘拖出 黄旗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我们要抢时间 徐林点头 我也是这个意思 抢时间 必须在对方 进入到瓦西镇东部的之前进去 然后做好安排 除此之外 我们只能是小谷部队 不超过50人 要不然 这边容易出乱子 守屋说道 徐林 对 但是 那些手雷和炮弹 我要全部都带走 我们只能依靠这些东西 和丹邦东部同盟军的主力抗衡 嗯 两人点头 可下一刻 却同时间抬起了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徐林 你什么意思 你要去 守屋惊声问道 徐林点了点头 笑道 不亲自过去 我不放心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放心吧 我有信心 哪怕真的打不了 我也会撤出去 然后再想办法 给你们打开一条通道 徐林打断了黄旗说道 后者文言 皱着眉头点了点头 兄弟 小心 保重 两人开口嘱咐 徐林点了点头 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对金小涵说道 老兄 我们两个组织50个人 快速奔袭 一定要抢出时间来 明白 金小涵猛地起身 仅仅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六辆皮卡车 52个人 全部都挑选了出来 徐林看着众人 神色严肃地说道 兄弟们 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要在敌人完成阻截前 对他们进行阻击 我不怕告诉你们 敌人有一千多人 而我们只有50人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手里有60发迫击炮的炮弹 500颗手雷 还有六挺重击枪 我敢保证 在这么强大的火力冲击下 一定能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记住了 我们身上流淌的是炎黄雪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大夏的陆军 我们再为祖国战 大夏陆军 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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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随着一声号令 六辆皮卡就疯狂地 朝着前方冲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后方 坐在车里的黄奇等人 无声给徐林他们敬了个礼 此去凶险 甚至很可能会一去无回 但身为一个兵 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徐林在最前面的一辆车上 车子里面坐着六个人 而外面则是坐着两个 操控重机枪的战士 也有的车上 车里坐着七八个人 他们的速度都在八十码以上 甚至在平坦一些的道路上 拉出了一百三十多码的高速 车子在泥路上穿梭 时不时还能飞起来 坐在副驾驶上的徐林 一直沉着脸 思考着这一战到底 应该怎么打 他想到了 在瓦西镇西南方向 藏着的两辆 安装了重机枪的皮卡车 到时候 可以派金小涵带人过去开出来 打起来也能增加一臂之力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得想办法 让敌人的坦克哑火 对付那玩意儿最好的东西 那肯定是穿甲弹 其次就是燃烧弹 不过这两样东西 他们都没有 暗暗咬了咬牙 他觉得真特么憋屈 武器装备不行 打得跟当年老人家 打鬼子一样 太艰苦了 不行 得想办法弄武器装备 他脑海里已经在琢磨 怎么样弄武器装备 而且 还必须要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但是不能从大厦这边弄 而是要通过鹰匠一些军火商去搞 只有这样 才不会暴露身份 汽车飞驰 徐灵坐在副驾驶上 面前是一个虚幻的界面 打开了系统的界面 他才发现自己的积分 达到了接近一万三千多 这几天 干掉了那么多的同盟军士兵 还有那些诈骗集团的头目 活捉了胡星这个幕后老板 获得的奖励 的确非常丰富 这么多积分 可以弄一次随机潜力开发了 不过这个时候 他却是选择了抽奖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战 随机潜力开发虽然强 但还毕竟这是一种能力 他现在需要的是技能 更加强大的技能 他现在身上的技能 有鹰眼 近战之王 失语者 寻踪 影帝 锁神 触及计算机 爆破专家 变脸 通心 射击冠军 特殊体制 有百毒不清 但这些技能和能力 对于大规模的作战来说 用处并不是很大 除非能够有大杀伤性的技能 或许还能有一些希望 他心中所想的希望 是带着手下的这些人都活下来 至少在这一战中 能减少一些伤亡 闭上眼 徐灵心中微微移动 下达了抽奖命令 系统 抽奖 下一刻 光滑闪耀 恭喜宿主 获得枪王时效卡加1 恭喜宿主 获得体能时效卡加1 恭喜宿主 获得速度属性加1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升级卡加1 恭喜宿主 获得全新技能 我是药神 恭喜宿主 获得全新技能 丛林之鬼 恭喜宿主 获得技能升级卡加1 十连抽 一瞬间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个提示 两个获得技能的提示 瞬间就在徐灵的耳边回荡开来 他直接就拉出了这两个技能 脑海里无数的信息开始融合 关于药物 关于丛林经验等等 数不清的信息和知识 疯狂地进入到他的记忆中烙印下来 啊 一声低沉的痛呼响起 徐灵感觉到整个脑袋都快炸了 一次性接受两个技能的信息 的确是有些恐怖 旁边开车的金小涵 见到他的状态不对 立刻就踩刹车 开口问道 老板 怎么了 老板 徐灵脸色猙獰 双眼赤红地抬头 别管我 开车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这是老毛病了 偏头痛 快点 金小涵一脸担心和怀疑 偏头痛 这家伙在这里骗鬼呢 如果是这种毛病 怎么会如此痛苦 开车 来不及了 徐灵见到他还愣着 立刻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 金小涵看到他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 咬了咬牙 只能重新启动车子 朝前方冲去 胡吃 胡吃 徐灵大口地喘着粗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但是他的状态慢慢地开始回转 脑门上的汗水不断地流下 背后已经被汗水给浸透 足足过了近二十分钟 他终于是恢复了正常 脑袋靠在座椅上 深吸了一口气 这特么的 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刚刚的那一刻 他还以为自己脑袋要炸了 一旁的金小涵 时刻都在注意徐灵的状态 见到他恢复过来了 当即松了一口气 看他的样子 似乎问题不是很大 随后他道 老徐 你这毛病得治 徐灵撇嘴 说道 没事 就是没休息好 容易偏头痛 等打完了这一仗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就行了 金小涵点了点头 既然徐灵不说 他也就没有多问 心里想着 等回去的时候查查看 他这到底是什么毛病 确定徐灵没有事情后 金小涵的脚下就开始加速 车队的速度迅速地拉了上来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奔袭了接近110公里 这样的速度 放在泥泥的道路上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110公里的时速 直接把时间拉进了一个小时以上 但他们现在距离瓦西镇东部 至少还有四个小时以上的车程 这还是在保证不出状况 速度都保持在100公里以上的情况下 金小涵在全神贯注开车 而徐灵则是在看刚刚领悟的技能 我是药神 熟知天下草药 毒草 毒虫 可玄乎济世 治病救人 亦可杀人于无形 丛林之鬼技能 这个就更加变态了 高级技能 在丛林中 他就能化成这里的一部分 是一个鬼 更是一个神 在丛林中 他可以感受草木的呼吸 感受到大地的震动 可以化作幽灵 无声无息出现和消失 两个技能暂时来说都有用 但是想要一举击溃敌人 真的很难 徐灵摇了摇头 看来找不到捷径 只能硬拼了 咬了咬牙 心中的信念再度燃起 血液开始沸腾 老兄 我来开吧 徐灵看向了一旁的金小涵说道 后者看了他一眼 问道 老板 你没问题 放心 我好得很 徐灵笑着点头 金小涵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把车停到了路边 对身后的车队做了一个手势 徐灵下车 和他换了一个位置 随后车子继续启动 后方的那些车子上 驾驶员也都换了 随后大家一起重新出发 像这样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 也是非常消耗精力的 开一两个小时必须休息 要不然精神会陷入疲劳 到时候不利于他们作战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大约三个多小时后 徐灵他们凭借着疯狂快速的行军 终于看到了前方的瓦西镇 前面就到了 咱们是不是该准备下车 徐灵在开车 说话的是旁边的金小涵 他手里拿着一份地图 正在查看瓦西镇周围的地势和地形 听到金小涵的问题 他摇了摇头 说道 把车子全部都开过去 我记得在瓦西镇的东面 有一片数公里的木材林 那地方不错 金小涵 可是那林子并不茂盛 很容易成为对方火炮和坦克的 重点攻击目标 徐灵笑了笑 说 那也得他们的火炮和坦克能派上场才行 无论如何 我绝对不允许 让他们的火炮和坦克对我们发动攻击 经过数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徐灵他们终于到达了指定位置 快了敌人一步 进入到了丛林后 他看向金小涵 说道 老兄 你马上去前面进行侦查 如果发现敌人的部队过来 立刻汇报 明白 金小涵点了点头 当即就带着几个人离开了 徐灵则是留下来 看地势地形 他的目光扫射着周围 他们的前方是一片缓坡 缓坡下来后 就是大片的木材林 这个地方 说实话 并不适合伏击 如果敌人在缓坡上面进行攻击的话 能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杀伤 但这要看怎么打了 周围都是丛林 他们这50多号人往丛林里一藏 没有人能发现他们 他们手里还有6辆机枪皮卡 要是玩得好的话 绝对能够给敌人造成巨大杀伤 沉默了片刻 他当即拉过了两个战士 指着缓坡方向对他们嘱咐了一遍 两人听完后 当即点头 随后开始让兄弟们搬东西 一箱箱炮弹 还有手雷等等 全部都被搬下了车 他们很快就在前方的缓坡下面 开始用炮弹和手雷设计陷阱 众人当中 有大半是侦察兵 还有一些是从特种部队里面退下来的 对于这样的陷阱 他们在部队里学过不少 虽说他们都退役了 但很多人都能算是精锐 绝对不是普通的士兵能比的 很快 他们就把一箱箱炮弹和手雷 给做成了陷阱 手雷和炮弹分开 迫击炮的炮弹撞针朝上 在底部还垫了石头 一般的成年人踩踏 不会造成爆炸 但是如果坦克或者部战车压上去 瞬间就会引爆 这种陷阱 徐灵就是拿来对付坦克的 他虽然是个警察 但脑子灵活 而且也了解这些炮弹的原理 自然是能够做出这样的部署 对于他的部署 即便是那些老侦察兵 也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别的不说 论这种战斗 这位表现出来的是内行 当数十人行动起来 把所有的炮弹和手雷都埋下去之后 大家重新集合 徐灵开口说道 等到我们干掉了他们的坦克之后 第一时间从缓坡上绕过去 要找到他们的火炮阵地 清除掉他们 至于缓坡下面的敌人 就交给六辆皮卡车上的重机枪 对他们进行封锁 明白 众人纷纷点头 现在隐蔽 抓紧时间休息 接下来 我们怕是 有一场恶战要打了 徐灵点了点头 挥手示意大家隐蔽起来 他靠在一棵大树下 脑袋靠着树干 抓紧时间休息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目光微微一凝 看到了自己脚下的一株 长得有半米高的杂草 请麻 清热立湿 解读 退役 用于角膜云翼 利己 臃肿 狗尾草 除热 去湿 消肿 可入药 致拥于 面玄 祭菜 和皮 沥水 止血 明目 致力己 水肿 灵病 乳迷尿 吐血 便血 血崩 月经过多 木齿疼痛 麻红草 燃烧后产生淡红色烟雾 能够致人神经麻痹 反应迟缓 多用于配置精神类麻痹性药物 忽然间 徐灵的眼神猛地一凝 几种常见的草药不足为奇 但是这九红草 对他来说大有用处 问题是在他面前 这草药一片一片地 已经开始发黄发红 并且趋于干燥 显然是 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 有点意思了 徐灵的眼神里 露出了一抹精芒 他当即起身掏出腰间的匕首 开始大量挖掘那些药草 边上的一群战士 见了 纷纷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他的异常举动 让战士们 纷纷走过来询问起来 那个 老板 这些东西有啥用 一个战士开口问道 徐灵头也不抬 说道 都来帮忙 这些草药 对我们接下来的战斗有用 众人听了 虽然心中疑惑 但也没有怀疑 立刻上前帮忙 不到二十分钟 徐灵就收集了一大堆的麻红草 接着他拿出另外一种 类似于薄荷 有些刺鼻性气味的药草 对众人说道 周围有不少这样的药草 你们每个人摘几片叶子 嚼烂后 涂在鼻子下面的位置 然后所有人都带上一捆这种草 等我命令 听到徐灵的话 众人都点了点头 他们都不明白 这东西到底什么用 但听从命令就行了 就在徐灵这边刚刚安排好 远处就出现了动静 随后就看到金小韩带着几个战士 快速地朝这边跑过来 老板 来了 金小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徐灵文言 眼神里瞬间闪烁着一抹金光 说道 命令所有人 隐蔽 往两侧缓坡的方向隐蔽 快 随后他又把药草的事情 给金小韩和他身边的几个战士说了一遍 他们文言 立刻照做 嗡 这个时候 远处依稀传来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几个庞然大物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打头的赫然是足足五辆坦克 比情报里的要多两辆 除此之外 还有几辆不战车 还有十多门火炮用汽车牵引的火炮 看到那些火炮的时候 徐灵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是 那个同盟军的指挥官是白痴吗 火炮直接用汽车拉到了战场上 而不是在后方 难道他觉得 这玩意儿的攻击距离就几百米吗 其实这也怪不得那个指挥官 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想到 徐灵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穿插到了这边 同盟军得到消息的时候 是他们刚刚从卡克园区里出来 不管是距离 还是速度 他们都比卡克园区更快 所以直接就拉了过来 然后在缓坡上面 准备建造炮兵阵地 报告 市长 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位置 下面的那片木材林 就是我们拦截敌人的位置 丹邦东部同盟军的队伍里 一个士兵来到了一辆皮卡车前 对着里面的一个军官敬礼说道 那个长得不高 黑黑瘦瘦的军官 微微点了点头 自信满满地说道 立刻下去 通知火炮 建立阵地 只要那些人过来 直接开火 将军给我们的命令 是清除那些武装人员 然后把那些诈骗人员带回来 补充我们的兵力 是 黑夜之中 一双双眼睛 注视着那从缓坡上 慢慢下来的同盟军部队 上千人的部队 在坦克打头阵下 黑压压地朝下面走 由于是晚上的缘故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 在缓坡的下面 泥土被翻出了不手 很多杂草都散落在周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无量坦克的速度最快 他们已经来到了缓坡的下面 哄 骤然间 平静的夜幕下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响 一辆坦克猛然间 被恐怖的力量给掀起 离地接近一米后 又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而几乎同一时间 边上的三辆坦克 也猛然间引爆了 埋在土里的迫击炮炮弹 恐怖的威力 直接让一辆辆坦克趴窝 坦克内部的人 都被恐怖的爆炸冲击力 给活生生震死 或者是震晕过去 短短几秒钟时间 五辆坦克只剩下一辆 而同盟军的人 则是惊恐地发出了呐喊声 快 后撤 后撤 该死 这里有埋伏 所有人 跑上去 快点 市长 市长 不好了 我们中了埋伏 不可能 这里怎么可能有埋伏 快 派人去周围侦查 快点 叫喊声连城一片 此时同盟军的人 已经差不多都来到了 缓坡的下面 马上就要进入到 木材林之中了 徐林嘴角上扬 冷冷一笑 现在才想到侦查 完了 他说完 直接跳上了一辆皮卡车 猛然点火启动 几乎是下一刻 另外几辆皮卡车 也纷纷启动 然后他们分别从两侧 绕过了同盟军的部队 朝着山坡上冲去 发现敌人 给我干掉他们 打 快点进攻 干掉他们 哒哒哒 枪声响起 无数的子弹 朝着几辆皮卡车 宣泄而去 不过因为是晚上的缘故 又加上两边的杂草 比较茂盛 距离也足足有三百多米 他们的子弹 基本上全部都落空了 哪怕是有榴弹 打在皮卡车上 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皮卡车里的战士 早就已经趴在皮卡车里 身体一动不动 不管对方怎么进攻 他们都不抬头 这密集的弹幕 哪怕是榴弹 都能要人命的 他们可不敢抬头 运气差一点 直接一发子弹就带走 那就太冤枉了 开车的徐林几个人 也尽量低着头 只要有视线就行 完全不管对方攻击 一个劲地踩着油门往前冲 仅仅五分钟都不到 他们就来到了缓坡之上 嘎吱 一阵刹车声响起 六辆皮卡车一字排开 然后重机枪的枪口 对准了缓坡下面的 同盟军士兵 那些同盟军士兵 本来还想冲上缓坡 当他们看到 六辆皮卡车上的枪口那一刻 瞬间只觉得头皮发麻 甚至有的直接哭喊了出来 哒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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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机枪开火了 一条条火蛇 犹如席卷人间的恶魔一样 开始不断地吞噬着人命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而已 同盟军那边 至少损失了二百多人 这个时候 同盟军的那些炮兵反应过来 马上准备扑向徐林他们 干掉这些袭击他们的人 可是这个时候 两边的丛林里 猛地杀出来一群人 开始直接对他们展开了清理 短短五分钟时间 大厦的这些战士 就控制了那十多门火炮 徐林看到这一幕 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后专心地 对下方的同盟军进行清理 哄 就在这个时候 有同盟军的士兵 刺散逃开的时候 脚下好像绊倒了什么 正当他回头看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团火光炸开 哄 数以百计的手雷 疯狂地爆炸开来 短短的十几秒钟 同盟军的士兵损伤 起码超过二百人 从交战到现在 也就是不到七分钟 同盟军这边的人数 骤降到了不到五百人 这种杀伤力 简直恐怖到了极限 一群同盟军都哭爹喊娘 再也没有任何斗志 不过这个时候 仅剩下的那辆坦克 却猛地掉头 朝着徐灵 他们的位置冲过来 坦克上的机枪手 开始对他们进行反击 其中一辆皮卡车上的机枪手 一个不注意 直接被一发子弹 打中了胸口 鲜血猛地炸开 他人倒在车厢里 大口地咳着血 徐灵看到之后 牙字欲裂 怒吼道 火炮给我拉上来 给我干掉那辆坦克 这话一出 一个刚刚干掉炮兵的人 跑过来说道 老板 这个东西打不了 距离太近了 我来 突然间 一个魁梧的大汉冲了出来 然后直接让三个战士 把火炮的前端给压下 瞄准了坦克 火炮平射 老子炮 哪怕没有炮架子 照样打 那魁梧的战士怒吼 随后猛地一拉炮栓 哄 一声巨响 伴随着火光 下一刻正准备冲上来的坦克 直接被打得爆炸开来 在口径超过一百毫米的火炮前 坦克又如何 直接干翻 干得漂亮 徐灵大喊一声 说道 兄弟们 给我干掉他们 一瞬间 大厦的这帮退伍军人 全部都士气如虹 手里的武器 疯狂地朝着下面扫射 而下面的那些单帮 东部同盟军的人 则是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 他们被彻底压制下去 完全没有了抵抗能力 他们边打边退 朝木材林里退过去 徐灵立刻命令部队追击 他们来到了林子边上后 他让所有人都停下 然后喊道 所有人都把药草给我点起来 很快 一把把药草全部都被点燃 滚滚的淡红色烟雾 瞬间就冒了出来 徐灵让所有人都退到了后面 然后让那个魁梧的战士 对着树立边缘来一炮 哄 炮声轰鸣 爆炸声震耳欲聋 一炮过后 那滚滚浓烟 在炮弹爆炸的冲击波裹斜下 直扑树林深处 徐灵很明白 自己和对方打丛林战 完全不出 但是这样一来 牺牲会很大 既然如此 直接干脆利落地 用麻红草解决 更加省事 滚滚浓烟 不断地被吹进林子里 一群正在逃跑的同盟军士兵 忽然间感觉自己的手脚开始无力 接着一个个相继倒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此时 他们的周围已经布满了烟雾 连视线都被阻隔了 时间流逝 越来越多的同盟军士兵被放倒 就连那个被称为师长的指挥官 也直接软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等了足足有二十分钟 徐灵看了眼时间 按道一声差不多了 便开口说道 所有人进去 看到有能动弹的 立刻干掉 记住 都别心慈手软 他们是你们的敌人 那些昏迷的 给我扒光了带出来 是 一群战士高呼 随后大家进入丛林 直接开启了大清扫 徐灵目光深邃地看着丛林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一战 终于是拿下来了 一战攻城 经过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清理 所有的同盟军士兵 全部都被缴械 接近四百个被俘虏的同盟军士兵 都被扒光了衣服 只剩下一条大裤衩子 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他们身上的药效 起码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等到他们醒了 恐怕会怀疑人生 徐灵集合了部队 看了看伤亡 牺牲了八人 还有十五人受伤 两个重伤 剩下的都是轻伤 不过即便是轻伤 也不能大意 徐灵立刻进了林子 找到一些草药 让战士们帮忙给受伤的兄弟包扎 然后又亲自给他们煎药 给他们喝下去 看到他忙里忙外 惊小寒惊呆了 他怎么觉得 这个家伙什么都懂 居然连中医都会 这简直就是非人类 等到医治完伤员 徐灵看着那些牺牲战士的尸体 眼眶微微泛红 他蹲下来 给一个战士闭上双眼 放心吧 你们虽然不是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战斗 但是 你们也是为了我们大下而战 组织会记住你们的 他的声音低沉 还有些哽咽 但没有办法 这就是战争 有战争 就会有牺牲 以后 他们这些人还会有牺牲 这就是军人的使命 敬礼 碰 碰 碰 三道整齐滑衣的枪声 给牺牲的战友送别 徐灵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拿出电话 给虎子打了过去 他说明了这边的情况之后 虎子明显是不相信 确认再三以后 他立刻答应了徐灵的条件 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将近三个小时后 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赶到了 他们都穿着朴素的衣服 很多看上去就和老百姓一样 但这些人的眼神里 都带着金光 精神头都很不错 老板同志 终于见面了 站在徐灵面前的 是一个身高 只有不到一米七 身形健硕 气质干练的男人 徐灵在和他握手的时候 感觉到他手上的力量 明显是炼过的 卧槽 这个时候 他的背后 响起了金小涵的一声吐槽 后者上前 直接拉住了虎子 一声大喊 罗虎原来是你小子 你 你没死 他惊喜落泪 狠狠一把抱住了对方 两人的身高相差一个头 拥抱住的时候 让人感觉有些滑稽 不过徐灵倒是没有笑 反而是一脸错愕 韩子 你 你怎么来这边了 虎子也满脸兴奋 开心地在金小涵的背后 狠狠拍了几下 随后两人开始聊了起来 从他们的交谈中 徐灵终于知道 原来罗虎也是特警队的队长 不过不是横宁市 而是华远市的 几年前 因为一次任务失踪了 没想到 却是在缅北这边扎了根 而罗虎在这边一待 就是四年时间 这四年时间里 解救了不少 从诈骗园区里逃出来的人 形成了一股不弱的力量 只是他们缺少武器装备 只能在丛林里生存 就这样 还经常会遭到那些军阀的围剿 有些苦不堪言 徐灵说道 胡子 我们刚刚打了一仗 武器装备什么的 都交给你们了 那几辆坦克 你们看看 能不能给他弄好 弄不好的话 咱们就重新买 胡子点头 行 不过买的话不太现实 在这边的那些军火贩子 一般看不上我们的 徐灵微微一笑 说 他们是看你们 没钱 没枪 没实力 现在 你们都有了 我们从诈骗园区那边 弄到了接近六个亿的资金 全部都投到你们这里 当作启动资金 你们不用管 直接就买武器装备 越精良越好 如果能弄 最好弄一批导弹 直升机等等 这边 现在还是军阀歌剧 你们越强大 以后的话语权就越大 胡子 这笔钱真的都给我吗 上面不会 徐灵摆手 放心 这边的事情 由我来全权处理 虽然那些是脏款 但我回去后会说明情况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罗虎点头 脸上也露出了 难以形容的兴奋之色 金小涵 老板 我决定了 留下来 徐灵听到这话 神色微微诧异 金小涵继续说道 我家里那边 父母都还健康 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姐姐 他们赡养老人就足够了 在这里 我还能为国争光 还能挣功劳 多好 徐灵 你可想清楚了 你们如果牺牲在这里 可能连烈士都不会有 老徐 当时在搜查园区的别墅之时 我看着那些受到凌辱的女孩子 还有我们找到的那本账本 上面记录着的那些 被嘎腰子的人 还有被打死的人 我就发誓 不清除掉所有诈骗园区 解救所有被骗的百姓 我就不回去 徐灵文言 默默点头 那场面他也见过 也体会到了 金小涵心中的那骨子粪闷 他也想留下来 但上面肯定不会允许 他的战场在行侦 这次过来 也仅仅只是一个偶然 正想着 他口袋里的卫星电话 就响了起来 刚刚接通 就听到了赫布在电话那头说道 你小子现在给我回来 立刻 马上 那边的事情 交给他们三个 徐灵愣了愣 看向金小涵 后者甘笑两声 说 我汇报了一下战斗情况 徐灵苦笑 看着金小涵 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兄弟 保重 保重 金小涵和徐灵拥抱了一下 其实徐灵自己也预料到了 这一场仗动静 闹得太大了 而自己又是被授予了一些权力 赫布亲自说的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一仗干掉了数百人 还俘虏了一批同盟军 上千人就这么被干掉了 他们必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到时候 有很大可能性会被围剿 虽说徐灵在这里 的确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但上面也怕 这小子弄出来的动静 一次比一次大 再这么下去 没准哪天就护不住了 他自己心里没数 但身为领导 必须要把这小子给按住 不能让他再肆意妄为了 京都 小朝会的会议室里 一群老人正在开会 赫布放下了电话 对着诸位老人点了点头 现在是凌晨七点钟 这场会议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大佬们至少是五点多 就出门来这里开会 这么一大早就全员到齐 由此可见 这会议的重要程度 他同意回来了 赫布开口说道 听到他的话 老爷子笑了笑 说正好 我也要到海原省视察一下 这次就亲自去见一见他 此言一出 整个会议室里的人 都是神色一变 老爷子亲自去见 这是何等的殊荣 凌晨五点 梅河的河岸边 黑压压的一片人群 站在那里 和徐灵道别 兄弟 保重 金小涵上来 和徐灵拥抱了一下 徐灵拍了拍他的背 说道 行了 咱俩的大男人 就别磨磨叽叽的了 珍重 嘿 金小涵嘿嘿一笑 接着是蒋文池 他上前 想要拥抱徐灵 他却直接伸出一个拳头 前者一愣 随后也伸出拳头 两人拳头对撞了一下 哈哈 到我了 菜身大笑两声 也要拥抱徐灵 卧槽 你们几个大男人 呃不恶心 怎么都要来抱一下 我又不是女人 走开走开 徐灵像是赶苍蝇似的 把菜身划拉到一旁 哈哈 顿时在场的众人 都忍不住轰笑了起来 徐灵也咧嘴笑着 随后摆了摆手 转身就朝河岸边上的快艇走去 兄弟们 保重了 他举起手摆了摆 头也不回地上了快艇 这该死的离别 纵然没有儿女情长 但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 远胜一切 他们都是 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 都是能够相互挡子弹的坚强后盾 他们是袍泽 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兄弟 嗡 马达启动 快艇缓缓地朝着河岸 那头开过去 一群人目光通红 目视着徐灵的远去 敬礼 站在人群前方的菜身 忽然发出一声沉喝 数百人瞬间整齐划一的敬礼 徐灵似乎有所察觉 回头看了一眼 虎目瞬间就红了 他转过身 身形笔直 抬手敬礼 河岸边上 一群战士一直到泪眼模糊 才放下了手 等到这个时候 黑夜中的快艇 只剩下了一个小白点 而徐灵依旧是近着里 直到即将靠岸才放下手 转身看向河岸 河岸这边 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快艇靠岸之后 开船的兄弟 当即把快艇固定好 徐灵并没有直接跳上岸 而是蹲了下来 掀开了快艇上面的帆布 在帆布下面 是一具具战友的遗体 一共19具遗体 都叠在一起 血腥冲天 但他并没有半点不适 心中只有沉痛 开船的战士 双目通红 泪水无声滑落 兄弟们 我们回家了 深吸一口气 徐灵把两个兄弟抱起来 放到岸边 开船的战士也默不作声 把一个个牺牲的兄弟 都抱到了岸上 沙沙沙 脚步声忽然响起 从岸边的树林里 走出来一个个身影 他们的身上穿着便装 但徐灵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人都是大厦的警察 其中有几个 之前还见过一面 合作行动过 这是 领头的那位队长 看到徐灵和那个战士在搬遗体 浑身猛地一颤 立刻带着众人上前 帮忙 快点 接兄弟们回家 一群人快步上前 纷纷抱起了一个兄弟 徐灵深吸一口气 说道 回家 回家了 兄弟 我们回家了 走 回家 眼眶不知不觉通红 泪水从虎沫中落下 很多警察的声音 都变得哽咽起来 二十多个警察抱着遗体的 一路落泪朝前走去 没有抱遗体的 则是默默地擦拭着泪水 走在旁边 敬礼 身后开船的那个战士 还要返回到缅北 他在岸边朝着徐灵 他们的背影敬礼 凌晨六点 天色还没有亮 边境昆南县 整个昆南县的街道上 出现了大量的警察和边防官兵 一辆辆军车和警车 从昆南县穿过 进入到了边境地带 随后大概到了六点十分左右 军车陆续撤离 横明市局 徐灵回到了大厦境内的那一刻 就觉得无比心安 这段时间在境外 时时刻刻都是保持着戒备 回到家了 内心的紧张终于是放松许多 随后无法形容的疲累感袭来 小区同志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给你安排个休息的地方 市局的徐影强局长拉着徐灵 感受到他的状态有些不对 马上准备给他安排休息的地方 徐灵却是摇了摇头 拒绝了他 拿出了卫星电话 他交给徐影强 说道 徐局 你和赫部联系一下 这个案子的后续就交给你了 我这两天回家休息两天 如果赫部要了解情况的话 麻烦您转告一下 这个 行吧 徐影强见到徐灵那满脸的疲累 终究是不忍心拒绝 当即接过了卫星电话 徐灵离开了横明市局 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一个多小时后 他回到了广华县 这个时候 时间刚刚过八点 正是老百姓吃早饭的时间 当他打车来到小区门口的时候 看着那充满烟火气的早饭摊子 忍不住 心中升起了无法形容的安宁 老百姓祥和与平淡的日子 需要守护 他无怨无悔 看到这一切 便想到了当初在警校的宣誓 一切都是值得的 哟 小林子 这么一早就回来了 忽然身边响起了一个老麦的声音 转头一看 正是小区的保安胡爷爷 徐灵笑着说道 胡爷爷 吃早饭呢 可不是 胡爷爷扬了羊手里的油条和包子 说道 老方家的 这么多年了 就好这一口 徐灵点头 方叔家的油条和包子 的确好吃 这手艺没得说 那是 对了 林子 我看你爹也在 诺 来了 胡爷爷转头看了一眼 就见到徐父 也拎着包子走过来 不用他提醒 徐灵其实已经看到他了 见到老父亲的那一刻 他只觉得 心中有种感伤 父亲的双鬓 似乎又白了几分 鼻子忽然间有些发酸 他连忙强忍住感伤 抬起了头 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 爸 我回来了 徐父上下打量着徐灵 忽然开口问了一句 累了 徐灵闻言 心中的那一丝感伤 顿时忍不住 眼眶也微微泛红 不过他却是在笑 点头说道 嗯 有点 只子莫若父 只是一眼 老爸就看出了他的疲惫 徐父把早餐递给徐灵 说 这给你 你妈在家 你先回去 我再去买一份 徐灵接过早餐 笑道 爸 咱一起去 老父亲愣了愣 当即笑着点了点头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什么样的年纪 父亲都能成为孩子的依靠 哪怕你已经五十岁 六十岁 即便你的父亲 已经老迈得不能动弹 但他能给你精神上的依靠 却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回到家 徐灵和家里的双亲 一起吃完早饭 随后就进房准备休息 当然 在休息之前 他给夏维海打了个电话 向他请了个假 夏维海听出了徐灵语其中的疲惫 但是他也不能问太多东西 因为之前的行动 除了一个徐影强 和他们几个行动人员 就只有不理知道具体内容 不该知道的 他绝对不会打听 徐灵请假 他二话没说 直接批准 小薛 你自己看着办 多休息几天 也没有问题 夏维海关切地说道 谢谢夏维 徐灵笑了笑 挂断了电话 随后他 直接把手机关机 躺在床上 沉沉睡了过去 按道理说 像他这样的职位 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 不管什么时候 都可能会有大案发生 但经历了缅北的一战后 徐灵的脑袋里 现在还是那炮火 消烟 鲜血 尸体的画面 他真的提不起其他兴趣 如果不好好消化消化 他怕自己的内心 会留下一些心理创伤 譬如战后应急创伤综合症 海原省 海里市 一架砖机 降落在了专用机场跑道上 随后一群群 鹤枪实弹的军警 立刻把机场全部都围了起来 接着一群专业的保镖 也出现在了机场的周围 安全局的人 还有地方军警的兄弟 同样全部都出动了 为的 就是保护一位 突然降临海原省的大人物 当老爷子从专机上走下来的时候 海原省的老一 老二 老三 海里市的老一和老二 省厅的陈英虎等等 所有人都来到了飞机前 和老爷子握手 都别太紧张 我这次除了视察之外 就是到处走走 顺便拜访一下小陈手底下的一个人 老爷子笑着对众人说道 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目光看向了陈英虎 这个时候 走在老爷子后面的贺长征 也走上前来 笑着说道 小陈 等年后 你就去不理吧 老爷子同意了 谢谢首长 陈英虎无比振奋 连忙尽力 他现在才54岁 年龄并不算大 如果现在能够更进一步的话 那么在退休之前 很可能还可以往上爬一步 那等级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 而只要自己再努力一把 多多做贡献的话 没准小组班子也能进去 老爷子笑着和他点了点头 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 行了 接下来 我这把老骨头的安全 可交给你了 记住 别大张旗鼓 是 陈英虎立正敬礼 喊道 请首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行 走吧 老爷子摆了摆手 随后便有几个人快速朝前走去 帮老爷子把专车的门打开 随后众人上车 他们护送着老爷子朝机场外面走去 说是把安全交给陈英虎 但老爷子身边的那位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些人 才是老爷子身边最后的屏障 这边 老爷子正在视察海源省的省会 而在徐灵的家里 他睡了整整一天后 终于醒来 吃了一顿徐母烧的饭菜之后 他打着宝格来到了徐傅的茶桌前 在徐傅面前坐下 他先给徐傅倒了一杯茶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并没有开口说道 你这次回来的状态很不对 徐傅看着徐灵 目光炯炯地说道 徐灵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说 爸 对不起 有些事情不能说 这次 我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是有关任务的 徐傅问道 徐灵点头 那就不用说 组织有纪律 不该我知道的 千万不要提 徐傅当即说道 徐灵想了想 随后开口说道 爸 我 你什么 徐傅看着他 我 杀了很多人 很多很多 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是多少人 或许是几十个 或许是上百个 徐傅听到他的话 倒茶的手猛地颤了颤 他看到徐灵眼神里的血丝 知道这小子的压力非常大 内心受到的冲击 真的非常强烈 或许是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都是坏人 徐傅沉默了几秒钟 开口问道 是 那他们活着 是不是就会伤害百姓 是 如果你不杀他们 他们是不是还会逍遥法外 是 那你觉得 他们是死了好 还是活着好 死 徐灵最后的一个死字 似乎是稍稍变了语气 他抬起了头 心中豁然开朗 是啊 他们不死 那受害的只会是平民百姓 我不杀他们 就是害了百姓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 不管他们是不是我们大厦的人 我杀他们 只为了正义 那不就行了 徐傅笑了笑 说 心中有正义 哪怕你杀再多的人 你也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民警察 徐灵点头 眼神里的红色逐渐散去 内心畅快了许多 道理他都懂 之前的确是钻了牛角尖 爸 来两盘 他笑着问道 徐傅 行啊 来两盘 看看你小子有没有进步 行了 爸爸 除了初中那会儿 我不是您的对手 从我上了高中 你哪次赢过我 徐灵笑着调侃 臭小子 徐傅笑骂 他的脸上虽然在笑 但内心却很沉重 就在刚刚那一刹那 他真想劝徐灵辞职回家 但是他忍住了 孩子大了 如何抉择 应该由他自己来选 作为父亲 他只需要无条件支持就够了 两人摆好了棋子 准备大杀四方 徐傅忽然说道 对了 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有个人好几次来我们家 还给你妈和我带来了不少东西 都是高档货 不过我们并没有收 怕给你添麻烦 徐灵愣了愣 问道 什么人 男的女的 徐傅摇头 不认识 是一个中年男人 看上去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开的车子也不错 那家伙对我们非常客气 但三句话不理你小子的优秀 其他的什么都没提 问他是谁也不说 我和你妈都被搞得有些莫名其妙 后来见到他来了 干脆也不开门 装作不在家 他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我也全让小黄给拿走了 徐灵 小黄 就是县局的黄局长 他有好几次来拜访我们两个 说和你是过命的战友 徐傅解释 徐灵拍了拍额头 倒是把这位黄支队长给忘了 不对 人家现在是黄局长 他道 等回头我打听一下 到底是谁 海里市通往江云市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经过高强度安全改装的车子 正在高速行驶 车子的前后左右 都各有两辆车子护卫 老爷子坐在车里 身旁坐着鹤步 在副驾驶上 房志远正在一遍一遍地拨通 同一个号码 还是关机 这小子真的胆大包天了 不知道身为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必须要24小时开机吗 房志远有些生气 语气极为不满 王晓了说 这小子是玩乎职守 王大了说 就是无阻制无纪律 任何一个都足够 让他脱下这层皮了 贺长征开口说道 老房 你别急 我和小霞通过电话了 他说那小子不对劲 似乎语气很疲惫的样子 我联系了胡子 他告诉了我整个经过 我觉得顿了顿 贺不叹道 这个小子心里出现问题了 房志远文言看向了贺长征 对于这个搭档和老上司 他是毫无保留地相信的 他问道 什么问题 老爷子也看向了贺长征 满脸都是疑惑的神色 贺长征叹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和我们当年 从战场上退下来时候 一样的毛病 房志远和老爷子听到了 皆是浑身一震 老爷子没有上过战场 但当时他父亲是领兵的人之一 也曾经听父亲提起过当时的战争 而房志远和贺长征两个 却是曾经亲临战场 打过那一仗的 他们知道 从战场上下来的状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击毙敌人 身边的战友牺牲 炮火纷飞 硝烟弥漫 浓重的血腥气冲天而起 久久不散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那堆积如山的尸体 给人的冲击是如何 他们再清楚不过 那个代号老熊的小子告诉我们 他们一路打过去 干掉的敌人超过一千人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 至少有几十条人命 徐灵这小子 是最多的 或许都已经过了百 最后那一战 更是炮火纷飞 他们亲自送别了十多个兄弟 你想想看吧 贺长征说完 便不再开口 房志远听了 连连叹息 是啊 杀人 没有那么好面对的 徐灵的心理素质 已经非常强了 之前他也不是 没有击毙过罪犯 可是和那种 真正的战争相比 残酷等级 完全是不同的 行 那我们就亲自 去他老家看看 不是说他在老家吗 通知一下 去广华县 老爷子拍板说道 两位政府部长一听 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老爷子 这不太合适 毕竟这小子的级别 房志远刚刚开口 就被老爷子给拦下 只听他道 这个和级别无关 他是英雄 英雄就该有英雄的待遇 他的这一次行动 给我们大夏 带来的好处是长久的 甚至可以说 是有深远意义的 我们在那边 挟进去一个钉子 以后就能把那边的局部 控制在手里 等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们可以给我们 提供很多东西 包括那些稀有矿产等等 这话一出 两人都点了点头 但他们心中 却还是有些 不可思议的感觉 老爷子 居然亲自去 徐林的老家慰问 死 这种规格的待遇 整个大夏能有几个 就在老爷子一行人 改到去广华县的时候 另外一拨人 已经到了广华县 一辆豪华的商务车里 严正林双目带着一丝愤懑 说道 这个老夏 还想瞒着我 还好我鸡贼 在门口听了一耳朵 要不然 还真被他骗了 嗯 这小子回来了 这次不管怎么说 都要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 说着 他看向了坐在一旁 翘脸略带忐忑的炎谣 和之前的女总裁范相比 此刻的她 更像是一个成熟知性的姐姐 举手投足间 都带着动人的韵味 再加上那国色天香的容颜 怕是能让天底下大多数男人 都心中火热 严正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 瑶瑶 我们严家能不能更进一步 就看你的了 不管怎么说 这次一定要确定关系 前几次我是张不开嘴 这次我豁出去了 严妖文言 抬起头来看了一眼自家的老爹 说道 爸 我坦白告诉你 就算我和他真的 我也不允许你借他的名头 去办任何事情 如果你真的想要利用他的身份 那我宁愿远离他 严正林文言 当即说道 放心吧 你爸心里有数 我不会让我女婿为难 不过只要有他在这里 那些想要为难我的人 也必须掂量掂量 比如 南江苏家 严瑶有些无语 这老爹的算盘 打的是真金 他用手拖着下巴 目光看向远处 脑海里忽然出现了 那一个身影 他们萍水相逢 并没有太多的波澜壮阔 甚至连面 都没有见过几次 但在他的心里 早就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 很多次想要拿起电话 给他打过去 又怕他再出任务 他只能忍着思念 三番两次去警局 都没有看到人 去他老家 也没有人在家 心心念念 日思夜想 他觉得自己 现在都要快化身 传说中的神兽舔狗 问题还是铁儿不得 那个家伙 从来都没有承认 自己是他的女朋友 太可恨了 今天不管怎么说 都要让他 给自己一个痛快话 将军 老爸 你输了 徐灵咧嘴笑着 看着桌上的棋盘 乐不可知 连杀时局 老爸被杀得丢盔弃甲 溃不成军 你小子 徐傅笑骂 不过看到自己儿子 似乎很开心 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 心中便为他高兴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赶紧买菜去 快点 都到中午了 赶紧的 这个时候 徐母跳完广场舞回来 看到父子俩 顿时横眉瞪眼 两人见了 立马开溜 开玩笑 在这个家里的地位 老妈永远都是太后级别 高高在上 徐灵这个皇帝在牛逼 那也得听老妈的 至于老爸这个奴才 嗨嗨 也就这样吧 反正之前养了一条狗 地位都要比他高 徐灵和老爸下了楼 直奔几百米外的菜市场 半个多小时后 两人拎着两袋子菜往回走 刚刚来到小区门口 徐富口袋里的手机 就响了起来 他把菜交给徐灵 拿出手机一看 赫然是黄伟涵的电话 小黄 徐富愣了愣 接通了电话 电话刚刚接通 就听到黄伟涵 在电话那头喊道 徐叔 徐灵在您身边不 徐富 在 你等一下 随后他把手机交给徐灵 顺便从他手里 把菜接过来 然后自己独自就进入小区 上楼去了 徐灵看着自家老爸的背影 笑了笑 随后拿起电话放在耳边 老黄 啥事 谢天谢地 总算是联系到你了 黄伟涵松了一口气 接着道 你小子要上天啊 下局都找到我这边来了 说 让我亲自上门找你 徐灵 那你人呢 人个屁 我现在正在省里学习呢 黄伟涵说着 便步入正题 说 徐灵 你现在在家吗 在啊 徐灵回答 那千万不要走开 听说有大佬去你家亲自慰问 他们马上就要到了 你可千万不要给大佬吃门羹啊 黄伟涵嘱咐道 徐灵 大佬 谁啊 他心中微微一动 估计是防腹要来 死 一个腹部 亲自上门来慰问自己 够有排面的呀 他笑着说道 行了 老黄 我知道了 今天就让我妈给咱领导做一顿好的 好好招待招待他 行 既然通知到了 我这边就先挂了 黄伟涵听了以后 便直接挂断电话 徐灵当即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准备上楼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商务车 忽然一个刹车 停在了他跟前 接着后面的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一张动人心魄的翘脸 水润的毛子 金丝眼镜 一头大波浪长发 垂在胸前 紧身的裙子下 是那妖娆的身材 徐灵 你怎么又变了一个样了 他开口问道 话说 这个调调 他很喜欢 严谣下车 来到他面前 先是围着他打亮了一圈 接着嫣然一笑 还好 这次终于没受伤 徐灵 不是 你怎么会来这里 严谣 来看你呢 那懦懦的声音 惹得徐灵差点起一身鸡皮疙瘩 他急忙道 停 妖念 给我献出原形 你 严谣看着面前的大直男 感觉自己再不上手段 就要受伤了 于是二话不说 上前一步 搂着他的脖子 就亲了上去 狠狠在他的嘴巴上亲了一口 他才满脸通红地放开 徐灵愣住了 过了足足五秒钟 他一把就拉住了严谣 然后回到了商务车里 关上门 前面还有个司机 他直接呵斥道 司机 麻烦你下去一下 把门关上 严正林 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自家的白菜 很配合地闭上眼 顿时间 心里头感觉就好像被刀扎了一下 在滴血 司机 司机你妹啊 老子 他心里在咆哮 可是最后咬了咬牙 下车 关门 一气呵成 足足过了十分钟 徐灵才一犹未尽地从车上下来 身后跟着满脸通红 衣服都有些灵万的角色美女 那个啥 司机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带他上去见见我父母 徐灵咧嘴笑着拉起了严谣的御手 朝小区里走去 等 等等 严谣终于从羞涩中回过神来 他急忙拉住徐灵 看了眼吹胡子瞪眼 几乎可以整理出十个表情包的严正林 徐灵 他 他是我 我爸 严谣说道 徐灵文言 脑子一时间直接短路 爸 老丈人 他下意识地开口说了两个词 唉 严正林的脸色顿时变了 笑容开始浮现 卧槽 但是徐灵接下来的两个字 直接把他脸上的微笑凝固 瞬间升起了漆黑的颜色 过了好几秒钟 徐灵终于反应过来 上下打量着严正林 终于看清了 嘿 叔 不好意思 刚刚没注意 他脸皮也够厚 黑黑地笑了笑 严正林 哼 怎么 不打算请我们妇女上去坐坐 徐灵 当然要 叔 请 他说着 就在前面带路 眼神看向严谣 后者吐了吐香舌 很是调皮地跟他眨了眨眼 严正林从车上拿了点礼品 随后亲自拎着上了楼 很快 三人就来到了徐灵的家门口 徐傅听到外面的动静 已经出来开门 他刚刚打开门 就看到站在徐灵后面的严正林 顿时愣了一下 说道 你怎么又来了 我都跟你说了 你的东西 我们是不会收的 拿走 徐灵猛了 他转头看了看严正林 又看了眼自己的老爸 问道 爸 您说之前给咱送东西的人是他 可不就是他吗 这家伙说不清楚的 林子 你可不能被他的糖衣炮弹给腐蚀了 徐傅严肃地说道 嗨嗨可 徐灵尴尬地轻咳了几声 他看向了自家老爹 介绍道 爸 这位是严叔 这位是我女 女朋友 严瑶 他是瑶瑶他爸 嗨嗨 说话间 他忍不住看向严正林 这个老丈人 貌似有些不靠谱啊 送东西就送东西 你不能表明身份吗 多尴尬 啥 女朋友 徐傅一愣 接着脸上大喜 喊道 林子妈 快 快出来 林子女朋友来了 快 快点 厨房里立刻响起了叮铃当汪的声音 接着徐母跑了出来 夫妻二人盯着严瑶看 脸上的笑容像是开了花似的 严正林 又被无视了 好吧 我是透明的 透明的 登登 就在徐家劳两口 把严瑶拉进门的时候 忽然背后的楼梯口 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徐灵微微皱眉 后退了两步 目光看向了几个上来的黑衣人 对方抬起头的瞬间 那淋漓冷漠的眼神 瞬间让他心中一紧 而对方见到徐灵之后 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 徐灵的脸色勃然大变 几乎是下意识地 身形如同闪电般冲出 整个人从楼梯口飞起 狠狠踹向了其中一个 与此同时 他的左手抓住了楼梯的扶手 扭转身体 用另外一条腿 踢向了第二个人 携带武器出现在自家门口 相貌陌生 满脸冷漠 徐灵绝对不会给他们 伤害自己家人的机会 徐灵悍然出手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出手就是杀招 一脚踢向一人的脖子 另外一脚直奔第二人的心脏 恐怖的力量瞬间爆发 那两个人在拔枪的瞬间 连举起枪口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只要他们举起枪口的刹那 徐灵的攻击 就能瞬间让他们两个报废 于是两个人立刻抬起手 如出一折地 用双手去格挡徐灵的攻击 碰 碰 两道沉闷的声音响起 还伴随着骨骼开裂的声音 刚刚上楼的两个黑衣人 直接倒飞出去 整个人凌空撞到了 后面的楼道转角的墙面上 发出了两声巨响 随后 他们握枪的手搭拉下来 抬起头的时候 脸色有些苍白 嘴角还带着一丝血迹 眼神里满是震惊的神色 他们两个承受了那恐怖的一击 才明白刚刚的力量有多恐怖 毫不客气地说 刚才要不是他们挡了一下 或许他们已经直接被踢断脖子 被踢碎胸骨 必死无疑 登登登 脚步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有点急 还带着一声质问 怎么回事 人呢 有人袭击 全部给老子上来 快快快 楼道里瞬间有些手忙脚乱 一个个黑衣人疯狂地朝上冲来 倒是徐灵直接有些猛逼 走下去几步 看了看楼道下面的情况 只见在楼下 三个老人正在一群黑衣人的保护下 目光冷冷地看着楼道 虽然他们都戴了帽子和眼镜 可徐灵一眼就认出来 其中一个是贺长征 另外一个是防治员 嗨嗨 他有些尴尬 这才反映过来 刚刚自己揍了的人士 保护他们的工作人员 于是急忙举高双手 喊道 兄弟们 误会了 仿佛 赫布 是我呀 打错了 真的只是打错了 他大声喊道 声音在楼道里回荡 楼下的贺长征和防治员两个人 本来是一脸紧张 忽然听到楼道里传出来的声音 这才明白过来 何这是那小子干的 他们还以为 这是遇到了刺杀呢 浑小子 你干什么 贺长征忍不住直接大骂了一句 接着道 你等着 我上来再收拾你 哈哈 这小家伙 有点意思 老爷子哈哈一笑 接着 他们就看到了两个被搀扶下来的内卫 当他们看到这二人的状态之后 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这些可都是内卫 毫不客气地说 他们是整个大厦最懂得防守的高手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无数战事中 千挑万选出来的佼佼者 实力强大至极 普通人打个二三十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刚才他们上楼不到十秒钟 直接就受伤了 看他们的手臂 好像还断了 辛苦了 让他们先去医院看看 别留下什么后遗症 老爷子对那个保护了他好几年的队长说道 后者点了点头 让人把两个手下带去医院 接着他转身看了眼楼道 说道 老爷子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 老爷子文言 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金光 小陈 你怂了 老爷子面带笑容 说 哈哈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不自信 说着他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说 放心吧 那个小家伙 还不至于把主意打到我这个老头子身上 这小子 不错 是 手掌 小陈站直身体说道 随后 他们开始朝楼上走去 不过在上楼之前 小陈转头看向了对面的一栋楼 隐晦地做出了一个手语 队长 无法锁定 微型通讯器里传来了一个声音 小陈叹了一口气 看来对方真的是一个高手 徐林此时站在原地 没有动弹 目光看着下面 不一会儿 三个老人就朝楼上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贺长征 他一脸怒容 见到徐林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声怒骂 房志远也是眼皮跳动 都忍不住要抽人了 徐林甘笑两声 说道 贺布 房副 我真不知道那是保护您二位的安全人员 我不是故意的 嘿 抱歉抱歉 贺长征也骂得差不多了 他道 你可别误会 我们两个还没有那么大的牌面 房志远也点头说 那位只负责老爷子的安全 哦 徐林点了点头 接着猛地反应过来 骇然地抬起了头 他震惊地 看着中间那位戴着口罩和帽子 露出一副黑矿眼镜 还有一双淋漓威严的眼睛的老者 死 老 老 老爷子 他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有些不确定地 问出了三个字 没别的 这实在是太匪一所思了 老爷子亲自过来 这怕是 在做梦吧 老爷子微微眯起了眼睛 似乎在笑 然后点了点头 说道 好小子 把我的那位都打趴下了 看来他们都低估了你的实力 徐林身形矩震 那熟悉的声音 经常在电视上听到 实锤了 真的是老爷子亲自 他急忙看了眼四周 目光在那位上扫了一眼 接着一把 就将挡着门的严正林 给拉到了一旁 卧槽 臭小子 你干嘛 严正林正看戏看得好好的 刚刚那叫一个惊心动魄 没想到是这小子的领导 上门慰问来了 可徐林突然间就把他一把 给划拉开来 顿时让他满脸不爽 老子好歹都已经是你半的老丈人了 你小子能不能给我尊重一点 虽然说走廊上的那两位是你的领导 可老子还是你未来的岳父呢 你这么做合适吗 就不怕 我给你穿小鞋 徐林却根本就不管他 对老爷子说道 先进来 外面不安全 老爷子微微一笑 点头走进了徐林的家里 随后 是贺部还有房志远 以及那个那位头子 陈志东 直到最后 徐林才看向严正林 说道 严叔 你也进去吧 严正林脸色铁青 点了点头 有些不爽地走了进去 临近门前 还狠狠地瞪了一眼他 徐林笑了笑 也没有在意 他看向门口的那几个内位 说道 兄弟们 不好意思 辛苦你们了 几个内位都目光肃目地看着他 微微点头 这本身就是 他们的本职工作 谈不上辛苦 徐林点了点头 转身进门 随着房道门缓缓地关上 徐林当即来到了客厅的窗户前 朝外面看了看 随手就把窗帘拉上 然后他又来到餐厅位置的窗户 朝外面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接着 同样是拉上了窗帘 他的手势就是为了告诉对方 有自己在 不会出什么问题 徐富和徐母 本来就在和炎妖聊天 忽然感觉到光线暗了下来 立刻就不乐意了 臭小子 你干什么 徐富呵斥了一声 徐母则是直接横眉冷对 骂道 小兔崽子 赶紧给我拉开 别逼你老娘我发飙啊 徐林 他甘笑了两声 当即把灯给打开了 徐母皱眉 你小子 媳妇就算漂亮 也不用这么藏着掖着吧 你这样 咦 话说到一半 他才注意到客厅里站着几个人 正在打量着他们家里的陈设 这几位是 徐富也注意到了 连忙站了起来 炎妖反应过来 急忙起身 来到了依旧满脸不爽的 严正林面前 对徐富徐母介绍道 叔叔阿姨 这是我爸 亲家公 徐富猛地一拍脑门 说道 抱歉抱歉 太开心了 一时间把你给忘了 我的错 我的错 严正林 这特么难怪是一家人 就算是一件破衣服 晾半天也能注意到吧 再说 你忘了就忘了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说出来 我能说什么 你让我说什么 呵呵 呵呵呵 没 没事 严正林呵呵笑了起来 只不过那笑容 多少有些假 严妖觉得 老爹不对劲 转过头看了他一眼 眼眸中 多多少少带着一丝威胁 他好像在说 我第一次来婆家 你敢让我尴尬试试看 严正林神色一速 连忙上前 伸手说道 老哥 我是严正林 前几次都有掏扰 怪我没说清楚来意 抱歉抱歉 不不不 是我的错 我没有问清楚 不对 是我的错 不不不 两人旁若无人地 开始进行极限扯皮 徐灵看得嘴角抽了抽 老爸老妈 严正林 严谣 这四个人 难道没有注意到 客厅里的其他人吗 他摇头叹息一声 无奈地来到老爷子面前 苦笑道 抱歉 手掌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您 您这 真是让我受宠落惊了 随着他的开口 徐父徐母他们 终于是被吸引过了视线 贺长征和房治员两个 此时都已经摘下了口罩和帽子 露出了自己的面容 老爷子也抬起手 准备把自己的伪装取掉 他们这次过来 之所以进行伪装 一是因为 本身是以私人名义来慰问徐灵 所以不准备伸张 毕竟那样的话 对徐灵也会有一些影响 第二 还是为了这小子 和他家人的安全考虑 如果说 他们大张旗鼓地来 恐怕到时候 徐父徐母 就别想在这里住下去了 到时候 会有很多人来打听 虽然徐灵的身份保密级别不低 但也有暴露的高风险 死 正在这个时候 严正林忽然间倒吸一口凉气 接着一声惊呼 何不 何不 天哪 您 您好 他的声音有些哆嗦了 这位可是真正的大佬 大厦警戒真正的一哥 位高权重 以前 他们只有在电视上能够看见 哪怕他这个资产差不多 已经超过百亿的商人 也没有见对方的资格 可是现在 这位居然是来到了徐灵家里 这属实是太让人震撼了 再看一旁的房志远 他也认出来了 房复不 您好 他急忙伸出双手 脸上带着激动 鹤步高高在上 房复他却是有幸见过一面 那是在一次投资会议上 房复作为甲方出席 当时好像是要对海源省的所有警局 进行基础改建 您好 房复笑了笑 啊 这个时候 忽然间两声尖叫 直接就在房间里响起 连一旁的小陈都吓了一跳 严正林的视线 也被吸引了过去 叫喊声是出自许母 还有自家的女儿严瑶 她正打算呵斥死丫头 怎么在大佬的面前 这么没规矩 可是却突然注意到 死丫头的双目正看着前方 满脸都是激动和震惊 她疑惑地转过头 只是一眼就张大了嘴巴 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你妈 这是什么神仙剧情 小说 好吧 也就是小说感这么写了 随着老爷子摘下了帽子和口罩 这一刻在整个屋子里 除了知情人外 所有人都站着不敢说话了 足足过了近一分钟 老爷子第三次笑着 和大家挥了挥手 一群人当中 才有人反应过来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徐复 他激动得脸颊通红 双腿都似乎有些不听使唤了 但他依旧浑身颤抖着走上前 双手哆嗦地伸了出去 老爷子 您 您好 我 不是在做梦吧 老爷子笑了笑 说 小徐 你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我替我们的警察部 替那些受害的百姓 谢谢你 别 别别别 老爷子 您言重了 这都是 我们应该做的 他越优秀 我们父母脸上也有光啊 徐复急忙说道 有光吗 岂止啊 简直是光药门没了 他们徐家的老祖宗知道了 恐怕都会给他托梦夸他 自家的儿子立了功 打击罪犯 造福百姓 连老爷子都来他们家慰问了 这是何等的殊荣 整个大厦的警察 有几个能有这样的待遇 用他老家的话来说 那就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这这这 你你你 严正林完全猛逼 指了指徐灵 又指了指自己 想问一句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而这时候 老爷子已经朝着他伸出了手 笑道 小言是吧 我知道你 嗯 还不错 规规矩矩做生意 我们大厦就需要你这样的生意人 谢 谢谢 谢谢老爷子 严正林受宠落惊 态度谦卑至极 一开始 他心里还想着 给徐灵这个不实相的臭小子 穿两次小鞋 让他知道 知道自己这个老丈人 也不是吃素的 但是现在 尼玛 他感觉自己得狂舔这位孤爷 绝对不能让他有一丝不好的印象 万一他反悔了 直接甩了自家丫头 那他哭都没地方哭 徐灵倒是没有想到 自己未来老丈人心里已经转变 他的内心 已经开始从刚刚的激动 稍稍恢复了一些 他开口说道 老爷子 您这是有些折杀我了 有什么事情 您让房复给我打电话就成 我去京都 见您便是了 您这 说着 他苦笑摇头 直到现在 内心都还有些激荡未平 老爷子却笑着白白手 说 怎么 我就不能来见见我们的功臣 嘿 徐灵嘿嘿一笑 旁边的徐傅和徐母脸上 充满了自豪感 看看 自己家的儿子 有多么优秀 连老爷子都亲自来慰问 说出去 别提多有面子了 当然他们也都是知深浅的人 知道这个事情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 要不然就麻烦大了 徐灵把老爷子他们带到了平时自己和老爸喝茶下棋的茶几前 给老爷子和贺长征以及房志远泡了一杯茶 当然 这一次他没忘给严正林给泡了一杯 严正林却是不敢落座 站在一旁 有些战战兢兢地看着 没办法 面前的可是老爷子 他有位置站就不错了 多少商人 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别说是自己 哪怕是那些千亿富豪 有几个能够有这样的殊荣 飞黄腾达了 绝对要飞黄腾达了 还是死丫头的眼光好 这下子 我看那苏家还要怎么玩 严正林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来 老爷子 喝茶 这是我亲自在乡下采的野茶 自己亲手炒的 绝对是天然无公害 徐复说道 老爷子笑着点了点头 端起茶杯瞎了一口 顿时眼睛一亮 不错 茶香浓郁 味浓回甘 好茶 老爷子开口夸赞 徐复立刻说道 老爷子要是喜欢 我家里还有不少 回头带一些回去 还有两位领导 也都带点 家里也没啥好送的 老爷子你也不差这些 就这点土特产 您可不能拒绝 徐灵听到老爸的话 忍不住摇头苦笑 自家老爹就是这个脾气 说话直 也难怪机械厂的厂长 都干不下去 这话说的 怎么可能不得罪人 他急忙说道 爸 您说话注意点 老爷子 臭小子 怎么和你爸说话呢 老爷子却突然笑骂 接着说 小徐 我要一惊 回头给我包好 哎 好好好 徐复立刻开心地笑了 得意洋洋地 看了自家儿子一眼 徐灵这边 陪着老爷子喝茶 厨房里 徐母时不时 探出脑袋 看向这边 脸上满是自豪的神色 他回头看向厨房里 力所帮忙的炎瑶 看着那张白皙如玉的俏脸 乐得合不拢嘴 这也有成 连老爷子都来慰问 还有这么一个美娇妻 自己儿子总算是出头了 午饭时候 一大桌子人吃得既高兴又拘谨 毕竟老爷子在这里 任谁也不可能真的放开 就连贺长征和房志远 都是时不时看老爷子的神色 吃完饭之后 老爷子就准备离开了 不过在离开之前 他让徐灵找个独处的地方 于是两个人就来到了徐灵的书房 徐灵 这次缅北的行动 我已经让小贺给你签发了一等功 不过这个一等功 只能秘密授予 不会出现在你的资料档案里 不过这个荣誉会叠加在你以后的荣誉上 酌情进行提拔 徐灵文言当即点头表示理解 接着老爷子问道 我听说 你的心里出现了问题 徐灵点了点头 随后又站着身体说道 老爷子放心 我爸已经开导过我 现在我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以后 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就好 我说嘛 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 PTSD给打败 老爷子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道 虽然你已经好了 但是还需要去心理干预一下 小贺还有小房都和我说了 准备给你加加担子 徐灵听了 神色微微一正 加加担子 什么意思 老爷子 别紧张 不是说让你去做别的 就是想让你去破案 那没问题 徐灵立刻笑着点头 既然你说没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老爷子露出了一抹微笑 说道 小贺已经向我打了报告 和小段那边一起 成立一个大厦特案组 大厦特案组 徐灵眼中顿时露出了一抹金色 这个大厦特案组 光从名字来看就不简单 果然老爷子继续说道 大厦特案组 级别和安全局的处级单位同级 直属不理领导 同时 大厦特案组在必要情况下 拥有调阅安全局资料的权利 包括绝密资料 当然也有配合安全局 侦破特案的义务 徐灵听了 脸色忍不住动容 这权限顶天了多 拥有调阅安全局 绝密集资料的权利 整个大厦 除了安全局的那位大佬以外 怕是只有老爷子 这个级别的存在了吧 当然 徐灵也知道 权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的道理 一旦有调阅绝密资料的需求 那么就表示 他们查的案子 就和安全局有关了 老爷子看着徐灵 说道 经过我们推选 一致认定你徐灵 最适合做这个大厦特案组的组长 徐灵刷的一声起力 身形笔直的敬礼 请首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老爷子压了压手 示意他坐下来 随后他接着说道 徐灵 这个大厦特案组 我给你六个名额 你可以选定六个人 成为你的组员 当然 具体要什么人 由你自己决定 到时候报上来 审查没有问题就行 安全局这边 还有两个名额 他们会安排进来 你们九个 将会支撑起大厦特案组 作为组长 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 徐灵点了点头 查案子 他还是有信心的 至于安全局要安插人 他也没有意见 毕竟不管什么单位 都是需要制衡的 要不然的话 很容易会失控 这个是组织上的平衡指导 好 那我就说这些 其他事情 其他人会告诉你 老爷子说着就起身 刚要走出去 忽然想到一个事情 说 对了 你们的小组成立后 第一个要查的 就是整个大厦 遗留下来的悬案 是 徐灵立正敬礼 老爷子离开了 徐灵看着车队 缓缓地消失在视野中 心中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没有出现什么情况 要不然 他的罪过可就大了 贺不贺仿佛这两位 也真是勇啊 万一老爷子的安全出了问题 那就惊天动地了 摇了摇头 他转身回到了家里 徐父徐母见到他回来 都走了过来 老爷子走 刚开口就觉得不对 徐父当即改口 老爷子回去了 徐灵点了点头 说道 爸 我很可能又要忙起来了 徐父笑着点头 忙起来好 忙起来好啊 徐母也说道 林子 别的不说 光光这份殊荣 咱们就得为大家多做贡献 老爷子的期望 你不许辜负 爸妈 我明白 徐灵点头一笑 父母的声明大意 让他感动 一旁的严正林 心中叹息了一声 说实话 他不如徐父徐母 这对老哥哥老嫂子 不像自己这样 一身同臭味 只想着赚钱 也难怪他们 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来 小徐 既然你要忙 那么我这边也就先回去了 严正林开口 接着看向自家的丫头 问道 瑶瑶 你是跟我回去 还是留在这里 严瑶看了眼徐灵 又看了看徐家父母 说 跟您回去吧 公司里还有不少事情 等忙完了 我再来看叔叔阿姨 好闺女 徐母笑着拉住严瑶的手 第二天一早 徐灵就回到了江云市市局 找下维海述职 这次或许就是他最后一次 来江云市局述职了 不过老爷子也没有明确规定 自己的大厦特案组办公地点 回头请示一下 能不能就放在江云市 没办法 谁让自己练价呢 咚咚咚 他敲响了夏维海的办公室大门 进来 里面响起了下局厚重的声线 徐灵推门走进去 就看到夏维海正在泡功夫茶 脸上还带着一丝笑容 见到他进来 这位直属上级立刻起身迎了上来 好小子 干得漂亮 夏维海说着 狠狠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徐灵 夏菊 注意形象 咱可都是男人 怪恶心的 你小子 别给脸不要脸啊 这在我这里 可是英雄的待遇 夏维海笑骂 徐灵咧嘴笑了笑 也没有再说什么 夏维海拉着他来到了茶桌前 亲自给他倒了一杯 夏菊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夏维海笑了笑 说 托你的福 九月份我就要去省厅报到了 常务赋厅 官升一级 还是实权未知 徐灵 那就恭喜夏菊了 不不不 是我得恭喜你 你小子 这次算是一步登天了 大夏特案组 嘖嘖嘖 级别虽然没我高 但权里有些下人啊 就和前几年的巡回组一样 拿着上方宝剑来的 夏维海的眼神里 带着一丝震惊之色 这个事情还是陈廷通知他的 要不然他还不知道 徐灵 说到这个 夏菊 那我就要找你要几个人了 夏维海毫不犹豫地点头 说 说吧 要谁 只要你开口 我这边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韩星 萧雪 吴小峰 他直接说出了自己两个小徒弟的名字 还有一个是吴小峰 韩星能力一般 但做事情欣喜 萧雪适合追踪 格斗能力优秀 至于吴小峰 这个家伙刑事圆滑 可以处理办案时候遇到的棘手问题 三个人各有长处 反正他也用顺手了 那就带着吧 就三个 夏维海愣了愣 徐灵点头 暂时就带三个吧 剩下的慢慢找 行 我马上就把他们的档案调给你 夏维海点了点头 他看着徐灵肩膀上的二级警督警衔 说道 你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来说说关于你的事情 说完 他就来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打开抽屉 拿出了一打红色的小盒子 他把盒子推到了徐灵的面前 说道 来吧 英雄 四个一等宫 徐灵 他瞪大双眼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别闹好不好 四个一等宫 自己啥时候立了这么多功劳了 都说一等宫加属领 可他这 怎么就跟白菜似的 他立刻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 集体一等宫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这是陈廷当初在成立 临时悬案调查组的时候承诺的 只要破获一个特大案件 就是一个特等宫 当时他不就是破了三个特大悬案吗 还剩下一个 他拿出来看了看之后才知道 赫然是那次峰会任务的 他抓出来的间谍和犯罪人员 为飞马研究中心保驾护航 为峰会保驾护航 上面又决定给他一个一等宫 手里拿着四个一等宫的勋章 徐灵感觉沉甸甸的 夏维海 你的警衔 陈廷已经准备好了 你回头去省厅报个道 一级警督就能挂上去了 徐灵文言脸上露出了一丝激动的神色 升官哪有不喜欢的 哪怕他不是为了升官而抓贼 但对于晋升 心中也是非常向往的 想到自己的年龄 还不到25岁 从警到现在 也就两年多时间 一级警督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只差一步 就是白衬衫了 徐灵心想着 是不是得加把劲 尽快穿上那一件 所有大厦基层警察 都梦寐以求的白衬衫 说实话 夏维海也有些唏嘘 面前的徐灵 实在是太年轻了 两天之后 徐灵安排好 江云市刑侦支队的工作 便带着自己两个小徒弟 和吴晓峰来到了省厅 陈英虎亲自给他换了警衔 与此同时 韩兴 萧雪二人 也因为之前特大悬案的功劳 连跳两级 被授予了二级警司警衔 吴晓峰本身就是二级警司 同样连升两级 警衔为三级警督 不过他已经33岁 和徐灵相比 这个警衔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给他们换上警衔后 陈英虎说道 我正好要去不理书职 你们跟我一起去吧 正好昨天上面通报了一个案子 特大 徐灵文言 神色疑速 特大 就在他们特案组的职权范畴之内 或者说 他们这个大厦特案组 就是为特大案件 大案要案 还有各类悬二生的 京都 安全局总部大楼 此时此刻 两个老人正在聚理力争 面红耳赤 老段 两个名额我们说好的 你个老小子 别耍赖 贺长征一脸愤怒的吼道 段正刚 放屁 贺长征 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 就安排两个人的 老王八蛋 之前在老爷子面前 你自己亲口答应的 贺长征再次怒骂 滚犊子 我怎么不记得了 老贺 你不要血口喷热啊 反正我肯定没说过那话 要不然 你要老爷子来跟我说 你特么算老姐 还敢惊动老爷子 那我就没办法了 反正我就是没说过 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 一个怒声咆哮 两个人针锋相对 整个办公室里 都是剑拔弩张 贺长征气得直哆嗦 真想把这个老东西 给揍一顿 骂了一会儿 两人都累了 他坐在椅子上 拿起茶杯猛地灌了一口 大厦特案组的人员配置 本来是警察部这边七个 安全局这边两个 但段正刚现在要加码 说他们必须保留四个位置 否则以后 想要调阅他们的档案 那就看人家愿不愿意了 这种事情 贺长征自然是不答应 毕竟跟着徐灵 显然是一种磨炼 只要到时候下放下去 那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存在 一开始 贺长征是连两个名额 都不愿意给 现在倒好 段正刚一口气要四个 他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就答应下来 但是这事情吧 他也不能去找老爷子 如果说这么一件小事情 他都办不好 那么这个部长也白当了 段正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才故意来刁难 三个 最多三个 多一个都不行 贺长征咬着牙说道 不行 必须 段正刚直接对了回来 可是直接被贺长征打断 只见这家伙也发狠了 直接说道 行 不答应的话 我这边直接给他们派任务 你们安全局的那些案子 你们自己看着办 老子还就不信了 到时候 我们警察部的所有悬案都破掉 就剩下你们安全局的悬案 看你还好不好意思说 自己的人能力强 还四个 告诉你 一个都没有 我不干了 说完这话 他起身就走 根本不带丝毫留恋 段正刚傻眼了 看着朝门口走去的贺长征 等到对方马上要出门了 才猛然间反应过来 他急忙冲过去 拉住贺长征 陪着笑脸说道 老贺 老贺 等等 好商量 都好商量 滚一边去 商量的屁 门都没有 贺长征一瞪眼 甩手就要走出去 来人 快来人 段正刚一声大喊 立刻有两个安全局的警员 来到门口 快 把贺部带回到沙发上 这话一出 两个警员二话不说 就架起了贺长征 往沙发上走去 你干什么 段正刚 你要造反啊你 你个土匪 贺长征气得破口大骂 这老东西简直是太无耻了 老贺 老贺 我错了 真的 我知道错了 好商量啊 段正刚连连讨好 要是他们安全局悬案都挂在这里 那他真没脸了 甚至连年底开会都不敢去 两个 就两个 我一个都不多要 段正刚竖起了两根手指 他是服了 贺长征这动不动就撂挑子的性格 从以前当兵那会儿就这样 到现在都没有改 问题是 真特么有用 你确定 贺长征看着他 心中冷笑 脸上却是依旧保持着愤怒 演习 当然得逼真了 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段正刚连忙点头 恨不得给自己来一巴掌 刚刚还有三个的 可是自己太贪心 结果又只剩下两个了 贺长征 那你们的档案 还能不能调约 能 肯定呢 不调约档案 怎么可能破案呢 老贺 这个大厦特案组不管调什么档案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配合 嗯 这还差不多 贺长征似乎是消了气 点了点头 神色也缓和下来 接着他道 对了 小徐这边肯定是需要一些基础经费的 这个你们出不出 段正刚 老贺 这个不合理吧 你说 他们算是隶属于你们不理的 这个经费 怎么还要让我们来出 我们这边的经费也很紧张 你 告辞 贺长征直接起身 哎 等等 等等 我出 我出还不行吗 段正刚一脸憋屈 特么的 被拿捏了 京都 西郊机场 随着飞机缓缓降落 徐林看向窗外 心中唏嘘 接下来又要忙起来了 或许要整个大厦跑也不一定 三十多个省市 这么大的疆域 总会有特案需要他接手 下了飞机后 徐林就跟随陈英虎 一起来到了警察部大楼 走进里面 来来往往的警察 几乎很多都是警督以上的级别 警司都没见几个 警员更是一个都没看见 很多和他们擦肩而过的警察 在看到徐林肩膀上的警衔后 都是露出了震惊和错愕的神色 哪怕是几个白衬衫大佬 都目露金色 看着这个年轻的一级警督 这个小家伙 什么来头 不清楚 不过估计后台很硬 又是一个关系户吧 哎 有些人啊 出生就决定了地位 在等电梯的时候 徐林听到了不远处几个人的谈论 他只是淡淡笑了笑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事实如何 他也没必要去告诉别人 很快 他们就进入了电梯 然后直接来到了贺长征的办公室 但是却被告知 这位部长并不在 他们被逮到了接待室 陈英虎看着徐林 说道 小徐 要不然你打个电话问问 徐林点头 当即就拿出手机 给贺长征打了过去 喂 贺布 我是徐林 现在我已经到您当公室了 电话接通 徐林直截了当地说道 贺长征一听到是他 当即笑道 小徐 你到了呀 正好 我这边再给你们申请经费呢 马上就回来 嗯啊 稍等片刻 对对对 放心 段总局已经批了 好 电话里 贺长征说了一大堆话 有的还有些莫名其妙 不过 徐林听到段总局几个字 心中顿时鸣雾 怕是这位贺布在坑那位啊 大约半个小时后 徐林终于在贺布的办公室里 见到了这位大佬 来 坐 贺布朝他和陈英虎招了招手 徐林当即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只听大佬开口说道 小徐 你没时间休息了 必须马上投入到工作中 之前小陈这边 应该已经收到了 我发的通报了吧 陈英虎点了点头 神色正重 贺长征 一起非法盗墓 盗窃古董的案子 涉案的金额非常巨大 涉及的人命至少有六条 最重要的是 那几件丢失的古董 都是国宝 绝对不能流落到海外 小子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这可是大夏特案组成立的第一个任务 你必须给我办漂亮 徐林猛地起身 例证尽礼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贺长征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份档案交给他 这是这个案子的资料和档案 我们目前掌握的东西很少 其他线索 需要靠你自己去发现和挖掘 明白 徐林脸色肃穆地 接过了卷宗袋子 贺长征 还有一个问题 特案组的办公地点和人手 你都找到没有 徐林文言愣了愣 随后说道 贺博 这个办公地点我本来想 放在老家江云市的 不过 我估计您不会同意 这个无所谓 你放在哪里都行 反正我认为 你们这帮小子 回家的时间应该不太多 贺长征开门见山地说 徐林苦笑点头 说 那就随便了 不理安排吧 他心中暗叹 只能是有空的时候 多回家看看了 随即他又说道 人手问题的话 我现在 收了两个小徒弟 都还行 还有一个是吴小峰 之前悬案组的助手 另外 我还想掉两个人 你说 贺长征点头 一个是苏爱军 也就是阅兵室的那位情报主任 还有一个是方清颖 云青市局的法医 徐林当即说出了两个字 苏爱军掌握情报 能力自然是很强的 他准备让他和吴小峰配合 弄出一个属于大厦特案组的情报渠道 到时候查案子 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至于方清颖 这位法医学的翘楚 调过来也能帮他不少忙 再加上两个小徒弟 一个能打 一个有钱 队伍算是初步成行了 说起韩兴这小子 富二代的人设 很多时候 能够给他们的办案 带来不少辩解 尤其是摸牌调查的时候 能够更加轻松 对于特案组的这些人 徐林也不算是任人为亲 而是任人为贤 当然 都算不上是刑侦高手 但 刑侦这方面 有自己不就够了吗 这个理由 已经碾压一切 好 我现在就通知下去 让他们立刻把人给你调过来 当然 前提是对方同意 贺长征说道 徐林点了点头 随后 大佬就开始打电话给苏爱军 和方清颖 当然 他不是直接联系到本人 而是直接联系了阅宾室 和云青室的市局 让下面的人去找二人谈话 放下电话后 贺长征朝徐林点了点头 下午就会有回复 明白 对了 贺长征再次开口 说道 安全局这边的人 估计下午会找你报到 到时候 你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查案了 不用 人我已经带来了 门外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赫然是段正刚 带着两个安全局的人走了进来 见到徐林后 这位大佬走上前 主动伸手 小徐同志 你好 首长好 徐林不敢怠慢 急忙伸出双手 这位可是安全局的老大 权力大的下人 手下也是能人辈出 第三处先不说 那第九处的老九等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比起之前见到的那几个内卫 也不遑多让 这帮人 都是纯粹的杀人机器 这方面 要比内卫还要强 小徐同志 这两位是叶星航和马进山 我把他们交给你了 你放心用着 他们要是敢不听话 你就告诉我 我来收拾他们 段正刚笑呵呵地说道 徐林看了眼二人 发现他们的眼神里 带着一丝热气 纷纷地朝着自己进了个礼 他急忙回礼 徐组长 我是叶星航 你也可以叫我的代号 书雁 徐组长 我是马进山 代号老马 徐林微微点头 这两个人给他的第一感觉 就是干练 小徐同志 这两个家伙 一个是从三处出来的 一个是从五处出来的 一个擅长侦破 一个擅长跟踪 段正刚在一旁说道 徐林点头 说道 首长 我明白了 他心中有些震撼 三处是负责大案的 这个先不说 安全局的五处 据他所知 一般都是负责间谍的案子 这大佬是真舍的 把这种宝贝都交给了自己 现在小组算上自己已经八个人 到时候再来一个 就能满边 不过人才肯定得慢慢挑选 到时候 也不一定就只能是九人特案组 扩编也应该没啥问题 但在这之前 肯定是要做出成绩 嘟嘟嘟 正在这个时候 徐林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来电显示赫然是云青市的美女法医方清颖 喂 徐组长 我听说您想要让我过去帮您 方清颖语气极为尊敬地问道 徐林 对 我这边正好缺一个法医 所以想请你过来帮忙 是什么案子 电话那头的方清颖微微扬眉 领导刚刚找他谈话 说要把他调走 还说徐林点名要他 他便已经心动了 现在 只是想要确认一下 徐林 案子会有很多 方医生 我这可不是戒掉 是把你永久性调到我的小组里来 你考虑清楚 不用考虑 我来 方清颖眼中一亮 徐林的博学 他已经见识过了 跟在他的身边 没准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 比如如面复原这样的绝技 我马上收拾东西 下午就过来 嗯 徐林听到对方直接了当地回答 还有些错愕 不过对面已经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 结果刚刚准备把手机放回口袋里 铃声再次响起 这次的来电显示 是苏爱军的 喂 苏哥 康局找你谈话了是吗 徐林笑着接了起来 苏爱军 我已经在收拾东西 到哪里去找你 徐林 好家伙 这个更快 已经收拾东西了 他当即说道 苏哥 您直接来布里吧 好 8月27日 一个特殊的日子 在大厦京都的警察总部 大厦特案组正式成立 贺长征和段正刚 两人分别宣布了特案组的职能 还有权力 特案组负责特大案件 以及某些影响特别恶劣的大案要案 这个尺度主要由部里专业人员讨论决定 除此之外 特案组要负责现在大厦境内存在的22个特大悬案 还有85个大案悬案的侦破 可以说 这个任务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有可能 他们穷极一生 也未必能够把所有悬案都破掉 毕竟这些悬案的时间太久远了 有很多 甚至连证据都很渺小 一丝线索都没有 想要查出来谈何容易 徐林这边倒是没有任何意见 他也清楚 很多案子或许连自己都查不出来 但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就会去做 去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京都警察部 五楼 在一间办公室里 徐林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七个人 开口说道 大家自己互相介绍一下吧 很快 众人就开始了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韩兴师傅的徒弟 我是萧雪 也是师傅的徒弟 吴小峰擅长摸牌工作 叶星航 我擅长的是分析案情 马进山擅长追踪 方清颖 法医 苏爱军 情报 七个人分别都做了自我介绍 随后各自握手致意 徐林拍了拍手 说道 好 既然大家已经认识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大厦特案组的第一个案子 八 二十四特大古董抢劫案 说着 他拿出了资料 特大古董抢劫案 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命达到六条之多 徐林刚刚已经看了一遍 他觉得 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命 恐怕远远不止六条 或者说 这是一个案中案 这是犯罪嫌疑人 胡六 同样也是本案的被害者 徐林拿出了一张照片 贴在了身后的白板上 古董抢劫案 这个古董是放在一个 名为张绍青的富商家中 而这批古董的价值 大约是12个亿左右 主要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主 还有一个宋代的乳窑 这些东西 可以说 每一件都是国宝 价值连城 8月24日晚上11点钟 四个人直接闯进了富豪南江省 航警室的富豪张绍青的家里 对方持枪杀害了张绍青的两个保镖 以及他的妻儿 一共四人抢走了五件古董 随后驾车离去 案发之后 整个航警室的警方 立刻展开了大面积的排查 可还不等他们得到什么线索 又是一具尸体出现 那就是徐林拿出来的这个胡六 胡六作为抢劫案的同伙 仅仅五个小时后 他的尸体就出现了 很显然 他们这批人里有人并不想 被他奋一杯羹 徐林根据档案 还发现了一个疑点 那就是富豪张绍青 案发时候 这个人正在其情妇家里 并没有被杀 可问题就在于 他是一个资产接近三百亿的富豪 妻儿全部都被杀害 这有些不太合理 徐林觉得 如果换成是他 几个古董 也就是十几个亿而已 如果能够把张绍青的妻儿绑了 勒索个几十亿 应该不过分吧 当然 前提是 那个张绍青的配合 但他觉得 这些劫匪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那五件古董 至于张绍青家里 一些稍微便宜一点的古董 他们都没有拿 还有一个疑点 徐林从资料上了解到 张绍青的这几件古董 是低价 从一个姓郭的古董商人 手里刚刚买来的 花了不到三个亿 当时这个事情 在圈子里 还有很多的版本 其中有几个权威的鉴定专家 还被他请去鉴定古董的真假 张绍青 郭姓商人 胡六 张绍青惨死的妻儿 和三个保镖 另外还有三个 抢劫杀人的劫匪 一张关系网被徐林画了出来 他看向众人 说道 兄弟们 出发 航警室 杀 众人立刻起身 随后快速地走出了办公室 飞机从京都起飞 直飞航警室 大约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他们终于抵达了 南江省的省会城市航警 下了飞机后 他们便直奔案发 所在地的05区分局 此时此刻 05区分局里 分局局长王健平 还有市局局长江树才 都在看着手里的档案 眉头紧锁着 他们感觉压力很大 毕竟张绍青是 航警室有名的富豪 关系往直达南江省里 要是这个案子 不能侦破的话 对他们的仕途 都有可能造成不小的影响 将军 我的人在现场 根本就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线索 现在怎么办 王健平开口 满脸苦逼地问道 这案子发生以后 他感觉一夜之间 白头发都多了不少 江树才沉声说道 师姐那边我刚刚问了 留下的线索很少 所有人都是被一枪毙命 凶手非常狠辣 至于武器 应该是自制的 咚咚咚 正说话间 王健平的办公室门 被敲响了 两人几乎同时抬头 进来 王健平说道 下一刻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开门走了进来 在年轻人身后 还跟着一群人 每一个都非常干练 不管男女 他们的精气神 都非常强大 对于见多识广的人来说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他们这是自信 当江树才和王健平 看到领头的那个年轻人 肩膀上的颈衔之时 脸上的神色顿时动容了 一击景多 这看上去也就二十四五岁吧 这是什么神仙 徐灵上前 给两个局长立正敬礼 随后说道 王菊 姜菊 我们是大厦特案组 我是组长徐灵 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 由特案组接手 他的话一落下 两个局长先是愣了一下 自己辖区的案子 被人一句话给抢走了 这多少会让他们有些不舒服 尤其是这个大厦特案组 到底什么级别 敢在他们面前这么放肆 但是随着徐灵从口袋里 掏出自己的证件 递给姜树财的时候 这位市局的局长 副厅级的白衬衫大佬 只是看了一眼 就觉得头皮发麻 徐灵 警察部直属大厦特案组 职位组长 警衔一级警督 等等 他的神色骤然一凝 然后抬起头 死死盯着徐灵 惊骇地问道 你是江云氏的那个 徐灵点头 没有说话 行 这个案子交给你们了 我们航警市局 还有05区分局 会全力配合你们的调查 姜树财没有废话 直截了当地说道 姜局 这怎么可以 王健平还想说什么 却被姜树财 一个眼神打断 谢谢姜局 我们现在 要看受害人尸体 还有尸检报告 好 我马上给你安排 姜树财点头 不一会儿 一个年轻的刑警 走进办公室 带着徐灵他们离开了 等到他们全部都走了 王健平才开口问道 姜局 您刚刚怎么不让我说了 我们的案子 他们一句话 就拿走了 这叫什么事 姜树财 健平 你省省吧 这个案子 咱们要侦破起来 难度肯定不小 现在有人接盘 你我算是得救了 再说了 徐灵这两个字 你难道忘了 徐灵 王健平听了 顿时一个机灵 刚刚还没有注意 现在姜局加重语气 他瞬间就清醒了 是江云市的那个 有些难以置信 江云市的人来他们南江省 来办案 什么情况 姜树财摇了摇头 说 现在人家是警察部直属 大厦特案组组长 死 听到这个头衔 王健平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姜局会这么轻易 就把案子交出去了 警察部直属 全力滔天啊 之前他们都曾经接到过步里的通知 说大厦警察部成立了一支特案组 没想到就是他的队伍 05区 法检中心 徐灵带着众人 畅通无阻地走进了824案的法检室 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 两个年轻的男法医 当即走上前来 其中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开口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是法检中心 事关特大案件 你们不能进来 徐灵看了眼身后的那个刑警 后者连忙上前 和两个法医说明了情况 虽然他心里有些不爽 但将橘交代的 他也不敢违背 两个男法医听到他的话 看了眼徐灵等人 抱歉地笑了笑 给他们道了个歉 不好意思 既然是不理下来的同志 那么你们要了解什么 我们肯定配合 还是那个戴眼镜的男法医 开口说道 徐灵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 尸体我们自己会进行第二次事件 说完他就看向了方清颖 不是说他不相信两个男法医 而是他更相信方清颖 当时在云青市局的时候 这个冰山女法医的技术和知识储备 即便是他 也是忍不住暗暗赞叹 法医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 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科学 化学 生物等等 甚至连数学和物理学 都要涉猎一些 想要做到法医学的专精 非常难 有的法医穷极一生 都没能达到这个水平 但方清颖 在徐灵看来 她距离这个境界已经不远了 在两个男法医复杂的神色中 方清颖立刻开始工作 以她首先穿上了防护服 口罩 手套等等 随后来到了几具尸体前 首先就是仔细观察尸体的外观 由于案发时间是24号晚上11点 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接近50个小时 尸体上已经开始出现了 大面积的尸斑 随着尸体存放的时间越久 一些罪证和线索 就越容易被掩盖 她仔细检查了一遍尸体后 就翻开了尸体的瞳孔 只是一眼 她就开口说到 现在室外温度35度 室内温度28度 全身尸斑 瞳孔不能透见 下腹腐败变色 预计死亡时间为48到50个小时之间 全身除致命的枪伤以外 没有明显的外伤 现在开始测量尸体 进行高度和体重计算 取内脏 切片化验 收集皮肤和毛发 进行检验 一套套手续下来 韩兴则是非常积极地帮忙记录 整个尸检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男法医还有些不以为然 可是当看到方清颖 从那个胡溜的某个部位 吸出来一滴黄色的残留液体后 脸色顿时就变了变 那地方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还能进行这样的检查 不对 应该说 就算是检查了 也不会去管这种液体 液体残留 有时候会是破案的关键 这代表她的身体机能在前一轮中 代谢出来的产物 主要化验方向有两个 生前是否进行了男女行为 或者说 吸食违禁品等等 说完之后 方清颖已经来到了一排 试验器领前 用化学药物进行化验 在等待化验结果的时候 她再次来到胡溜的尸体前 对尸体的脚步 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甚至她还摘下口罩 闻了闻她脚底的味道 这种行为 让在场的几个大男人 都有些不忍直视了 你一个美女 这么做合适吗 但对方清颖来说 只要能够找到线索 那就合适 很快 她就拿出了一把手术刀 开始切割胡溜的 大脚趾的一块脚趾层 脚趾层最容易滋生细菌 也非常容易吸收气味 和囤积水分 它的脚趾层里 有独特的重要味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死者生前应该泡过脚 短短的不到20分钟 两个线索直接摆在了台面上 两个在一旁看着的男法医 都惊呆了 他们一时间都有些脸红 看着方清颖的眼神 他们按道 哪里来的大神 这妖牛逼的吗 咦 就在这个时候 方清颖轻一声 她仔细地看了看尸体的右手 发现虎口位置的尸斑 好像有些不一样 似乎是生前受过伤 表皮下面存在一些淤血 徐灵看了眼 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 说了两个字 伸手 而一旁的叶星航 也同时说到 新手 两个人的话 让所有人都是疑论 伸手和新手 不就是一个意思吗 叶星航看向徐灵 笑道 头儿 你来说吧 这一声头儿 她此刻是佩服至极 徐灵开口的时间 比她还要快 也就是比她更早一步 发现疑点 别的不说 就这份眼力和经验 便让她幸福了 徐灵笑了笑 说 枪伤 啥 枪伤 正在记录的韩星愣了愣 说 师父 您别闹了 这怎么可能是枪伤 难不成 子弹从她手上擦过去了 然后撞伤了她 徐灵拍了她脑袋一下 不懂就闭上嘴 露窃知道吗 是 韩星马上低头闭嘴 徐灵说道 在开枪的刹那 枪膛打开退弹壳的时候 尾部摩擦到了她的虎口 她握枪的姿势不对 如果是老手 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我推测 她很可能抢了别人的枪 开枪射击了 可惜依旧被别人反杀 那个人 大概率就是凶手 甚至有可能已经受伤 残留液体 角质层 还有虎口的擦伤 仅仅只是一具尸体 就发现了三处线索 两个男法医 此刻彻底都骂了 他们也发现了虎口的擦伤 但说实话 他们根本就没有往那一方面去想 检测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方清颖来到了化学器皿前 仔细看了看室管里面的蓝色溶液 说道 残留液体里面有化学成分 生前吸食过维精品 角质层里 有一些中药药成分 死者应该在死前的24小时内 去过足玉殿之类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这类场所的常用药包 方清颖说完之后 便开始进行对第二具尸体的尸检 第二具尸体是被害人 那位富豪张绍青的妻子 一个37岁 从照片上看起来保养极好 身材也非常不错的女人 但此刻 她满身的尸斑 皮肤青子 看起来颇为恐怖 一枪致命 死亡时间略早于刚刚的那一具尸体 身上没有其他外伤 生前也没有受到侵犯 咦 等等 就在这个时候 方清颖扶了扶眼镜 低头看着尸体的口腔 只见口腔里似乎有一些挫伤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残留 这个时候 一个男法医上前 说道 她曾经受到过侵犯 他们虽然不如方清颖这么优秀 但一般明显的情况 还是能够检查出来的 方清颖点了点头 冰冷的脸上带着一丝愤怒 几个人呢 她冷声问道 四个人 男法医开口 畜生 方清颖说出了两个字 随后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那一具 年龄只有13岁的少年尸体 尸体上伤痕累累 有刀伤 顿气挫伤 以及瘀青等等 作为一个母亲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 肯定是保护自己的孩子 她可能是在孩子 遭受到虐待的时候 无奈妥协 甚至大概率是在孩子面前 遭到了那些畜生的凌辱 可即便如此 依旧没有能救回孩子 和自己的生命 尸检继续进行着 所有人的脸上都带着一抹愤怒和煞气 大约四个小时后 方清颖的尸检全部结束 随后 她还在女死者的身上 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经过确认后 其中一枚是那个胡溜的 而那三个被杀的保镖 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信息 走吧 去现场 徐灵见到方清颖完成尸检后 立刻便带着人赶赴现场 二十多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现场 整个现场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尸体的位置都已经用白线画好 散落在地上的弹壳位置 也清清楚楚标注出来 至于弹壳 已经拿回去做弹道检测了 大家戴上了鞋套和手套 开始对整个现场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徐灵站在别墅的客厅 对吴晓峰和苏爱军两人说道 苏哥 老吴 你们两个马上就出去 给我好好打听一下 行警士的道上 有没有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 明白 两人点了点头 当即准备离开 徐灵 等等 老马 你也一起去 一旦有嫌疑人 立刻监控起来 好 马进山点头 立即就跟着苏爱军两人一起离开 等到他们走后 他的目光扫向了韩星 韩星 在 师父 韩星立即走到了徐灵面前 你和萧雪一起去 给我把那个足异店找出来 排查整个行警士的足异会所 不管大小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找出来 徐灵说道 好嘞 这个我擅长 韩星笑着点头 他的身份是富二代 打听这种事情 再容易不过 把命令都下达以后 徐灵便仔细地勘察起了现场 他和方清颖 还有叶星航 三个人仔仔细细地 把整个现场都过了一遍 旁边 还有四个行警士局的民警 他们负责的是保护现场 这个案子太大了 行警士局这边 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24小时 派人看守现场 包括死者家属在内 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从一楼的院子到客厅 再到保姆房 餐厅 厨房等等 然后二楼的卧室 徐灵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 最终回到了楼下 头儿 我觉得凶手不止四的人 最起码 有五个 叶星航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开口说道 徐灵点了点头 说道 确切地说 是六个人 这话一出 叶星航的神色顿时一鸣 他能看出来五个 是因为这样一栋 安保措施齐全的别墅 怎么可能有人直接就 唐儿皇之走进来 抢劫杀人 所以 一定有内影 他想到了那三个保镖 其中一个 应该就是他们的内影 但很可惜 已经被灭口 至于那第六个凶手 徐灵看向了别墅大门上的 一处划痕 是子弹造成的 而且 子弹应该是从 别墅院子外面射进来的 这颗子弹的目标 就是死在别墅大门 位置的一个保镖 不过 对方打偏了 应该是第二枪 才干掉那个保镖 徐灵看向了外面 快步地走了出去 来到一片灌木前 仔细地看了看 随后就钻了进去 他开启寻踪技能 很快就找到了一股 若有若无的硝烟味道 三分钟后 他的手里多出了五枚弹壳 不是一般的手枪 而是 老式步枪 如果徐灵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六 五毫米的步枪子弹 这玩意儿 距今恐怕最少 都得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了 而他发现弹壳的地方 距离第一具保镖的尸体 足足有接近二百米开外 那个开枪的家伙 枪法绝对不错 或者说 对方有可能是退伍军人 或者是武警 警察 案子有些大了 徐灵拿着弹壳 轻声地说道 叶星航点了点头 的确是有些大了 对方杀法果断 心狠手辣 按照这种不留活口的手段 想要凭借这些痕迹 抓住他们 几乎是不可能的 徐灵仔细地 看了看手里的弹壳 随后目光微微一凝 在弹壳的底座上 他看到了一排编号数字 数字倒是没有什么 但前面的一个符号 却是让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一个窝鬼的字符 徐灵看到那一个窝鬼的字符后 眼神微微一鸣 他已经知道 凶手用的是什么武器了 五发子弹正好是一个弹夹 三八大概 六 五毫米 窝鬼的三八大概 叶星航也是神色一变 诗声惊呼 这种步枪 那是战争时候用的 当时窝鬼的兵用这款枪 杀了不知道多少大厦的人 同样在大厦获得战争的胜利后 也有数不清的这类枪械 留在了大厦 甚至在后期的时候 大厦的北边 还发现了一些地下公事 里面就有军火库之类的设施 有不少武器弹药 头儿 叶星航想要开口 徐灵却是摇了摇头 没有说什么 现在他们的线索很少 只有那个胡溜身上发现的两个线索 还有受害女性口腔里的残留 以及那个作为内应而被灭口的保安 嘟嘟嘟 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正是刚刚添加了联系方式的 姜树才姜菊的电话号码 喂 姜菊 电话那头的姜树才说到 徐组长 但到检测结果出来了 是三支不同的手枪 发射出来的子弹 凶手的手里 有三支手枪 徐灵 是四支 还有一支步枪 说完 他就挂断了电话 航警市局 姜树才听到电话里的盲音 神色微微动容 这才多久 三个多小时而已 他们就有新发现了 果然不愧是徐灵 这个特案组 的确是强大 徐灵这边 把五枚弹壳 装进了镇物袋里 递给方清颖 说道 交给市局那边技术科检测 确认一下 是不是出自同一把枪 方清颖当即点头 拿着弹壳离开了别墅 时间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傍晚 徐灵他们 刚刚从别墅里出来 就看到了 姜树才 还有王健平两位局长 前者上前说道 徐组长 我在市局 给你安排了一个办公室 我们这边 也掌握了一些线索 咱们是先吃饭 还是先去局里 徐灵笑了笑 说道 姜局 先去局里吧 至于吃饭 有食堂就行 行 走 姜树才笑着说道 几人上车后 马上就前往市局 等到他们走进市局 行警市局的刑侦支队长 立刻和他们说了一下 这边掌握的情况 现场勘察 法医尸检 还有周围的监控等等 所有资料 都摆在了徐灵的面前 徐灵直接就开始看监控 不过别墅的监控 已经被破坏 倒是在小区外面的监控 拍摄到了几个模糊的身影 可是由于光线的缘故 加上那几个人 出现在监控下面的时间很短 他们根本就无法确定 对方的身份 这个监控 有等于无 徐灵皱起眉头 反复观看 最终确定车里 一共是五个人 一个司机 还有四个凶手 那个司机自始至终 没有露面 我们找到了车子 但是已经被烧毁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那刑侦支队的支队长说道 徐灵点了点头 这帮人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没留下线索也正常 他看向了那个支队长 说道 小区周边在案发前后的监控视频 你们应该已经全部都拷贝了吧 给我看看 好 那个支队长当即点头 然后打开了一个文件夹 里面将近有一百个文件 正式案发前后的监控 这些监控 有的是小区四周的 还有是那些商店商铺的 另外有一部分 是红绿灯口官方的监控视频 徐灵直接点开了一个文件 开始查看了起来 不过按照正常时间走 有点慢了 他立刻开始加速 直接以六倍速度观看 这一幕 直接让背后的刑侦支队长 和叶星航 还有两位局长都骂了 可这还不止 只见徐灵打开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文件 缩小之后 全部都扑在桌面上 进行同时观看 速度直接拉到六倍 看着一个个模糊的影子 身后的几个人 感觉有些不真实 他们觉得 徐灵这完全就是在胡闹 太不现实了 这根本就不是人类 能够做到的好不好 仅仅用了十分钟不到 他就把四个一个多小时的视频 给看完了 接着 他再次看第二批 一批一批看过去 没有任何发现 身后的几个人 都已经有些失去耐心 想要开口劝说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猛的双目一鸣 狠狠敲了一下空白键 四个视频当中的一个 直接停下 画面中 一个模糊的人影 正靠在墙角 哪怕是固定画面 身后的几个人 都过了好几秒钟才发现 这一刻 他们看向徐灵的眼神 满是骇然 这样的速度 还能在阴影中锁定一个人 简直就是非人类了 明明是一双人眼 全配了个四盒处理器 徐灵滑动鼠标 将人影放大 然后再进行清晰化 渐渐地一个穿着黑色风衣 对比身高一米八 年龄应该在 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 嫌疑人出现了 这个人裹着风衣 借着阴影躲避摄像头 虽然没有被拍到正脸 但是很多信息都已经出现 徐灵起身说道 带我过去 是 那刑侦之队长 立刻兴奋地喊了一句 十多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那一处 监控拍摄到的位置 徐灵对整个周围 进行了一遍细致的勘察 发现了两个脚印 还有在一旁监控的死角位置 看到了墙上的脚印 以及在铁栅栏上 出现了好多枚指纹 众人马上进行 鞋印和指纹的提取 就在他们忙碌的时候 徐灵的手机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是吴小峰 他当即接了起来 喂 组长 最近在行警市的道上 的确有一些传说 说张绍青惹了西北的人 迟早都要被搞死 还有就是 有人说他买的东西来路不对 之前那几个被请过去的专家 都是被他威逼利诱才过去的 徐灵点了点头 说 我明白了 你们马上去查张绍青的信息 是 电话刚刚挂断 马上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是韩星的 他在电话接通后 就兴奋地说道 师傅 找到了 狐六在星星族域店有个拼头 他每个礼拜都会去三次 最后一次去的时间 就是案发当天 徐灵 立刻控制那个女人 不对 直接带到局里来 然后你们过去搜查一下 她的住处 是 市局办公室 特案组林实办公室 徐灵重新画出了一张关系网 只不过这次的关系网上 多出了第四个凶手 还有就是吴小峰 他们打听到的西北人 还有就是星星族域店的 那个狐六的拼头 杨元元 整个关系网全部都列出来之后 徐灵的目光 锁定了那第四个凶手 以及吴小峰 他们打听到的西北人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凶手应该就是那些传说中的西北人 他抬起头 对刚刚回来的韩星说道 杨元元的家里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韩星摇了摇头 说道 那个女人一问三不知 什么都没有说 徐灵点头 起身说道 带我过去 是 很快 他就在韩星的带领下 来到了审讯室里 刚刚进去 就看到一个 长得还算可以 年龄大约在30岁左右的女人 这个女人打扮得很性感 一眼看去 就有一种风尘器 徐灵开起了善恶之眼 立刻就看到了 这个女人头顶的数字 白名 这证明 他的确不知道 狐六到底是干什么的 不过保险起见 他又开启了通心技能 阅读了一下杨元元的内心 发现狐六那家伙 和他基本上 也就是皮肉交易 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心中叹了一口气 他开口说道 你应该知道 我们为什么找你 说吧 你知道狐六多少信息 立刻说出来 我告诉你 他现在是重案杀人犯 你要是窝藏 或者故意隐瞒 同样是在犯罪 我说 我说 警官 我是真不知道 那个家伙是杀人犯 杨元元急了 一股脑把自己知道的信息 全部都全盘拖出 狐六 西北悬安市人 和他算是半个老乡 两个月前 狐六第一次去新兴族议会所 两人就认识了 由于狐六出手阔绰 直接给了他三千小费 所以 当天晚上 两人就突破了那一层隔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狐六三天两头就去他那里 每次都会给小费 直到案发那天 那是最后一次 根据女人所说的内容 徐灵马上就判断出了 他说的是真话 他对苏外军说道 苏哥 你带老吴跑一趟西北悬安市 把这个狐六的真名 还有他过往的档案 还有他平时结交的人 都给我找出来 好 苏爱军点头 苏爱军点头 立刻就和吴小峰一起离开 审讯完了杨元元 徐灵走出审讯室 找到了江树才 将军 那个张绍青 是被你们保护起来了吧 他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 江树才点了点头 说 张绍青虽然不是什么公众人物 但毕竟是身价数百亿的老总 如果他出了事情 那么对整个行警市警界的声誉 都会有很大影响 徐灵 嗯 我知道 麻烦江绝 把他带过来吧 或者我们过去 有一些情况 需要向他了解一下 好 小郑 你带徐组长过去 江树才说到 徐灵和叶新航 还有韩兴 萧雪四个 一起前往了 在警方保护下的张绍青住址 同样是一栋独栋的别墅 有偌大的院子 装修的富丽堂皇 当徐灵他们进去之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客厅里脸色铁青的中年男人 此时 对方正对着一个警员说道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 就算是死了 也不用你们负责 你们这么看着我 我还怎么工作 都滚 滚出去 看着暴躁的男人 徐灵的脸上露出了冷笑 张绍青 罪恶值172 谋杀盗墓组织人员 以黑吃黑的手段 获得国宝及古董 曾经以抢取豪夺的手段 获得巨额财富 他那血红色的名字 是那么耀眼 那么讽刺 按照善恶之眼的提示 徐灵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那个什么郭姓的古董商人 怕是已经被他杀了 对方的身份 也不是真正的古董商人 而是一个盗墓集团的成员 很可能是骨干成员 要不然得话 西北那帮人 不会这么疯狂地报复 盗墓 古董 徐灵的眼神里 闪烁着一抹寒光 他走上前 直接站在了张绍青的双眼 神色冷漠无比 并且还隐隐带着杀气 张总 老婆孩子都死了 你还有心思处理公司的事情 真是敬业啊 张绍青猛了 他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年轻警察 在见到对方肩膀上 一级警督的警衔之后 心中微微一震 面对一个这么年轻的一级警督 他也不敢太放肆了 徐灵则是直接启动通心技能 几秒钟后 他眼神里带着一抹怒气 张总 好手段 张绍青愣了愣 说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明白 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 哼 你说呢 你这警察 怎么办的 不去抓杀害我老婆孩子的人 居然把我关在这里 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徐灵笑了笑 说 王法当然有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王法就是王法 不可触碰 可对你这样的老总来说 践踏王法 似乎都不足为其事吗 你什么意思 张绍青皱起了眉头 徐灵的反复强调 让他的内心开始紧张起来 什么意思 你确定不懂吗 那个古董商人 是你杀的吧 徐灵也懒得废话 直接开口进行现场审讯 此言一出 张绍青的心里咯噔一下 眼神里瞬间变得慌乱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 笑道 警官 你是和我开玩笑的吧 我是受害者 不是凶手 徐灵 你是受害者 但你也是凶手 你开什么玩笑啊 张绍青冷冷注视着徐灵 商场长期磨练出来的胆识 倒是没让他露窃 但徐灵根本就不需要看对方的微表情 也不需要分析 而是直接开启了通心技能 读取他心底的那些东西 郭信古董商人 也就是那个盗墓集团的骨干 的确是被他杀了 尸体埋在了这栋叠树的游泳池下面 前段时间游泳池翻修 正好直接灌上了水泥 给埋了下去 夜行行此时 正一脸猛逼地看着徐灵的审讯 不是他们是来问张绍青情况的呀 怎么突然之间就开始审讯起来了 被害人家属化身凶手 张总这年头的古董不对 应该说是赝品 赝品生意不好做吧 此言一出 张绍青的眼神里再次出现了波澜 他感觉自己的心思 已经完全被徐灵看穿了一样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的拍卖公司 一直以来只拍真品 绝对没有赝品 他咬着牙说道 徐灵吃笑 你说是真品的利润高 还是赝品的利润高 那当然是赝品的利润比较高 张绍青眼神一鸣 直接开口 你家有多少家拍卖行 16家 分别在大厦的16个超一线和一线城市 嗯 你基本上都是拿的用金吧 那当然 赝品的用金比例高吗 当然高 张绍青说到一半 瞬间察觉自己好像被话术套路了 立刻清醒了过来 眼神戒备地看着徐灵 呵呵 张总 还挺谨慎 徐灵淡淡一笑 接着看了眼整个院子 说道 我觉得像张总这么谨慎的人 尸体应该会在那里的 该不会是被沉尸大疆里了吧 嗯 也有可能 被分尸了 说着 徐灵看向了别墅外面 波光玲玲的泳池 说 门口的私人泳池不错 张总 你应该不会把尸体 就埋在这个下面了吧 不是我说你 这么做也太甚的慌 我觉得 你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杀人 可是要吃花生米的啊 徐灵说完 似笑非笑地 看着脸色煞白的张绍青 毕竟是杀人 再大下 法律直接能够 将你直接判死刑 这家伙 到底不像是西北人那种 心狠手辣的亡命图 他的内心也会恐惧 叶星航猛地走上前 说道 头儿 刚刚这家伙的表情不对 徐灵松了一口气 终于是引导队了 要不然 他还真没办法解释 自己怎么能一眼看出来 泳池底下有尸体的 现在张绍青自己露窃 也省掉了他不少的口水 给我立刻把这个游泳池的水排光 让工程设备进场 准备挖 是 在徐灵的一声令下后 顿时间十多个执勤的警察 立刻行动了起来 随着游泳池里的水 被逐渐放空 几台工程机械也进场了 看到工程机械 张绍青顿时开口大骂 你们干什么 这是私闯民宅 你们还要强拆 我要去投诉你 投诉你们 面对歇斯底里的张绍青 徐灵根本就不去理会 两个警察将其拦在外面 还有四个警察 则是分别站在他的周围 刚刚徐灵已经说得很清楚 这个张总是杀人犯 既然如此 那就不能让他有逃跑的机会 咔咔咔 工程机械开始挖掘起来 整个泳池的底部不到十分钟 就被挖开了一个大洞 随着一大片水泥被挖出来 一具露出半个脑袋的尸体 呈现在众人面前 头儿 牛逼 叶星航朝徐灵竖起了大拇指 随随便便的几句话 就把对方给炸出来了 这手段 他得学啊 不过他根本就不知道 徐灵那是在事先读取了张绍青 心里所想的内容之后 才知道藏尸位置的 这技能 他是真学不来 当尸体冒头的那一刻 张绍青整个人 顿时间颓废下来 身形开始颤抖 徐灵和叶星航 都冷冷地看着这个家伙 虽说这些家伙都是罪犯 死了也不值得同情 但张绍青的妻儿 却是无辜的 这对母子屈辱含含死 可是到死都不会想到 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 居然会是他们最亲的人 张绍青 你如果想要给你的妻儿报仇 就好好配合我们 让我们抓到凶手 将他们绳之以法 徐灵冷冷说道 我配合 我配合 直到这一刻 张绍青的眼中 终于流出了悔恨的泪水 他哽咽说道 那些畜生 他们都不是人 不是人 警官 我交代 我都交代 他们逼我给他们卖宴品 卖那些从古墓里 倒出来的古董 到现在为止 他们设案的金额 已经超过了七十个亿 一开始 我是被逼的 可是他们给的分成 的确很多 后来我就配合他们 倒卖了很多的古董文物 甚至有一些 已经被我卖到了海外去了 对了 他们的老大叫做河头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我就见过他一面 但是他戴着帽子和口罩 还有眼镜 我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据我所知 他们杀了很多人 有一次那个胡六说 他们杀了七个人后 直接藏到了古墓里 警察一辈子都别想 找到他们的尸体 随着张绍青的交代 一个丧心病狂的盗墓团伙 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们的头目外号河头 真实姓名不详 除了河头之外 还有另外几个核心人物 一个名叫蔡子 一个叫蒜瓣 一个叫公子 还有一个就是胡六 这帮人盗墓 黑吃黑 杀人藏尸 无恶不作 他们主要在西北地带活动 几乎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张绍青每次见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是经过了伪装 甚至连身高 他都记不清了 徐灵知道他没有隐瞒 对于这个盗墓团伙 他心中重新评估了一下 危险程度直线上升 根据张绍青所说 这帮人把人命当鸡狗一样 他知道的 死在他们手里的人 就超过了十个左右 之所以这次 他要干掉那个外号 叫锅盖的锅姓古董商人 就是听这家伙说 这一次是私人的交易 不能让老大河头知道 看着那五件真品 价值十多个亿 张绍青的贪念 就一发不可收拾 加上这些年 对方的威逼利诱 让他痛恨不已 于是就动手 把这个家伙给弄死 把五件古董占为己有 可谁想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私人交易 对方的人 也很快找上门来 哪怕自己请了好几个保镖 也没能保住家人的命 那天晚上 他在外面的小三家里 要不然的话 可能死的人当中 也有他一个 徐林满脸厌恶地 看着这个家伙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怪不得书上说 贪婪就是原罪 把人带走 他一挥手 韩兴和萧雪立刻上前 把浑身贪软的张绍青 给带上了车 叶星航开口说道 头儿 下一步怎么办 徐林面色极为难看 只说了一个字 等 等 等什么 叶星航看着徐林 有些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 不应该是查那些人的去向吗 按照他的想法 在这边大闹一通后 几乎整个行警室都已经震动 他们肯定是连夜逃跑了 所以 应该第一时间 对周围的城市 发协查通报 这些家伙 手里可不止一把枪 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太大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给跑了呀 徐林看着叶星航 微微笑了笑 问道 你猜 他们为什么要杀胡六 这话一出 叶星航猛的一愣 因为黑赤黑 叶星航下意识地说 除了黑赤黑之外 那就是胡六被判了他们 难不成 当时的交易消息 是胡六卖给张绍青的 这个的确也有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是 胡六暴露了 徐林淡淡开口 暴露 叶星航猛地一瞪眼 他想到了杨元元那个女人 如果说暴露的话 那就是因为 这个家伙找了杨元元 而且 当时他的确没有伪装 摄像头也清晰地拍摄到了 他进入星星族玉电制时的场景 可如果是因为这个 那也说不过去啊 除非 胡六有暗底 暗底 叶星航猛地眼皮一跳 看向了徐林 徐林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我已经让萧雪去查了 不过这个胡六 不是网上在逃 所以 我才让苏哥和老吴两个人 亲自去一趟西北玄安市 找这个胡六 叶星航神色肃穆地点了点头 可这也不对啊 他们等胡六的身份信息 就算是等到了 也未必能够直接锁定 另外几个人的消息 这个等待时间 岂不是浪费了 他道 头儿 那我们现在应该 从哪里入手 徐林笑了笑 说 我不是说了吗 等 可是 哈 老叶 行了 走吧 我带你过去 徐林逗了他一下 随后哈哈大笑 笑完了以后 他看着一脸猛逼的叶星航 说 如果换作是你 再知道胡六暴露 把他干掉后 那么 会不会一不做二不休 把和他接触过的人也干掉呢 这帮人都是丧心病狂的种 杀起人来 完全就跟杀猪一样 我觉得 他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死 杨媛媛 叶星航倒吸了一口凉气 满脸吃惊 这帮人 不会这么疯狂吧 就是这么疯狂 徐林点头 冷道 尤其是在 知道我们找了杨媛媛后 换成是我的话 一定会立刻去找到那个女人 然后询问 并且灭口 你的意思是 他们还在行警室 叶星航吃惊 肯定在 案发之后 整个行警室都在戒严 他们想要出去弹劾容易 徐林道 等等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找过了杨媛媛 叶星航再次提问 徐林 这个问题 只要是消息灵通一点的 自然就能知道 毕竟我们抓捕杨媛媛和张绍青 这两个人的时候 都没有保密 那头儿 我们现在就是去杨媛媛家里吗 叶星航有些急切 对 走吧 我们不过去 老马单枪匹马的 我怕扛不住 徐林笑着说道 老马 我说怎么没见他 叶星航忽然愣了愣 他看向徐林的眼神露出了佩服的神色 两人离开了警局之后 直奔杨媛媛的家 这是一个老旧的小区 有不少住户都是老人 还有大量的租户 这样的小区 一般治安环境都不太好 门口看门的都是老大爷 别说是杀人犯 就连一般的小偷 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此时 一个个子超过一米八 身形壮硕 还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 出现在小区门口 他根本就没有搭理那个看门大爷 一个翻身 就越过了一栋门 朝小区里面走去 你干什么 老大爷开口呵斥 那人猛地转身 冷冷地看了一眼老头 后者顿时一个哆嗦 把脑袋缩回到了传达室里 对方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区 进入到了C洞的楼道里 就在他刚刚进去的时候 猛然间有一道黑影 从楼道里冲出 如同闪电般 一拳砸向了他的脑袋上 那人口罩下的脸色大变 连忙后退 可是对方的格斗经验 比他强大太多 在他后退的瞬间 整个人就飞起 一记膝状砸在了他的下巴上 破 这家伙的口罩下 鲜血喷射 一口牙至少掉了七八颗 连舌头都断了一小截 足见这一脚的恐怖 他在承受这一脚之后 眼前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老马冷漠地走上前 将昏迷过去的家伙 身体搬过来 双手从背后靠上 接着便开始搜身 从他的衣服口袋里 掏出了一把手枪 还有两个弹夹 还有一把锋利的匕首 马进山在安全局里干追踪 已经七八年了 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之前这家伙进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对劲 所以出拳试探了一下 结果对方反应速度极快 而且还伸手掏武器 他便直接动用了权力 瞬间废掉了对方 就在马进山 拿着这个家伙的武器 微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忽然间听到了一个 金属敲击的声音 疑惑地转头 就看到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 从自己的右侧墙角位置飞过来 他下意识地朝那边看过去 下一刻脸色大变 毫不犹豫地朝楼道里跑 地上的那个家伙 他根本就来不及去管 哄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地上的那个家伙 直接在昏迷中 被炸得血肉模糊 死得不能再死 马进山在楼道里看到这一幕 脸色大变 他拔出枪猛地跳出去 随后一步步靠墙走过去 来到墙角探头看了一眼 哪里还有凶手的影子 操 真特么狠 马进山咬了咬牙 随后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起 铃声却是近在咫尺 随后他抬起头 就看到徐灵和叶星航 已经跑到了楼道口 怎么回事 徐灵看着地上的尸体问道 马进山立刻把事情的前后 经过说了一遍 徐灵听到后 立刻对叶星航说道 马上让行警视据增援 封锁附近所有的街道 给我把附近的监控都调出来 怒了 徐灵眼神里杀气凛然 这里是大厦 枪支的管理非常严格 没想到这帮混蛋 居然敢用手雷 真特么找死 行警视局的警力 也不是吃素的 短短不到20分钟 市局 分局 街道派出所等等 所有警力 全部都不空 但是很可惜 那辆车子冲出了封锁 朝行警视领岸区的方向逃逸 行警视领岸区方向多山林 一旦对方逃到了那边 想要抓捕的话 恐怕要耗费的警力 会更加庞大 与此同时 小区周围的所有摄像头 所拍摄到的画面 也全部都送到了徐灵的面前 徐灵和满脸阴沉的江树才 一起走进了辖区派出所 派出所的所长亲自带领他们 来到了所长办公室里 然后再离开 徐灵拿出了一个硬盘 插入电脑后 立刻开始读取里面的监控视频内容 整整126个监控视频 记录下了小区周围 前后两个小时内的所有画面 四个分屏一起看 六倍快进 身后的江树 才如同看怪物一样 看着他的侧脸 而一旁的夜心行 则是嘴角抽了抽 这都快已经变成了 徐灵的常规操作了 随着视频画面一个个切换 终于在20分钟后 徐灵找到了那个嫌疑人 这个人和之前在张绍青家小区 最后发现的那个人很像 同样是穿着一件黑色风衣 不过这一次 因为是白天 他压舌帽和口罩 还有墨镜 这家伙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从身高和他们的行为习惯 可以看出 和在张绍青案子那边的 最后一个人应该是同一人 徐灵看了眼 对方乘坐的车辆 是一辆普通的白色新能源汽车 车牌号记录得非常清楚 他当即看了看万表上的时间 早上10点37分 从案发到现在 仅仅40分钟 将决 那辆车子 应该已经在我们行程封锁之前 就跑出去了吧 他朝江树才说到 后者点头 说到的确已经跑出去了 我们的人正在追 但对方已经离开了行警市区 正在前往领岸区的方向 那边有一段路是郊区 而且周围都是山 如果 让追击的兄弟们不要急 告诉郊区派出所和分局的人 逼他进山 绝对不能让他去周围的乡镇和农村去 这家伙手里有武器 还有手雷 一旦去了乡镇和农村上 恐怕百姓会遭殃 到时候 我们要抓他的话 难度也会更大 听到他的话 江树才和叶星航都点了点头 可是头儿 那么一片连绵的山区 我们要去抓的话 谈何容易啊 就算集结整个行警市的警力进去 对上百公里的山区来说 也是沧海一缩啊 叶星航说道 徐灵点了点头 这一点无可否认 但他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这一次 他准备亲自出手 自然是要把这几个家伙 全部绳之以法 他目光看向墙上挂着的 一张行警市的地图 起身来到地图前 在地图上找到了他们现在所在的派出所位置 说道 老叶 让老马 韩星 萧雪做好准备 目标就是 春海路到第三医院的这一段 随着他手指过去 只见那地方 是距离这个派出所 不到五公里的春海路第三医院 从派出所到第三医院的这段路上 两侧几乎都是施工区 叶星航愣了愣 问道 头儿 你有什么安排吗 徐灵 别问 你先去给我买一套化妆品 还有一些道具过来 叶星航 这位大神到底是想要干啥 你把人逼进山区 可以说是为了周围的老百姓 可是 你说在医院周围埋伏 难道说 你已经知道了 那些人就在这个工地上 为什么 更重要的是 化妆品什么鬼 不过纳闷归纳闷 叶星航还是按照徐灵的指示 去给他买化妆品去了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成涛的化妆品就被带回到了派出所里 徐灵拿着化妆品 走进了派出所的临时停尸房 看到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尸体 尸体的身份信息 现在已经去查 不过想要出结果 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对徐灵来说 这个暂时不重要 他开始打量着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面部轮廓 片刻之后 便按照他的脸型 制定出了变脸的化妆步骤 接着他就在叶星航目瞪口呆之下 摇身一变成为了尸体的那个男人 两人的面容 起码有八九成相似 如果不是最亲密的人 很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区别 死 叶星航倒吸了一口凉气 接着四世想起了什么 说道 彭 我在加入特案组之前 听老九哥说起过你的变态能力 好像他说 你能变脸 我以前还不信 现在见识了一次 深信不疑 徐灵淡淡一笑 随后掰开了尸体的嘴巴 看了看他的牙齿 又看了看耳朵 还有耳朵周围的一些特征 以及还有手部 脖子等路在外面的位置特征 确认没有什么问题后 才开始上下起手 把尸体上的衣服扒了下来 他把自己的衣服给脱了 也不管尸体衣服上的鲜血 直接就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接着他又开始在那些衣服 被蛋片撕开的破口位置 用化妆技能化上了伤口 唯妙唯笑 好了 老叶 去找几个警察来 还有 通知一下江菊 让他再找几个自媒体的人过来 一个小时后 江树才满心都是惊涛骇浪 目送着徐林被两个民警驾着 带上一辆救护车 绝了 江树才一声惊叹 这手段 果然不愧为大神啊 一旁 有好几个自媒体人 似乎是故意从那边经过 见到这个场景后 马上就拿出手机拍摄了视频 然后上传到了网上 这些人每一个 都是有着数百万粉丝 几乎在视频传上去不到两分钟 浏览量就破万了 而这个数字 随着不少人的转发 飞速地提升 偶遇行警士警方办案 罪犯浑身是血被送进医院 通报 行警士抓不到今天白天的爆炸案原凶 一个个标题信息 外加一段比较清晰的视频 被放到了网上 迅速地开始传播 很多人都在第一时间刷到了 而在行警士市区 一栋CBD商业中心的顶楼 一个满脸威严的中年男子 也同样看到了这个信息 他的脸色勃然大变 猛地冲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 拿起了另外一部电话 喂 中年男人满脸怒意 拨通了一个号码后 等到对方接起来 立刻开口怒骂 废物 你们几个废物 蒜瓣根本就没有死 他现在被警察抓了 该死的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蒜瓣给我处理掉 电话那头的人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间大变 那是一个大约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嘴里叼着烟 左手还拿着一杯红酒 脚放在茶几上 显然是过得非常滋润 可是 当他听到电话里的咆哮后 猛地坐直了身体 手里的红酒 立刻掉在了地上 在这家伙的旁边 有一个正拿着手机 刷视频的青年 猛然间坐了起来 接着直接把手机 放到了青年的面前 青年看到手机视频里 被带上救护车的那个人 瞳孔剧烈收缩 眼神里充斥着怒火 算办居然还活着 阿土失手了 边上的青年说着 眼神里带着一丝杀鸡 看向接电话的这位 后者对电话里说道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河头 我会解决掉算办 还有 阿土 他也会消失的 你最好 让他们两个都消失 否则的话 我会让你们也消失 电话那头的人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挂断之前 那阴冷无比的语气 让青年忍不住一个寒战 他保证 如果自己真的无法解决掉 算办和阿土 那么他们两个肯定会消失 那么的 这个阿土居然敢骗我们 他是在找死 狠狠地把手机砸在地上 青年眼神如同一头嗜血的恶狼 一股无法形容的暴虐和凶狠 从瞳孔里浮现 菜子 现在马上去打听一下 算办现在在什么位置 等等 哥 我们要不然跑吧 那个叫菜子的青年 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说道 河头就是一个疯子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胡溜就是一个例子 那家伙只不过是找了个女人而已 河头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就直接做掉了他 还有阿土 他的意思是让阿土也消失 可是阿土身后 有几乎整个行警士的警力 他已经按照计划撤入了山区 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公子文言 眉头皱了起来 他咬着牙 考虑着菜子的问题 后者不是别人 是他的亲弟弟 他自然不会拿弟弟出气 弟 我们没有选择 至少在算办这个事情上 我们不能逃避 等解决掉算办 我们马上离开 放心 哥绝对不会让你置身危险当中 好吧 菜子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来到了边上的餐桌前 只见整个餐桌上 摆放着好几把手枪 以及两支长枪 还有上百发的子弹 甚至还有十多颗手雷 这么多的武器装备 足以震动整个大厦的警戒了 毕竟在大厦 枪支弹药的管控 是非常严格的 不过他们这些武器装备 除了那几把手枪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老枪三八大概 就连手雷也是乌鬼 在战争时期使用的香瓜手雷 两人迅速地开始整理武器弹药 随后菜子先一步出门 去打听消息去了 大约过了五分钟 他回到了别墅里 拿着手机视频对公子说道 哥 这个是第三医院的救护车 他们正在沿着春海路 去第三医院的路上 不过那一段路 现在正在施工 估计速度不会太快 我们两个超近路的话 能够在他们赶到医院之前 拦截住他们 不过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而且一定要快 否则对方一旦出动警力 我们很难跑出来 公子听了 却是摇了摇头 笑道 不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他们的大部分警力 都被阿土吸引到了岭岸区那边 这话一出 菜子微微点了点头 也是 哥 那我们行动吧 走 公子点头 随后两人 把所有武器弹药 全部都装到一个钓鱼用的鱼竿包里 然后走出了门 几分钟后 一辆摩托车冲出了车库 快速地朝着春海路的方向赶过去 徐林此时正躺在救护车里 边上坐着身穿白大褂的萧雪和老马 在救护车的后面 叶星航开车跟随 旁边两侧 骑着摩托车的韩星 一直在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他们的车速并不快 因为道路施工的缘故 扎土车很多 还有水泥灌车等等 这些重型货车的速度都不快 而且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很多私家车以及一些电瓶车等等 叶星航看着左右拥挤的车辆 心中忍不住苦笑 他们老大这是在冒险啊 万一那两个家伙来了 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那么他们这群人都要上法庭 他的心理素质 没有徐林那么强大 也没有徐林那样的自信 因为在徐林看来 除非这些人真的跑不掉了 他们才会对周围的普通人下手 否则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这么蠢 造成大规模的恶劣事件 那么就算他们有天大的能耐 哪怕是跑到天涯海角 也肯定会被大夏军警抓回来 哄 就在这个时候 发动机的轰鸣声 忽然从街道后面响了起来 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 本来躺在救护车里的徐林 就坐了起来 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来了 他的目光极为锐利 阴眼技能开启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骑摩托车的那两人 穿过头盔的黑色玻璃 看清那两个人的脸 凶狠的眼神 让他直接确定 对方的目标就是自己 他对身边的马金山说道 让老叶和韩星两个人忧着点 不要暴露了 必要的时候 他们可以不用增援我们 明白 马金山点头 当即就在通讯器里 传达了徐林的命令 跟在救护车后面的叶星航听了 立刻回答 明白 骑着摩托车的韩星也说道 收到 哄 随着后方不断响起 炸街的声音 那辆摩托车越来越近 而在车子后面的那个人 已经把手伸进了上衣里面 这个动作对于徐林他们来说 就是危险的信号 这个时候 徐林的脑海里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整个人的汗毛瞬间炸开 他马上拿过马金山的通讯器 对着韩星他们喊道 快 马上在前面和后面 都制造一起车祸 让车子停下来 快点 头儿 为什么 叶星航立刻问道 他们手里可能有手雷 防止万一 先下手为强 徐林满脸焦急 听到徐林的话后 韩星猛然间扭动了油门 摩托车朝前面的一辆车子 撞了过去 他也是拼了命 重重地一下 直接撞在了前方车子的后面 随后 整个人猛地凌空飞了起来 重重落在了车顶 当然 他在最后时刻 也是握紧了刹车 虽然是撞了 但并不严重 摔出去 也是故意为之 碰 突如其来的车祸 顿时让前面的不少车子 都停了下来 而跟在救护车后面的叶星航 则是故作刹车不及时 猛然间撞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滑行了接近一米 司机才把车子给杀住 在叶星航后面的那些车子 也都停了下来 这地方本来就是在施工 双向两车道 一辆车停下 那么所有的单向车 全部都得停下 当然 摩托车完全不受影响 后方的摩托车上 两个汉匪见到这一幕后 立刻眼睛一亮 这绝对是一个最佳的机会 骑车的公子毫不犹豫 轰下油门 快速地接近救护车 100米 50米 20米 10米 5米 嘎吱一声 摩托车在距离救护车 不到5米的距离停下 随后车上的二人迅速地下车 走向救护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萧雪和老马 在徐灵的命令下 打开了车门 故作惊慌失措地下车 徐灵没有动弹 躺在了单架床上 目光看着那两个靠近的人 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 不是手枪 而是高压电击枪 碰 忽然间 两个拔出枪 正准备抬起枪口的罪犯 猛地倒下了一个 叶星航率先出手 直接用电击枪击倒了一个 而第二个人 在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一条带着高压的电线 就猛地撞在了他的身上 整个人直接抽出两下 倒地不起 萧雪和老马瞬间冲上去 将两人控制住 把他们身上的武器弹药 全部都拿了出来 当他们从两人的身上 搜出来六颗手雷后 顿时间感觉头皮发麻 这两个家伙 真的是亡命图啊 如果一颗手雷在大街上爆炸 那么造成的后果 简直无法想象 徐灵看着二人 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拿出了对讲机 将局 控制了两个人 我们现在就回来 好 我这边给你安排审讯室 电话那头 江树才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满脸激动地 给徐灵安排审讯室去了 这次的审讯 是在市局 毕竟是两个重犯 放派出所不太安全 他们还有同党 保险起见 还是先弄回到市局再说 市局审讯室 徐灵已经把脸上的妆给卸了 一脸平静地透过玻璃 看着两个相邻审讯室里的 两个罪犯 此时此刻 公子和菜子的眼神里 都带着一丝绝望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居然是一个陷阱 什么救护车被撞 那都是骗人的 他们刚刚连一点反应都来不及 就被高压电击枪给放倒 被一网成情 徐灵观察了一下 朝其中一间审讯室的门口走去 等等 领导 这声音没有调试好 身后一个技术员急忙说道 徐灵听了 眼中一亮 说道 行 我进去等你 好了 你通知我一声 好 随后 徐灵就走了进去 他在审讯室里坐下 淡淡地 看着面前的犯人 来 说说吧 你叫什么 公子文言 抬起了头 眼神里带着一丝恶毒 说道 我什么都不会说 你毙了我吧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干的 徐灵皱了皱眉头 近距离看着这个罪犯 他总觉得 这个家伙 似乎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间却想不起来 他心中一动 应该是那些 往上通缉的家伙 在逃亡的时候 整了容的 想到此 他直接打开了善恶之眼 尹君 罪恶值687点 在逃A级通缉犯 伙同弟弟尹华 参与六年前的灭门案 杀害一家五口人 尹君 你觉得在我们面前 说这个有意思吗 徐灵淡淡开口 同时也开启了通心技能 在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 对面的尹君 神色瞬间大变 他现在拥有了新的身份 连身份证也是通过特殊手段弄到 是真的 可是谁能想到 面前的这个警察 居然一口就说出了他以前的身份 你 尹君的脸色慢慢变得死灰 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尹君的 徐灵笑了笑 整容技术的确不错 但是你的眉眼是改变不了的 我看过的通缉犯 没有一个能从我眼前跑掉 既然你是尹君 那么隔壁那个 应该就是你弟弟尹华吧 没想到 今天还能有意外收获 六年前的灭门案 哭主终于能瞑目了 曹你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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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人都该死 他们都该死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不关我弟弟的事 你有种就冲我来 尹君歇斯底里地咆哮 徐灵却不为所动 一直等到他喊泪了 他才说道 就算我相信你 那我同事正在那边审着呢 你弟弟没准比你先招了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 尹君猛地抬起头 正要说话 却是立刻停了下来 他冷笑道 警官 我说了 人都是我杀的 你们冲我来就是 徐灵 嗯 你既然喜欢把罪名 都揽自己身上 那么张绍青一家人 也是你杀的咯 他在故意引导 尹君回忆这些东西 这样 他的通心技能 直接能够知道 对方心里所想的东西 对 我杀的 都是我杀的 哈哈 你们枪毙我 有本事就枪毙我啊 哈哈 这家伙猖狂至极 显然是知道自己必死 准备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 徐灵却是笑了 对方所有的内心想法 在他眼里都无所遁形 随即他笑眯眯地问道 你的外号 应该是叫公子吧 河头在哪里 只要你告诉我 他的藏身地点 我就满足你 还有阿土 还有你们的武器装备 是从哪里来的 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 什么河头 我不认识 尹君听到河头两个字 瞳孔猛地收缩 立刻恢复了理智 你确定 那行 我去尹华那边问问 徐灵起身 直接离开审讯室 通心技能 极限审讯 就是这么简单 你问他干什么 问我 回来 身后尹君大声嘶吼 但徐灵根本就不搭理他 徐灵从审讯室门口 走出来的时候 正在调试设备的青年警员 微微愣了愣 姜树才也道 徐组长 刚当审讯了 徐灵点头 说道 放心 没有违反纪律 就是顺便问了几个问题 到时候可以重新审讯 我去隔壁看看 行 那到时候再审讯 姜树才点了点头 徐灵 隔壁那间已经开始了 对 已经开始了 你们组的那个老爷和老马再审 姜树才回答 徐灵点了点头 静止朝隔壁的审讯室走去 进门后 在夜星行和马进山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目光看向了夜星行和马进山 他们两个都是默默摇头 表示没有收获 徐灵却是微微一笑 看向了那个罪犯 他道 尹华 你还在保守什么秘密 你哥已经全部都招了 他说当年的那个案子 是因为你引起的 你们村的高老汉一家 都是你杀的 还有 张绍青的家人和保镖 你也杀了好几个 嗯 河头那边 我们已经派人过去抓捕 应该很快就把他带回来 还有 你们老家也住山上的军火库 我们也已经掌握了 一连串的话 彻底让夜星行和马进山都猛逼了 什么情况 老大 这些消息 你是怎么得到的 难不成 隔壁的那个人 真的被你攻破心理防线了 两人都是满脸疑惑地看着徐灵 徐灵则是似笑非笑地看着尹华 说道 怎么样 现在打算说了吗 尹华的眼角在跳动 他神色变幻 过了好半天才叹息一声 果然 这个世界很残酷 有时候连亲兄弟都不能相信 他叹息了一句 接着道 说吧 你们想要知道什么 这话一出 马进山和夜星行两人都兴奋了起来 问了这么久 什么都不肯说 现在徐灵刚刚接手 就是短短几句话 直接攻破 而且听他的意思 隔壁的那个也已经被他攻破了 牛逼两个字都不足以体现他的强大了 河头是谁 徐灵直奔主题地问道 马进山做好了笔录准备 夜星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影花 后者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 他很神秘 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戴着口罩和帽子 不过我猜测 他应该是非富即贵 此言一出 徐灵来了兴致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河头是和他们一样的亡命徒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一个幕后黑手 也是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这帮人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 他们抓的这对兄弟充其量就是打手而已 出谋划策的河头才是最可怕的 说说你的根据 徐灵再次开口 他身上有一股雪茄味 味道很重 像我们这行的鼻子很灵 他一进来我们就能闻出来 除此之外 他说话的语气和口吻也不对 总有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 我和尹君都没有见过这个人的真面目 但是阿土见过 之前有一次 他和河头一起去了公司 徐灵目光一鸣 问道 你确定他们说是去公司 尹华 对 是公司 而且大致就在阳云路那边的商业中心 是一辆商务车吧 他们接过去的 哦对了 当时我们在商务车里 还看到了一套高尔夫的球杆 雪茄味 这玩意儿一般人不会玩 尤其是大厦内陆 除了一些大老板外 还真不太会有人喜欢这个东西 而那些老板之所以玩这个 大多也都是装个逼 追求个段位 没啥实际作用 高尔夫 很多老板很爱玩 认为那是一项优雅 而不失力量的运动 同时也对脑欲的锻炼 也有很好的效果 喜欢抽雪茄 又爱玩高尔夫 这两点的指向性 已经有些明确 再加上 对方还在阳云路那边有公司 三个条件加起来 徐灵觉得 如果自己还不能 把那个河头给挖出来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是一个废物了 起身直接来到了门外 正好他看到了要进门的江树才 江局 有事 江树才 徐组长 领案区那边传回来消息 目标已经进了山 徐灵文言笑了笑 说道 进山了 很好 好 江树才有些莫名其妙 进了山的话 他们要抓人 就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 这明明就是一个坏消息好不好 徐灵却是自顾自嘀咕 只要是进了山 那就是我的主场 什么 江树才听不清 开口询问 徐灵 没什么 江局 我们去现场 那这两个人呢 江树才问道 先关着 等回来之后 我们再一起审问 行 江树才文言点了点头 当即带着徐灵和叶星航他们 踏上了前往岭岸区方向的路 车上的时候 徐灵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赫然是苏爱军的电话 喂 苏哥 情况怎么样 苏爱军 还比较顺利 我们已经确定了胡六的身份 还有和他接触比较多的一些人 也全部都罗列了出来 传真马上发回来 组长 我们发现了 玄安市这边有多个盗墓团伙 其中 胡六参加的那个 是最大的一个 道上的人都叫他们丧门星 哦对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们在本地这边 还有一个头目 叫做老光棍 据说这个老光棍 就是夏目的领队 老光棍 桑门星 徐灵微微沉吟 接着说道 行 我知道了 苏哥 你和老五两个人 一定要小心 等我这边把主要闲人控制 立刻就飞你那边 你们已经找到目标了 苏爱军顿时语气 有些欣喜地问道 徐灵点头 差不多 快了 好 我等你好消息 苏爱军说着 挂断了电话 车子的速度很快 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 岭岸区的地域 两边的茫茫山林 让人看了 有些头皮发麻 江树才忍不住连连摇头 这人进去了 就像是跑进了 大河的活鱼 怎么抓啊 随着警车 缓缓地在山脚下停下 周围的武警 特警 行侦 交警 普通民警等等 所有人都围了上来 江树才刚刚下车 众人就走了上来 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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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嫌犯驾驶的车辆 他在一个多小时前上的山 我们武警已经准备就位 还带来了两只警犬 特警这边也已经就位 同样带了两只警犬 武警和特警的指挥官上前 和江树才说明情况 江树才点头 正要开口说话 旁边的徐林就说道 江局 不用浪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 给我们一套通讯设备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了 什么 徐组长 你确定 江树才有些吃惊地问道 徐林点了点头 陈鹤道 特案组集合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马进山 叶星航 韩星 萧雪四人 迅速地来到了他的面前 身形笔直地站在那里 徐林看着自己的四个下属 说道 接下来 我带你们进山狩猎 好好看 也好好学 这话一出来 在场的众人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口气有点大了呀 尤其是武警和特警那边的两拨人 脸色都不好看 你抢功劳 也不用这么明显吧 就你们五个进山 还好好看 好好学 怎么这么能吹呢 江树才 徐组长 要不然 我让人带着警犬跟你们进去 说实话 他身为一个市局的局长 在徐林这边 是真的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有些让人憋屈 可话又说回来 这家伙是真的牛逼 仅仅这两天时间 就找到了线索 而且直接抓住了两个罪犯 不服气也不行 特案组 到底是特案组 虽然徐林的警贤不如他 可能力绝对远超过他这个局长 再加上从部里 直接下来接管案子的这个身份 江树才也不敢把话说得太重 只能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没曾想 徐林几乎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他道 不用 江局 我比警犬好使 江树才 众人 比警犬好使 你怕不是开玩笑吧 徐林却没有给他们询问的机会 开口对夜心行四人说道 你们准备一下 进山 是 四人齐声陈鹤 五分钟后 全副武装 穿上了防弹衣的四个人 跟着徐林的脚步进了山 山脚下 特警队的指挥官 看向江树才 说道 江局 您还真就让他们自己上山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 江树才 我能怎么办 人家自己要求的 他是部里的钦差 我虽然级别比他高 但人家手里拿着上方宝剑 这个案子 他们既然接手 那么我们肯定要服从他的调度和指挥 哎 行吧 希望不要出事 特警队长叹了一口气 徐林这边 他带着四人进山之后 立刻就开启了阴眼技能 目光锐利地扫过四周的情况 很快 他就发现了几十米外的一个痕迹 马进山也发现了 毕竟他擅长追踪 他们一同走了过去 徐林边走边道 这个罪犯的体能不错 看周围的脚印落点 几乎都超过了一 两米距离 还有的超过了两米 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做不到这么轻松的跨越 而且落地时候的脚印也不深 显然是游刃有余 徐林这话一出 老马就目露金光地点了点头 进来的时候 也注意到了脚印 可是反应速度 绝对没有徐林这么快 东边 徐林一马当先 朝着东边冲过去 他的速度极快 脚步的距离 比起那个罪犯留下来的 更加夸张 一次大跨步 至少是接近三米的距离 众人看了 纷纷忍不住折舌 刚刚罪犯留下来的脚印 已经够强了 可是谁想到 他们的组长更加变态 而接下来的行动 才让他们明白 真正的变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只见徐林不断地变换方向 每次变相的时候 都会指着一些痕迹 对大家进行解说 甚至他连罪犯留下尿液的位置 都给大家指了出来 这个时候 小组的四个人 全部都是一脸震撼 哪怕是老马 这个擅长追踪的专家 心里也只有两个字 佩服 人家追踪 那都是小心翼翼地 寻找罪犯留下来的踪迹 这位道好 一路上就是跑 似乎他的眼睛和鼻子 就是两台扫描仪 可以精准无误地 判断出敌人的位置 大约跑出了 接近五公里之后 身后的四个人 已经有些气喘吁吁 这毕竟是丛林穿越 比起在平地上奔跑 消耗的体力要大得多 他们这个状态 这个情况当即停了下来 休息十分钟 说完 他看了看几个脚印 说道 按照枯叶的弹性 还有对方的体重 加上奔跑时候 鞋底落地力量来判断 他二十分钟之前 刚刚从我们这里过去 啥 组长 你在逗我呢 这个东西 也能算出来 老马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 根据枯叶的弹性 还有人体的体重 加上鞋底落地力量 算出时间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能这么算的 这特么都已经超出了 科学的范畴 整得有些循环了 徐灵却是根本不理会 整个人浮在地上 双手按着地面 耳朵也贴在了一块石头上 闭上眼 他感觉自己 似乎感受到了 整个山林的呼吸 丛林之鬼 此刻他就是这一片 丛林里的鬼 是这里的掌控者 十分钟时间很快就过去 徐灵继续带着他们 在丛林里追击 虽然说徐灵说的那个时间 计算方法有些玄学 但他说出来的很多追踪经验 却是让包括老马在内的所有人 都受益匪浅 大约过了接近七十分钟的时间 徐灵猛地停了下来 目光凌厉地看着前方 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抹笑容 鹰眼计呢 三百八十米外 一个手里抱着一支步枪的人 正回头看着后方 他们所在的方向 脸上充满了肃穆 逮到你了 徐灵一声戏血 猛然进行了急速冲刺 逮到你了 徐灵的声音带着戏血 他猛然朝前冲去 接着声音在马晋山四人的耳边响起 老马 韩星 你们两个去右边 老叶 萧雪 你们两个负责左边 小心点 那家伙手里有一杆狙击枪 嗯 算是狙击枪 徐灵的话还在耳边回荡 但他自己却已经钻入丛林不见踪影 四人接到命令后 立刻分左右狂奔上去 但是他们的心中却是忍不住在吐槽 什么算是狙击枪 算是 那到底是不是啊 四人都有着战斗经验 知道一杆狙击枪 在丛林之中的战斗力 到底有多么可怕 如果是一个擅长狙击战术的杀手 在丛林里 面对他们这些警察的话 那么他们有多少都不够对方打的 他们的心中都出现了一丝紧张 可这个时候 徐灵已经冲出了将近百米 一马当先 速度快到了离谱 整个人就如同一道黑影 接近三百米外 一个棚头垢面 穿着黑色风衣的青年 举着枪口 瞄准着那一道急速冲刺的黑影 脸上的神色无比凝重 阿土 全名陈一土 曾经在西南战区的一支侦察大队中服役 因为生性孤僻 又骄傲自大 在一次训练中和排长起了冲突 仪器之下 打断了排长的一条手臂 纠察介入后 这家伙又出手打了纠察 对于这种无法无天的家伙 部队自然不能惯着 直接就做出了退兵开除的处理 这家伙从部队出来 因为没钱 便凭借着从部队里学到的一身本领 干起了杀人越货的勾当 偶然之前遇到了河头 在金钱的驱使下 做了后者手里的一把刀 陈一土在部队里学过狙击战术 远距离狙杀不弱 但是此刻 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居然无法锁定 那一个正在朝自己冲过来的家伙 碰 枪声响起 陈一土开了一枪 却从瞄准镜里看到 那个黑影的身形根本就没有停顿 甚至因为距离近了 他还从对方的嘴角看到了一抹冷笑 去死了 陈一土的眼睛顿时就红了 二话不说 瞄准扣动扳机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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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着四枪 打空了手里这把由三八大概 改装起来的狙击枪的弹夹 可是对方依旧我行我速 速度快地出奇 陈一土一把甩掉了手里的步枪 从腰间拔出了两把手枪 眼神发红 直接朝对方冲了过去 到了这个时候 他的杀性被完全激发了 不逃跑 反而是迎着徐灵就上来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确是非常疯狂 徐灵见到对方的举动 嘴角露出了一抹轻笑 如果他再跑的话 或许自己还得再费一些功夫 现在嘛 轻松了 想到此 他的身形猛然间加速 足足百米距离 仅仅十秒钟都不到 就被跨越 什么 陈一土猛地瞪大了眼睛 如果刚刚徐灵的速度 只是比一般人快了一倍 让他的半吊子狙击战术 有些跟不上 那么现在 徐灵的速度 就好像是一只飞驰的猎豹 让他感觉自己的神经反应 都有些跟不上速度了 碰 不过这家伙也是双目发红 二话不说 就直接开枪 对着前方几十米外的徐灵 不断地射击 两个弹夹被打空之后 他立刻准备换上新的弹夹 也就是 在他换弹夹的刹那 一道黑色的影子冲出 陈一土只觉得眼前一黑 然后整个人就不受控制地飞了起来 重重砸在了后面的大树树干上 嗨嗨咳 陈一土只觉得浑身剧痛 连续咳嗽 鲜血从口中涌出 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看着那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家伙 太恐怖了 那种力量 简直就是一辆大货车般 碾压一切 呵呵 呵 你们抓不住我的 去死吧 陈一土疯狂地笑了起来 接着就看到他从怀里 逃出了两颗手雷 杀 可不等他拉出保险 徐灵已经冲到了这家伙面前 双臂猛地探出 将他的双手握住 接着猛地扭动了一下 咔嚓 咔嚓 双手手腕位置的骨头 直接被恐怖的力量捏断 陈一土的眼珠子猛地突出 浑身都开始颤抖 不过愣是没有吭声 徐灵笑了笑 右脚猛然用力 狠狠踹在了这个家伙的膝盖上 咔嚓 咔嚓 两个膝盖的病骨瞬间裂开 啊 陈一土终于承受不住 大声地惨叫了起来 他双眼通红 一边惨叫一边喊道 杀了我 杀了我 徐灵 我为什么要杀你 审判你 那是刑法事情 我只负责 把你绳之以法 杀杀杀 脚步声响起 韩星 夜星航 他们从左右两侧包围过来 他们终于是到了 他们一人一把手枪 指着地上的人 可是 等看到了陈一土被废掉的样子 还有徐灵那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 众人都是一阵的无语 默默收起了枪 自家组长要抓人 根本就不需要他们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一趟跟进来 的确是让他们学到了不少经验 徐灵 把人带出去 这些武器也弄出去 收队 是 四人立刻喊道 丛林外面 姜树才等人都是神色变换 刚刚他们在外面 听到了一阵枪声 都不是他们使用的 仅用手枪的枪声 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姜树才在心中暗倒 一旁的特警队长 则是焦急地说 姜菊 让我们上吧 他们可能已经出事了 我们进去 至少能帮一把 是啊 姜菊 要不然让我们的武警突击队也进去 我听说那位徐组长 是从部里下来的 可千万不能有事 姜树才闻言 皱着眉头 他动摇了 正准备点头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他的瞳孔猛的收缩 赫然是徐绫打过来的 他立刻接了起来 喂 徐组长 电话那头 徐绫开口说道 姜菊 我们现在出来了 罪犯已经被抓获 你让你的人先撤了 留两对人就行 好 好 姜树才激动地点头 立刻朝身边的几人说道 撤 都撤回去 人 抓到了 当姜树才看到 徐绫五个人 完好无损地从山林里走出 依旧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看了眼时间 前前后后四个小时都不到 仅仅凭借五个人 从上百平方公里的山林里 抓出了一个持枪逃犯 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要知道 在这片山林里 一个人要是想躲起来的话 就算是拉一个试进去 都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找到 对方手里还有枪 不付出点损伤 恐怕他们都办不到 徐组长 佩服 坐在车里 姜树才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徐绫 姜局 人交给我审讯 放心吧 徐组长 一切替你指挥 姜树才笑呵呵点头 他算是看出来了 怪不得上面会派这位下来 人家是真的大神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那种 不过徐组长 我们是不是得先吃口饭 都下午两点半了 同志们午饭都没吃上 徐绫文言 笑道 倒也是 那就先吃饭 此时他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尹君和尹华兄弟 还有这个阿土都已经落网 剩下就一个河头 翻不了天 很快 车队就抵达了市区 就在徐绫他们 距离市局不到十公里的时候 姜树才的手机 又一次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居然是他的老搭档 也就是政委王林杰的电话 喂 老王 啥事 他马上接起了电话 结果电话那一头 王林杰一句话 直接让姜树才暴跳如雷 你说什么 那两个犯人死了 姜树才一声惊呼 接着眼神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向徐绫的时候 满脸都是心虚 徐绫皱了皱眉 问道 尹家兄弟 姜树才默默放下电话 点头说道 对 在我们市局的看守所里 点的外卖有问题 我们有两个民警 也中毒而亡 徐绫听到这话 眼神里猛地闪过一丝暴虐 好歹 他是真不怕死 一声低吼 如同平地一声惊雷 姜树才感受到 他身上的那一股 狂风暴雨般的怒气 有些心虚地说道 抱歉 徐组长 是我们市局的错 我们 徐绫摇头 说道 不是你们的错 我们把警力都抽掉了出来 才会导致市局人手短缺 对方从食物上下手 的确很难防备 走吧 回去再说 他说着 微微眯起了眼睛 整辆车子里的人 都能感受到 他内心中的怒火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众人就回到了市局 市局的大厅里 二十多个那女民警 站在那里 他们的眼眶里 都带着泪水 在他们的中间 放着两张拼接起来的长桌 长桌上两个民警 脸色轻子地躺在上面 他们早就 没有了声息 江菊 江菊 当看到姜树才和徐绫 他们走进来 一群民警眼眶发红 咬着牙 满脸都是愤怒之色 他们哽咽着 有女警更是气不成声 江树才一脸阴沉地 看着两位民警的遗体 抬起头来问道 查 马上给我查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徐绫没有说话 他大敌已经猜出来 凶手是什么人了 除了那个河头之外 没有别人 他沉声对着身边的韩星说道 把人给我带过来 是 师父 韩星点头 立刻就转身出去 不一会儿 他们就把死狗一样的 陈一吐给带了上来 人带入审讯室 徐绫冷冷地看着陈一吐 说道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河头是谁 人在哪里 陈一吐抬起头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眼神里充满了不屑 要么就杀了我 从我这里 你得不到任何信息 徐绫起身 走到一旁 关上了摄像头 然后直接把韩星 他们几个都赶了出去 虽然这样有些违反原则 但是此刻没有人有意见 他们都还沉浸在 占有牺牲的悲痛之中 碰 碰 啊 审讯室里 惨叫声不绝于耳 不过仅仅只持续了 两分钟而已 徐绫就已经从里面出来 他到 去杨云路商业中心 四人文言微微点头 二话不说 就跟上了徐绫的脚步 其实刚刚徐绫 什么都没有问 就是狠狠地 给陈一吐上了几道菜 然后就出来了 至于他想要的答案 已经到手 半个多小时后 他们来到了一栋 名为海河大厦前 徐绫抬起头 看了也二十八层的高楼 抬一脚就朝里面走去 刚刚到大厦的门口 就有两个保安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韩兴立刻上前 拿出了证件 说道 警察办案 立刻给我让开 那两个保安看到证件 当即就退了回去 带着几人来到电梯口 徐绫说道 韩兴 老马 你们两个守在下面 萧雪 老叶 你们跟我上去 是 四人点头 进入电梯后 他们直奔二十八楼 此时此刻 二十八楼的董事长 办公室里 一个中年男人 听到楼下保安的汇报 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还是暴露了 他神色有些苍白 摇头苦笑了一声 目光看向了窗外 眼神里带着落寞之色 这辈子也值了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中年说完 从办公室里走出去 直奔天台 叮 徐绫他们的电梯 抵达二十八层 也就是在电梯门 刚刚打开的那一刻 徐绫猛地看到 正对电梯门的一个窗户前 有一个黑影 从上到下闪过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直接冲到了窗户前 碰 啊 啊 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 接着就是下面的人 发出的惊呼和叫喊 守在大厅的老马和韩兴二人 迅速地冲到了外面的马路上 看着地上已经摔得如同一滩烂泥般的尸体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行警市局 徐灵看着手里的档案 陷入了沉思 朱海和 海和集团董事长 名下拥有16家子公司 资产超过20个亿 这个朱海和 就是他们抓捕的目标 但是晚了一步 到底是什么事情 能让一个身价20亿的富豪 选择这条路 哪怕他明知自己犯下的罪行是死罪 可人都是怕死的 不自杀 他可能多活一段时间 等法律流程走完 或许都要小半年 调查他的通话记录 发现他生前 曾经和一个陌生电话通话数十次 之前是每个月一两次 最近是每天都有好几次 而且时长都不短 可当他们调查这个号码的主人之时 却发现 这个号码的主人 正是朱海和自己 在拨通之后 对方显示无法接通 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了这个团伙 徐灵的眼神里 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徐灵带着众人从车上下来 悬安市局的建筑风格 和南方有很大的差别 这里的建筑风格比较老 正门前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院子里停着不少的车子 和南方那种 动辄十几二十层的建筑不同 这栋市局大楼 仅仅只有四层 不过占地面积却也不小 来到悬安市局的大厅 庄严的国徽 处立在正厅中间 足足有三米多高的立柱上 徐灵带着自己手下的众人 在国徽前敬礼 徐组长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有些不确定的声音 响了起来 众人转过头 就看到一个抱着厚厚文件的 中年男人站在他们面前 在中年男人身后 还有两个人 也抱着一尺多厚的卷宗 站在那里 徐灵看向了那中年人的警衔 二级警监 立刻就明白过来 这位应该就是 悬安市局的局长 王万通 小红 快帮我拿一下 王万通有些尴尬地 朝徐灵笑了笑 然后让走过去的一个女警 帮自己拿东西 等到手里卷宗 被女警接过去之后 王万通来到徐灵面前 徐灵当即进了个礼 说道 王局长 我是特案组组长徐灵 很高兴见到您 王万通回了个礼 随后伸手和徐灵握了我 徐组长 久闻大名 徐灵 王局 这次来 我们是带着任务的 王万通笑了笑 我知道 这不我亲自带着人去资料库 把你们需要的资料 都给整理了出来 说着 他指了指身后的三人 抱着的卷宗 这里是关于 三门星团伙的全部资料 说来惭愧 我们到目前为止 足足有七年时间 依旧没有打掉这个团伙 之前抓是抓了几个 但都是小喽啰 不怕徐组长笑话 他们的核心成员 我们一个都没能抓住 徐灵的神色也有些素目 他道 我倒是抓了一个 但是即便是这个核心成员 也不知道背后那人的信息 徐组长说的是老光棍 王万通问道 徐灵点头 对 这个老光棍很神秘 哎 谁说不是呢 徐组长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曾经派出三个卧底 打入这个团伙内部 一人牺牲 另外两人虽然完成了任务 但却是他们抛出来的诱饵 一举把盘踞在西北的 另外两个团伙给端了 到目前为止 整个西北的这个盗墓行业 几乎就是老光棍一家独大 然而目前为止 我们依旧没能查到他们的核心人员 这个组织 就像是一个严密的间谍组织 甚至比间谍组织更加严密 说到这里 王万通叹息了一声 一个盗墓集团 七年还打不掉 对于他们悬安市局来说 那是天大的耻辱 徐灵点了点头 他也认为这个案子很棘手 王局 我们进去说 我先带我的人看一会儿资料 行 走 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办公室 王万通说着 带徐灵等人朝楼上走去 他们的办公室在三楼 上了楼以后 徐灵便带着小组队员 开始翻阅卷宗 七年来的案子 每一个事无巨细 都要看一遍 随着他们的了解深入 对于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文物 也是越看越心惊 17年港城的某个拍卖会上 首次出现了西汉时期的文物 目标开始出现 18年 港城 澳城 鹰匠等等 有酒厂拍卖会上 都出现了刚刚出土不久的文物 对于一些专家来说 刚出土的 还是之前出土的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这一年 整个西北都震动了 大厦官方震怒 19年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文物拍卖案子 桑门星终于浮出了水面 涉及到的文物数量之多 触目惊心 20年 21年 22年 23年 加上之前的三年短短的七年时间 至少有接近50件珍贵文物流落到海外 总价值超过140亿 其中最著名的是22年拍卖的一套编钟 虽然这一套青铜编钟不如曾侯以编钟 但也足足有36件青铜编钟 可谓是无价的国宝 当时的拍卖价值直接达到了34 8亿 丧门星可谓是一战成名 但即便如此 官方的调查却一无所获 这个盗墓 贩卖为一体的组织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看着面前的资料 徐灵他们都陷入了沉思 这个案子 不亚于一个无头案 就在他们在梳理卷宗和案情的时候 忽然王万通从外面走了进来 徐组长 刚刚我们收到线报 在河西山那边又发现了一个倒洞 现在我们的人准备过去 你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徐灵文言立刻起身 说道 特案组出发 是 所有人都起身 包括方清颖在内迅速地集合 随后和市局的车子一起 离开了大院 朝着悬安市河西山的方向赶过去 西北这边土地广袤 幅员辽阔 走了接近两个小时 他们才来到了河西山 刚刚进入山区 周围就没有了山路 因为周围多墓葬的缘故 所以这边的开发 一直没有延伸到郊区来 依旧保留着土地原有的地貌特征 山区没有公路 所以大家只能步行 走了十多分钟 前方豁然开朗 他们来到了一片山谷前 周围都是巨树参天 王万通带着自己手下的人 快步上前 来到了一个村民面前 说了几句后 他就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除此之外 考古专家们也来了 如果说 确定这个墓葬已经被到 那么他们就会进行 抢救性的挖掘 先停一下 徐灵直接上前一步 目光锐利地扫过四周 然后他来到了那个 大约只有五十公分直径的 倒洞入口 微微嗅了嗅 有血腥味 他淡淡开口 接着起身对韩星说道 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小心点 是 韩星点了点头 马上就准备下去 而王万通则是走过来 说道 徐组长 你确定 徐灵笑了笑 说 我的鼻子 一向比普通人好使 这里面不只是一丝血腥味 而是有很多 此言一出 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韩星当即给自己的腰上 拴了一条安全绳 随后在老马和老爷的帮助下 从到洞口下去了 卧槽 仅仅一分钟不到 惊呼声就从下面响了起来 河西山的山顶 一个矮小的身影 正趴在山顶的一处杂草中 手里拿着一个高背望远镜 静静地观察山脚下的情况 该死的 这个基地废了 过了许久 这个人缓缓地朝后面蠕动 后退了十几米后 起身就朝后面跑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山脚下的徐灵他们 正听到道洞里面韩星传来的惊呼 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 忍不住想要下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有徐灵抬起了头 目光冷冷地看向山顶方向 丛林之鬼技能 鹰眼 寻踪 三个技能瞬间启动 他的身形 如同猎豹一样冲了出去 徐组长 王万通看到徐灵突然间冲出去 脸色顿时变了变 他的惊呼声 也让周围的特案组几人 纷纷回过神来 老马见到这一幕 当即喊道 老叶 帮忙 特案组 快 叶星航一声高呼 下一刻 特案组除了还在下面的韩星 还有战斗值几乎等于零的方青影外 其他几个人都第一时间跟着徐灵的身影追了过去 只不过 他们很快就发现 自己等人上来 基本没什么用 从山脚下朝山顶冲刺 能跑个百来米 就算不错了 跑三五百米 气都快喘不过来了 而前方徐灵的身影 已经彻底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不过虽然如此 他们依旧在坚持 山顶位置 徐灵已经来到了 刚刚那个人用望远镜观察他们的位置 接近两千米的距离 四十度左右的仰角冲刺 他仅仅用了不到五分钟时间 蹲下来看了看现场留下来的痕迹 徐灵的目光冷冷地扫视着北面的山奥 一眼看去 开始枯黄的杂草迎风摇摆 他眯起眼睛 双眼如鹰 不断地观察四周 终于 在一片杂草的边上 他发现了自己的目标 丛林之鬼的技能 包括了旋之又旋的感应 还有捕捉和自然不同的景物 和气息等等特殊的能力 只是短短的三分钟 便让他发现了目标 眼神微微眯起 徐灵一步一步朝山奥的方向走去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发现我 趴在草丛里的那个人 自认为已经伪装得很好 但在看到徐灵过来的那一刻 他的心瞬间就沉入了谷底 刚刚他起身准备撤离的时候 就发现山脚下的黑影冲上来 速度非常恐怖 于是他在跑了一段路之后 立刻隐蔽了下来 反正只要自己隐蔽得好 对方也不可能发现得了 可谁想到啊 几分钟后 那家伙就到了 还这么快就把自己找出来了 这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 不可思议 就在徐灵距离对方 仅仅只有不到一百米的时候 那家伙终于忍不住 他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 给一个号码发送了一条信息后 从怀里掏出了手枪 连续三枪 把手机给彻底打烂 接着他起身 用枪指着朝自己走过来的徐灵 冷道 你特么找死 杀 然而下一刻 在他视线中的徐灵 忽然见一个闪身 身形躲到了杂草的后面 让这家伙直接失去了目标 马德 去死 这家伙怒吼一声 疯狂地对着草丛开枪 他的弹夹很快就被打完 结果草丛之中 没有半点动静 只有一些草屑在阴风飞舞 咔咔咔 手枪的枪击发出咔咔声 他反应过来后 马上开始换子弹 可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猛地响起了 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猛地转身 就看到一道黑影笼罩了下来 碰 脑袋晕晕的 下一刻直接栽倒在地 成英 罪恶值899点 绰号山鬼 桑门星组织核心成员之一 涉嫌绑架勒索 故意杀人 盗窃古墓 贩卖古董 贩卖尸体等多项罪名 最大恶极 特殊提示 危险指数 五星 看到善恶之眼的提示之后 徐灵面无表情地捡起手枪 抓着这家伙的一条腿 一步步地朝山坡位置走过去 胡吃 胡吃 当他来到山坡位置的时候 几个人才姗姗来迟 双手拄着膝盖 弯着腰 大口地喘息着 碰 徐灵随手把手里的罪犯 丢在地上 说道 这个家伙 应该是知道一些情况 你们下去了没有 听到他的话 老马抬起头 欲哭无泪 嘴唇发白地摇着头 大神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你难道不知道 你的身体有多变态吗 两公里的羊角冲刺 你特么还脸不红气不喘的 我们几个感觉肺都要炸了好不好 还问我们下去没有 我们有那个时间吗 徐灵 走吧 下山 是 几个人都是有气无力 拖着沉重的双腿 朝山下走去 等来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他们碰到了正带队 往山上来的王万通 于是他随手 把绰号山鬼的成鹰 丢在了地上 此时 王万通等人已经气喘吁吁 由于是这位局长 那呼吸差点都要把肺给吐出来似的 虚 虚组 组长 到底 咋回事 王万通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徐灵指了指地上的家伙 说道 桑门星组织核心成员之一 绰号山鬼 呃 王万通猛了 不只是他 之前跟着徐灵上山的老马等人 也梦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刚刚 也没见他审讯这家伙啊 韩星呢 徐灵看了眼周围 发现小徒弟韩星没在 当即问道 这小子 不会还在下面吧 方清音点头 说 徐组长 那家伙说在下面发现了好多尸体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设备 连发电机都有 下面通着一个古墓的墓室 里面很大 徐灵文言当即说道 先下去看看再说 是 当即有人给他准备了安全绳 不一会儿 徐灵也顺着炸出来的道洞往下爬去 不一会儿 眼前豁然开朗 只见道洞通向的位置 是一个干燥通风的墓室 里面有很多浮雕 还有一座巨大的棺果 里面摆放着一些晶莹玉器 但徐灵好奇的不是这些 他的目光在地上扫过 整整八具尸体 血流成河 八具尸体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他们都是被人割喉 伤口几乎可以见到喉骨 鲜血被放光 整个地面上的血液都快结痂了 那血腥漆在墓室内凝而不散 令人作呕 呕呕 呕呕 哇 下来的很多民警 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的场景 立刻就忍不住干呕了起来 有的直接吐了出来 徐灵神色凝重 蹲下来仔细检查了一遍尸体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两小时前 方清颖从一具尸体前起身 她提着一只箱子 显然是准备干活 徐灵点了点头 在几具尸体前来回走动 最后来到了一片空着的位置 尸体应该是有十具 还有两具尸体不见了 她说着 指了指地上的一些痕迹 从血液痕迹来看 的确是有两具尸体不见了 方清颖 可能是被人带走了 法医 不是我不相信你 但是凶手带走尸体干什么 韩兴忍不住撇嘴问道 方清颖摇头 这个她就不知道了 别说她不知道 徐灵也不知道 此时的她 正在注意尸体身上的穿着 和随身携带的东西 这些尸体的身上 都穿着夹克衫 携带着一些特制的装备 身份不言而喻 盗墓贼 徐灵还从几个人的身上 看到了弩剑之类的武器 还有锋利的开山刀等等 但没啥用 这些人还没拿出武器 就已经被人放血 她看完了尸体后 目光看向了目视的后半部分 在那边摆放着一个个石台 石台边上还有不少的器具 有化学实验的器皿 还有充电矿灯 以及一些刀具 布条 绳索之类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在角落里 还堆积着数十种药物 都是化学药品 她来到那一堆化学药品面前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里面有硫酸 还有一些高辅实性的酸性物体 以及一些强碱 还有各种各样的 艳养菌一类的催发剂 她一开始还以为 这些东西是用来做炸弹的 可是她掌控着爆破大师的技能 很快就确定 他们的用途并不是做炸弹 因为这里面少了 好几种必要的元素 那么这些化学药品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她满脸都是疑惑 这个目视 无缘无故出现这么多的尸体 还有就是 外面被他们抓的山鬼 还有这些化学药品 等等这些 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小方 过来看看 徐灵开口说道 听到她的话 方清颖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 来到了徐灵的面前 她指了指地上的化学药品 问道 这些东西 你怎么看 方清颖清秀的眉毛 微微皱了皱 俯下身仔细检查了一遍 过了好一会儿 才抬起头来说道 组长 我也看不明白 徐灵点了点头 看不明白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到时候审讯的时候 看看山鬼心里有多少鬼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从后面响起 组长 有情况 吴小峰开口说道 她此刻正在一个石台前 和苏爱军两个人 正在缓缓地推动石台 当他们推动石台的那一刻 整个石台开始移动 众人纷纷露出了金色 这哪里是石台 明明就是一座石棺 等到他们推开了一角之后 一股强烈的刺鼻性气体 就从里面散发了出来 众人的脸色立刻大变 纷纷朝后面退出去 徐灵眼神一凝 立刻上前 把吴小峰和苏爱军 两人拉到了一旁 不要命了 这里是古墓 很多东西都可能会有毒 接着她看向了王万通 问道 王菊 有没有防毒面具 王万通 有 有的 她急忙来到了道洞路口 喊道 快 把防毒面具丢下来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不一会儿 一个个防毒面具 就从上面丢了下来 众人纷纷戴上了防毒面具 就连徐灵也戴上了 虽然她有着百毒不清体质 但不想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 所以随手就戴上了 等到戴好防毒面具后 他们重新回到了石棺前 大家一起用力 把石棺给打开 就看到 里面是一池子的红色液体 液体中间漂浮着一具尸体 看到尸体 众人的眼神都是一鸣 这具尸体脖子上的刀口非常明显 显然是被人一刀割喉的 和地上的那些人一样 失踪的尸体 找到了 可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要把尸体泡在这里面 方清颖手里 拿着一把解剖用的剪刀 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尸体 随着剪刀戳中尸体上的皮肤 她发现这皮肤很坚韧 完全不像是长时间浸泡后的尸体 即便是仅仅只有不到两个小时 尸体浸泡后 也会有具体肿胀 可是这具尸体并没有 相反 她好像是萎缩了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尸体上 她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她的表面 似乎有一层特殊的污垢 正在缓慢地形成 怎么感觉 她好像是死了好几天的样子 就在这个时候 萧雪开口说了一句 徐灵猛地扬眉 目光死死盯着尸体 刚刚她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现在终于明白了 哪里不对劲 死亡时间 凶手用化学成分浸泡 来改变尸体的死亡时间 这样一来 我们即便是查到了他们 也无法证实 这些案子和他们有关 案发时间变了 他们就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方清盈也是猛地惊醒 这帮人手段很高明 直接从源头上 为自己洗清嫌疑 等等 把其他的石棺都打开 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一声高呼 其他人立刻行动了起来 把剩下的三个石棺打开 其中两个是空的 还有一个打开之后 里面赫然有一具女性的尸体 徐灵来到了尸体前 只是看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和之前的那一句一样 这尸体也泡在溶液当中 为什么只有两具尸体 其他的尸体 为什么不浸泡 不对 他们不是为了洗清嫌疑 徐灵直接否定了 自己之前的想法 在大厦 一般官方发现古墓之后 如果古墓没有被盗 那么他们只会进行保护 不会去挖掘 只有古墓被盗之后 才会进行抢救性挖掘 以这些盗墓贼的能力 完全可以把这些尸体 给埋在古墓中 把盗洞给彻底还原 到时候连尸体都找不到 也根本就查不到他们身上 改变死亡时间 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师父 既然不是为了洗清嫌疑 那又是为了什么 韩兴开口问了一句 接着戏言道 那总不可能是为了做就吧 把他们当成古董 拿去卖 此言一出 徐灵猛的遗症 接着在场所有人都是遗症 大家都是看着韩兴 顿绝毛骨悚然 那总不可能是为了做就吧 把他们当成古董 拿去卖 韩兴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句戏言 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徐灵看着这小子 神色中带着吃惊 你小子 这次怕是真的被你说对了 他迅速地来到了一个 泡着石棺的尸体前 开始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看了一下时间 差不多是三分钟左右 尸体的表面褶皱 就要比先前多一些 同时颜色也变暗了几分 死 还真是 徐灵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说这个过程有多久 他不是很清楚 但应该不会太长 或许是一天的时间 或者是两三天的时间 这具尸体就能呈现出 死亡了几十年 或者是几百年的效果来 徐灵心中震惊 这帮家伙 简直是天才 把一具现代的尸体 变成几百年前的尸体 这份能耐 怕是顶尖的考古学家 化学家都未必能做到吧 他们之中 肯定有一位熟知考古 化学 生物等等 知识的顶尖天才 徐灵当即开口说道 先出去再说 众人都点了点头 准备上去 几个人合力 重新把石棺给封好 然后留下了方清颖和韩兴 以及萧雪三人勘察现场 徐灵便带着众人回到了地表 他来到了那个山鬼的面前 冷冷地看着这个家伙 此时这家伙已经苏醒 一双眼睛 正不善地看着徐灵 抓了我有什么用 你们就算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 他说着 一脸的冷笑 徐灵没有说话 只是他的双眼 随后他心中的想法 直接被读取了出来 在一个挂逼面前 哪怕你的嘴巴 再硬有什么用 除非你的心里通透 什么想法都没有 或者说 直接去想其他的事情 可只要徐灵开口直入主题 没有人真的能够把内心的想法 全部都撇弃 他们只要一有这个念头 便能够被他给读取出来 四目相对 徐灵的嘴角微微 扬起了一抹笑容 山鬼看着他的眼神 总觉得他的双眼 好像是两个漩涡 要把自己给吞进去一样 他急忙低下头 可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开口说道 你应该有个师父 或者是老师吧 没有他 你配不出这种药液 你的手很粗糙 我来猜猜看 你应该从小都是穷苦出生 没有上过多少学 很年轻的时候 就出来打工了 你受尽了别人的欺辱 老板刻扣工资 工友也欺负你 你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却拿着最少的工资 你发誓要赚钱 成为人上人 把过去踩过你的人 全部都踩在脚下 你的眼睛告诉我 你的内心比普通人要阴暗得多 而且 你杀过人 不止一个 但是这个牧室里面的人 不是你一个人杀的 你还有帮手 不过 你们的团伙头目 应该不知道你在做这个事情 随着徐灵的话说出来 一句接着一句 山鬼的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然后身形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他的双眼里充满了恐惧 看着徐灵的那双眼睛 他的内心升起了一股 被人解剖了灵魂一样 所有的想法都好像要被看穿了 身上没有任何秘密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山鬼咽了一口唾沫 结结巴巴地问道 徐灵 你也不用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只需要告诉我 你师父是谁 我 山鬼猛地一震 下一刻他忽然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他死死地捂住了脖子 青筋抱起 双目变得一片血红 然后他开始窒息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 便倒在地上 身形抽搐几下 不再动弹 徐灵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走上前 拉开了山鬼的手 发现这家伙的脖子位置 有一块青黑色的皮肤 里面已经开始溃烂 溃烂之后 那个血洞里面露出了一个类似于小型通讯器一样的电子设备 不过这个时候 这个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设备已经裂开了 电子操控 这样的设备遥控距离绝对不超过100米 苏爱君沉声说道 徐灵猛地抬头 直接开起了善恶之眼 目光在人群中扫过 他很不愿意自己的战友会是那个害群之马 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不得不怀疑凶手就在他们的中间 一圈扫过去 一个红色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王万通 罪恶值1622 犯罪组织桑门星核心成员之一 后面的内容 他已经不去看 直接看着名字和头衔 还有那血红色的树职就都够了 徐灵怎么都没有想到 在他们中间的人会是王万通这个局长 谁能想得到 堂堂一个正局级的存在 居然会成为一个犯罪组织的核心成员 而他的1600多罪恶值 更是让徐灵的心中生出一股寒意 我去追 徐灵收回心神 目光看向远方 然后朝着山林里狂奔去 但在暗地里 他直接给了王万通一个特殊标记 无论如何 只要他有动作 自己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他心中叹息了一声 一直以来 他都不愿意对自己的战友兄弟 使用善恶之眼 就是害怕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他们 他的第一选择就是相信 可是现在看来 他错了 自己真正要做的 不但要抓罪犯 还要帮助警察队伍里 肃清内奸和不作为的懒散警察 让老百姓可以真正相信他们 装模作样地 在山坡四周逛了一圈 徐灵回到了现场 看到方清颖他们几个也已经上来 于是说道 行了 收对吧 所有人开始有序地收拾东西 乘坐汽车撤离了现场 王万通 徐组长 你先走 我安排人看守现场 徐灵 好 辛苦王菊 哪里哪里 这是我们的职责 何来得辛苦一说 王万通笑着说道 徐灵心中叹了一声 如果不是善恶之眼的提示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王菊居然是内奸 而且还是位高权重的存在 这些年 那个桑门星组织 之所以没有被捕 恐怕也有他的一半功劳 刚刚来到玄安市的时候 听王万通说没有任何线索 徐灵心中就有所怀疑了 不过 他并没有太放在心里 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把桑门星组织给挖出来 不管他们藏得有多深 徐灵带着自己小组的组员 回到了商务车上 刚刚准备上车的时候 他看到在车子的不远处 有一个警员正在小剪 心中一动 当即打开了善恶之眼 王国书 罪恶值347 参与犯罪组织丧门星 他的脸色猛的一沉 哇 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个警员后 他来到了右侧的位置 借口气携带 弯腰在车子的底盘上 扫了一眼 没有发现异常 他也就若无其事地起身 上了副驾驶 韩星上车 启动了车子 当车子缓缓启动的时候 苏爱军说道 组长 现在又没有头绪了 怎么办 徐灵笑了笑 说 还能怎么办 再想办法呗 我觉得 他们应该还会作案 我们先回去等几天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 就先回去查张少卿那边的案子 回去 苏爱军愣了愣 徐灵转过头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眼神扫视了一圈 与每一个人都对视了一下 大家都朝夕相处了有一段时间 当看到徐灵的眼神之后 众人立刻变得肃默起来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是平时话比较多的韩星 也闭上了嘴巴 走吧 回去 找个地方吃饭 我听说玄安市的小吃不错 咱找个地方 先搓一顿 那王菊也是的 我们过来这边 也不说请我们吃一顿好的 说完 徐灵还撇了撇嘴 道 怎么说 咱们也是特案组 吃他一顿饭也不过分吧 众人听了 心中一个咯噔 徐灵刚刚的眼神警告 他们看到了 可在听到这番话 他们都有些震惊 这完全就不是他说话的方式 也就是说 这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那么会是谁 车子里 不干净 众人的脑海里 猛然都是一惊 他们这次行动 周围都是警队的兄弟啊 细思极恐 不寒而栗 苏爱军第一个反应过来 笑道 组长 我之前在这里调查的时候 和小吴去过一条小吃街 那边的东西不错 徐灵 那还等什么 韩星 走 好嘞 师傅 坐好了 我们出发 韩星语气兴奋地说道 随后一踩油门 朝着苏爱军说的地方而去 山上的位置 王万通从自己的耳朵里 拿出了一个微型的耳脉 嘴角露出了一抹淡笑 特案组 似乎也并不是那么难缠 传言 终究只是传言 四叔 咱们现在怎么办 身后的一个青年警察走上来 正是王国书 王万通 我们已经下了个诱饵 就看他们吃不吃了 清理掉几个人 对我们没有影响 你去和他说一声 就说我们这边完成了 特案组去了小吃街 就看他们的配合了 是 王国书点了点头 商务车里 徐灵闭着眼睛 脑海里的画面 清晰地传到了他的面前 两个被特殊标记的人碰头 有点意思呢 大约两个多小时后 车子来到了苏爱军所说的商业街 徐灵他们下了车 找了个店铺 在里面弄了个包间 随后开始点东西吃 组长 车上有问题 落座之后 苏爱军在徐灵耳边小声问道 徐灵点头 直觉告诉我 我们下山的时候 那个小姐的警察有问题 这方面你是专业的 你等一下回去之后 全车都插一遍 好 苏爱军点头 徐灵随后看向众人 说道 都机灵点 有的人并不适合我们一条心 众人都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提醒已经这么明显 他们要是还不明白 那真的是白混这么长时间的特案组了 菜上来后 徐灵他们立刻开始吃了起来 由于他们坐的位置是大厅 现在又正好是入夜的时候 所以吃东西的人很多 来来往往 时常会有人把目光投向他们 徐灵开起了善恶之眼 不断地在周围人群身上扫过 倒是被他发现了一些罪恶值比较高的 但都不超过一百的人 这些人一般都和盗墓 以及古董行业有一些关系 他不得不承认 这玄安市关于这方面的犯罪 是真的猖獗 沈冰 罪恶值488点 绰号沈老六 桑门星组织成员之一 这个时候 一道身影进入到了徐灵的视线中 紧接着又是一道身影出现 血红的名字极为刺眼 汤魁 罪恶值992点 绰号大魁子 桑门星核心成员之一 信息出现 徐灵的眼睛微微眯起 后者的身份 居然也是核心成员 和那个山鬼一样 这下子 游戏看了 他忽然明白 王万通到底是打的什么算盘啊 山鬼那边是他带队过去 消息也是他收到的 这绝对是他放出来的诱饵 现在 这个汤魁还有沈冰 或许也是一个诱饵 或者说 他们想要借自己的手 除掉这些人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桑门星组织内部 也不是铁板一块 在汤魁和沈冰进来的时候 正在吃东西的老马和叶星行 也发现了这两人身上的不对劲 但徐灵却是轻轻地 在桌子上敲了敲 说道 快点吃啊 菜都要凉了 众人听了后 当即埋头吃菜 一句话都没有 不过徐灵却是开启了寻踪技能 加上他的无感得到了强化 距离他们五六米外的 那张桌子上的对话 被他一清二楚听了进去 山鬼蛇了 我刚刚已经收到消息 该死的 怎么突然就来警察了 会不会是内部的人高命 应该不会 山鬼的行动那么隐蔽 除了我们之外 应该不会有人知道 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了 找师父吧 现在只有师父能保住我们了 不然老光棍那个家伙 肯定会杀了我们 好 吃吧 吃完就去找师父 两人的谈话 让徐灵抓住了一条线索 果然 读取了山鬼的内心世界之后 那个师父真的存在 诱饵吗 那我就咬一口试试看 徐灵心中说着 嘴角露出了一抹淡笑 徐灵做出了决定后 便给众人打了个手势 他起身走出了座位 老马他们也悄无声息地离开 不一会儿 两个谈好事情的家伙分别离开 一个走的是前门 一个走的是后门 当他们刚刚走出去的刹那 忽然间从左右出现了两个人 手枪直接顶在了他们的脑门上 顿时间吓出一身冷汗 警察 跟我们走一趟吧 老马拿出了自己的证件 给审兵看了一眼 他立刻就注意到 后者在看到自己证件的时候 似乎神色间微微松了松 也没有任何抵抗 直接伸出双手 让他们戴上手铐 后门的位置 汤葵见到两个人 用枪顶着自己的脑门 脸色大变 他想要伸手伸入怀中 结果边上的一道黑影 比他更快 直接一个擒拿 警察 别动 呵斥声响起 那家伙听到之后 立刻就放下了抵抗的心思 对于他们来说 遇到仇人 比遇到警察可怕得多 警察那边 就算是被抓了 只要他们拿不出证据来 扣留欺满了之后 就得放人 如果是仇家的话 那就可能没有活路了 他们这里 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所以被抓也无所谓 之前也不是没有被抓过 两个人一并被带出了饭店 徐林他们集合 随后就把两人压上了商务车 开车前往市局 众人都没有说话 车子飞速地朝着 悬安市市局的方向开去 悬安市市局 局长办公室 王万通和王国书两个人 正在办公室里 巧声交谈 四叔 沈老六和大葵子都被抓了 这两个家伙都没有抵抗 直接被抓 王国书说道 听到他的话 王万通笑了笑 道 很好 估计这两个家伙 能扛个一天半天的 现在就切断 和四指那边的所有联系 这个诱饵抛出来 他们应该也能吃一会儿了 告诉他 等到他们 开始针对四指的行动 立刻让他手底下的人开始 务必要小心一点 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等东西出去后 让他也一起给我消失 明白 王国书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悬安市局 办公室中 徐林看着面前的两个家伙 淡淡地开口问道 你们两个 没有什么跟我说说吗 刚刚在小吃店 你们说的可是很起劲啊 长官 您搞错了吧 沈兵装作一脸无辜 说 我们都没有犯事 为啥要抓我们 哪怕是我们身上带了把刀 可那也是带着防身的呀 就算违法 我们上交罚款 拘留也没有问题 就是啊 长官 咱们得讲点道理 我们就是带了一把刀 也没有伤害别人 你们抓我们可以 可不能污蔑我们 张魁也开口说道 徐林笑了笑 你们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他说着 轻轻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道 山鬼什么都告诉我了 沈兵 道上那个叫沈老六的 是你吧 还有张魁 你的外号 应该是叫大魁子 你们两个 和山鬼之间关系不错 你们上面还有一个师父 徐林开口 直接冲击他们的内心 短短的几句话 就让两人的脸色大变 说 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一声怒吼 从老马的口中爆发 他如同一只凶狠的恶狼一样 死死盯着两人 被他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声怒吼 沈兵和张魁顿时浑身一个哆嗦 不过即便是如此 两人都没有说话 徐林却是笑了笑 他刚刚已经差不多掌握了大部分的信息 这两个家伙 知道的东西不少 但最关键的一点 老光棍的真正身份 他们并不知道 但那个所谓的师父 外号名叫四指的相关信息 他们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徐林开口说道 先停一下 大家休息休息 随后 起身来到外面的走廊上 目光扫了一眼走廊尽头的楼道口 如果他没有听错的话 那里有一个呼吸声音 虽然很轻 但逃不过他的无感 吴小枫也走了出来 给徐林散了一根烟 徐林接过之后 点上抽了一口 说道 这两个人是硬骨头 我们要想办法 撬开他们的嘴 老欧 等会儿你继续审 是 组长 吴小枫点头 徐林嘴角微微扬起 无声地抽着烟 目光看向走廊那头 眼前出现了一个屏幕 特殊标记的第一视角出现了 王万通坐在车里 手里还拿着手机 手机屏幕里 正在播放着一个视频画面 赫然就是他们审讯时候的视频 除此之外 他手中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正在给一个号码发送信息 四指这边的所有联系 都已经掐断 我会拖住特案组 你可以开始准备了 港口那边 已经为你们安排妥当 信息发送成功后 立刻就被删除 徐林眼睛微微眯起 这家伙有些猖狂啊 港口 他皱起了眉头 玄安市这边 哪里来的港口 还是说 他们是在别的城市交易 可是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 距离港口还是跨省的 他们的手绝对伸不了这么长 就在这个时候 徐林的心中一动 如果是在内陆的话 那么港口代表的 就只有一个地方 宫铁连运港 他们是要通过 以铁路的方式 送出去 至于他所说的拖住特案组 手段无非就是 不给特案组派人 到时候只需要说 市局的警力 正在不控抓捕某个嫌疑人 拉出去之后 徐林就没有办法了 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 徐林的身份是特案组组长 他有权调动 营及以下的地方部队 要完事吗 那就完呗 想到此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笑 掐灭烟头 徐林走回到了办公室 继续对沈兵和张魁 进行突击审讯 而这个时候 苏爱军也已经把这两个人的资料 全部都调了出来 还别说 这二人都是大学生 一个是学土木工程的 一个学的建筑 和盗墓这个行业倒是很对口 沈兵张魁 知道伤鬼是怎么死的吗 徐林开口 说出的一句话 却是让两人脸色瞬间一片苍白 他是在我们的层层保护下 被人莫名其妙就干掉了 而且 为什么我们在那里吃饭 你们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谁给你们约的地方 能告诉我一下吗 嗯 还有一个事情 你们的师傅 应该也已经被人抛弃了 人家想要把你们送给我们 然后他们自己玩 不可能 张魁眼睛一瞪 开口怒吼 不可能 当徐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张魁彻底坐不住了 他回想起 组织这些天来的异常安排 又想到徐林所说的这些话 一颗心立刻开始吓沉 沈兵则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山鬼背着组织做救尸体 组织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不不不 发现了 他们肯定发现了 我们这个队伍里 除了山鬼 就是大魁子 我 还有师傅 只有我们 我们懂得配置容颜 师傅又知道他们太多的秘密了 大魁子 大魁子 沈兵猛地抬起头 大声叫喊了起来 沈老六 我不相信 不可能的 是这些警察在诈我们 张魁怒吼 沈兵 师傅有危险 我们不能再等了 这话一出 张魁的神色顿时变得一片铁青 他和沈兵 都是四指收的徒弟 说是徒弟 其实他们情同父子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孤儿 四指领养了他们 对他们非常好 不仅供他们生活 还让他们上完了大学 并且一开始的时候 四指从来都不让他们 沾染那些烟渣的事情 直到有一次 四指遇到了危险 他们接到一个人的求救信号 不得不做出选择 那一次 是他们真正接触到四指的职业 杀人 养尸 这里所谓的杀人养尸 并不是像某些小说 或者电影里面说的那样 培养僵尸杀的玄幻产物 而是培养干尸 尸体被杀之后 他们先是用溶液浸泡 进行一系列的做就 然后再将尸体给风干 接着又通过很多道工序的处理 把尸体变成几十年 甚至是几百年 上千年前的古尸 不得不说 这种古尸 的确是很值钱 他们两个第一次接触之后 就被这种暴力的生意给震惊了 百年内的股市价值三十万 一百年以上的价值五十万 二百年到三百年的 那就是五百万 价值翻了整整十倍 五百年份的 一千万起步 一千年前的股市 价值三千万往上 如果能够达到1500年 甚至是两千年 那么每一具股市的价格 都是起码一个亿起步 两千年以上的 至少是三个亿 有人或许会怀疑 这真的可能吗 但大夏境内的古墓太多了 一个拥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古国 别说是两千年以上的尸体 三千年前的都有 考古界的发现 也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当两个人把情况一一脱盘 而出的时候 徐林他们震惊了 做旧尸体 把现代人的尸体 当成古诗来卖 这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 但话又说回来 国际上的确有不少 这样的研究人员 他们喜欢研究古诗 只要是古诗 他们都会买回去研究 至于他们研究的东西 是关于生物还是历史 就没有人知道了 徐林听到张魁和沈冰的交代后 他立刻就安排了苏爱军他们 马上前往四指的藏身地点 他有种感觉 四指这个人应该就是关键 也就是在徐林他们 部署行动的时候 正在某处别墅中的王万通 也看到了手机里的监控视频画面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两个废物 居然一个小时都没能坚持住 不过 这个徐组长 我是小看他了 他心知肚明 徐林已经开始怀疑他 沉吟了片刻 王万通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马上给我行动起来 一个警力都不要留给他们 是 电话那头立刻做出了回答 王万通则是重新拨了一个号码出去 接通后就到 抓紧时间 我拖不了多久了 你可以杀了他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清脆的女生 你疯了 那是部里派下来的 我要是敢动他 明天整个悬安市的所有警察 都会被棋底彻查 王万通的脸色顿时大变 哥哥哥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急什么 放心吧 我们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预计在11点之前就完成装车 到时候直接前往远东那边 再从那边送出镜 电话那头的女人 哥哥笑了起来 接着把自己的情况 告诉了王万通 快点就行 王万通挂断了电话 接着他拿起桌子上的酒杯 喝了一口酒 靠在沙发上眯起了眼睛 死死盯着手机上的监控画面 让王万通有些意外的是 徐灵他们并没有要求他们局里的支援 这让他本能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 抓人这种事情 当然是部署越严密越好 尤其是像四指这种危险的存在 别说是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都不算多 可是他们一组人就开始了行动 甚至都没有和自己打招呼 这就有些不对劲了 徐灵这边 安排了苏爱军他们抓人后 他就重新回到了市局的办公室里 他就静静地坐在桌前 闭着双眼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王万通看着监控画面里的平静 心里的那种不安感觉越来越强烈 直觉这个家伙是在等待着什么 但是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抓一个四指 他们整组人真的能做到 王万通咬着牙 这种不受掌控的感觉 让他觉得非常不爽 叮叮 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面前办公桌上的手机 响起了信息提示音 他慢悠悠地拿起了手机 看了眼手机屏幕 只见上面是苏爱军发回来的信息 四指抓到了 见到这个信息后 徐灵便笑着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开始吧 嗯 可以 挂断电话 他面带微笑地来到了办公室的墙角位置 看着那一个投影仪 慢悠悠地说道 王菊 你输了 正在别墅中 看着监控画面的王万通 手里酒杯落地 摔成了碎片 他面色煞白 死死盯着监控画面 暴露了 不 怎么可能 什么时候暴露的 时间来到十分钟前 苏建军带着吴小峰 老马 叶新航等人 火速地赶到了 玄安市龙郊村的一个村子里 找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 整个小洋楼周围 有很多监控 除此之外 监控的四周 还有好几个明暗的港哨 防守不可谓不严密 他们本来是准备强攻进去抓人的 可是刚刚子弹上堂 准备打进去的时候 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个人头发花白 大概有七十岁左右的年龄 满脸都是皱纹 身上带着浓浓的沧桑感 他的目光看了眼四周 就对周围的那些人说道 都回家去吧 我这边没事 那些放哨的人听了 纷纷和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转身离开 转眼之间 整个现场就剩下了老头一人 老头看了眼前面的一棵大苦桥树 说道 别藏了 过来吧 我不会跑 他伸出了右手 亮出了自己的手掌 那手掌上赫然只有四根手指头 缺少了一根食指 接着他再伸出了左手 只见左手的手掌上空空如也 五根手指全部都起根而断 这便是四指的由来 苏爱军见到这一幕 也不再犹豫 快速地冲了过去 来到了四指的面前 给他戴上了手铐 整个抓捕过程 比他想象的还要顺利 四指的配合 让众人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家伙 显然是早就知道他们要来了 很奇怪是吗 四指脸上带着微笑 说 我一个残疾人都到了古西之年 被抓就被抓了 哪怕是枪毙 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怕的 他们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 四指说着 眼神里带着愤怒的光芒 我这辈子就是个老绝户 无儿无女的 本来收了三个孩子当徒弟 从小养到大 培养他们上大学 是希望他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可是谁想到 这帮家伙太狠了 居然把那三个孩子 一个个都带上了绝路 现在 还把我们四个人 全部都丢出来当炮灰 真当我四指是你捏的吗 他越说越生气 满脸通红 眼神里带着愤恨 苏爱军开口问道 你口中的那帮家伙 是丧门心团伙 除了他们 还能有谁 四指眼神里 带着彻骨的恨意 说道 领导 我要检举 检举那帮丧心病狂的畜生 他们杀人 抢劫 无恶不作 还威逼我破坏尸体 掩盖罪证 他们都该枪毙 听到四指的话 苏爱军愣住了 他道 你是不是忘了说一点 他们还参与了多次盗墓 盗墓 四指文言冷笑嘲讽 说 什么盗墓 这帮人根本就不懂怎么下墓 更不要说 找墓学那种高深的技术活 其实 他们一次都没有下过墓 没有下过墓 苏爱军愣住了 他们是来调查盗墓的 这个丧门心组织 根据他们的调查 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盗墓团伙 盗挖很多古墓 贩卖了不少的果宝 可是谁想到 四指居然说 这帮人根本就不懂盗墓 四指说道 其实说他们没有下过墓 那也不准确 他们其实就是 盯着那帮盗墓贼霍货 只要是盗墓贼准备下墓 他们就会跟上去 在对方的手之后 在螳螂捕蝉 杀人越货 据我所知 这些年起码有十波以上的盗墓贼 死在他们的手里 总人数都超过了五十人以上 那些死在他们手里的盗墓贼 尸体都被制作成了干尸 被他们卖到了海外 可以说是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根本就调查不出来 随着四指的叙述 苏爱军只觉得头皮发麻 背脊发寒 这帮家伙 是真的丧心病狂 你想盗墓贼也就算了 那帮家伙也不敢声张 可是 你直接把人也给杀了不说 还制作成了干尸 当作股市卖到海外 是让人家死都不得好死啊 处上 苏爱军狠狠呸了一口 老马 老苏 先带回去 交给组长来审讯 好 回去 苏爱军点头 马上把四指带上了车 众人当即往回赶 市局办公室 徐林一脸细血地 告诉了摄像头那头的王万通 他输了 此时他满脸轻松 嘴角微微上扬 正在看着监控视频的王万通 心中生出了强烈的危机感 他急忙起身 朝外面跑去 一边跑一边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喂 李浩 马上给我 控制那个特案组的组长 对 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他咬着牙 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控制徐林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他很清楚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什么 徐林太危险了 人的名书的影 万一他真的查出来什么 那么他们这些人都要完蛋 他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随后又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 喂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悬安市火车西站 一辆绿皮火车 正在缓缓地行驶出来 这辆火车是一辆客车 车上一共有16个工作人员 接近300个乘客 在火车的驾驶室里 一个看上去有40多岁的女人 接到了电话后 微微皱了皱眉 说道 放心吧 我们现在已经启程 再有两个小时 我们就会离开西北省 等等 来不及了 你们来不及的 王万通开口大喊 来不及 什么来不及 女人眉头微微一皱 他穿着一套铁路工人的 藏青色制服 手里还拿着一顶帽子 如今他的身份 就是这辆列车的列车长 听到王万通说来不及 女人的神色变了变 他不相信 怎么可能来不及 这辆列车虽然不是高铁动车之类的 可速度也不慢 只要他们现在出发 警察也未必能追得上他们 毕竟 铁路大多是走直线 警察从城市里追出来 根本就来不及 王万通焦急地说道 他出手了 他已经出手了 女人 老王 你是傻了吗 不管是谁出手 现在也拦不住我们的 我们的车子已经出发 第一站是两个小时后的京南站 哪怕他们联系了京南站 别特么废话 无论如何 都不能再用第一套方案 改成第二套方案 一定要快 王万通这边 正在紧急赶往火车站 他和那个女人通完了电话后 马上又给王国书 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告诉他 把所有人都叫到了火车西站 同时 命令火车西站的站前 派出所民警 还有附近的分局民警 立刻前往西站那边 拦截徐林手下的人 他认为 徐林肯定发现了他的计划 所以安排了手下 直扑车站这边 那些人 很可能没有去找四职 而是已经锁定了他们 至于徐林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他也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这位大名鼎鼎的特案组组长 在他的心中 已经生出了一种 难以形容的压迫感 因为之前 徐林在摄像头前 说的那一句话 王万通 你输了 输了 王万通怎么都想不清楚 自己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在王万通的命令之下 火车站的站前 派出所所有民警 还有周围的两个分局的民警 立刻开始行动 对整个车站的外面 进行了包围布控 按照他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车站里面 对外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车站里面有炸弹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整个火车站 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与此同时 刚刚准备开车的 K6877号列车的乘客 接到了列车长的通知 因为列车的故障 需要延迟半个小时发车 随后 一群穿着藏青色铁路制服的人 迅速地带着一个个巨大的包裹 来到了火车的底部 把所有的黑色大包裹 全部都挂到了车厢的底部 做完这一切之后 这帮人马上就回到了各个车厢里 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仅仅过了不到三分钟 那个在火车驾驶室里的女人 从第一节车厢下车 此刻的她 换上了一套艳丽的红色长裙 下来后 目光看了眼周围 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静止从月台上离开 哇 气敌轰鸣 火车缓缓地启动 朝着她原定的路线开始发车 火车西站的外面 警方正在大力部署人员 王万通也在几分钟前赶到了这里 她亲自负责指挥现场的拦截工作 无论如何 特案组的人绝对不能进入火车站 滴滴滴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一辆辆军绿色的卡车 出现在了战前广场的大马路上 一六烟二十多辆车齐齐停下 集合 快快 随着哨声响起 一队队鹤枪实弹的士兵 从车上一跃而下 然后在边上集合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人群都惊了 先是警察封锁车站 现在部队都到场了 所有人都在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周围有不少好奇的群众 在边上围观 而集合的军队 则是在一个少校的带领下 派车两个队列 朝火车站的大门冲过去 这支部队来自于西北战区 是徐林临时戒掉的一支部队 直属第九分区司令部的侦察营 他不仅仅戒掉了一个侦察营的部队 并且已经把案子通报给了西北省厅 因为他们特案组 毕竟只有八个人 要抓王万通根本不现实 你们干什么 王万通见到情况不对 立刻跳出来阻拦 他一个白衬衫二级警监 站在了那群军人的面前 顿时让那个少校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正在封锁车站抓捕嫌犯 请你们立刻离开 王万通看到鹤枪实弹的军队 硬着头皮说道 王菊 现在就不用装了 弹幕的声音从军队的后面响起 一个人湿湿然地 从两个队列中间走过来 他的脸上带着细血的神色 这个人正是徐林 他看着王万通 目光伶俐地说道 王万通 你愧对组织的信任 勾结盗墓团伙 给他们当保护伞 甚至是祸害群众 简直是罪大恶极 一番话下来 周围的那些警察都梦了 他们很多人都不明白情况 因为是王菊的命令 所以他们无条件执行 哪怕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要抓什么人 本以为是一次突发性的秘密抓捕行动 谁想到居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王万通脸色阴沉 怒道 徐组长 哪怕你是特案组的组长 可你别忘了 你只是一个一级警督 而我是二级警监 我是你的上级 而你涉嫌污蔑上级 徐林眯起眼睛 直接对身边的营长说道 李营长把王万通和他身边的王国书两个人抓了 然后冲进车站 马上给我截住即将发车的列车 明白 那营长文言二话不说 直接挥手喊道 愣着干什么 抓人 给我冲进去 敢反抗的 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给我卸了 谁要是开枪 就地击毙 这话一出来 所有的警察都慌了 放肆 我看谁敢 一声怒吼 从王万通口中发出 他已经苟急跳墙 二话不说 就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可就是 在他拔枪的瞬间 一道身形冲到了他的面前 不见什么动作 直接就把他手里的枪给下了 一脚就踹在了他的腿肚子上 将其踹翻在地 咔咔咔 两支突击步枪 顶在了王万通的脑门上 他顿时一脸煞白 不敢再动 还有两个军人 已经把王国书给控制住 突击步枪 顶在这个家伙的面门上 让他满脸惊恐 浑身颤抖 随后 李营长便带着人 冲进了火车站 只是等到他们过来之后 却发现 整个车站里面 没有一辆车 他们只看到了 一辆远去的列车 还有那隐约传过来的轰隆声 徐组长 车子已经开走了 李营长立刻回到了徐林的边上 对他汇报了一句 徐林点了点头 他已经料到了 那现在怎么办 追不追 李营长问道 徐林 没事 他们跑不了 他说着 看向了王万通 笑道 今天我过来 就是为了抓这位王局长 徐林 你没有权利抓我 放了我 我是悬安市局的局长 我 不 现在 你已经不是了 冷漠无比的声音忽然响起 这个声音在王万通听来 熟悉至极 却也如同是从地狱里 想起来的催命符一样可怕 他艰难地抬起头 看到了一位肩膀上挂着橄榄枝 和三颗心花的魁梧老人 猪听 见到这个老人的那一刻 王万通知道自己完了 什么前程 什么名利 都没有了 甚至 连他的命 怕也是保不住了 侦察营 收队 李营长对着自己手底下的兵 喊了一嗓子 然后率队 给徐林他们进了个礼 接着就快速地撤离了 徐林和朱玉成两个人 站在战前广场前面 两人注视着 被一群刑警包围住的 王万通和王国书 徐组长 多谢 你为我们西北省 拔出了一个大毒瘤 我真的不知道 要怎么感谢你 朱玉成开口说道 脸色有些发红 毕竟这是他的直属手下 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 他这个厅长也难辞其咎 上面肯定会严肃处理 他的仕途 可能也要到头了 但无论如何 像王万通这样的害群之马 必须发现一个严查一个 绝对不能姑息 徐林摇了摇头 说 朱厅 市局那边还有一队人 他们都被我靠在了窗户上 到时候您过去的话 顺便也查一查他们 那个刑侦支队的支队长李浩 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在刚刚不久之前 徐林从市局出来的时候 可是费了一番功夫的 悬安市刑侦支队的支队长李浩 率队想要把他靠下 没想到直接被他三下五除二放倒 然后没收了武器靠在了窗户上 现在估计还在那里挂着 朱厅成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吧 徐组长 我一定会给你 给布里 一个满意的答复 徐林点了点头 道 朱厅 我还有任务 就先走了 那辆车 我们还得拦下来 好 朱厅成点了点头 他虽然是一个一级警监 正厅级的干部 可是此刻 站在徐林的面前 却感觉没有任何底气 他们西北省出了这档子事情 徐林又是从不理 直接下来的特案组组长 上达天厅的那种存在 他是真的连句重话 都说不出口 当然 今天要是王万通 是被冤枉的 他倒也能理直气壮 可是看到王万通此刻的神色 他就已经猜出来 这个小子绝对是有大问题 徐林从车站出来后 立刻拨通了苏爱军的电话 喂 苏哥 情况怎么样 此时此刻 苏爱军等人 正坐在一辆商务车上 老马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无人机的操控手柄 他们正跟着前面的无人机 快速行驶 苏爱军 放心吧 刚刚从玄安市出来 我们正在监控 徐林 小心一点 那些家伙 不会这么轻易束手就擒 他说着话 准备朝前面的一辆车子走去 可就在他马上 要来到车子边上的时候 一个穿着艳丽 大约四十出头的女人 从他的面前走过去 徐林眼睛微微瞇了瞇 这个女人似乎有些不对劲 因为周围的人群 都在看着战前广场的方向 哪怕是有过路的 也是好奇朝着这边张望 也只有那个女人 低着头往外面走 完全没有回头观望的意思 他立刻丢了一个善恶之眼过去 下一刻对方的信息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林露露 罪恶值三千四百五十五点 桑门星组织首领 绰号老光棍 涉嫌杀人 贩卖尸体 贩卖古董 长长的信息条 血红色的名字 让徐林的眼神猛然间一鸣 不会吧 运气这么好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猛地扒开了前面的人群 朝着那个家伙冲了上去 林露露正在低头往外走 忽然感觉到了身后有一样 他马上转头看过来 然后就看到 徐林距离自己只有不到五米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马上伸手入怀 一把漆黑的手枪 被他从怀里掏了出来 徐林瞳孔猛地收缩 几乎是下意识地 直接用手机狠狠砸向了对方的手腕 碰 手机命中手腕 林露露同时也开了一枪 枪声响起 人群瞬间发出了阵阵尖叫 徐林的胸前位置见了血 子弹从他的肩膀位置穿透过去 留下了一个血洞 这一枪 原本是瞄准了他的脑袋 如果不是用手机砸了一下 怕是他就要被爆头了 本来徐林是可以躲开的 可周围有行人 他不敢躲 所以直接选择了拼一把运气 硬扛这一枪 林露露见到徐林 在被自己打了一枪之后 依旧疯狂朝自己冲来 脸色大变 连忙把枪口转向了边上的一个行人 可是他的机会只有一次 一只带着恐怖力量的手掌 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臂 手掌瞬间发力 直接将他的手臂 掰断成了九十度 啊 惨叫声响起 徐林眼神无比凶狠 完全没有打算放过他的意思 狠狠一拳砸在了他的下巴上 瞬间将本来还算浇好的脸 直接给打残了 下巴鼓裂 下颌和上颌的牙齿 直接碎了一大半 直到这个时候 徐林才慢慢地捡起了他的手枪 说道 枪法不错 可惜 你注定跑不了 只要是在我们大厦犯了罪 就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 让让 快 快让开 身后杂乱的声音响起 朱玉成带着人冲了进来 再见到徐林已经见血 而地上还躺着一个女人的时候 脸色顿时大变 徐组长 这是 徐林用手按着肩膀上的伤口 说道 林露露 绰号老光棍 盗墓团伙桑门星组织的首领 他就是桑门星的首领 朱玉成有些震惊 难以置信地看着林露露 不管是谁见到这个女人 恐怕都不会和一个盗墓组织的首领联系起来 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保养不错的林家少妇 哪里可能是犯罪头目 而林露露在听到徐林笃定地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 满是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呜呜 他想要开口 但是下巴被打碎 牙齿几乎都被打碎完了的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徐林 既然你敢拿枪对着群众 那我对你下手重一点 也是应该的吧 放心放心 就算你不说 你犯的那些案子 我也一样能查清楚 听到他的话 林露露的眼神里顿时充满了绝望 他想死 可是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 在徐林面前 想死都不可能 朱婷 带走吧 徐林对着朱玉成说道 林露露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天衣无缝的金蝉脱鞘计划 居然会在最后关头失败 明明自己马上就能消失在人群里 怎么就遇到了这么个杀心 他本来认为自己出来后 可以销声匿迹 甚至直接出国 可现在 他有些后悔 没有执行王万达的备用方案 如果自己也跟着手下的人一起离开的话 那么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刻了 其实就算是徐林 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都出来了 本来想着去看看苏爱君他们那边的情况 没想到 居然让自己碰到了这个老光棍 说实话 如果不是这个女人表现出异常 他也不会动用善恶之眼 如果不是动用善恶之眼 他绝对不会想到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居然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老光棍 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他看了一眼后 便给苏爱君拨通过去 苏哥 情况怎么样 徐林开口问道 此时此刻 苏爱君他们的车子已经停下来 六个人都看着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肯定想不到 那些家伙居然会把一具具尸体挂在车厢的下面 此时的火车停在两座山峰的中间 十多个人正在搬运那些尸体 他们把所有做好的干尸放好后 火车重新启动前往预定地点 而那十五个人则是带着那些尸体 准备从旁边的黄水河乘坐船只 直接到东部的那边海域 直接去海港码头 苏爱君 组长 我们已经发现了目标 准备行动 徐林 行动 遇到反抗 允许击毙 是 苏爱君马上拉开了车门 除了韩星在车里看着四指之外 其余人都快速地冲到了两座山峰中间的位置 不好 警察 那些搬运尸体的家伙 很快就发现了苏爱君他们 随着一声惊呼 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转了过来 他们纷纷从怀里拿出了武器 每一个用的都是窝鬼侵略时期的手枪 甚至还有几个手里拿着手雷 见到这一幕的苏爱君等人 完全就不再留守 直接开始扣动扳机 连放下武器这句话都直接省略了 碰 碰 碰 双方展开了拼杀 热血沸腾 战火和硝烟弥漫 有两个桑门星的成员 先后向苏爱君他们投掷了手雷 巨大的爆炸声时不时响起 但很可惜的是 不说老马和叶星航这一队 从安全局里出来的 哪怕是苏爱君和吴小峰他们 也不是一帮杂鱼可以对付得了的 仅仅交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除了五个人投降之外 其余的全部都被击毙 苏爱君检查了一下那些干尸 拿出手机给徐灵做了汇报 徐组长 我们这边已经差不多完工 徐灵此刻刚刚到医院 正让小护士给自己包扎伤口 接到苏爱君的电话后 他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些笑容 哪怕肩膀上的伤口的确非常疼 但这也没有把罪犯一网打尽的成就感更强烈 以至于 他都完全忘记了肩膀上的枪伤 死 卧槽 轻点啊 忽然间 一声惊呼响起 徐灵的眼珠子都猛得圆睁 头上和脖子上的青睛 一下子就起来了 冷汗刷刷往下流 他转头看向了那个护士 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一用钳子 钳子上夹着消毒棉花 直接从后面给他捅了个对穿 他呲牙咧嘴地说道 姐姐 麻烦你下次再捅我的时候通知一下 女护士翘脸有些微红 徐灵的鬼背攻狗腰 对他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对 对不起 小护士有些紧张地说道 徐灵 林子 你什么情况 苏爱君在电话里听到了这个痛呼声 立刻开口问了起来 受了点伤 没啥事 徐灵随口回答 没有再去理会女护士 而是在电话里说道 苏哥 把所有人和尸体都带回来 明白 苏爱君点了点头 徐灵想了想 还是给省厅的朱玉成打过去一个电话 让他派人接应苏爱君他们 一旁的小护士 听得那叫一个心惊肉跳 乖乖 受了枪伤也就算了 开口闭口就是尸体 这位警察哥哥是真的猛吗 还有这身材 太好了 徐灵并不清楚 护士正在缠他的身子 这个时候 医生也过来了 亲自给他缝合了伤口 当见到他身上的那些伤口之后 医生习惯性地警觉了起来 然而 当他看到挂在一旁的警服和警帽 瞬间肃然起敬 警察同志 要不要打麻药 他关切地问道 徐灵文言摇了摇头 说 不用 直接缝合吧 好 医生满脸敬佩 他忍不住 想要直接在网上发一段视频 看到了没有 这才是真汉子 网上的那些网红娘炮什么的 算个什么玩意儿 真正的英雄 从来都是在负重前行 他们为祖国 为百姓 受伤流血 但却没有人记住他们 大家都关心的是 那些网红和明星 这根本就是一个畸形的思想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 那么大下这个民族 又何来的希望 真希望年轻一代 能够快点醒悟过来 为扛起这个民族的责任感 去努力奋斗 缝合好伤口 包扎完毕后 徐灵就不顾医生的劝阻 带伤离开了医院 当他来到了玄安市市局的时候 朱玉成已经带着人在等着他 苏爱国等人 全部都站在门口 对着徐灵立正敬礼 他们对这位组长 打心眼里佩服 头儿 听说你受伤了 没事吧 苏爱国开口了 很难得的是 他直接称呼徐灵为头儿 和老马以及叶星航一样 因为徐灵用他的能力 彻底征服了他们 徐灵 苏哥 还是叫我组长吧 要不然 有点隔音 隔音什么 你是组长 你的能力也低我强 那就是我们的头儿 以前是我摸不开面子 现在我想通了 对你就两个字 服气 哈哈 没说的 我们都服气 马进山哈哈大笑 众人也都笑了起来 朱玉成上前 说道 那个老光棍 交给你来 徐灵摇头 说不用 我就找那个四指聊一聊 也行 朱玉成点头 徐灵看向了苏爱军他们 问道 这次一共带回来24具尸体 你们马上通过DNA 去甄别他们的身份 是 苏爱军等人 纷纷点头 等到所有人都各司其之后 徐灵来到了审讯室里 在他面前坐着的 正是四指 你这个绰号名副其实啊 他笑着说道 四指 警官 不要调戏我了 有话就问吧 徐灵 我想知道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说说吧 你们的武器弹药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只有那个娘们儿清楚 他说是从他家的自留山上 挖出来的 那里是以前的巫鬼部队 建造的一个地下军火库 盘问结束后 徐灵来到外面 点燃了一根烟 这个时候 朱玉成从走廊那头走过来 徐灵开口说道 朱厅 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尤其是 那个军火库 一定要找出来 四指的审讯完成 徐灵就把收尾的工作 交给了朱玉成 那个军火库的具体位置 虽然还没有查出来 但这么一点事情 要是西北省厅还干不好的话 那么朱玉成这个厅长 也是该退位让贤了 徐灵知道 朱玉成曾经做出过不少的贡献 他是一位老军人 在部队的时候就打过猴子 后来又抓了不少的罪犯和间谍 在西北的警界 也算是半个传说级的人物 这次的王万通一案 是他的疏忽 徐灵把扫尾工作交给朱玉成 也算是给了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朱玉成听到徐灵的话 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他知道 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身为一个奋战了几十年的老警察 他岂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小徐 谢谢 我见你一个人情 朱玉成发自内心地说道 徐灵笑道 朱听 可别 人情债 那可是最难还的 哈哈 朱玉成哈哈大笑 不过心里却打定了主意 人情必须要还 两人握手道别 徐灵带着自己的组员 立刻前往行警市 证据练齐全 失踪的五件古董也都找到了 反正是该抓的抓 该判的判 这个案子也算是了结了 他们这边忙活的时候 朱玉成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那个战争时期 遗留下来的军火库找到了 西北警方从那里起获了 长短枪支八百多支 甚至还有轻重机枪 迫击炮等等大威力武器 同时 西北警方也对盗墓组织 进行了全面的清扫 抓捕了接近三百多人 等到通报上了大厦的头条 这个案子终于是完全结案 徐灵带着人离开了航警室 顺道回了一趟家 看望自己的父母 广华县 他刚刚从高铁站出来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穿着警察制服 站在出站口 他的身边还有七八个警察 全部都是穿着长服 目光肃目地等待着 徐灵愣了愣 有些莫名其妙 老黄 你们这是在接我 他走上前 冷不丁地开口问了一句 黄伟涵愣了愣 转过头来 看到是穿着变装的徐灵后 立刻露出了笑容 老徐 你怎么在这里 徐灵 我回家呀 哦 对对对 忘了你家就在我的辖区内 黄伟涵一拍额头 看来你不是等我的 徐灵咧嘴笑了笑 自己貌似有些自作多情了 他问道 你们这一个个精神抖擞的 是在等谁啊 黄伟涵 广华县这几年发展势头很不错 省里决定把这里规划为县级市 今天省厅下来考察 我们在这里等着呢 算算时间 考察队伍也该到了 徐灵文言忍不住也是笑了起来 毕竟是自己老家 现在能够从现规划城市 他心中不免有些自豪 行 那你 他刚刚想和黄伟涵道别 这个时候 一辆列车再次进站 身后一行人率先走了出来 打头的一人 赫然是许久不见的夏伟海 在夏伟海的身后 跟着一个年轻的警察 还有另外两位警监级别的大佬 手掌好 黄伟涵立刻站直了身躯 说道 黄伟涵 奉命前来迎接考察队伍 徐灵同样抬头挺胸 敬了个礼 嘿 下局 不对 应该叫夏副厅长 好久不见 他笑呵呵地说道 然后迎了上去 伸手准备和夏伟海握手 夏伟海身边的秘书 听到徐灵的话 微微皱了皱眉头 直接挡在了徐灵的面前 脸色有些不善地看着他 你是什么人 徐灵有些尴尬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穿着变装 他刚要开口 但是还没来得及 夏伟海二话不说 就往前走了两步 眼珠子一瞪 把小秘书从前面给拎到了一旁 说道 小陈 你小子别给我瞎搞 咱们下来是考察的 不是让咱来当大爷的 是 夏副厅长 我知道了 小陈马上善善一笑 好小子 夏伟海看向了徐灵 说道 我听说 你这次又搞了个一等功 说着 他主动伸手 和徐灵握在了一起 徐灵咧嘴笑道 哪里哪里 常规操作 哈哈 哈哈 你小子 我就喜欢你这股狂劲 狂儿不娇 好 夏伟海哈哈笑道 接着也不管边上人诧异的眼神 直接揽住了徐灵的肩膀 两个人像是多年不见的兄弟一样 在那里聊了起来 黄伟涵有些尴尬地看着这一幕 他是来接人的 江云市的一位主管副市也过来了 人还在那里等着呢 结果这两位大爷先聊上了 看他们的样子 没有一个小时都结束不了啊 嗨嗨 他倾咳了两声 上前说道 老领导 咱们还得去县局视察呢 要不然 咱们先过去 等晚上的时候 我来安排一下 咱们叙叙旧 行 那我就先过去 夏伟海文言 这才想起来 自己是带着工作过来的 当即就和徐灵道别 徐灵摆了摆手 拒绝了黄伟涵派车送他 自己打了个车子 直奔家里 夏伟海上了车 还有一位三级警监 还有一位二级警监 也都坐上了车 秘书小陈 也跟着坐到了前排的位置上 在上车后 小陈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夏局 那个人是谁啊 夏伟海听到他的话 脸色有些不好看 说 以后给我记住 不管他是谁 哪怕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也不能这么做 你把我们警察当什么了 官匪吗 咱是人民的守护神 不是人民的敌人 是 夏副厅长 我记住了 小陈连忙点头 心中也忍不住有些委屈 毕竟 自己也是为了这位的安全考虑 夏伟海则是说道 你问我他是谁 我只能告诉你 他的级别 和我差不多 权力 要比我大一些 死 小陈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和一个常务父听的级别差不多 权力更大一些 这 可能吗 夏副厅长 您在逗我玩 可是 看到夏伟海那肃穆的眼神 他这句话 无论如何都问不出来了 也就是 在这个时候 身旁的两位白衬衫大佬开口说道 老夏 等会儿晚上的饭局带我一个 我把珍藏的那瓶好酒送你 对对对 老夏 我也想去认识一下他 要不然也带我一个 放心 我也不亏待你 我那边还有一条特供 回头给你送来 两位大佬 那略带一丝兴奋和吸迹的神色 全部都落入到了小陈的眼中 他心中瞬间大海 白衬衫大佬 争先恐后 想认识那个年轻人 他到底是哪路神仙 幸福里小区 徐林来到小区的门口 就看到胡大爷正捧着一张报纸 像是门神一样坐在传达室门口 胡爷爷 吃了没 他笑呵呵地问 吃了 胡大爷习惯性地回了一句 然后抬起头来 看到是徐林后 马上满脸笑容 林子回来了 我前两天还和你爸念叨你 说你小子出息了 现在是我们整个幸福里小区 最有前途的年轻人 徐林笑了笑 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包烟 递给胡大爷 还是他自己买的烟 三十多块钱一包 就在小区不远处的小卖部买的 胡大爷看到这烟 完全没有犹豫 笑眯眯地接了过去 老人家活了近七十年 本身就是一个人精 如果徐林 今天给他是上百块钱一包的烟 他绝对不会看一眼 但他要是给了三十四的 他会毫不犹豫接过去 因为他知道 这烟是徐林自己买的 像他们这些 在政府部门上班的公职人员 如果说拿出来好东西 多半来路都不是那么正 当然那也不是绝对 可徐林家里的条件摆在这里 让他花自己的工资 去买上百块钱的烟 还是送给自己这样的老头子 那就不合理了 不过想到徐林的条件 胡大爷就忍不住想到 人家那漂亮的媳妇 小林子 你可算是为我们老机械厂的工人 阶级争光了 不但钱多好 连女朋友都谈得那么漂亮 好像还很有钱 你小子 这个 胡老头笑呵呵地竖起了大拇指 徐林咧嘴笑了笑 说 胡爷爷 您先坐着 我回家了 嗯嗯 回吧 回吧 胡老头说着 哈哈笑了起来 徐林随即朝着自家的楼道走去 等来到楼道底下 就看到下面停着一辆红旗车 车子算不上高端 也就是四五十万的样子 不过那车头很霸气 还有红黑配色 有着一种成熟稳重 却又不失活力的感觉 他好奇地看了两眼 随后就直接上了楼 咚咚咚 刚刚敲响自家的门 里面就传来了老妈的声音 谁啊 徐林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大声说道 是我 咔嚓 咔嚓 就在他声音落下的刹那 自家的门 还有对门的那户人家的门 几乎是同时打开了 徐母探出头来 满脸开心地看着徐林 就在徐林想要和老妈 老一个拥抱的时候 后者却对着对门拧了拧嘴 他立刻好奇地转头 就看到了一个双眸寒情 翘生生立在门边上的身影 瑶瑶 你 徐林愣住了 严瑶 我就知道 你结束任务之后 肯定先回家 这间房子 我已经买下来了 以后省得你两头跑 徐林闻言 吃惊的神色 瞬间变成了笑容 他道 辛苦你了 没 我平时和叔叔阿姨吃饭逛街 也很惬意呢 你不用上班吗 徐林有些疑惑地问 徐母白了他一眼 这个死儿子 真的是一根精植到底 严瑶文言 翘脸微微一红 也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死之难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他咬着牙 说 没事 我一般在家办公 打电话就行了 富婆就是富婆 徐林完全没有感觉到 两个女人身上的那一丝危险气息 说道 没啥事 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等会儿还要出门吃饭 徐母 吃个屁 今天就在家里 哪里都不许去 徐林 严瑶倒是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可那眼眸中 也露出了一抹淡淡的杀气 个把约回来一次 你有本事把我们抛下试试看 徐林有些后知后觉 他察觉到了危险之后 嘴角抽动了一下 说 瑶瑶 等一下你和我一起去 嗯 好的 严瑶脸上的冰霜 瞬间消融 笑着对徐林点了点头 上前挽住了她的手臂 徐母气笑了 说 有了媳妇 忘了娘是吧 徐林 真不是 妈 是局里的同事 您要是过去了 我还怕您无聊 行了行了 趁早滚 徐母说完 直接一把摔上了门 徐林有些猛 看着紧闭的家门 又看了看旁边的严瑶 严瑶翘脸微微一红 说 要不然 去我家坐坐 要的要的 徐林黑黑一笑 傍晚时分 徐林和颜瑶 在房间里 腻歪了接近两个小时 两人才离开家 刚刚这两个小时 她该坐的几乎都坐了 就剩下一个本雷达 可惜的是 没一条好时间 被亲戚堵了门 坐上红旗车 徐林忍不住道 我还以为是谁的车 原来是咱家的 咱家的三个字 立刻让颜瑶喜笑颜开 她问道 去哪吃 徐林摸了摸脑袋 说道 我也不知道 本来是老黄请客的 不过她电话打不通 估计还在开会 要不然 还是咱们找一个地方吧 她请我吃饭 当然要我来跳地方 她说着看了眼时间 下午五点 估计再过一会儿 老黄他们就应该下班了 听到她的话 颜瑶想了想到 要不然我来安排吧 徐林点头 也行 反正这几年 我也不在广华县 也不知道 这边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颜瑶抿嘴微笑 她启动车子 开着朝外面去 很快 车子就来到了县城中心 那一片繁华的商业区 接着 他们就在商业区右侧 一大片绿化覆盖 树木成荫的区域停了下来 这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公园 刚刚进去的时候 徐林都忍不住有些诧异 外面看上去 像是一个占定面积不小的公园 可真正进来之后 才发现 这里赫然是一个度假山庄 她依稀记得 这边的确是有一片树林 可怎么就突然变成了度假山庄了 里面有参天大树 有亭台楼械 还有一个不大的人工湖 以及假山流水等等 在一个县城的中心 周围都是商业区 CBD 她在中间闹钟取静 绝对能够吸引不少客流 徐林忍不住说道 这老板是个人精 地方不错 经营也不错 颜瑶鸣嘴笑道 能得你一句夸奖 真的很不容易呢 嗯 徐林听到颜瑶的话 顿时愣住了 不是 你是说 这度假山庄 是你家的 颜瑶美眸笑成了两轮弯月 挽住了她的胳膊 说道 你说错了 是咱家的 徐林 怎么办 我突然不想工作了 富婆 拜倒在我的牛仔裤下可好 滚 颜瑶轻轻地 在她的肩膀上打了一下 死 徐林顿时间呲牙 脸色都苍白了两分 不过她马上就恢复了 之前的嬉皮笑脸 她的反应很快 不过颜瑶还是发现了她刚刚的异常 她一把抓住了徐林的衣服 伸手就去脱她的外套 可嗨嗨 妹子 这大庭广众 不好吧 徐林连忙拉着自己的衣服 不让她得逞 少废话 手拿开 颜瑶一瞪眼 徐林无奈苦笑 松开了手 颜瑶拉开了她外套的拉链 掀开来之后 就看到她肩膀位置缠着的绷带 鼻子一酸 双目中顿时满是心疼 她道 怪不得你刚刚不肯脱衣服 瞒着我有意思吗 徐林笑道 也不是不想脱 你家亲戚要是不堵门的话 我肯定就脱了 没脸没皮 颜瑶称怪地骂了一句 轻轻地抚摸着那一丝渗出来的血迹 问道 疼不疼 还行吧 反正等你家亲戚走了 我肯定就不疼了 滚 颜瑶恨得牙痒痒 这祸脑袋里怎么就想的那点东西 不过 她心中却是有些小窃喜 也有一丝紧张 算算时间 亲戚应该明天就走了 她是答应呢 还是答应呢 颜总 颜总来了 这个时候 有两个穿着制服的女人 从前方的一栋房子里走出来 看到颜瑶后 连忙上前来恭敬地打招呼 同时 他们也好奇地看着颜瑶身边的徐林 一看这架势 就知道他们之间关系不浅 给我们开个桌子 菜就按照最高规格上 颜瑶开口说道 好的颜总 那个胸牌上写着经理的女人点了点头 等等 徐林开口 她对颜瑶眨了眨眼 问道 咱最高的规格 大概多少钱一桌 颜瑶不假思索地说道 这里的话 大概六万左右 要是在江云市那个集团大厦顶楼的餐厅 差不多十八万吧 要的要的 这次咱一次性把老黄吃穷 徐林眉开眼笑 颜瑶有些忍俊不惊 男人啊 有时候的快乐真的很简单 而边上的女经理似乎明白了什么 笑道 先生 我明白了 小月 你带颜总他们过去 那个服务员也笑了笑 说 好的王经理 颜总 您跟我来 他们来到了前面的一栋小别墅里 这是颜瑶的私人餐厅 平时不对外开放 他人在广华县 说是在家里办公 但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在这里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嘟嘟嘟 刚刚走进小别墅 徐林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老徐 抱歉抱歉 我们这边刚刚开完会 黄伟涵的声音在那头响起 徐林 没事 老黄 吃饭的地方我自己找了 就等着你来 先说好 今天你买单 他朝言咬眨了眨眼 接着道 嗯 对 我给你个地址 你直接过来 门口有人会带你进来 放下电话 徐林就和小姑娘 在私人餐厅里 玩起了躲猫猫的小游戏 小姑娘把猫猫藏起来 还不断用手阻挡大灰狼的手 但是大灰狼总有办法 在第一时间抓住小猫猫 这可把小姑娘惹急了 直接面红耳赤地 咬了大灰狼的爪子一口 清晰的两排牙印 就留在了手背上 玩了一会儿 两人终于安静了下来 严瑶靠在徐林的怀里 双眸微微眯起 享受着独属于他们的甜蜜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外面响起了声音 这王八蛋居然选在了这里 看来他是要把我一顿吃成穷鬼 黄伟涵骂骂咧咧的声音响起 显然 他也是听说过 这座名为西岩山庄的饭店 实际上 整个广华县的上流阶层 就没有一个不知道这里的 黄伟涵也只是听说过 这里很贵 倒也是没有来过 等走到餐厅之后 他第一眼就看到了 笑嘻嘻盯着自己的徐林 还有他身边的严瑶 老徐 你诚心的是不是 你这一顿 我一年的工资都未必够 黄伟涵瞪了他一眼 接着对严瑶点了点头 弟妹好 黄哥 你好 严瑶大大方方地打了个招呼 黄伟涵进门 身后夏维海走了进来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个穿着变装的中年人 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丝上位者的气势 徐林看到他们 便想到了在火车站看到过这二人 好像都是白衬衫大佬 他忙起身 说道 夏副厅长 请坐 还有两位领导 你们也坐 夏维海好奇地看着餐厅里的陈设 说道 这地方不错 你小子果然是懂得享受的 他说完 忍不住戏血地看了眼黄伟涵 这小子 今天怕是真的要大出血了呀 另外两个白衬衫大佬 也和徐林打着招呼 这两位 都是省厅下来的 一个是副厅 另外一个 则是省厅的办公室主任 在严瑶吩咐上菜之后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就上来了 还开了两瓶好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徐林打了个宝格 对着黄伟涵挤了紧眉头 喊道 服务员 结账 门口走进来一个服务员 手里拿着一个账单 小姑娘是个明白人 尽职地把账单 交给了徐林指着的黄伟涵手里 先生 一共是六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元 啥 黄伟涵吓得直接站了起来 拿着账单的手都在哆嗦 他们当警察的 一年到头赚的也没有多少 而且还都是拿命在拼的 六万多 这一顿下来 他两年都存不上这么多钱 兔崽子 你狠 你够狠 黄伟涵咬牙切齿 恨不得直接把徐林拖出去揍一顿 不过话都说出去了 总不能不算数吧 何况 这里还有自家的老领导呢 他哆哆嗦嗦地拿出钱包 从里面掏出了卡 闫瑶适时地笑着说道 黄哥 你别听他的 他是在逗你玩呢 接着他看向小月 说 你先出去吧 这桌免单 好的闫总 小月笑着点头 离开了房间 不是 什么意思 黄伟涵一瞪眼 就看到徐林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看了眼这家伙 又看了看炎瑶 忍不住吐槽 狗大祸 的确是狗大祸 夏维海哈哈笑道 整个餐厅里面 回荡着爽朗的笑声 大家笑闹一番后 夏维海说道 徐林 走 去县局陪我喝一会儿茶 正好我有事情要问你 徐林文言点了点头 正要起身 他口袋里的手机 忽然间响起 看了眼桌上的手机 他微微醋眉 这是他放在口袋里的 另外一部工作手机的电话 看来 这茶是喝不成了 果然 当徐林接通电话后 那头就传来了 贺长征的声音 小徐 打扰你吃饭了 呃 贺布 你咋知道我在吃饭 徐林目光在桌前的众人 身上扫过 夏维海干笑一声 没有说话 但显然 是他告诉的贺布 吃完饭回家 和你父母道个别 有事情要做 是 贺布 还需要准备什么吗 徐林挺直了身躯 神色严肃地说道 带上你的特案组 马上去靖州一趟 那边出了个答案 是 徐林沉赫一声 接着满是歉意地 看了眼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了 夏维海的身上 问道 老夏 喝茶是不可能了 你可真行 把我和你吃饭的事情 都拿出来 和贺布汇报 夏维海 下午的时候 贺布视频 听我们汇报情况 后面他问起 你回家的事情 我们这才说出来的 行吧 徐林点头笑了笑 说 喝茶就下次 夏维海 行 去忙吧 瑶瑶 我送你回家 徐林看向了颜瑶 伸手牵起了她的手 颜瑶乖巧顺从地 跟着她走出了餐厅 然后有些担忧地问道 怎么回事 你身上还有伤 难道就不能休息几天吗 她的语气里 还带着一丝责怪 难不成 不理就没有人了 她一个伤员 连养伤的时间都没有 太不忍道了 徐林摇头 赫布亲自打电话 事情肯定小不了 没事 我受的伤也不是很重 过几天就好了 什么不重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那是枪伤 颜瑶弯了她一眼 哟 妹子 你居然还认识枪伤 徐林嬉笑一声 少给我嬉皮笑脸 小心一点 颜瑶称怪 放心 我比任何人都怕死 可是职责所在 谁叫我是警察呢 我现在有一个愿望 在咱们的婚礼上 胸前挂满功勋章 脚踏板车来娶你 挂满功勋章 我期待 可你那脚踏板车 什么鬼 颜瑶忍不住 眼嘴轻笑 回到家之后 徐林和妹子拥抱了一下 随后深情一吻 转身离去 她都没有回家里 和父母道别 毕竟贺步都打电话过来了 任务肯定很急 再说了 要是现在回家告诉父母 估计又得被数落一顿 还不如到时候回来挨一顿骂 一了百了 驾车离开小区后 徐林直奔江云市机场 路上她就用官方通道 买了一趟直飞进州那边的机票 作为特案组成员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组特殊的编号 通过这一组特殊编号 可以买到前往世界各地的机票 完全不用任何别的手续 临上飞机前 徐林给手底下的队员 每个人都下达了通知命令 现在大家都在家里 可是直接就被召回了 一个个立刻告别了父母妻儿 往机场赶去 没办法 他们的身份摆在这里 如果平时没有案子 肯定是休息 但一旦有案子 将要第一时间 就投入到案子当中 三个多小时后 晚上9点45分 徐林乘坐的飞机 降落在了靖州市机场 他下了飞机 来到机场出口的时候 赫然发现 韩星已经等在那里 师父 头儿 不只是韩星 夜星行也来了 徐林点了点头 说道 我刚刚了解了一下航班 他们应该都快落地了 他刚刚说完没多久 背着一个单肩包 英姿萨爽的萧雪 从通道走出 跟在萧雪身后的 还有一个看上去年仅40 发际线快来到头顶 西装革履 却藏不住一颗 猥琐内心的 中年油腻男子 美女 要不然晚上一起吃个夜宵 我认识几家 通宵营业的高端餐厅 嗨嗨 不吃饭 要不然留下个联系方式 我给你做向导 看着像狗皮膏药似的 黏着萧雪的 中年油腻男 徐林几个的脸上 都露出了细血的笑容 师父 萧雪停下了身形 脸色微微有些 抱歉地喊了一声 师父 啥师父 中年油腻男 看向了徐林三人 微微一愣后 说道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兄弟 咱们公平竞争 徐林 别 大哥 你随意 我们不和你竞争 听到这话 油腻男立刻挺起了胸膛 按道这仨石像 他道 兄弟 晚上我做东 咱们 话没有说完 中年油腻男就觉得自己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伴随着一声尖叫 他的身体 被重重砸在地上 滚 再不走 老娘废了你 萧雪终于忍无可忍 对着被摔得七昏八速的胖子 低吼道 胖子被摔猛了 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 等起身之后 他恨恨地看了一眼徐林他们 咬牙切齿地说道 跟我玩手段是吧 行 给我等着 你们给我等着 说完 他心虚地看了眼萧雪 匆匆就走了 徐林 夜星航 韩星 不是 这和我们有半毛钱关系 萧雪凤眸一宁冷冷地看着他 见到那个眼神后 韩星果断地选择闭嘴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所有队员全部到齐 徐林便带着众人走出了机场 靖州市算是一个地级市 在大厦属于二线城市 人口大约有四百万左右 靖州市局 当徐林他们到来的第一时间 就看到哪怕是晚上接近午夜了 整个警局都还在忙碌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凝重的神色 这就是他们警察的工作 一旦有任务 哪怕是通宵 也得干下去 徐林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赫部发过来的号码 不一会儿 两个中年男人带着一个青年 快步从里面走出来 看到徐林后 他们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徐组长 你们可算来了 说实话 这个案子 我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我一手的那个中年人上前 不等徐林敬礼 就握住了他的手 先介绍一下 我叫张根林 靖州市局局长 这位是我副局长王前 还有这位 我们行政支队的支队长李一刚 徐林点了点头 和三人打了个招呼 随后就到张局 我们先说一下案情吧 张根林点头 说 走 去我办公室说 很快 大家都来到了办公室 副局长王前 给众人泡茶 而支队长李一刚 则是在张根林的授意下 拿来了一大碟文件 他开口说道 徐组长 这次的案件 可能涉及到 八百多位受害者 这话一出 特案组的人 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就连徐林也不例外 八百多位受害者 即便是徐林心里有所准备 却也是被吓了一跳 他们特案组本身就是调查案大案的特殊小组 一般的案子肯定落不到他们的头上 但八百多位受害者 这个情况着实让他震惊了一把 李队 你继续 徐林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示意李一刚继续说下去 李一刚点了点头 拿出了一张张照片 用瓷片压在了身后的白板上面 顿时一个个瓶瓶罐罐的东西 展示在了大家的面前 徐林和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尘 这些瓶瓶罐罐 小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可乐瓶大小 大的足足有半人高 而这些瓶子里面 都是装着人体的器官 大多都是手指 还有完整的手掌 脚掌 头颅 还有胸部 腹部等等的肢体碎块 徐组长 李一刚的脸色非常凝重 说道 我们进行了清点 一共有1600多个容器 每一个容器里面装着的 都是人体器官和破碎的肢体 杀 徐林没有说话 猛地起身 他脸色阴沉 说道 不用说了 马上带我们去现场看看 现在吗 李一刚愣了愣 张更林 小李 听徐组长的 是 李一刚马上喊道 接着 众人一起来到了案发现场 那是一栋占地面积超过400多平的别墅 在靖州市最顶级的小区 豪门别院当中 当徐林下车之后 他便看到了整栋别墅都已经被警方围得水泄不通 李一刚一边走一边 和徐林说道 这个案子是一个入室盗窃的贼娃子发现的 他发现这栋别墅长时间没有人在 所以就想着进来捞一笔 没想到 差点被活生生给吓死 徐组长 来 这边 现场在地下室中 说着 李一刚带着众人走进别墅的地下室 这里的地下室 并非是地下一层 而是地下二层 是业主自己挖出来的一片空间 大小要比整个别墅的面积还要大几分 整个地下二层的挖掘和设计都非常的严谨 建造也极为牢固 显然对方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 进行的设计和建造 众人走进了地下二层之后 整个二层灯火通明 一眼看过去 足足有好几十个警察 接近600平米的空间中 弥漫着福尔玛林的浓重味道 他习惯性地拉出了善恶之眼扫了一遍 所有人都是白名 自从上次的王万通事件后 他也是想明白了 直接拉出善恶之眼过一遍 对案子的侦破有很大的好处 同时 也不会让自己和手底下的队员们 陷入到险地之中 徐玲收回了善恶之眼 摸了摸鼻子 目光在眼前的那些瓶瓶罐罐上扫过 他的脸色有些阴沉 而一旁的韩星等人 一个个都是双目圆睁 眼神中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不管凶手是什么人 就凭这些肢体器官 枪毙一百次都不够 徐玲看着一群法医工作人员 对身边的方清颖说道 小方 你去帮忙 是 组长 方清颖点头 当即拿着自己的箱子 朝那些法医同行走了过去 徐玲则是打量着 那一排排的肢体和器官 前面的三排货架 每一排都是四层 全部都是摆放着一个个小瓶子 所有的瓶子里 都有一根手指 或是食指 或是中指 又或者是其他的三根手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是脚趾 再往后 就是完整的手掌 完整的脚掌 然后再是身体的某一个器官 接着便是一些肢体的碎块等等 每一块尸块 都是切割完整 刀口极为平滑 显然凶手非常擅长用刀 看了一遍后 徐玲面无表情地问道 李队 房主的信息查到了没有 李一刚 已经查了 房主已经出国五年多的时间 这套房子就挂在中介出租 在这期间换过了三批房客 我们对所有的房客 进行了传唤和问询 但到现在为止 他们没有人知道 这个地下有二层 我们刚刚下来的那一道铁门 之前是被一面墙给封住的 那个贼娃子 也是无意间触碰到了机关 才打开了通道 而在第三任房客搬走后到现在 一直没有出租出去 我们了解了一下 已经闲置了四个月左右 徐玲点了点头 问道 你确定房主没有问题 李一刚闻言 微微皱眉 沉思了几秒钟 抬头说道 我确定 那个房主是一个富豪 开矿起家 后来做起了零售和房地产的生意 做得很大 他在我们靖州 拥有不下五处房产 都是几年前购买的 他去了国外 我们也查了入境记录 一直都没有回来 他的家人 也都在国外 我们经过分析 他没有作案时间 徐玲闻言 点了点头 既然不是房主 那么房客呢 那三批房客 都传话了吗 徐玲再次问道 李一刚苦笑 说道 徐组长 房客都在市局 但我的经验告诉我 他们应该不是凶手 这三批房客 第一个租客 是一个从岳江那边过来的富二代美女 住了不到两个月 就搬走了 他压根就不知道 这里还有地下室 别说是地下二层 就连地下一层都没有进去过 第二批房客 是一对中年夫妻 来靖州市游玩 就住了一个月不到 然后就离开了 第三批房客 是三个女孩子 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 他们是四个 从隔壁延厅市过来的 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前段时间 公司倒闭了 他们就一起回了延厅 徐玲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是房主 也不是房客 那么到底 是什么人 这个小区的治安非常好 私密性也很高 外面的路上 有全方位的监控 但这个监控 也是有不少死角 而且 他们的监控存储时间 只有三个月 毕竟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区 数百个摄像头 不可能保存太久 这个案子 真的是非常棘手 徐玲沉默了片刻 说道 把物业和保安都叫过来 找不到线索 那就从小区的物业和保安 先开始调查 徐玲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管怎么说 这些人的嫌疑是最大的 因为他们平时就在这里上班 接触这里的机会也更多 作案时间也相对充裕一些 我马上去 李一刚点了点头 神色肃穆地离开 不到十分钟 他就带着保安和物业的人 来到了别墅前 保安这边 一共有三个小组 一共是24人 这些保安 都是进行24小时巡逻的 对小区的环境都非常了解 除了他们以外 那就是物业的服务人员 搞卫生的阿姨 管理绿化的养护人员 还有物业的几个管理人员 等等多个岗位的人 全部都到场了 徐玲看着那个物业经理 问道 你确定 你们的人都在这里了 物业经理点了点头 说 警官 我确定 我们的人都到了 物业一共11个人 保安这边24人 已经全部到齐 徐玲目光扫过这些人 清一色都是低罪恶值 基本上都是白名 尤其是那群保安 几乎没有任何罪恶值 这证明 他们这家物业的 用人审查 非常的严格 至于他们物业本身的那些员工 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30多人 站在小区前面 他们都忍不住 朝着里面眺望几眼 今天早上的时候 公安局的人就来了 还有特警 武警等等 把整个小区都给围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里发生了命案 据说死了很多人 小区里的一些富豪们 都选择了搬离 毕竟买得起这种 上一别墅的有钱人 肯定不只是一套房子 这直接导致 今天白天的时候 豪门别院 就像是一个鬼城一样 除了警察这边在勘查 活人都没有走进门的 徐林看着一群物业和保安 开口问道 经理 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保安队伍 和物业从业人员 这五年来 有没有更换过 那经理当即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我们的物业服务很好 业主们都是一致好评 安保也是兢兢业业 每一个兄弟 都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 来保护 说实话 在今天以前 打死我都不会想到 在我们小区里 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案件 徐林点了点头 他朝李一刚道 李队 让他们回去工作吧 李一刚 好了 郭经理 咱们先回去工作 等回头需要你们配合 再麻烦你们过来 那经理 却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对着徐林说道 警官 您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啊 我们豪门别院以后的死活 就要看您了 徐林文言点头 说 放心吧 我们是警察 职责就是破案 我们会尽全力侦破 无论如何 都要将凶手绳之以法 谢谢 物业经理 无比感激地说道 送别了物业的人 徐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物业 业主 租户 全部都没有问题 那么就只剩下了一类人 那就是这里的其他业主 李一刚 似乎也知道了 他想要做什么 苦笑道 徐组长 不瞒您说 这里的业主 基本上都是 静州市教的上号的富豪 针对他们所有人进行调查 我们市局的工作也不好做 徐林文言 脸色不好看 冷道 李队 别说是富豪 哪怕他们是市长 我们的调查也不能停下 畏首畏尾 怎么能给那些受害者申冤 李一刚听了 神色略有些挣扎 随后他咬牙说道 行 徐组长 我就豁出去了 明天我带您 去拜访那些业主 咱们一个一个去谈话 徐林 行 那就明天 随后他把方清颖留下来帮忙 自己则是带着人离开了 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徐林就和李一刚 一起拜访了一位富豪 徐组长 这是我们近海省最大的煤炭商人 父亲董事长 徐组长 这是我们近周市的首富 杨连生杨总 徐组长 这位是近海省百盛矿业公司的总裁 林时洪林总 徐组长 吃完早饭后 李一刚带着徐林 直奔近周的那些富豪的公司 除了两个人没有在近周之外 几乎所有的业主 都在一个早上见了一遍 这些人全部都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说 他们当中有人身上背着案子 毕竟早年的发展 都是比较野蛮的 他们或多或少 都做过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 但对于这些 徐林选择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有很多案子 都已经过了追溯期 哪怕是抓回去了 三四十年的案子 你能咋办 还剩下两人 徐林自言自语 感觉剩下的那两个 也大抵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些富豪很心命 就算是有些变态 但也是对女人来说 尸体 练尸痞这种的 应该不会有 这种属于变态的类型 一般都是心里有障碍 或者是从小就有心理疾病的 想到心理疾病 徐林的心中微微移动 她立刻对李一刚说道 李队 咱们静州市的心理诊所多吗 这个应该不太多 李一刚摇了摇头 反正她所知道的是不多 徐林 马上掉几本是 所有的有过心理疾病前科的人 把这些人都给我找出来 我说的是重大的心理疾病 类似于抑郁症的就算了 主要从人格分裂 具备暴力倾向 或者小时候遭受虐待 留下心理阴影的那种 着手开始查 这个可以 李一刚眼中一亮 的确 如果不是有病 这满满当当的尸体碎块和肢体 谁特么受得了 吃完午饭后 她便开始去调查 有心理障碍的人去了 而徐林则是去了现场 在别墅的地下二层 此时还有一群法医在工作 方清颖和另外一批法医 则是在旁边打了个地铺休息 就这个案子 他们必须要24小时不停歇 把所有的肢体都整理出来 睡觉 能睡一会儿 是一会儿 当徐林来到方清颖面前的时候 这个冰山美女似乎正好睡醒 她睁开了双眼 见到徐林过来 她当即起身 来到她面前说道 组长 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尸体碎块和肢体 应该都是在死者死亡之后 被人砍下来的 我建议调查这几年的凶杀案 和失踪人口 调查凶杀案和失踪人口 听到方清颖的建议 徐林眉头微微一扬 说得倒是不错 如果说 那些肢体和尸块器官等等 真的是死亡之后 被人砍下来的 那么找到尸体的来源至关重要 凶杀案现场 是否缺少了部分的人体组织 失踪人口 是否已经被杀 这两个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思路 徐林想了想 说道 先确定下来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的人体器官 之前李一刚说 这里至少有800多人的人体组织 但徐林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们的调查 不可能只用一个模糊的数字 快了 大概一天的时间 就能查出来 到底有多少受害者 方清颖点了点头说道 作为法医 出现这么大的案子 他们自然是最忙的 他们需要从有限的条件中 分析出这些肢体和器官组织 有没有属于同一个人的 如果有 那么能不能拼凑起来 还有 从一些细枝末节中 去看这些尸块的死亡时间等等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 徐林也参与到了其中 嗯 徐组长 你还懂法医的工作 张根林看到徐林亲自上手 整个人都有些不可思议了起来 你破案强也就算了 连法医都坏 徐林笑了笑 说 张局 这算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吧 毕竟有时候 尸体不会欺骗人 只要是从尸体上找到的线索 都有可能我们直接破案的证据 不过这一次 徐林显然是要失望了 他查了数十件肢体碎块 还有部分器官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哪怕开启失语者的技能 也都是一无所获 这些人体组织 经过长时间的药液浸泡和特殊处理 本身就很难查出有用的线索 只能通过不断的脱氧核糖核酸检测 从中去找寻同一具尸体的组织 现在 他们已经确定的 不同人体组织有400多人 同时有三个部件以上的 有120多人 徐林看着忙碌的法医部门 当即皱了皱眉头 还剩下好几百个人体组织没有检测 一天的时间 怕都是不够 他看着众人 心中沉淫了片刻 起身就围着一大堆的瓶瓶罐罐 开始观察了起来 拿起每一个进行查看 主要是去看这些人体组织的外在特征 如果有一丝丝特征 他就会记下编号 但 他很快就失望了 罪犯显然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这些人体组织 几乎没有任何特征可言 他或者是他们 既然想要掩盖罪证的话 那就绝对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的发生 棘手 非常的棘手 到最后 徐林只能是一边帮助完成法医的工作 一边等待着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50分的时候 所有的法医工作和统计工作 终于完成 根据统计 所有的人体组织分属于1052人 这个数字 远超之前李一刚说的800人 当看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 整个市局所有在场的民警 还有从别的城市抽调过来的法医 全部都是神色凝重 有的甚至是露出了猙獰之色 其中有500多件发生了重复 最多的重复是五件人体组织 它们分别是一个胸部的器官 一节小腿 一只耳朵 一根手指 还有一颗头颅 从头颅看 虽然头发全部都被剃掉了 但根据数据可以确定是一个女性 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 大家看着汇总的数据 全部都沉默不语 丧心病狂 凶手根本就不是人 什么雨夜屠夫 比起这个凶手 简直是小孩子都不如 1052人的人体组织啊 也就是说 至少有1052个受害者 案子比之前想象的更大 如果说汇报上去的话 整个警察部 甚至是整个大厦 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 大厦的治安强国的盛名 也会瞬间毁于一旦 徐灵深吸了一口气 不管怎么说 这个案子的最终情况 必须要压下来 否则对官方的不利太大了 她沉着脸 抬头说道 从现在开始 到案子结束 大家务必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我现在就向上面申请保密协议 等签完协议后 你们才能离开 看到她的眼神 诸多民警和法医都纷纷点头 他们都是知道轻重的人 稍微想一下就明白 徐灵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 这是封口令 一辈子都不能说的那种 张登领导 徐组长 你放心吧 这里我来 你去申请保密协议 徐灵点了点头 走出了别墅的地下室 来到了外面的车里 她拨通了贺长征的电话 喂 贺布 贺长征 小徐 查出来什么了没有 他的语气也有些严肃 毕竟根据下面传过来的消息 这个案子 差不多是惊天动地的那种 徐灵 贺布 案子比想象的严重 经过全部的排查 受害人超过了一千人 光荡 电话那头 贺长征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之前近海省那边汇报上来 才是八百多人 没想到等全部都检测完了之后 居然又多了二百多人 你打我电话 想说什么 贺长征沉声问道 接着不等徐灵回答 他又一次开口 一周 我给你一周时间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哪怕是违规的 我也不介意 我只想要看到凶手在我面前 贺长征丝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暴怒 甚至 直接授权徐灵违规办案 这种违反纪律的话都说了出来 这足可见他的愤怒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徐灵开口说道 贺布 我不敢保证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没有就去查 要不然 我要你这个特案组组长干什么 贺长征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还是徐灵第一次听到 这位大佬的咆哮 有些涉人心神 他正色道 贺布 我们得封锁消息 所有参与办案的人员 都需要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最好直接由布里来签发 他的话让贺长征稍稍平复了一些 后者说道 我知道了 十分钟之后 保密协议就会发到你手里 是 徐灵沉贺一声 放下了手机 十分钟后 徐灵的工作邮箱里 收到了一封红头文件 随后保密协议被调取打印出来 在场的人每个人一份签字按印 待到所有人都签完了保密协议 徐灵才允许大家回去休息 随后他把保密协议交给苏爱军 让他负责存档 提交到布里 等忙完这一切 他找到了张根林 张局 现在需要你们近海省的省厅 协助调查了 市局这边 全力对近些年所有的凶杀案 进行梳理 只要是尸体人体组织欠缺的案子 都重新启动调查 第二个 调查所有的失踪人口 时间是在十年内 麻烦您 越快越好 张根林点了点头 一言不发就走了出去 黎一刚这边 他亲自带队调查了 整个静州市的所有精神病患者 所有人都查了一遍 符合徐灵所说特征的人有几个 但他们的实际情况 根本和这个案子 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七年 一直没有出来过 还有就是 从小被家里人用铁链锁着 精神极度不正常 甚至出现自残倾向的人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大大小小 有很多问题 有过往病史的两人 现在都已经差不多痊愈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这些人真的没有作案时间 等到他回到别墅 向徐灵汇报情况的时候 发现他正在看别墅周围的监控画面 在案发当日 往前推三个月的监控 全部都要看 他要从监控里面 找出一些线索来 坐等不是他的风格 徐组长 我们这边调查完毕了 没有什么收获 黎一刚把情况和徐灵说了一遍 徐灵听完之后 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 这个案子的难度很大 所以没有收获也能理解 他道 李队 咱们一起看一下监控 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 好 黎一刚点头 参与其中的不止是他 还有所有在场执勤的警员 特案组的全体人员等等 都在仔仔细细地翻看监控 毕竟是案发前三个月的监控画面 开始播放 这个量太大了 想要找出一些情况 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这也是他们目前来说 最有希望的办法之一 张跟林那边在中午的时候 给了徐灵一组数据 在过去的十年里 整个静海省的失踪人口 大约四百多人 平均每年是四十人左右 其中还有一些是报了失踪后 失踪人员已经自行回家 但家属并没有及时去所里 或者局里销案 而凶杀案至今共有六个悬案未破 静州市占据一半 其他破获的凶杀案当中 有四具尸体不完整 其余尸体都是完整的 激情杀人的案子有很多 但被分尸得少之又少 毕竟一般的杀人犯 没有那么强大的心理素质 所有的数据摆在徐灵的面前 线索还是无限等于零 到目前为止 毫无头绪可言 所以 他索性就是死马当活马一 直接看起了三个月的监控录像 三个月之前的 则是被覆盖掉了 哪怕是找到监控厂商 也没有办法 别墅的地下十二层 所有的人体组织都摆放在原地 参与办案的人员 直接把这里当成了办公室 不见天日地看起了监控录像 而在所有人当中 徐灵就像是bug一样 他直接在电脑界面上 分出了六个屏幕 用12倍的速度 查看别墅周围的监控 这把所有人都震惊了一把 但众人很快就压下心中的震惊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大家伙心中 都是憋着一口气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破案 哪怕是张跟林这个局长 还有王前这个副局长 还有市局里的另外几个领导 都参与到其中 时间流逝 转眼就是两天 距离鹤步给他的时间 仅仅只剩下五天 徐灵这两天时间 仅仅只睡了三个小时不到 他的双眼都是通红 布满了血丝 所有的监控视频看完 大家聚集在了一起 把所有截取下来的视频 全部都集中在了一起 继续观看 这些截取的视频 都是有人经过别墅四周的视频 包括保安队巡逻 还有环卫和绿化养护 物业等等人员 出现之时的视频都在这里 接着 大家在针对这些视频 进行了仔细地查看 又是大半天时间过去 还是一无所获 等到看完之后 众人都瘫倒在椅子上 脸上带着疲惫 和一丝丝的无奈 徐灵拍了拍手 说道 好了 大家先休息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后 大家开会 各输几件 听到他的话 众人都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就在别墅里 找地方睡了下来 整个别墅里里外外 已经翻找了十多遍 就差绝地三尺了 都没有凶手留下来的信息 所以大家也不再 顾忌什么破坏现场 有的则是直接 在地上躺了下来 不一会儿 呼噜声就此起彼伏 徐灵躺在椅子上 眼睛微微眯起 他的脑子 飞速运转起来 如果自己是凶手的话 会怎么做 放着这么多的人体组织 心里肯定是不放心 会进来查看的吧 可是三个月了 却是没有任何收获 关于受害者的身份 经过了大量的比对后 他们也没有任何线索 这个案子 简直就是见了鬼一样 不过徐灵始终相信 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美的犯罪 更何况 还是这么多起犯罪 组长 喝杯咖啡 这个时候 方清颖来到了徐灵的面前 递给她一杯 用一次性杯子 泡的速溶咖啡 谢谢 徐灵接了过来 端着杯子喝了一口 苦涩的味道 传遍了整个口腔 方清颖在她边上坐了下来 想了想后说道 组长 你说凶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人体组织 是从尸体上切下来的 那么那些尸体 都去哪里了 方清颖短短的两个问题 好像瞬间就击中了徐灵的神经 她猛地坐了起来 狠狠地一拍大腿 是啊 这些尸体去哪里了 处理尸体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全网的比对结果 居然没有一个能对得上 一千多人 哪里有那么巧 一个在系统存当的都没有 尸体 尸体 徐灵口中连续喃喃的几声 接着瞳孔猛然收缩 小方 如果说凶手接触到 这些受害者的时候 他们本身就已经是尸体了呢 方清颖闻言 毛子里猛地出现一丝亮光 组长 您是说这些人体组织 不是因为凶手实施犯罪 杀死死者后得来的 而是 从尸体上面切下来的 徐灵重重点头 说道 你说 什么地方 什么人接触的尸体最多 医院的太平间 还有 火葬场 方清颖说出了两个地方 医院的太平间 还有火葬场 徐灵沉吟一声 说道 小方 你把韩兴和萧雪两个叫醒 我们去太平间 和火葬场那边看看 嗯 还有殡仪馆里面的工作人员 全部都要查 是 方清颖有些兴奋地点头 虽然他们都已经非常疲惫 三天了都没睡过一个好觉 但此时 有了突破口之后 他仿佛浑身都充满了干净 韩兴 醒醒 出任务了 方清颖在角落里看到了韩兴 脸上的神情 微微地有些诧异 这个家伙 靠在一堆瓶瓶罐罐的边上 就那么睡着 说实话 他完全没有想到 短短的一段时间 他的内心 居然锻炼到这么强大的地步 他依稀记得 当初第一次看到这家伙的时候 萧雪还说 他看到尸体出糗的样子 现在 却能在一堆人体组织的边上 睡大觉 一般人还真的做不到 尤其是这个家伙 还是一个富二代 从小锦衣玉食的 能够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却是让人有些佩服的 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 方清颖顿时拍了拍脸 马上又恢复了那冰山般的表情 他来到韩兴面前 用脚踢了他的脚一下 韩兴 醒醒 没有动静 他再次用脚踢了踢 这次加大了力量 终于这家伙有了反应 转了个身 嘟囔一具什么东西 再次打起了呼噜 方清颖嘴角抽了抽 知道这家伙累 可也睡得太死了 看了眼周围睡了一地的苏爱君等人 他想了想 蹲了下来 一把就捏住了这家伙的鼻子 呜 韩兴 快点起来 出任务了 终于 这家伙醒了 睁开了双眼 满脸迷糊地看着方清颖 快点起来 出任务了 方清颖重复了一遍 听到这话 韩兴二话不说就坐了起来 然后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脸 方医生 啥任务 他开口问道 方清颖 组长说要出去一趟 你赶紧洗八脸 我去叫萧雪 五分钟后 四个人离开了别墅 开着车子 直奔最近的一家医院 之所以找自己的两个小徒弟 还有方清颖 一起去出外情 徐林也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他们四个都还年轻 年龄都不超过24岁 而且身体也不错 这个年龄段熬夜几天 基本上都能撑得住 但是 不管是吴小峰 老马 老叶他们 都是35、6岁了 苏爱君更是40出头 他作为他们的领导 必须要为他们的身体状况考虑 这么连续高强度的加班 很容易导致身体出问题 大厦的警察 平均年龄只有40多岁 很多都是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别的队伍他管不了 但是无论如何 自己的队伍里 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也希望 全大厦的警察 都能健健康康 寿终正寝 再去医院的路上 徐林亲自开车 让他们三个 再抓紧时间休息一下 毕竟他的身体强度 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哪怕是三天没睡 也还能扛得住 只是头脑有些昏沉 注意力稍微有些分散而已 靖州市里面 有大大小小32家医院 徐林他们顺路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全市最大的人和医院 十多分钟后 他们来到了医院 徐林叫醒三人 一起走进医院的办公楼 找到了院办的领导 拿出证件 证明自己的来意之后 他们立刻就配合徐林展开工作 警察同志 这里就是我们的停尸房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太平间 那个带着徐林过来的院办主任说道 徐林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刘主任 我可以见一下 看守停尸房的人吗 可以 他们两个都住在这里 就是在一楼的那个转角处 刘主任点头 随后带着徐林 来到了一楼转角 他走进了房间 便看到一个老人 正坐在那里喝茶 一边观察着窗外的人 还有一个老人 则是躺在一张单人床上 呼呼大睡 两人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年龄 那个在喝茶的老人 见到刘主任带人过来 马上起身说道 刘主任 您怎么来了 他们是 刘主任 老里头 这是警察同志 说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 你赶紧把老叶头叫醒 警察同志 老里头的脸色顿时一变 当即转身 准备把在睡觉的那个老汉也叫醒 大爷 不用了 我就问您几个问题 徐林开口喊住了 这个老里头 接着开口询问了几个问题 都是正常的问询 老里头自然是全部都知无不言 随后徐林便带着韩星他们离开了 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没办法 他们要跑的医院还有很多 所以他也懒得去掩饰什么 直接开启了善恶之眼和通心技能 一路扫过去 第二家医院 是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三家医院市 一家家医院走过去 他全部进行了调查 发现每一家医院的停尸房情况都差不多 有两个人轮流指手 而且院办的人 还有职守的老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32家医院 仅仅是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全部都走完了 就剩下殡仪馆了 方清颖说道 徐林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明显不是时候 都快晚上了 这个时候过去不合适 里面估计 除了在值班的人之外 已经没有人 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晚上后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徐林精神异异地起床 带着众人一起前往火葬场 这差不多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如果今天还没有突破的话 那么就应该寻找另外的线索了 西郊火葬场 位于靖州市的西郊地块 来到了这里之后 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味道 徐林他们来到了火葬场的办公室 接着便来到了殡仪馆这边 他首先对这些工作人员 进行了善恶之眼的扫描 发现没有异常之后 就对那几个火化工进行了调查 所有人 但凡是在这里上班的 一个都没有放过 徐林在这些人当中 发现了两个红名 张恩琪 罪恶值122 犯下侮辱尸体的罪名 郭守经 罪恶值183 侮辱尸体 对尸体进行违宪 拍摄照片上传等等 当徐林看到这两个殡仪馆的 工作人员的罪名后 当即脸色一沉 直接指着他们二人说道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 两个殡仪馆的犯人 被带回到了警局当中 随后徐林安排人去审讯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两个人就全料了 不过他们犯下的罪行 倒是和这个案子 没有多大的关系 侮辱猥褻尸体 同样触犯刑法 情节一般的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管制等等 而情节极为严重的 则是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会从众处理 这两个人 显然情节不是特别严重 但判刑肯定是少不了的 徐林也知道 这两个人 不是他们要找的罪犯 所以在审讯开始的时候 他就带着人 直奔东郊的火葬场 还有南郊的火葬场 所有人员都清扫了一遍后 又一次抓住了 两个侮辱尸体的工作人员 但这些人 都和他们在查的案子 没有直接关系 众人回到了市局 都有些垂头丧气 徐林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他的想法 医院没有的话 应该就是在火葬场 却不料还是扑了个空 徐组长 下午我们开个会 对案子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 张根林找到了徐林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徐林点头 说道 行 那就开个会 下午四点 会议如期举行 距离上面 给的一周时间 已经过去了四天 他们只剩下了三天 每个人的身上都扛着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徐林 想到贺布在挂断电话前的那个质问 就忍不住暗暗咬牙 好了 大家集思广益 都说说吧 靖州市专案组数十个刑警 还有徐林他们这个特案组的人员 都坐在一起 大家相互看着 所有人都低着头 有些颓然 徐林看到这一幕 轻轻地用手里的笔 敲了敲桌面 他道 同志们 目前来说 我们的确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案子才发现四天 没有进展 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我来说一下我的思路 第一个 对之前发现的那一个女性头颅标本 进行人脸比对 无论如何 先找到人再说 第二个 我建议还是从豪门别院的服务人员 还有他们家里的人进行着手 因为他们 是除了房主和租客以外 最容易接触到那种别墅的人 还有监控视频 我们还要再进行筛查 第三个 对三个火葬场 和他们的殡仪馆 还有医院的停尸房 再进行一次深度的摸牌 下午的时候 他仔细地琢磨了一下 又确定了三个思路 首先就是那个头颅的人脸识别 找到对方 应该就能抓住线索 然后就是别墅的服务人员 他们的确是最容易接触那种别墅的人 第三个 还是火葬场 听到他的话 众人纷纷地点了点头 张跟林举起手 说道 我赞成徐组长的意见 王前和李一刚也是先后点头 举手说道 我也赞成 三位大佬都同意了 那么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 工作马上就安排了下去 大家分成了多组人 对火葬场那边 还有医院停尸房 以及网上的比对 和监控的筛查等等 虽说这里面的大部分工作 都是重复的 但徐林相信 就算罪犯再狡猾 也会有疏忽的地方 通宵达旦的工作 还在继续 从会议结束后 众人进入岗位 就没有休息过 徐林他们 再次回到了豪门别院小区 一群法医继续开展工作 这次他们的工作更加细致 主要就是甄别那些人体组织上的一些特点 徐林也带着众人 再次看起了监控视频 时间来到了午夜 凌晨0点43分的时候 徐林靠在椅子上的身体 猛地坐直 他正在看一段监控视频 是半个月之前的 时间是周六下午一点左右 视频画面中 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是物业经理孙鹏 另外一个人 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两人的关系很是亲密 徐林缩小了监控画面 仔细地看了看 这个年轻人和孙鹏有气氛相似 应该是他的儿子 两人在小区的绿道上行走 当他们来到别墅前的时候 年轻人似乎说了什么 孙鹏点了点头后自己离开了 而年轻人看了眼别墅周围 目光在监控镜头上停留了两秒钟 转身朝外面走去 很快就离开了监控画面 徐林皱眉 这种感觉很熟悉 似乎 之前他曾经看到过一次 仔细琢磨了一下 他立刻把监控调整到了一个月前的某一天 还是那个时间段 不一会儿 他就从监控画面里看到了物业经理孙鹏 和那个年轻人的身影 两人同样是边走边聊天 然后年轻人来到别墅前后 和孙鹏说了一声 转头朝后面走去 他在离开之前 同样是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监控 有问题 徐林的眼神猛地眯起 他当即调整监控视频的时间 把所有周六下午一点左右的视频时间 都标注了起来 然后统一进行筛查 三个月未覆盖掉的视频当中 有十三个周六 而他和孙鹏一起进入到小区的路上 一共有七次折返 离开别墅监控范围内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在干什么 徐林当即打开了另外一个监控文档 赫然是别墅前面一点的绿道上的画面 时间调到了半个月前的周六下午一点左右 很快那监控画面中的人出现了 只见那人匆匆地前往了小区门口的方向 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 他再次出现 抱回来了一个快递盒子 接着他就走到了监控的死角 等在出现的时候是两分钟后 手里同样是快递盒子 但徐林从他的双臂和神态可以看出 他手里的盒子轻了许多 监控死角 便轻了的快递盒 徐林百分之百断定 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他抬起头来 朝旁边的萧雪说道 你给我去查一下物业经理孙鹏的社会关系 然后再查海通快递 让他们提供邮寄给孙鹏 或者是他亲属的快递 萧雪文言 微微愣了愣 随后立刻点头 好的 师父 我现在就去 明天吧 这都凌晨了 你去哪里查去 徐林看了眼外面的天色说道 让徐林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时候 从南郊火葬场那边传来了一个消息 南郊火葬场陷入了一个麻烦当中 在一次火化过程中 他们把两个死者的骨灰调换了 引发了很大的矛盾 今天一大早 其中一方的家属 就堵住了火葬场的大门 让他们的负责人过来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徐林收到消息之后 立刻带着人来到了现场 负责调查南郊火葬场的 是特案组的第三小组 叶星航和老马二人 他们也是头疼 这种事情也不归他们管 那一个死者的家属的行为 的确是有些过激 但最关键的 还是火葬场这边的问题 要知道 大厦人对于葬礼习俗 是非常重视的 尤其是在靖州市这边 葬礼非常繁琐 每一个后代子孙都要跪拜 由于火葬场出去的时候 骨灰盒上盖着一块红布 家属也没有太过在意 结果等回去之后 一番的葬礼流程走完 等要下葬的时候 却发现自家长辈的骨灰盒拿错了 上面的照片还是长辈 可骨灰盒 却和他们原来挑选的不一样 这种事情 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蒙混过去 所以 在家人的提议之下 他们立刻拿着骨灰盒 去检测中心 进行了一次检验 检测中心那边 出去了检测报告显示 根据剩余的头骨残片和骨头的检测 死者的年龄 大约在40至45岁之间 这下子 家属直接炸锅了 他们的老爷子都80多了 你告诉我这个人 只有40多岁 拜了一天 走了整套葬礼流程后 却发现 他们拜的是一个陌生人 这还得了 那家人立刻找到了火葬场 只不过这几天 火葬场这边 正在接受市局的调查 还被抓走了一个 侮辱尸体的员工 所以本着大事化小的想法 先拖住那一家人 等警方这边转移了视线 他们再来处理 哪里想得到 警方这边还没有撤 那家人就直接堵上门来 今天不论如何 你们都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爸到底在哪里 你给我说清楚 一个年龄大约60的老汉 指着那个火葬场的负责人 大声质问 负责人很头疼 他看了眼旁边站着的老马 和夜心行两个人 本来这些家属的态度十分恶劣 是他们两个极力劝说之下 他们才收敛一些 但也只能如此了 这个事情 还是需要他们火葬场来协调 负责人开口说道 大叔 我向您保证 一定会把令尊的骨灰找出来 不仅如此 我们还会对你们进行赔偿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你们这些人太不像话了 这种事情 怎么可以出错 我们那天跪了整整一天 可是到头来 居然不是自家的长辈 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算 一个年轻人愤怒地说道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年轻人 也大喊了一声 说道 我们在拿着骨灰 去做检测的时候 检测人员还告诉我们 这骨灰不但不是 我爷爷的骨灰 里面还有一小部分的 其他物体 对 他们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粘合剂 还有一些淘土的成分 说 为什么你们火葬场 火化的尸体里面 会掺杂这种东西 你说什么 一道声音 忽然从人群后面 响起 徐林猛地掀开 挡在面前的人群 来到那个青年的面前 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那青年一看徐林的警符 顿时激动地说道 警官 你来评评理 别说废话 把你刚刚说的 再给我复述一遍 青年愣了愣 下意识地说道 我说 我们在骨灰里 发现了一部分的粘合剂 还有少量的淘土成分 徐林深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看向了 火葬场负责人 说道 马上给我把所有人 都召集起来 老马 到 马金山立刻大喊一声 徐林 打电话给市局 让他们立刻派人封锁 整个火葬场 暂停所有的火化和入链工作 是 马金山回答一声 接着马上开始打电话 徐林的眉头挑了挑 看向那个家属 说道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彻查这个案子 给你们一个公道 到时候 该赔偿的赔偿 该抓的抓 一定给你们满意的答复 警官 我们相信你 一帮家属 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的确是之前火葬场 希望压下这件事情 造成了他们心中的反弹 当徐林和他们说清楚之后 他们便很配合地离开了 处理好赌门的情况后 徐林便和马金山等人 一起等待市局的支援过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徐林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赫然是萧雪打过来的 师傅 快递公司这边查清楚了 近半年时间里 孙鹏 他的妻子吴小丽 儿子孙飞扬三个人 一共签收了400个左右的快递 平均每个月50多件 孙飞扬 也就是您 让我调查的孙鹏儿子 他本人一件都没有 孙鹏这边 却是有200多件快递 他妻子吴小丽那边 有100多件 对了 还有一个事情 他儿子孙鹏 就是海通快递进周识分站的 工作人员 行 辛苦你了 回来吧 徐林开口说道 随后挂断了电话 案子 似乎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但这里面 依旧还有不少的疑点 如果孙鹏的儿子孙飞扬 就是罪犯 那么他 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用快递的方式 把那些人体组织 带到那栋别墅里 这说不通啊 因为他会直接导致 暴露的风险剧增 还有就是 火葬场这边 徐林几乎可以确定 是有入恋师参与到其中 但为什么他们之前来的时候 没有遇到 自己的善恶之眼 绝对不会搞错的 嘟嘟嘟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 一通电话 再次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看到来电显示是方清颖 徐林便接了起来 喂 小方 什么事 组长 查到了 那个女性的头颅 是一个名叫江小文的女士 这位江小文 于两年前 死于一场车祸意外 不过 她并不是静州市本地人 而是静海省五元市人 死后也是在五元市入的葬 当方清颖的话说出来之后 徐林的双眸猛地一宁 跨城市了 看来 这个案子的涉案人员 绝不仅仅只是一两个 当方清颖的消息传过来之后 徐林联系到了孙鹏儿子的 快递公司员工身份 还有她接收快递的情况 一个完整的案情 渐渐浮现了出来 她转头对身边的老马说道 你留在这里 等火葬场这边的消息 看看到底是哪一家的侍者 和刚刚那一户人家 换错了骨灰 一旦查出来 立刻抓不给那一家 试者入恋的人 是 头儿 老马点了点头 徐林则是带着韩星 驾车离开了火葬场 路上的时候 她给萧雪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喂 师父 电话很快被接通 传来了萧雪的声音 徐林 萧雪 马上给我茶几给孙鹏 和吴小丽的快递 看看从五元市那边 寄过来的有多少个 还有 从其他城市里寄过来的 有多少 有没有相同地址的 查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发给我 是 师父 萧雪立刻挂断了电话 徐林再次拨通一个号码 是打给张跟林的 她道 张局 麻烦您 立刻在物业经理孙鹏家里 和他工作的地方 还有海通快递的几个站点不控 目标是他的儿子孙飞扬 不控好之后 等我通知 好 听到徐林的话 张跟林没有片刻犹豫 直接果断地答应下来 徐林这边 直接开着车子上了高速 五元市距离靖州市 只有仅仅不到200公里 上高速的话 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到 徐林他们 在上午九点半的时候 就赶到了五元市 等下了高速后 忍了一路的韩星 终于开口问道 师父 咱们来这边做什么 徐林 抓人 抓谁 徐林 当然是人体组织贩卖案的罪犯 人体组织贩卖 韩星的神色顿时变了变 怎么突然又变成人体组织贩卖案了 到底怎么回事 徐林也没有和他解释 毕竟这个东西解释起来太费劲 等到案子破了之后 他自然也就能明白过来了 车子来到了五元市的市局 徐林和韩星下车 他们来到了大厅 徐林琢磨了一下 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仿佛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您老人家进来可好 他笑嘻嘻地说道 神色倒是比之前轻松了不少 房志远笑骂 你小子别废话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赫部那边 可是命令你限期破案的 你小子还有心情和我细皮笑脸 看来案子应该是快破了 徐林 防复英明 的确是差不多了 现在就查这个网络里的最重要一环 防复 我现在在五元市的市局 麻烦您跟他们通个气 就说 我要支援来了 行 我现在 给他们打电话 挂断电话不一会儿 徐林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 徐组长 我是五元市局局长高长力 你在我们市局 徐林 您好 高局 我在你们市局大厅 现在我需要您的兵 给我一些支援 调查和抓捕一批人 没问题 稍等片刻 电话挂断 不一会儿就从楼上下来了七八个人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三级警监 徐林走过去 和对方敬了个礼 高长力伸手和他握了握 说道 徐组长 闻名不如见面 你好你好 徐林 高局 我是限期破案 没时间了 现在就要行动 麻烦您 给我一些人手上的支援 高长力 没问题 我现在就把我们市局的行政支队 借掉给你 所有人从这一刻开始 听从你的调遣 等等 徐组长 我能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吗 之前听说你们在靖州市 和我们这里是同一个案子 徐林点头 说道 破坏尸体 侮辱尸体 还有人体组织贩卖团伙的案子 什么 这帮畜生 太不是东西 高长力一瞪眼 人都死了 你还要去破坏尸体 侮辱尸体 贩卖人体组织 这特么就不是人干的事情 徐组长 要怎么配合 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上前问道 他的眼神里 带着极恶如仇的光芒 徐林 马上布控五元市海通快递的站点 立刻封存他们的寄件清单 明白 青年立正敬礼 随后对着身后的几人说道 都听到了没有 马上通知各个小组 行动 是 这边的行动刚刚开始 徐林又一次接到了萧雪的电话 电话通了以后 萧雪立即说道 师傅 查出来了 寄件地址有百分之三十 是在五元市 百分之四十五在黄陵市 用的都是海通快递 还有 孙飞扬曾经给超过三百个人寄过快递 数量超过八百件 寄件人和所有收件人的身份和地址 我现在就发给你 好 徐林挂断电话 脸色阴沉得有些可怕 这个犯罪团伙 比他想象的更加庞大 孙飞扬这边 不但收取快递 还寄出去了八百多件快递 不用说这些快递包裹里面 都是一些人体组织 这帮家伙 靠贩卖这种东西赚钱 是真不怕老天爷收拾他们吗 如此重大的情节 徐林觉得他们一个个都应该判无期 虽然手里没有命案 但他们的可恨程度 甚至超过了一般的命案 等到萧雪把快递单号和收件人的身份信息 全部都发到了徐林的邮箱之后 徐林打开看了一眼 就把它发给了房志远 附加上一条信息 房附 靖州市 五元市这两个地方交给我们 黄陵市和其他的九个城市交给您了 消息发出去不到一分钟 房志远就回了一条 好 徐林随后就抬起头来 看着高长力 说道 高局 有没有兴趣 和我走一趟 你们五元市的两个火葬场 去火葬场 高长力神色一宁 随后点头说道 行 徐组长去哪里 我便去哪里 大约四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位于郊区的其中一个火葬场 当高长力和徐林二人来到了火葬场内的殡仪馆里之时 徐林第一眼就发现了 站在一群工作人员后面的一个瘦小的男人 石大明 罪恶值599点 盗窃人体组织 破坏尸体 侮辱尸体 情节特别严重 罪恶值接近600 比普通的B级通缉犯都高出了不少 甚至比一些杀人犯都要高很多 这足以证明 他所犯下的罪行已经庆竹难输 一场轰轰烈烈的抓捕行动 在大厦境内11个城市展开 这11个城市当中 有摩都 深城 巴蜀等直下市 也有一些一线城市 比如说航城等等 还有一些二线 三线城市 根据徐林拿出来的名单 房志远与贺长征做了汇报 警察部办公楼 贺长征听到他说是徐林拿出来的名单 让他联系各个城市的市局 进行抓捕之后 脸上立刻露出了一抹笑容 哈哈 这小子是在和我赌气呢 之前我话重了点 没想到他回头就给我上眼药了 贺长征哈哈笑道 房志远也忍不住摇头一笑 特案组当初是由警察部 和安全局那边联合成立的 但名义上 还是属于他们警察部 直属领导的小组 徐林的顶头上司 自然就是贺长征了 不过上次命令这小子的时候 他的话是说的有点重 让这小子有点不爽了 房志远 贺部 人我已经通知到了 抓捕行动正在展开 贺长征点头 看着手里的名单 脸色渐渐阴沉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人员 达到三百多人 中间大部分都是 买卖人体组织的人 还有一部分是本案的团伙成员 但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 都应该受到制裁 俗话说 人死如灯面 死者为大 这些家伙 把尸体当成了什么 买卖的商品 还有满足自己 心理变态的刺激性工具 从众处罚 过了许久 贺长征说出了四个字 是 房志远当即领命 五元市 徐林抓捕到了火葬场的 入恋师十大名之后 便立刻赶往了 市里的一个快递站点 在全面的不控之下 他们再次抓到了两个 在快递站中负责运输的人员 接着他马不停蹄 在高长力派人护送下 带着三个罪犯 返回到了靖州市 靖州市这边 抓捕行动也见到了成果 在南郊的火葬场这边 马进山和夜星航二人 抓到了那个之前 在徐林来调查的时候 躲起来的入恋师徒弟 不错 这个家伙是火葬场入恋师的徒弟 所以并没有人怀疑到他的身上 要不是之前那个换错了 骨灰的案子出现 徐林他们还真没有发现 这个家伙的存在 紧接着张根林这边也对物业经理孙鹏父子进行了抓捕 封锁了海通快递的七家快递站点 除了孙鹏的儿子孙飞扬之外 他们还抓到了另外两个同伙 市局的审讯是 徐林走进了其中一个房间 此时正在接受审讯的是孙飞扬 他低着头 对几个民警的询问 基本上都是敷衍了事 能够做这行生意的 心理承受能力自然是非常强大 但这没用 因为徐林审讯 根本不需要去攻破你的心理防线 孙飞扬 名字不错 的确也够飞扬的 带着一丝细血 徐林开口说道 魔都那边 赵星辰已经落网 一个家里资产超过30亿的富二代 居然干起了贩卖人体组织标本的生意 还真是一个奇葩 对了 你们的那个特殊网站 也被我们的王警给起货了 居然有2900多个会员 你们的生意 还做得真不小 连续两句话 孙飞扬的神色立刻变了 他抬起头来看着徐林 瞳孔里出现了慌乱 徐林继续慢慢悠悠地说道 五元市火葬场那边 石大明已经交代 经他手弄出来的人体组织标本 有306件 静州市火葬场学徒文力交代 他手里弄出来的人体组织标本 有122件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静海省 其他几个城市的那些火葬场里 挖出来的五个人交代 他们经售的 大约有1500多件 你们整个网络 共有七个管理员 他们都已经被我们抓捕 孙飞扬 我听说 你就是这个人体组织标本网站的 创始人是吧 那你的罪名就中了 至少是一个无期 说完 徐林冷冷一笑 看向了身旁的一个民警 说道 行了 也不用什么 等其他几个人的口供传真过来 直接就领口供定罪 他不想说 我们也没必要逼他说 不是吗 是 明白 民警点头 随后几人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听到他们的话 浓眉大眼 一身阳刚气质的孙飞扬 立刻就哭喊了起来 不 不要 我说 我劝说 你们不要走 可以审 真的可以审 你们快问啊 他的声音有些淒厉 在审讯室里回荡开来 此时的他 已经是满脸都是泪水 徐林笑了笑 对那两个审讯的民警 使了个眼色 随后就走出了审讯室 行了 说吧 审讯民警重新坐下 对着孙飞扬说道 这家伙立刻就坐了下来 说道 我虽然是网站的创始人 但我不是主犯 是老七 老七才是这个案子的主犯 他 徐林离开审讯室后 电话就响了起来 给他接通 便听到了房复的声音 小徐 人都抓住了 一个都没有跑 现在他们正在突击审讯 估计两天之内 就能全部聊出来 徐林点了点头 说道 房复 谢谢了 这个案子 差不多也该结案了 行 我这边向赫部汇报一下 你自己忙吧 房志远说着 挂断了电话 徐林则是 站在审讯室外面 看着里面的审讯 根据孙飞扬交代 他还有两个帮手 他们都还在逃 除此之外 他们整个网络成员的身份信息 都被他交了出来 徐林看到了所有名单后 马上向上面申请抓捕 通过之后 新一轮的抓捕行动开始 两天后 案子结束 徐林开始做结案报告 整个案子涉及到的 被破坏尸体 达到了1300多具 涉及标本数量 达到了2500多件 其中已经有800多件 被发卖到了那些买家手里 别看这些标本很恐怖 但是价格却不低 一根手指的标本 至少就是5万起步 完整的手掌标本 18万 一只完整的胸部标本 20万 还有各个器官的标本等等 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获利达到了9800多万 接近一个亿 光光孙飞杨艺人 就弄到了将近1400万 而等待这些人的下场 便是法律的严惩 人体组织标本贩卖案告破 徐林率领特案组 回到京都部里述职 京都机场 等到飞机落地的时候 徐林他们就看到 停在特殊通道里的 那一辆特殊号牌的车子 在车子两旁 还有好几辆车子 将其包围在中间 徐林脸上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位大佬 亲自迎接自己来了 他带着特案组的同志们 走了过去 来到车前面 大佬从车上下来了 贺长征一脸微笑 走到了徐林的面前 杀 徐林等人立刻敬礼 陈贺道 手掌好 贺长征满脸笑容地点头 说道 干得不错 这个案子影响很大 老爷子都极为关注 我本来就是想考验一下你小子 没想到你还真的嫌弃破案了 说着 还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徐林咧嘴笑了笑 说道 贺博 没给您丢人吧 那是肯定没有 你小子 厉害 贺长征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走吧 老房他们还在部里等着你 贺长征说着 拍了拍他的肩膀 徐林点头 亲自给大佬开了车门 然后自己来到另外一边 坐在了大佬的身边 其余特案组的队员都陆续上了车 随后车队缓缓启动 离开了机场 车里 贺长征说道 徐林 你想没想过 以你的功劳 其实当个市局的局长 绰绰有余 虽然只是局长 但也算是一方大员 现在在部里当个特案组组长 心里不会有情绪吧 徐林文言摇头笑了笑 说道 领导 要说有情绪 也就是一个 我就想离家近一点 京都虽然好 但离家却是太远了 贺不文言玩耳一笑 说 那这个 我就没辙了 哪怕把你放下去当局长 你小子也不可能直接回江云 组织需要你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 徐林铁嘴 那你还说个屁啊 刚刚那句话 毫无意义 前面开车的司机听了 顿时一脸无语 他当了这么多年大佬的司机 也就那些和大佬同级的存在 或者是一些老人 才敢这么和他说话 徐林这个家伙 当真是有些口无遮拦啊 不过贺长征并不生气 而是笑道 说的也是 那就不废话了 我直说吧 你小子积累的功劳 已经足够多 特案组破获的这些案子 每个都是一等功 你的警衔 已经是你这个年龄的极限 在网上的话 我们趴下面的人会有微词 你现在才25岁 很年轻 我和老爷子这边建议 让你再磨练个几年 等到时候 我们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方案 你看怎么样 徐林听了 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说道 领导 这个我倒是不怎么在意 咱就是想着 能不能给放个假啥的 这段时间累得慌 对于他来说 晋升受奖啥的 现在不是特别在乎了 毕竟级别摆在这里 基本上走到哪里 查案都不再会受到约束 特案组的特权 也让他们能够 扛住大部分的压力 所以这个方面 无所谓 关于人体组织标本贩卖案 他们确实是有些辛苦 所以想让大家伙休息一下 开完会再说 贺长征没有答应 而是给了徐林 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他摇了摇头 苦笑一声 警察部 在一群大佬的注视下 徐林和特案组的组员上了领奖台 领取了两枚 集体一等功功勋章 还有一枚 个人一等功功勋章 以及七枚 个人二等功勋章 他自己是一等功 手下七人 人手一个二等功 对于特案组来说 基本上都是二等功 和一等功打底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去碰普通案子 都是悬案和特大案件 经过部里和老爷子商量之后 决定给他们一个 颁发功勋章的标准 完成一次任务 就给一次集体一等功 完成两次任务 两次集体一等功 外加个人功劳一次 如此反复 没办法 就这还都是压着给的 要不然 以徐林破案的速度 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都没有什么讲可受了 这小子的破案能力 早就是颠覆了 所有人的认知和想象 徐林的警衔没有提升 而手下的众人当中 方清颖被破格提拔 成了二级警司 韩星和萧雪二人 也官胜一级 其他人倒是没有动 结束之后 徐林便和几位大佬 做了汇报 贺部 房复 段菊 还有一个陈英虎 刚上任的部长 虽说段正刚是安全局的局长 和警察部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毕竟名义上这个特案组 是他们两部联合成立的 所以他在场也可以理解 等到徐林汇报完整个情况后 贺长征起身说道 你们聊着 我去老爷子那边汇报 段正刚也起身说道 我也先走了 还有几个间谍需要处理一下 临走的时候 他对徐林说道 小徐 有空去我们安全局那边逛逛 可能需要 你帮一些忙 徐林文言 点了点头 说道 明白 断局 等到这两位离开后 其他的几个大佬也离开了 只剩下了一个陈英虎 一个防治员 前者来到徐林面前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臭小子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几个月之前 还在省厅听你汇报工作 现在 我在部里听你汇报工作 不得不说 你干得漂亮 徐林笑了笑 说道 陈厅 不对 应该说是陈腹部 老领导 最近怎么样 还习惯吗 陈英虎文言笑骂 行了行了 你小子要是没话说 就别在这里跟我尬聊 哈哈 徐林哈哈一笑 说道 真不是我尬聊 老领导 我就想先回去睡一觉 等睡醒了 咱再聊行不行 听到他的话 陈英虎点了点头 神色较为严肃地说道 去吧 好好消息 防治员 滚吧 滚吧 是 两位领导 再见 徐林立正敬礼 随后转身 就离开了会议室 他带着手底下的队员 来到了特案组的宿舍区 说是宿舍 但着实是有些豪华 这里是一个二进门的四合院 距离京城市局 只有一条街 二百多米 里面有八个套间 正合适 他们一组人居住 按照京都现在的房价 这一套二进门的四合院 最起码就是几个亿起步 而这仅仅是用来给徐林他们 当作是宿舍 的确是非常奢华了 八人在宿舍里休息了一整天 总算是把这段时间的身体消耗 给补充了回来 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宿舍里的组员们走出门 就看到在中间的葡萄架下的食桌上 已经摆满了早餐 小笼包 烧饼油条 豆腐脑 小馄饨 热干面等等 丰富的有些不像话 徐林坐在桌前 朝他们招了招手 众人立刻走了上去 拿过自己喜欢吃的早饭吃了起来 等吃完早饭 徐林说道 昨天不理通知 我们这宿舍距离那边有点远 所以就给咱们在京都市局里面 弄了个办公室 等会儿 咱们就进去市局上班 众人听了 纷纷心头一震 说实话 这待遇也没谁了 跟着徐林办案以来 他们一次又一次享受着特权 不理下方的权利 也是大的离谱 不过 他们也对得起这些待遇 自成立以来 他们连续破获了好几个特大案件 大厦特案组 绝对不是浪德虚名 但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去市局上班 还是陈英湖给徐林他们申请下来的 不为别的 就是能方便他们上班 部里这边距离他们的宿舍 大概有三十多公里 遇上高峰期 那就是一两个小时的路程 所以 倒不如就给他们在市局腾出来一个办公室 这样更方便 陈英虎除了警察部副部长的职位之外 还有京都市局局长的职位 他这么做 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着想 徐林在他们市局工作 那么有些事情 请特案组帮个忙 这总说得过去吧 当然 对此贺部那边也没有反对 京都市天子脚下 保持良好的治安环境 尤为重要 吃完早饭 众人就开着一辆商务车 集体来到了市局 相对于其他城市 京都的市局选得有些古色古香 据说 这里曾经是古代的一个王府 不过经过后期的部分改建后 才最终成为京都市的公安局 徐林直接找到了陈英虎 向他这位京都市局局长报道 陈英虎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办公室 边上有渔池和假山 环境清幽 就好像是一个度假山庄一样 怎么样 这环境不错吧 陈英虎笑着问道 徐林撇了撇嘴 说 老领导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说吧 是不是有事情 想要找我帮忙 陈英虎脸色一黑 你小子 能不能说好听点 哪怕你说个黄鼠狼给击拜年 呸 被你小子给带坑里了 行了 你在这里办公 我走了 等回头 我们有棘手的案子 到时候再找你 说完 陈英虎直接甩手离开 望着他的背影 徐林撇嘴微笑了一下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大家都好好放松了一下 在市局的靶场里 练练枪法 或者有空的时候 看一下治安宣传报 还有各种法治信息等等 特案组的人进进出出 让京都市局的许多刑警和民警 都有些疑惑 这个突然出现在他们局里 还拥有独立办公室的小组 有些特立独行 但是他们每一个的警衔 都要比同龄人要高 甚至高出不止一个等级 尤其是里面的一个年轻人 看上去就二十多岁 警衔却是一级警督 差一步就是白衬衫 这个有些过分了 所以私下里 有不少人都在议论 这个到底是什么小组 直到有一天 京都市局召开一次案情 讨论会议 整个市局数十号行政老手 全部都到场 而那一个特别的小组 也来到了会场之中 齐列 陈英虎和另外两个大佬 走进会场的时候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等到大佬压了压手 众人才迅速坐下 陈英虎扫了眼 坐在角落里的特案组 随后说道 今天只讨论一个案情 那就是 就在他刚刚开口讲话的时候 忽然会议室里 响起了一个手机铃声 所有人的脸色 都有些不好看 目光看向了手机铃声 传出来的位置 像什么样子 不知道在开会吗 一个白衬衫 开口呵斥 另外 一个人也冷道 你们是哪个部门的 出去 太不像话 面对一个个领导的呵斥 徐灵却置若网闻 直接接了起来 他这个举动 可点爆了现场 好几个大佬的炸药桶 他们的目光看向了陈英虎 却发现 这位神色平静 眼神里 只是带着一丝好奇 是 马上到 徐灵接通电话后 里面就传来了严肃的命令 他当即回答了一句 放下电话 他对陈英虎贪手说道 抱歉了 老领导 不理的电话 我们有任务 这个会 就不参加了 陈英虎文言点了点头 说 去吧 徐灵点头 于是带着自己手底下的七人 快速离去 等到他们全部都离开了会议室 一个白衬衫终于忍不住 开口问道 陈菊 这家伙到底是谁啊 布里直接打电话下命令 是啊 陈菊 布里怎么会做出越级指挥的事情来 都不要说了 陈菊 我猜他们 应该不是我们市局的人吧 面对那一道道充满求知欲的目光 陈英虎笑着点头 说 的确不是我们局里的 只是在我们这里挂个名办公而已 以后对他们 尽量客气点 别摆什么架子 好了 现在开会 刑侦支队 你们来说说案情 陈英虎没有挑明 然后又转移了话题 但此刻 众人的心里 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些家伙景仙高也就算了 怎么的 还有保密条例 就算有保密条例 按照他们的级别 应该也可以知道的吧 难不成 像是安全局那边一样的部门 半个多小时后 徐林他们来到了警察部大楼 直奔部长贺长征的办公室 当他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贺长征正阴沉着脸 看着手里的档案 他看到徐林出现 立刻丢给他一份卷宗 看看吧 徐林从贺部手里接过了卷宗 然后就看到了 夹在最上面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 赫然是一个类似于祭坛一样的东西 在祭坛上摆放着一大堆的头骨 触目惊心 这是在苏和省那边发现的 苏和省下面的长平市 郊区的一片山区里 有一个天然的溶洞 这个东西就在溶洞里 贺长征冷冷开口 接着说道 这个案子已经轰动了整个苏和省 部里接到了下面的汇报后 决定派你们过去 有没有问题 报告 没有问题 徐林立刻起身 大声喊道 去吧 争取早点破案 把影响力降到最低 是 徐林立正经理 接着带着人走出了部长办公室 他看着手里的卷宗 随后把它装好 递给了旁边的方清映 嘴角抽动了两下 他忍不住要吐槽 怎么就没有发生在当下的案子 哪怕是案子大一些 罪犯狡猾一些 那查起来也要比这种多年前的案子 要容易得多 动不动就是这种海谷案子 太费脑子了 他摇了摇头 虽然心中有些小抱怨 但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正 他已经任命了 自己就是一个劳碌命 要不然 怎么就热爱警察 这份职业呢 韩兴 订票 越快越好 徐林转身对韩兴说道 后者点了点头 自从特案组成立以来 所有出行都是这个小子在负责 还别说 不管到哪里 独有车子接送 很快 他们一行人就抵达了京都机场 在特殊通道口检票后 他们登上了去苏和省的飞机 想到自己此行的目的地 徐林忍不住想着 等案子办完了 也可以回去一趟 那边回家也比较近 数个小时后 飞机在苏和省 长平市落地 徐林他们走出通道后 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商务车 韩兴马上走上前 对那个商务车上的司机说道 你好 我就是给你打电话的韩老板 这个车子 我们自己开 等用完了之后联系你 好 老板 这是钥匙 那司机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钥匙交给他们 然后转身 自己打了个车就离开了 方清盈忍不住嘀咕一句 败家子儿 韩兴听到了 也不介意 嘿嘿笑道 这哪跟哪 才多少钱 就算败家了 这家伙说着 一脸嘚瑟 继续道 你没看到 我当初刚刚考完驾照 买第一辆车的时候 直接就买了一辆百万级豪车 路上寡蹭十几辆车 撞了五次 一路开回家 就联系了报费场 加上路上撞车赔的 大概二百万 卧槽 爆发户 吴小枫忍不住给韩兴 竖了根终止 韩兴不以为意 笑道 那是贫穷限制了你们的想象 不过你们放心吧 现在我不败家了 当然花点钱 让咱们的行动辩解点 还是无所谓的 你们不知道 我刚刚把得到的二等功 给我爸拍了照发过去 他二话不说 给我打了一个亿 草 卧槽 你爸还缺儿子吗 你还缺弟弟吗 要不然 做你哥哥也行 一群组员 纷纷眼眶都红了 马德 弄个二等功回去 零花钱一个亿 这炫富 都特么已经炫出了境界 不过众人似乎都想到了什么 目光看向了徐灵 徐灵见到他们的眼神 没好气地说道 看什么看 我爸普通人 没钱 嘿 但你家富婆有钱啊 吴小峰 嘿嘿一笑 是啊 头儿 要不然给你家富婆 发得一等功勋章过去 没准咔咔就是五个亿 咱们也改善改善伙食 徐灵冷笑 五个亿 你想吃天鹅肉 那是 吴小峰刚开口 顿时有些不对劲 众人都看着他 纷纷哈哈大笑 即便是方晶莹 也露出了野鱼的神色 卧槽 头儿 你骂我是癞蛤蟆 吴小峰终于反应过来 像 徐灵就回了一个字 走了走了 苏爱军拍了拍 吴小峰的肩膀 说 和他们比起来 咱都是癞蛤蟆 好像也有道理 哈哈 车子启动 车内回荡着欢快的笑声 长平市市局 商务车缓缓地 在市局门口停下 两个港亭前的民警走上来 问道 不好意思 非内部车辆 不能进去 徐灵当即拿出了证件 当看到证件 并且比对了身份之后 那民警当即对徐灵敬礼 然后放行 进入市局 徐灵等人停下车后 马上就来到了大厅 你好 兄弟 我们找你们局长 韩兴拉住一个路过的警员 找局长 那路过的警员一愣 接着打亮了一眼他们 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韩兴掏出了证件递给他 警员看了两眼 确定证件是真的 马上证则道 各位领导 局长办公室在四楼 不过他现在并不在局里 而是去了刘家镇 清平山 刘家镇清平山 徐灵微微点头 转身就到 去清平山 清平山脚下 数百警力封锁着整个犯罪现场 溶洞的周围都拉起了警戒线 附近有不少的百姓 都过来看热闹 但全部都被拦在了外面 长平市局局长李迎龙一言不发 听着手下刑侦支队长的汇报 面色阴沉如水 礼局 整个溶洞 我们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除了受害者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外 没有其他任何物体 法医那边对那些头骨 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测 其中有12个成年女性 12个未成年的孩子 还有24个老人的头骨 其中12个为女性 12个为男性 听着支队长李祥的汇报 李迎龙差点就抱走了 老人 孩子 女人 48个头骨 是什么人这么丧心病狂 报告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进来 李迎龙喊了一声 随后 一道身影从溶洞外面跑进了里面 看了眼那满地的头骨 年轻的民警咽了一口口水 说道 李局 有一个自称是特案组组长的人过来长 说要见您 特案组 特案组 李迎龙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等到反应过来后 直接惊呼 快 快请进来 是 不一会儿 徐灵和手下的众人 就走进了灯火通明的溶洞里 他刚刚进来 目光就落在了那个 类似于祭坛的高台 你好 徐组长 李迎龙看了眼徐灵等人 最后把目光放在了 年龄最大的苏爱军身上 远远地就伸出双手走了过去 苏爱军都被他给整猛了 有些甘大的说道 抱歉 我不是徐组长 随后 他才朝徐灵指了指 李迎龙有些尴尬 急忙来到徐灵面前 徐组长 你好 我是李迎龙 长平市市局局长 李迎龙伸手说道 徐灵和他握了握手 目光却依旧在那个祭坛上 徐组长 我们之前看到的头骨 都是放在哪个东西上面 李迎龙说道 徐灵回过神来 看向了一旁用白布垫着 摆放整齐的48个头骨 说道 这些头骨上 有没有什么发现 有原先的照片吗 给我看看 小张 快点过来 把现场的照片 给徐组长看看 李迎龙当即朝一个 正在工作的法医 喊了一声 那个叫小张的法医听了 当即走了过来 他从自己的包里 拿出了一叠照片 递给了徐灵 同时满脸 好奇地打量着他 您就是徐组长 大厦特案组的首任组长 小张看着徐灵 没有想到 这位传说中的存在 居然这么年轻 李迎龙在一旁 也是震惊徐灵的年纪 之前他认错人 就是因为这个 徐灵皱着眉头 看起了之前拍摄的照片 照片里 所有的头骨 都被放在祭坛中间 堆成了一座小山的模样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章法 就是随便堆放的 他摸了摸鼻子 把照片还给了小张 问道 除了这些之外 现场还有没有别的发现 倒是有一些 小张说着 看向了旁边的一个 三十多岁的青年 后者正是李祥 他开口说道 徐组长 我们在现场 发现了一些破布衣服 还有几个罐头盒子 矿泉水瓶 烧完的香火蜡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动物的粪便 徐灵点了点头 问道 这祭坛一样的石台上面 有没有发现 没有 现场很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毛发一类的东西 李祥摇了摇头 徐灵则是抬头 看了眼溶洞的顶部 发现上面有一片地方 是焦黑的 显然是经过 长期的烟熏造成的 但现场却没有 生火的痕迹 这就有点奇怪了 他对身边的方清颖说道 你去看看那个祭坛 我看着好像 并不是水泥浇注的 它的颜色不太对 方清颖闻言 当即点了点头 朝着祭坛走去 徐灵则是围绕着 整个几百米空间的 溶洞转悠了起来 在溶洞的最里面 还有一条地下河 水只有半米深 清澈见底 和流淌的方向 英言启动 看了一会儿 就收回目光 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发现 组长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清脆的声音 惊醒了徐灵 他马上回到了祭坛前 看向了方清颖 等待他给自己答案 接着就听到他说道 组长 根据我的判断 这整个祭坛的用料 就只有两种 哪两种 徐灵好奇 方清颖 骨灰 还有粘合剂 你说什么 李英龙猛地爆发出 一声惊呼 这个祭坛 直径大约有三米 高度一 八米 十星制成 如果说 这玩意儿 通体都是由骨灰 和粘合剂制作起来的 那么 它里面得有 多少个人的骨灰 徐灵沉着脸 眼神微微发红 说道 如果它真的是用 单纯的骨灰 和粘合剂制作成 那么 至少有上百人以上 死 编上一群 倒吸凉气的声音 48个头骨 就已经足够 让他们震惊了 上百人 这恐怕都要超过 特大案件的等级 至于到底是什么等级 恐怕都要重新定义 行动吧 先把头骨拿回去化验 还有这个祭坛 也拆回去 给我检测一下 这里面大概有 多少人的骨灰 徐灵看着方清颖说道 是 组长 方清颖沉声喊道 徐灵看向了李英龙 说 李菊 现在这个案子 由我们接手 希望你们能够 全力配合我们办案 李英龙 没问题 徐组长 交给你了 李翔 你就跟着徐组长 他们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 无论如何满足 徐组长的一切要求 是 李翔有些兴奋地喊道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徐灵虽然年纪轻 但在他们行政界 那就是绝对的第一人 哪怕是几十年的老行政来了 恐怕也不敢说 自己在大案重案上面 能有徐灵的办案经验充足 这位大神的成名 就是从海原省的 三个特大悬案开始的 四十八个头骨 全部都被带回了法医部门 而现场的祭坛 肯定是不可能整个都带走的 只能进行局部破坏取样 然后再拿回去化验 长平市局 徐灵和李英龙 一起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李英龙亲自给他泡了茶 然后说道 徐组长 这个案子 你怎么看 我总觉得 好像是我们大厦古代的那些封建传说似的 什么人头 祭祀一类的迷信思想 旧社会传下来的糟粕 徐灵点了点头 说 我也这么认为 但不管如何 我们首先要获取死者的死亡时间 还有他们的身份 破案初始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调查死者的死亡时间 死亡时间 即是案发时间 知道了案发时间 才能准确地以这个为基础 去发掘各种线索 不过对徐灵来说 他还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 对周围的山区 进行一次细致的全方位搜索 现场的勘察很明显 罪犯是进行过清理的 要不然的话 那么大的面积里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 甚至连脚印都没有 其次就是 溶洞顶部的那片烟熏 是哪里来的 溶洞内部 根本就没有生活的迹象 当天下午 徐灵就邀请了李英龙 再次前往了现场 他在周围 进行了一遍细致的搜索 果然是 发现了山林里面的一组脚印 脚印应该是 普通的运动鞋留下来的 也不知道是属于凶手 还是属于受害人 现场的勘察 还在继续 徐灵在周围的山林里 就像是闲庭信部一样 李英龙跟在他身后 满脸都是猛逼的神色 他们发现了几足脚印痕迹 恐怕是有一段时间了 由于前几天曾经下过雨 鞋印基本上 没有了太大的价值 徐灵却是看得很认真 尽量扫除周围的一些杂物 对鞋印进行最大限度的提取 根据他的寻踪技能解析 足迹在现场的出现率非常高 提取率也非常高 指纹痕迹鉴定或DNA鉴定 固然是非常成熟的人身同意认定的技术 但由于遗留条件有限 往往在现场勘察中的提取率不高 现场勘察中一般 取到的指纹几率 大概也只是14% 大多数罪犯 除了那些激情杀人的以外 对于预谋杀人都会做足准备 手套这一环都非常重视 留下指纹的概率很低 而DNA的提取率 还要远低于指纹提取率 除了一些如同女干杀案子 或者和死者进行激烈搏斗 可以提取到毛发 唾液 血液 表皮组织等证据链中关键的东西 其他类型的案子几乎很难留下 但相比指纹痕迹或DNA提取率 足迹出现几率则高很多 不管嫌疑人是否为了反侦查而戴手套 作案时间是否相对短暂 他都会留下对应的足迹 足迹相对于其他痕迹 更不易伪装 即使嫌疑人作案不戴手套 为避免留下指纹 会对很多动作特别注意 但嫌疑人只要作案 就必然在现场行走 只要行走 就会反映出正常的行走特征 所以相比其他痕迹 足迹痕迹更难进行伪装 还有足迹检验 是进行现场分析的最有效手段 现场勘察的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从技术角度 确定侦查方向 准确判断案件性质 判断现场来去路线 判断作案过程及人数等 由于足迹在现场的出现率非常高 所以从技术角度 对现场的基本要素进行判断 最重要的依据还是足迹 比如分析判断作案人数 最重要的技术依据 就是现场足迹种类的多少 嫌疑人在现场遗留的指纹 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的作案过程 但是嫌疑人在现场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会留下相应的足迹 只要保证 在足迹的提取过程中不失误 就会比较完整地发现 整个作案过程 所以通过对足迹的发现 提取、检验 是进行现场分析 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还有最重要的一环 足迹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的 很多个人特点 能通过对足迹大小压力情况等的 初步检验来判断穿鞋人年龄 身高、体态、职业等特点 以及身体健康状况 还有发育状况 以及是否是残疾人 行走中心和习惯都能体现 为侦查破案提供更多的线索 徐林随身携带着足迹提取胶 对发现的足迹进行提取 经过两个小时的寻找 她一共发现了七组足迹 其中有三组比较清晰 而且还是类似于登山靴一样的 鞋子遗留下来的 另外四组当中 有两组是运动鞋 有两种是普通的胶鞋 这片清平山的山区 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缓 山高不到200米 周围也没有什么有特点的景观和建筑 而且丛林密布 山路很难行走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会上山 这也给罪犯带来了犯罪的辩解 很显然 凶手对这一块相当熟悉 提取到了这些足迹后 徐林便和李盈龙往回走 后者开口问道 徐组长 这些足迹有没有收获 呃 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有没有受害人 或者是凶手的 徐林摇头 说道 暂时还不确定 先拿回去检测一下再说 接着他又问道 对了 李局 报案人是什么身份 一般人不会上山 那么报案人又为什么会上山 李盈龙听到他的话 马上就到 是一个放捕兽家的村民 家住山脚下20多里的村子上 平时他就喜欢在山上弄捕兽家 抓几只野兔 或者是野猪之类的 徐林文言 微微愣了愣 问道 李局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好像是犯法的吧 野猪好像已经列入了二级保护动物 李盈龙点了点头 笑道 所以人 暂时扣在了我们下面的一个派出所里 不过因为 他发现了尸骨立刻就报案 我们也算他立了一功 所以打算教育一下就放回去 徐林文言便道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当然可以 李盈龙说着 便在前面带路 朝着山下的停车位置走去 正当两人来到车子前 想要上车的时候 忽然间徐林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一看 赫然是方清颖的电话 于是立刻接了起来 问道 小方 你说 我听着 方清颖 徐组长 经过我的检测 这些头骨的死亡时间 大多都是在一个月到40天之间 不过其中有两个 比较新一些 正在重复检测 还有 头骨经过了焚烧 内部的DNA遭到了破坏 现在已经无法提取 徐林 我知道了 一个月到40天的时间 这倒是在徐林的意料当中 因为那些头骨上的灰尘覆盖 并不是很厚 而且溶洞中较为潮湿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这种环境下 头骨上的颜色肯定会发生变化 立局 走吧 李盈龙点了点头 亲自来到了驾驶室 开着车朝清平镇派出所而去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镇子上的派出所 刚刚下车 正好有一个年轻的民警 从两人的车前经过 当看到李盈龙的时候 那民警立刻正了正 然后满脸吃惊地说道 礼局 他显然是有些不确定 一位市局的局长 亲自开车 带着一个年轻人来他们派出所 有些不可思议了 李盈龙听到叫喊声 看向了那个警员 说道 你好 我找你们的所长王春雷 哦 李局稍等 我马上就去喊所长 不用了 我们一起进去 李盈龙说着 跟上了年轻的民警 徐林也随两人一起 进入了派出所 善恶之言扫过 所有民警都是白名 有一两个有几点罪恶值 系统提示他们 收过烟酒什么的评价 但徐林直接无视了 只要不祸害百姓 就算有点瑕疵 他也不会在意 水智轻则无鱼 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 况且 他们的罪恶值 都在白名状态 可忽视 派出所的所长王春雷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 很干练 眼睛炯炯有神 有着一股不俗的气势 李局 没想到您居然亲自过来了 王春雷见到李盈龙 脸上带着笑容 走上前 立正进了个礼 接着看向徐林 也伸手 和他握了握 李盈龙介绍道 这位是部里 来的特案组组长 来调查清平山的案子 听到这话 王春雷当即又给徐林 敬了个礼 徐林打量了几眼 这个老警察 同样是白名 而且罪恶值是零 证明他这一辈子 什么红线都没有触碰过 是真正的清清白白 在这个社会上 这样的人很少见 徐林说道 王所长 那个报案人 还在你们所里吗 王所长点头 在的在的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 说着 他走在前面 来到了派出所 临时关押违法人员的屋子里 曹大兴 起来 王春雷 敲了敲外面的铁窗 正在里面 呼呼大睡的一个 中年汉子听到后 马上就坐了起来 看到外面的来人 脸色顿时变了变 王所 我就是 打了几头野猪 用不着这么大的领导 来抓我吧 显然 这个曹大兴 是认识李盈龙的警衔的 不过可以理解 毕竟现在电视上 播放的多了 寻常老百姓也知道 警衔级别的高低 李盈龙笑了笑 说道 你不用紧张 我不是来抓你的 只是来问你几个问题 徐灵看向王春雷 说 王所 把他带出来吧 他刚刚扫了一眼 这个曹大兴 的确和他说的一样 就是捕猎了 几头野猪和野兔 虽说野猪 被列入了二级保护动物 但说实话 在南方的一些百姓眼中 这个东西真的很讨厌 经常进入庄家地 破坏庄家不说 有时候 还会冲进村子攻击人 甚至前两年 还有人发现在山坳里 泛滥成灾的野猪 踩踏了数十亩的菜地 还咬死了人 所以当地政府 有时候默许老百姓 给野猪下套捕猎 就算是知道了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好 王春雷听到他的话 马上上前 打开了牢笼 把曹大兴带了出来 几人来到了 派出所的所长办公室 曹大兴看着面前的三位 显然是有些紧张 王春雷给他倒了一杯水 徐灵则是给了他一根烟 这位农家大汉 才慢慢地镇定下来 徐灵问道 老哥 能不能详细和我说说 你昨天是怎么发现 那个溶洞里的头骨的 前后经过 都给我说仔细了 一个字都不要遗漏 曹大兴听到这话 脸上就露出了一丝 后怕的声色 他狠狠吸了一口烟 说道 领导 当时我上山看家子 但是突然就下起了大雨 于是我就走到了洞口 打算休息一下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闻到里面 似乎有一股特特别的味道 好像是烧焦的味道似的 我就忍不住进去看了一眼 结果差点没把我的活都给吓没了 曹大兴唯唯道来 徐琳听得很认真 而且问了好几个问题 但是 没有什么收获 曹大兴在发现了头骨 以后就往外跑 根本来不及看周围有没有人啥的 他忽然想到 自己发现的足迹当中 有两组是从山洞方向出来 然后直接朝山上走的 有一组 则是直接跑下山去的 他便问道 宝哥 你当时从洞里下山 就跑回家了是吧 是的是的 我当时吓坏了 跑回家之后 就骑车来到了派出所报警 曹大兴点头说道 把手里的烟屁股 掐灭在了烟灰缸里 徐琳见此 再次给了他一根 接着问道 那你还记得昨天 穿了什么鞋子吗 诺 就是脚上的这双胶鞋 曹大兴指了指脚上的胶鞋 徐琳文言仔细地看了看 然后又拿出了手机 对比了一下自己拍的照片 的确是这双胶鞋不错 他马上就想到了 在山上看到的胶鞋足迹 还有他的行走路线 基本上可以判定 就是曹大兴的 那么就剩下其他的几组鞋印 登山靴 还有两个运动鞋 他随后又问道 老哥 你上一次上山 是什么时候 曹大兴文言仔细想了想 忽然拍了一下大腿 说道 半个月前 对 就是半个月前 也就是上个月的17号 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我好像还在山上听到了 有人在吵架 不过因为 这山上平时都没有人走 我也怕是 没敢上前 半个月前 有人在吵架 徐琳的双眼 猛地眯起 虽然时间对不上 但或许就是凶手在那里 进行某种活动 或者说是祭祀 那个祭坛 除了祭祀之外 他还真想不到 有别的用途 至于溶洞 是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现在还需要进一步地勘察 他道 谢谢老哥 你可以回去了 不过后续 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能还需要你的配合 没问题 配合警察办案 是我们公民的义务 曹大兴很干脆地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接着看向了王春雷 还愣着干什么 走吧 王春雷摇头一笑 接着说道 等等 曹大兴 你给我收连点 别再上山了 下次再抓到 我可就要处罚了 曹大兴脑袋摇得 跟波浪鼓似的 说道 不敢了不敢了 我这辈子都不上山了 听到这话 徐灵和李局这边 都忍不住摇头失笑 换成任何人 遇到这么一茬子事情 估计也会和他一样 从清平镇派出所出来后 徐灵和李盈龙回到了市局 今天他们也不是全无收获 至少确定上个月17号 有人在山上 而且还发生了争吵 至于那些是什么人 那就寄托于山下周围的监控 去清平山只有一条路 根据进入清平山山脚的那一条路线 沿途寻找监控画面 应该可以找到对方 接着 就是针对那些头骨 还有现场的勘察 确认是否是第一案发现场 至于清平山山脚的轮胎印之类的提取 行针支队那边已经在做 不过提取到的轮胎印有很多组 还需要继续甄别 而就在这个时候 方清颖那边又有了收获 他们在现场发现了少量的血液痕迹 可以直接提取DNA 而且那两个比较新的头骨 他们经过重复检测后 得到了一个结果 形成时间大概是大概20天左右 年龄段属于55岁至60岁之间 徐灵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曹大兴听到的吵架声音 两个头骨 形成时间大概是20天左右 徐灵就想到了曹大兴说的吵架声音 那么也就是说 那两个人是最新被杀的 而且也用同样的方式 把头骨烧制出来 摆在了祭坛上 那么也可以理解为 凶手至少是三人以上 徐灵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脑海中飞速地在转动着 他在想 这些头骨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 12个女人的头骨 12个孩子的头骨 24个老人的头骨 这48个头骨里面 其中两个老人的头骨 是后面被添加上去的 48个头骨 他们是在举行什么议事 要说封建迷信 近年来 由于打击力度的加大 很多都已经销声匿迹 但不否定 肯定还有迷信的存在 不止如此 还有一些邪魔歪道的异教徒 这些人蛊惑人心 造成社会性的恐慌 甚至是造成重大的社会性案件 对这些人 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徐灵想到这里 心中猛的一惊 或许 真的是这些邪魔歪道的异教徒 碰 徐灵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一旁正在看那些现场照片的 李盈龙和李翔二人 都是被吓了一跳 随后李翔有些好奇地问道 徐组长 你有什么发现 李盈龙也是一脸的求知欲 目光看着徐灵 等待着他的答案 徐灵开口问道 李局 李支队 我想问问你们 最近这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收到报警 说有一教徒在蛊惑人心的 异教徒 李盈龙愣了愣 李翔却是直接惊呼出声 异教徒 徐组长 你说的是异教徒 徐灵看到他的神色 就知道 肯定存在这一类人 马上追问 李支队 是不是有这类人 你们抓了没有 李翔面色渐渐变得难看 说道 徐组长 还真有这么一批人 之前我们根据群众举报 抓捕了一批人 他们在传播一个叫做大圣教的信仰 他们口中的那位大圣 据说有起死回生 治疗绝症的能力 根据我们抓捕的那些人供述 那位大圣 曾经救治过二十多个绝症的患者 帮助他们获得了重生 很多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个大圣教的信徒 就发展到了二百多人之多 我想起来了 李盈龙一拍大腿 说道 那应该是三个月前了 当时翔子和我汇报的时候 我就很重视 立刻派出大量的警力 搜捕这个所谓的大圣教的信徒 仅仅一周的时间 我们抓捕了一百八十多人 对这些信徒进行了批评教育 让他们相信科学 相信我们的组织 不过我们想要深入挖掘的时候 这个大圣教又销声匿迹了 就像是根本没有出现过一样 不管我们怎么调查 都查不到那些人的信息 但是根据被抓的那些人供述 他们的教主大人 好像正在谋划一次大行动 还有就是 他们的圣教除了教主之外 还有两位大护法 以及四大金刚 好像还有十二天神 等诸多职位的教众 徐灵听着李迎龙的叙述 眼神渐渐变得阴沉起来 而李迎龙和李翔两个 则是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如果说真的是 那个大圣教搞的鬼 那么他们两个的罪过就大了 写检查都是轻的 甚至还要背负一些责任 职位肯定要下调 徐组长 你觉得是那些人干的 李翔阴沉着脸 说道 如果真的是 请徐组长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 哪怕是我的支队长不做 做一个小兵 我也要冲在前线 把他们绳之以法 碰 李迎龙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嘀吼道 他娘的 老子这个局长也不干了 徐组长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总指挥 我听你的命令 等抓住凶手 我亲自去省厅谢罪 徐灵看到二人的态度 忍不住微微点了点头 其实这也怪不得他们 大家都知道这些邪魔歪道的危害很大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抓捕 只不过对方比较狡猾而已 他开口说道 谢罪什么的 李局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到时候省厅的处理 你们肯定跑不了 但我相信 领导们肯定会理性处理的 现在我们来说说案情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两人都凑了过来 就像是两个学生一样 拿个小马扎 坐在了他面前 徐灵 首先 十二这个数字 不会是巧合 我虽然不了解 封建迷信的那套东西 但十二个成年女性 十二个孩子 十二个年长的女性 和十二个年长的男性 这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其次 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考虑 如果说 十二这个数字 代表着的是十二个家庭呢 那么这十二个家庭里 少了谁 这句话一出来 李迎龙和李祥 瞬间只觉得背脊发寒 毛骨悚然 十二个家庭 少了一个男主人 也就是成年男性 他们瞪大眼睛 不得不承认 徐灵的这个思路 的确非常正确 按照一家五口 来计算的话 可不就是十二户人家吗 要不然 怎么会这样巧 当然 这个只是一个设想 他们需要进行 一系列的调查求证 徐灵 李菊 现在我们第一要查的 就是失踪人口 以及那个大圣教的人员信息 对整个长平市 还有下面的县 乡镇等等 进行全面排查 其次 就是按照我说的 那十二个五口之家 进行详细的户口比对 相信我们的资料库里 应该很快能够 把这些家庭户 给整理出来 然后一一打电话去询问 我觉得 这个工作两天之内 绝对可以完成 李迎龙猛地起身 说道 徐组长 这个就交给我了 我马上就下达命令 全是所有的警力 包括治安大队 防爆大队 乡镇派出所等等 全部都投入进去 一定最快时间调查出来 听到李迎龙的话 李翔开口说道 李局 市里那边 你得先打个招呼吧 毕竟这么大的行动 没有市长和书记的点头 到时候会惹出麻烦 徐练点头 李直队说得不错 市里肯定要先通气 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申请 武警部队那边 进行全程封锁 一旦查出来 务必直接全程抓捕 放心吧 这点程序我还是明白的 李迎龙点了点头 等到李迎龙离去之后 徐灵便让李翔 拷贝了两份青平山下面的道路监控过来 这监控是交警部门 用来拍摄违章的 属于高清摄像头 他准备看一下监控视频 找一找有可能出现的车辆信息 不过就在他刚刚准备看监控的时候 心中忽然动了动 仿佛想到了什么事的 问道 李直队 你说之前那个所谓的大圣教教主 治疗过绝症患者 然后那些患者都康复了 听到徐灵的提问 李翔毫不犹豫地点头 说道 的确是如此 说来也怪 我们去问了那些人的主治医生 结果主治医生都说了 的确是绝症 却莫名其妙地好了 这一点 也是我们想不透的地方 一个绝症患者 怎么可能突然就好了 徐灵文言 微微皱了皱眉 他问道 都是什么绝症 主治医生有几个人 李翔 有肠道癌 肺癌 肝癌 还有两个是肾衰竭 徐灵 草特么的 这种病要是都能治好 你还干什么大圣教啊 早就成为世界首富了 别的不说 光光卖药 一百万一个病人 全世界的癌症患者 都要排队到你家来买 而且都不用宣传费用 人家病患 都能直接给你宣传到天上去 查 先把医院的那几个医生 全部都给我扣下来 徐灵几乎用咆哮的语气说道 什么 把医生扣下来 李翔有些梦了 要真实把医生扣下来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毕竟那几家医院 都是正规的三甲医院 医生也是有着 极高的名誉的一个群体 徐灵 先带回来再说 就说 让他们配合调查 他不相信 如果这中间没有医生帮助 那个所谓的教主难不成 还真的拥有神力不成 我现在就去 李翔听到他的话 立刻起身朝外面走去 徐灵随后便独自一个人 看起了监控视频 长平市局已经展开了行动 整个行动普及到了 下面的村镇里面 接近上万人 包括那些治安大队 纷纷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工作 一时间 那些小偷小摸 甚至是一些网上的追逃人员 纷纷都落入了法网 但是有关于那些极端的异教徒 依旧没有什么进展 倒是失踪人口 找到了几个 而网络上的比对 也正在进行 根据户口查证之后 获得了接近2000个户头的信息 这些户头都是五口之家 并且都是两男两女 和一个孩子 按照徐灵的五口之家的设想 市局安排了接线员联系了户主 如果说有的户主电话打不通 那么直接就上门了解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就在徐灵仔细地看着监控的时候 李祥从外面走了进来 徐组长 六个医生 全部都带回来了 李祥来到他身后说道 徐灵文言暂停了监控画面 起身说道 咱们过去看看 不一会儿 他就跟着李祥 来到了市局刑侦支队的办公室里 很快他就发现了 坐在支队办公室 满是迷茫神色的六个医生 善恶之眼开启 一目了然 四个淡淡血红色光芒的医生 出现在了徐灵的视线中 罗素 罪恶值97点 帮助他人伪造病例 获取一定数额的贿赂 徐世南 罪恶值89点 帮助他人伪造病例 张春阳 罪恶值 梁国英 罪恶值 六个医生 其中四个人都出现了红光 他们在看到徐灵目光直视的时候 都毫不心虚地和他对视了几眼 徐灵嘴角露出了冷笑 这些家伙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些家伙让他们伪造病例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吧 他让李祥给自己拿过来的几分病例 李祥很快就拿了过来 徐灵忽然间一证 说道 这几户病例的人家 现在就给我去查一下 疏忽了 他刚刚就应该让李祥 先去查这几户人家的呀 李祥也是愣住了 随后反应过来 立刻打电话 命令自己的一个小组 去查这几个户头 徐灵拿着几分病例 说道 罗素 徐世南 张春阳 梁国英 四个全部靠上 另外二位医生 你们可以离开了 那两位没有被叫到名字的医生 有些疑惑 看了一眼徐世南他们四个人 起身离开了支队的办公室 而那四个医生 则都是脸色奇奇变色 其中那个叫做罗素的女医生说道 你凭什么抓我们 我们又没有干什么坏事 你们抓人 也要讲究证据 我不服 不服 徐灵眯起了眼睛 直接把一份名为赵传胜的病例 直接砸在了她的面前 怒吼道 来 你给我说清楚 为什么要伪造病例 还有这些检查单 你是从哪里来的 说 那个罗素被吓得脸色发白 她看向了另外三人 瞳孔中满是惊恐 徐灵冷笑 你不用看他们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说吧 这一套东西 不便宜吧 我估计 三十万 差不多了 对吗 随着她的话落下 罗素的身形颤抖得更加厉害 她看向徐灵的眼神里 只剩下了恐惧 三十万 连这个数字都说得一清二楚 给你钱的人 我已经抓到了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 坦白的机会 徐灵继续攻击 罗素的心理防线 而在她这句话后 罗素的心理防线 一窥千里 呜呜呜 我说 我说 是那个人逼我这么做的 他说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我的孩子放学路上 就有可能出现意外 说我只要和他合作 那还有钱哪 不合作 会让我生不如死 李翔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根本就不明白 徐灵到底是怎么看出来 他们四个有问题的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 看了眼来电号码 马上接通 喂 我是李翔 说 电话那头 很快传出了声音 等听完电话 李翔脸色阴沉至极 说道 徐组长 那几户人家 都从原来的住址搬走了 户主联系不上 此话一出 徐灵直接确定了凶手 人都是怕死的 每个人在得知自己 患上了绝症之后 那种绝望 深入骨髓 恐惧 失眠 甚至是幻觉 都会折磨身心 把一个人带进深渊 哪怕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病 但如果 医生告诉你得病了 并且出具检查报告之后 哪怕你的身体依然健康 也有可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彻底垮掉 说实话 徐灵对罗素等四个医生的痛恨 并不比对凶手的痛恨来得少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凶手根本就不可能得逞 后者先买通了四个医生 然后用一些手段 换了检查报告 让他们的目标 以为自己真的患上了绝症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 让病人相信自己的话 真的不要太容易 然后 在病人因为面对死亡的恐惧 一天天受弱绝望的时候 大圣教的那位教主出现了 用所谓的圣水拯救了他们 然后他们再去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一番操作 告诉你的病情已经痊愈 这个结果 恐怕会让你毫不犹豫地 相信那个教主吧 能够让绝症的病人痊愈 还有什么比这个 更加能够让人深信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教主开始蛊惑他们 加入这帮邪魔歪道当中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帮助他们蛊惑人心 不止如此 甚至还有可能奉献自己的全部家财 都给那位所谓的教主 让他用这些钱继续收买人心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大圣教的兴起 便是伴随着这种 令人痛恨的欺骗 徐灵审讯完了四个医生后 让他们交代了 给他们贿赂的那个人 可是等到警方行动的时候 对方早已经消失不见 徐组长 我们的人赶到的时候 没有见到人 搜查了他的住所 还有问了附近的邻居 都说他早就搬走了 李翔回来汇报情况 有些垂头丧气 线索断了 这可是唯一可以直接联系到 背后凶手的线索 没想到就这么断了 现在 他们得重新去寻找线索 徐灵 不着急 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了 那么他们迟早 都会浮出水面 排查还在继续 我就不相信 他们还能飞上天 嘟嘟嘟 他的话刚刚说完 手机就响了起来 拿出来一看 赫然是方清颖的 他当即接通了电话 问道 小方 有什么新发现 方清颖 组长 我们在地下河的溶洞里面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铁桶 并且从铁桶的内部 发现了焚烧的痕迹 里面还有多组不同的DNA数据 这话一出 徐灵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立刻起身 说道 去清平山 李翔文言 立刻站了起来 跟着走出了办公室 没过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清平山的现场 走进溶洞后 就看到十多个民警 正在围着一只 大约一米左右高 直径达到了三米的大铁桶 此时此刻 铁桶内部截着一层厚厚的污垢 但那却不是泥垢 而是一层厚厚的油 如果徐灵没有看错的话 那是尸体焚烧之后 流出来的湿油 很多情况下 湿油会随着尸体焚烧成为灰烬 也会燃烧殆尽 但它需要极高的温度 显然那些人 并没有这样的条件 徐灵脸色阴沉地 看着面前的大铁桶 说道 小方马上提取其中 可以提取的一切证据和线索 李翔 立刻给我查这只铁桶的来源 这样的东西 普通的人平时根本就用不上 一定是特制的 还有 马上派人去查监控 这么大只铁桶送上山来 肯定需要一辆特殊的车子 是 两人立刻点头 徐灵深吸一口气 观察起了铁桶边缘位置的那些 略有些油腻的粘连物 方清颖道 是皮肉 因为铁桶太大的缘故 边缘位置的温度 还不足以让这些皮肉碳化 我怀疑 那个祭坛的骨灰 应该不是出自这里 光光靠这样的焚烧 哪怕是烧个一天一夜 都不足以把一个人烧成灰 温度条件 根本就上不去 徐灵点了点头 眯起眼睛 看向了前面的那条地下盒 说道 头骨在这里 那么其他的尸骨呢 方清颖听了 脸色顿时变了变 她看向了一个中年警察 说道 赵队 辛苦你们再下去一次 小心点 放心 交给我们 那个被称为赵队的男人点了点头 立刻带着一群民警 朝地下盒走去 他们身上拴着绳子 一个个朝着地下盒下面的溶洞里走进去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的样子 忽然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惊喜的声音 找到了 这个声音一出来 众人的脸上瞬间都露出了惊喜的声色 徐灵急忙上前 帮着几个拉绳子的民警 拖着绳子往外拽 不一会儿 一个身影就从溶洞里钻了出来 她手里举着一根黑乎乎的东西 仔细一看 赫然是一节烧焦了的手臂 方清颖立刻上前 从民警手里接过手臂 虽说这条手臂上被烧焦的人体组织 有不少被鱼类或者其他生物啃咬的痕迹 但大致保存还算完好 方清颖看了看 说道 DNA有了 那民警说道 下面还有很多 我们继续 随后 一块块连着焦黑人体组织的尸骨 被捞了上来 众人都是越捞越心惊 脸色也越来越苍白 最终第一批下去的民警扛不住 有人开始吐了起来 徐灵见此 二话不说 就把自己身上的电子设备拿出来放在地上 走进水里 朝着溶洞内部摸去 里面很黑 但他的鹰眼完全不受影响 谁也不浅 大概有一米四五的样子 他来到了一片水流比较平缓 周围有几块大石头凸起的地方 脚下立刻感觉到 似乎是踩到了什么东西 于是立刻一个猛子扎下去 等在上来的时候 双手上已经多出了两个物件 徐组长 我来了 交流 那赵队长又一次进入到了溶洞里 通过防水手电 看到徐灵手里拿着的肢体 马上喊了一声 徐灵闻言 立刻就把肢体给了他 自己继续在水底摸索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整整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的时候 打捞终于结束 此时溶洞里已经铺满了白布 方清颖带着几个法衣 把所有的肢体和尸块都拼凑了起来 整整48具无头尸体 全部都经过了焚烧 触目惊心 所有警察的脸色都是煞白的 眼神里透着血丝 愤怒 疯狂 他们想杀人 想宰了那些凶手 徐灵回到了市局 洗了个澡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但是她的眼前 满是那水底下的恐怖场景 烧焦的尸骨 腐烂的血肉 那画面对她的冲击 便仿佛又一个锤子 不断地砸在她的内心上 她发誓 不管那些罪犯跑到天涯海角 也一定要抓回来 休息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徐灵刚刚走进了办公室 就看到李翔急急忙忙地朝外走 徐组长 车子找到了 还有 那个造大铁桶的人也找到了 徐灵听到这话 立刻说到 马上审讯 走 警官 我真不知道 他们要拿那东西干什么用的 我送到了清平山那边 就走了 他们十多个人 都是自己抬着铁桶上去的 货车司机非常无辜地 把前后经过都说了一遍 徐灵进来之后就扫了一眼 这个货车司机的确没有骗他们 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审讯室 同样用善恶之言 扫了那个出手铁皮筒的老板一眼 对方也是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来到了那个做铁桶的老板面前 徐灵说道 你说 你不认识他们 那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老板摇了摇头 说 警察同志都过了一个多月了 我是真想不起来 等等 我记得好像我儿子 当时在店里玩 他好像拍了几张照片 带我们过去 徐灵迫不及待地起身 随后便跟着老板来到了店里 拿出儿子玩的那个旧手机 找到了里面的两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中年男人 大概四十岁左右 短发 留着小胡子 穿着一身黑色的衬衫和长裤 徐灵抬起头来 说道 马上发协查通报 把这个人的照片 发给李局 让他加大排查的力度 明白 李祥点了点头 立刻按照徐灵说的去办了 他刚刚离开 一个刑警就走了进来 说道 徐组长 出事了 听到刑警的话 徐灵的神色猛地一宁 当即起身和他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了一个案发现场 这个案发现场 在长平市内 一个高档的小区里面 小区内的一栋 连排别墅里面 发现了四具尸体 当徐灵看到尸体当中 有一个小胡子男人的尸体之时 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死了 线索又中断在了这里 他心中压着一股怒气 几乎要喷出来一样 通知理智队 取消协查通报 就说这个人死了 他朝那个刑警说道 是 徐组长 刑警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 而徐灵则是蹲了下来 开始检查地上的尸体 徐组长 地下室 地下室 还有十二具尸体 忽然间 一个气喘吁吁的身影 从楼下跑上来 开口和徐灵汇报 徐灵当即转身来到了地下室 随后就在地下室中 看到了十二具尸体 他们都是被人用力气割断脖子 残忍杀害 奇怪的是 他们没有一个是被绑着的 十二个人 加上楼上的四个 一共十六具尸体 徐灵的脑海里 灵光一闪 说道 十二天神 四大金刚 看来这个所谓的大圣教 想要断尾求生 但是 你们藏不住了 他眯起了眼睛 仔细地查看现场的一切 闭上眼睛 他几乎能够想到 这些人死前的挣扎 失愈者竟能告诉他 这些人死得很痛苦 但倘若他们真的是大圣教的骨干 那么他们就是死得活该 徐灵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眼睛 他起身回到了楼上 开始检查楼上的尸体 身份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房主名叫高晴 死在地下室中的一个 他在市区有一家建材店 生意很不错 这栋房子 是他在半个月前刚刚买的 结果半个月以后就出了事 对了 这个高晴的父母和妻儿老小 我们现在都没有查到去了哪里 苏爱军忽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给了徐灵想要的答案 徐灵文言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他的父母和妻儿老小 我猜得不错的话 应该就在我们的停尸房里 停尸房 苏爱军愣了愣 接着猛地明白了过来 惊呼道 怎么可能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可是他最亲的人 被邪魔歪道蛊惑 六亲不认 一心得道 这种事情以前听过的还少吗 看他们的样子 你看看 他们痛苦吗 他们有挣扎过吗 徐灵说着 深吸一口气 道 他们死亡前的确很痛苦 但是根据我对现场的勘察 这些人没有被捆绑 也就是说 他们是自愿的 自愿献祭生命 甚至说 自愿去见他们信仰中的神 特么的 这种邪魔歪道 都特么该死 苏爱军一声怒吼 徐灵 你说得对 他们都该死 他站起身来 走到了二楼的阳台上 看了一眼下面的情况 旁边就是大马路 车来车往的 而下面的院子里 一群群警方的人员 正在进行现场勘察 忽然 徐灵的目光 看向了马路对面 在马路对面的位置 停着一辆商务车 车里有人 虽然相隔差不多200米 但是他的阴眼镜 能开启之后 清清楚楚地 看到了里面的那两个人 师父 我们刚刚查到 二楼那四个人的身份信息 他们都是一家 跨国公司的员工 而且还是高管 就在这个时候 韩兴急匆匆 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 这个案子接手了以后 徐灵就让韩兴 他们自己发挥 从来也没有 过问过他们的任何行动 之前一直带着方清颖 在配合市局那边的行动 而韩兴他们 则是一直在下面 做排查工作 这栋别墅 本来是他们的排查对象 没有想到 里面赫然有16具尸体 韩兴 师父 根据师班的行程时间推断 他们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24小时左右 这四个人 分别叫王小武 李东海 刘国章 刘文丽 他们都在一家 小本子的企业工作 徐灵猛地抬头 这个案子 和小本子有关 听到韩兴说到 这四个人 都是在小本子的企业工作 徐灵就隐隐有种感觉 这个案子 绝对和小本子脱不了干系 他脸色有些阴沉 目光冷力地 扫过了四个人的档案 看了眼腕表 时间是早上十点 他当即起身 说道 跟我去一趟 这个小本子的公司 是 师父 韩兴立刻 屁颠屁颠地跟上 在他身后 苏外军也跟了上来 他们刚刚出门 老马 老叶 吴小辉等 一个个就像是 闻到了味道的蜜蜂一样 一个个都站在了门口 你们几个 来得正是时候 徐灵刚刚开口 吴小峰就走了过来 说道 头儿 不好办了 我们刚刚排查到几个人 他们是小本子的公民 我们没权利处置 头儿 根据昨天打捞出来的尸体 DNA比对 再加上我们在现场 发现的足迹比对 我们可以确认 其中一个小本子 就是当事人 马进山说道 什么当事人 就是罪犯 叶星航补充了一句 吴小辉 头儿 我们现在就要进行抓捕吗 如果抓到了 他们不肯交代 并且拿这件事情 做文章的话 很容易会引起外交事件的 徐灵一瞪眼 他们会交代的 我不但要让他们交代 我还要让他们 连使用外交豁免权的机会都没有 小本子 当年欺负我们落后 在我们的土地上 烧杀抢掠 现在还敢在我们的土地上 制造这么大的刑事案件 这次如果让他们跑了 我这个警察都不干了 徐灵说着 一步踏出 一马当先朝外面走去 说得对 今天这案子 要真是小本子做的 如果这些小本子不服法 我也不干了 叶星航大吼一声 马金山也咧嘴笑了笑 行 既然头都这么说了 那大不了回家卖红薯去 嘿嘿 韩星黑黑一笑 说道 几位老哥 就算被开除了 我家的企业给你们安排几个高管 是完全没问题的 走着 干他们 对 走着 干他们 萧雪也难得抱了粗口 他满脸怒红 眼神里喷射着火焰 他家太爷爷 就是当年打小本子的时候战死的 所以说起小本子 他心中的怒火 直接就生疼了 那还说什么 干 苏爱军也笑了 虽然他已经四十出头 但此刻雄心爆发 热血沸腾 就一个字 干 我去开车 吴小峰则是二话不说 就跑到了最前面 去院子里开车去了 一路走去 所有的刑警都好奇地看着这个特案组 正在他们出门的时候 迎上了李翔 他正要开口 却被徐林给按下 李支队 这件事情 你们就算了 我们几个足够 出了问题 我们来承担 徐组长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能扛事 我也不差 行真的兄弟们 跟我走 李翔这边 已经差不多锁定了目标 他振臂一呼 所有刑警纷纷上前 徐林见到众人 都是满脸愤怒 一身的血行 心中大为欣慰 有这么一群热爱这个国家的执法者 在 何愁不能抓掉这帮畜生 小本子 赶在大厦的土地上闹事 那就要做好死在这里 给我们的花草树木 当养料的准备 不过在这之前 徐林觉得 还有一个事情要办 他朝李翔说道 李支队 这样 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李翔愣了愣 不是说 一起去小本子的企业去抓人的吗 还要给自己什么任务 徐林郑重地问道 这个任务很艰巨 就看你李支队赶不赶了 李翔听到他的这句话 顿时间瞪起了眼珠子 徐组长 你勇猛 我也不是脑肿 你只要告诉我 让我干什么就行了 别的不说 我行侦支队 保证完成任务 徐林听到他的保证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接着说道 李支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长平市 有小本子的一个使馆办事处吧 此言一出 李翔的瞳孔猛地收缩 他几乎下意识地明白过来 徐林到底要干什么了 深吸一口气 他不等徐林说话 便开口说道 徐组长 你放心 我保证 在你们抓到人之前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来 打扰你们办案 徐林听到李翔的话 心中无比震动 他没有等自己说出口 就直接领命 意思不言而喻 不希望自己扛下所有的事情 而是要陪着他一起扛事 李支队 辛苦了 不过 话我还是要说 麻烦李支队 把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 给我围了 直到我们抓到人 中途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 从小本子的使馆走出来 这个任务 我是命令传达人 出了事情 我来负责 听到徐林的话 李翔摇头苦笑 说道 徐组长 何必呢 徐林却是微笑摇头 行了 李支队 行动吧 是 李翔当即敬礼 行真的兄弟 跟我走 是 行真数十个兄弟 立刻去拿武器装备 然后冲出了门 谁也不知道 一场涉及到外交的大事件 就在一个特案组 和一个行真组的行动中爆发了 李翔带队 十多辆车子 直奔长平市的小本子使馆 而徐林这边 则是带着特案组的六人 杀向了位于长平市中心的一栋商业大楼 在那栋商业大楼里面 有三个公司 其中最大的公司 就是一个名字交座中山下会社的小本子公司 这个公司主营的项目是外贸产品 整个公司拥有接近200个员工 基本上都是大厦人 他们的高管也有一部分是大厦人 只有社长 还有三个高管是小本子 当特案组的车子来到了大厦前的时候 四个保安见到他们下车 立刻就拿出了对讲机 似乎想要汇报什么 徐林见了 二话不说 就让老马和老叶两个人去摁下来再说 有些人 软骨头当酒了 连自己的姓氏都忘得干干净净 成了一条真正的狗 李翔带着行侦支队的几十号人 风风火火地 来到了长平市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 你们干什么 这里是我们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 请你们立刻离开 门口位置 一对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人员 正准备上车出门 忽然就看到了十多辆汽车 直接堵在了办事处的门口 随后身穿警服的李翔 直接就下了车 来到办事处门前 那领头的小本子官员 操着一口还算流利的大下语言 对着李翔怒目而逝 李翔则是鸟都不鸟他 直接挥手 把整个办事处给我围了 从现在开始 哪怕是一只苍蝇 也不能让它飞出去 如果遇到反抗 立刻抓捕 如果他们持有武器 并且对你们开枪的话 允许就地击毙 是 医生低沉地回应 数十个刑警立刻散开 把整个使馆办事处 给包围了起来 小本子办事处的一个中年本子 脸色漆黑 冷冷地看着李翔他们的行动 他的神色就跟在臭水沟里 抛过一样 发黑发臭 吧 他想要怒骂 可是对上李翔那冷漠无比的眼神之后 直接就怂了 把刚刚要骂出口的那两个字 给收回去了一个 李翔冷道 抱歉 使者先生 你们涉嫌侵害我们大厦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 现在开始 你们所有人都不得离开 抱歉 警官先生 我不明白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要投诉 向你们长平市的领导投诉 小本子使者咬牙切齿地说道 李翔不为所动 直接站在那里 如同树桩一样 现在是早上十点多 周围的行人有不少 当他们看到 警察居然把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给围了 一个个都极为兴奋 卧槽 我看到了什么 咱们的警察居然应当小本子的使者 干得漂亮 就得这么搞 特么的 小本子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是好东西 说得对 在我们昌平市的那个小本子大学 也得直接给他围了 把所有人都遣送回去 不对 遣送的屁 查他个底朝天 我听说 这些小本子都是间谍 对 彻查小本子 大家都不要胡说八道 毕竟涉及到了外交事件 咱们做事情要有理有据 有个你大眼 当年小本子入侵我们的时候 跟你讲道理了吗 一段段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上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便如同一个风暴一样 席卷了整个长屏式的网络 而这个时候 李翔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赫然是李局的电话 喂 李局 李翔 你在干什么 咆哮声直接从电话里响了起来 李翔连忙把手机放远了一些 等到对面声音落下 他才说道 抱歉了李局 这是徐组长的命令 你说什么 徐组长的命令 李迎龙猛了 按道理说 徐灵也不是冲动的人 难不成 他抓到什么证据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次的事件就大了 他当即说道 你先稳住 我马上就过来 是 李翔回道 电话挂断 李迎龙立刻就带着人 往使馆办事处的方向赶去 但是比他先到这里的 是长屏式的老姨郑国华 还有长屏式的老二徐红兴 两位大佬先后来到了 使馆办事处的门口 登登登的脚步声 顿时让李翔 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看着两拨人 朝自己这里走来 那股强大的气场 都快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 郑国华来到了李翔面前 冷漠地扫了一眼 这个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然后看向了那个 使馆办事处的使者 郑书姐 今天这个事情 你们必须给我们本子一个解释 否则的话 我马上联系我们本子的高层 对你们的行为进行制裁 郑国华文言 眼皮挑了挑 他也不搭理那个本子的使者 来到李翔面前 问道 怎么回事 李翔感受到他语气里的冷漠 知道自己如果回答错了 那么很可能就会直接当场被开除 于是深吸了一口气 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说了一遍 郑国华 徐红兴两个人 都在一旁仔细地听着 等到听完这个话之后 神色变得极为难看 不管是徐灵还是李翔 在他们看来都做错了 你要封锁这个使馆办事处 那至少手里 需要有证据才行 而通过刚刚李翔的话 他们都还在抓捕阶段 人没有抓到 也没有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是小本子的人干的呀 问题是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 网络上的传播速度太可怕了 如果不控制事态 那么严重性不言而喻 到时候 他们两个都顶不住 郑国华来到了 那个小本子使者面前 开口问道 使者先生 不知道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不如 我们送你们过去 没办法 有一个案子 可能牵扯到你们本子人 所以你们必须要在 我们的监控之内 那个小本子使者听了 立刻怒道 我们山田使者 因为身体不适 想要回国疗养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他要是出了事情 你们谁能负责 面对这样的质问 郑国华的脸色 直接就是一尘 回本子疗养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去别的地方 他还可以说是正常的商业 或者外交的行为 可以收到保护 可是你要回去 那就不好意思了 他开口说道 抱歉 使者先生 你们哪里都不能去 巴尬 你们居然敢扣留我们 给我等着 那使者终于抱了粗口 但他的话说完之后 就没有人搭理他了 郑国华和徐红兴两个人 直接扭头来到了外面 后者有些担心地说道 郑书记 不会真出事吧 闹大了的话 对我们的工作 会有很大影响啊 郑国华苦笑 说道 就算是会出事 我们也要先扛下来再说 等到这个事情过去 李银龙和李翔 这两个莽撞的家伙 趁早给我调走 徐红兴也是一脸苦笑 无论如何 市局局长 刑侦支队支队长 都是他们自己人 这个台子必须要站 郑国华表面上说 要把李银龙和李翔 两个人调走 但其实内心之中 却是极为佩服 一般的人 哪怕是厅长 敢做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 他们都需要权衡利弊 需要的就是这种 冲锋陷阵的汉将 就在小本子的使馆办事处 陷入到风波中之时 徐玲这边 已经带着特案组 进入到了大厦之中 韩兴 萧雪 去地下车库 禁止所有车辆离开 王马 老燕 你们在楼下大堂 给我看好了 其他人 跟我上去 是 随着徐玲的命令下达 所有人都行动了起来 徐玲带着吴小峰 和苏爱军两人 直接上了电梯 十八楼 那个小本子的公司所在地 当电梯在十八层停下的时候 徐玲便做好了准备 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善恶之眼 猛然朝四周扩散出去 何小虎 最恶之一百六十六点 为本子提供情报 打探消息 涉嫌泄露一部分的商业机密 张承云 罪恶之一百七十二点 为本子提供商业情报 徐中中 罪恶之一百十一点 吴倩 罪恶之二百零二点 涉嫌出卖部分国家项目资料 一眼看去 零零洒洒 将近四十多人当中 就有六个名字上 带着红色的光芒 出卖信息 商业间谍 甚至是出卖政府项目等等 其中赫然有一项 长平市市局大楼的设计图 还有长平市政府大楼的设计图 都是从这里流向了外面 设计图是什么 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寻常的建筑都很重视它 更不要说是一个 是关乎于百姓安全的公安局 和关乎于一座城市指挥的 官方大楼了 小本子的渗透 当真是让人极为愤怒 徐灵扫了一眼那些人 说道 那个 那个 还有那个女的 和他身边的人 立刻逮捕 他冷冷地开口 二话不说 就让苏爱军和吴小峰干活 对于他的话 两人完全没有任何怀疑 直接动手 而徐灵 则是直接走向了 最里面的那一间 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就感应到了两道目光 正是出自那最里面的地方 社长室 社长秘书室 两个房间 他直接踏步进去 杀 危机感突然出现 徐灵一个闪身 躲过了一道寒光 然后右手闪电般探出 抓住了一只手臂 咔嚓 随着脆响 尖锐的痛呼声 就从对方的口中发出 一把大约两尺长的锋利长刀 掉在了地上 河边正雄 你被捕了 徐灵看着对方 强忍着想要动手 把这个家伙 给直接杀了的冲动 河边正雄 罪恶值3595点 涉嫌故意杀害大厦公民 焚烧尸体 宣传邪魔歪道 窃取大厦机密情报 等等罪名 要不是自己身上 肩负着使命和责任 徐灵都想一巴掌 给他干死 就在他掏出手铐的那一刻 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 生硬的大下语言 放开他 否则我会杀了你 徐灵头也不回 直接把河边正雄给铐上了 等到铐完之后 他才转过头 看向了身后的人 那家伙手里 拿着一把手枪 正指着他的面门 嘴角带着一抹阴冷的声色 你一个小小的警察 敢抓我们小本子人 愚蠢的白痴 就算你抓了 等一下还是得放了我们 刚刚我已经通知了 我们的总领事大人 你等着吧 很快他就会过来 现在 我命令你 解开河边军的手铐 否则我就开枪了 杰杰 就算我杀了你 也可以说是误杀 到时候 只要回了我们小本子 我还会是英雄 徐灵看着这个猖狂 而又喋喋不休的家伙 眼神里的寒光 骤然闪现 归田三下 罪恶值4027点 涉嫌杀害大下公民 焚烧尸体 传播邪魔歪道 盗取大下资产 窃取情报 超过4000点的罪恶值 庆竹男叔的累累罪行 让徐灵的心中 杀意疯狂爆发 哄 地面猛的一阵 接着归田三下 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感觉一道黑影 撞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的枪口 都还没来得及转 然后右手就好像 被一根石心的钢筋 给硬生生砸断了一般 整条手臂的骨头碎了一大半 徐灵全力地一腿 加上一拳 把这个家伙 打得飞出去四五米 重重地撞在了 后面的墙上 翠 废话真特么多 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从自己的口袋里 戴上了一双手套 然后把归田三下 还有河边郑雄 袭击自己的武器 捡了起来 随后他对门外喊道 苏哥 老吴 都进来 苏爱军和吴小枫进来 看到现场的情况之后 他们的神色 都是变了变 那只手枪和长刀 都可是袭警的证据 什么都不用说了 这两个小本子 这辈子都别想回去 徐灵 打电话给李局 让他派人过来吧 嗨嗨 苏爱军轻咳了两声 接着道 组长 李局那边怕是过不来了 他们现在正在 使馆办事处那边 省厅都已经开始介入了 徐灵听了 当即说道 别管省厅 直接让他们过来 快点 好 此时的徐灵 身上有着一股威势 苏爱军觉得 哪怕是市局局长 都没有这么强烈 也就是省厅的那些领导 才有这么猛的气势 他马上打电话给李迎龙 说道 李局 我是特案组苏爱军 我们组长说 让您立刻带人过来 我们这边抓到了大鱼 听到他的话 李迎龙刚想要质问的那些话 直接给咽了回去 他拿着手机 看了眼被他训斥一通 依旧占得笔直 头铁地拦住使馆 办事处大门的李祥 还有边上的两位领导 咬了咬牙 问道 小苏 你们徐组长 到底抓到了什么大鱼 苏爱军看着徐灵郑中的眼神 说 放心吧 李局 这两条鱼足够大 好 我马上过来 这一刻 李迎龙终于不再迟疑 大不了就是扒了这身皮 不管怎么说 为了那48条人命 不对 应该说是64条人命 他这个局长豁出去了 当李迎龙急急忙忙赶到了小本子的山下会社之时 徐灵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现场 六个被控制的大下人和小本子 全部都被按在地上 尤其是那两个飞伤 急残的小本子 现在只能在地上痛苦地哀嚎 徐灵脸色铁青 看到李迎龙后 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指了指后面的上百个山下会社的员工 说道 给我查 把他们的牢底都给我扒出来 一帮大下人居然给小本子卖命 这里面肯定还有几个 出卖了我们的情报信息 他的这些话并不是无敌放逝 刚刚进来的时候 他锁定住了四个人 让苏爱君他们动手 是因为那四个罪恶值最高 还有一些罪恶值不足一百 但也都是在七八十点以上 够判就行 什么话都不用多说 但凡是给小本子卖命的 一律严惩 身为一个大下人 从小接触到的教育中 就记载着国耻和国难的历史 他们如果说 为了生计 为小鬼子卖命 这可以忍 但为这帮砸碎 去做卖国求荣的事情 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想说情 李英龙闻言 脸色猛的一沉 他对身后的人说道 马上控制所有人 都给我抓回去再说 徐玲 仔细搜查 我觉得这里应该还有一些证据 这个自然 李英龙点头 随后就命令手下的人开始搜查 不一会儿 就有一个警员跑过来 说道 李局 那里面有两个保险柜 是否需要叫专业的人员过来 巴嘎 你们 趴在地上的那个小本子社长 听到保险柜三个字 脸色大变 却不料 一只巴掌直接抽了过来 把他的半嘴牙 都差点拍掉了大半 徐玲黑黑一笑 听到保险柜 他立刻就来了精神 甩了甩手 抬头说道 不用 我来 听到他的话 李英龙一愣 不过这个时候 徐玲已经走向了那两个办公室 当看到一个镶嵌在墙壁里的保险柜之时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淡笑 很快 在徐玲的一番操作之下 保险柜缓缓地打开了 等到保险柜打开后 身后的几个警察猛地一瞪眼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大约一人高的保险柜里 放着五支步枪 还有四支手枪 以及一盒一盒的子弹 足足有数百发之多 除了子弹之外 还有大量的现金 以及一份份放在文件袋里的卷宗 徐玲看到那些枪械的时候 眼神猛的一鸣 自己这次挖到的 绝对是大家伙 这帮小本子 如果不是从事间谍活动的 又怎么可能私藏这么多的武器装备 他把目光转向了下面的那几份文件袋 当他拿出来一个 打开之后 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阴沉如水 长平市武警支队驻地地图 地图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整个部队的驻扎情况 数量等等 再拿出一份文件 里面赫然是摆放着一份 长平市省及科研中心的建筑图 以及安保力量等等 全部都标注得非常明确 剩下的文件 徐玲都不用看 就知道 里面肯定都是通过间谍行动 拿到的一些机密文件 这边还有一个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另外一个警察 在徐玲身后提醒了一句 徐玲当即走过去 过了不到十分钟 保险柜被打开了 这个保险柜里 只有一个油盘 别无他物 但越是这样 徐玲就越觉得 这个油盘的不简单 肯定是保存着 极为重要的东西 徐组长 正在这时 李银龙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一脸急切 说道 徐组长 省厅那边打电话过来了 他们要问责 我们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引起 这么严重的外交事件 徐玲闻言 沉着脸从李银龙手里 接过电话 喂 你是哪位 听到徐玲的声音 电话那头传来了 一个中气十足的质问声 我是徐玲 你是哪位 徐玲直接回道 听到他的名字 对面的人 显然是微微迟疑了一下 接着说道 我是省厅五副厅长 马上让李银龙接电话 很显然 电话那头的人 并没有想起来徐玲的名字 而徐玲则是淡淡说道 你想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电话那头被气笑了 说道 马上给我放人 还有 立刻向使馆办事处的人道歉 还有 道歉是不可能的了 你直接上报不理吧 算了 这一通电话 我已经录音 等会儿我 亲自向不理汇报 啪 电话挂断 正一头一个威严的中年男人 皱着眉头 满脸阴沉 小五 怎么回事 他身边 一个正在看文件的老者 抬头看了一眼 忍不住开口问了起来 齐厅 这个长屏市局太不像话了 刚刚李银龙把电话 给了一个叫徐玲的人 然后那家伙直接跟我说 不能道歉 还说什么 要直接 啪哒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齐厅手里的文件 直接掉在地上 随后他疯狂地冲了过来 抢过五副厅长手里的手机 急忙回拨 喂 电话那头 李银龙立刻接了起来 刚刚挂断电话 徐玲就把手机还给了他 然后到一旁 自己去打电话去了 李银龙吗 我是齐震山 麻烦你 让徐组长接电话 电话那头 齐厅非常客气地说道 李银龙都愣了愣 接着有些抱歉地说道 齐厅徐组长现在正在打电话 行 我知道了 齐震山脸色难看地挂断了电话 他用手指着五副厅长 说道 你什么时候改改你那副官僚的做派 齐厅 我 哎 算了算了 估计这一次 你也要遭殃 也有可能被牵连了 齐震山摇头叹息 五丰盛听到齐震山的话 浑身猛地一颤 齐厅 那个徐灵到底是谁 难不成他直接代表部 说着说着 五丰盛就瞪大了眼珠子 冷汗刷刷刷地往下流 他想起来了 怪不得听名字有些熟悉 徐灵 徐组长 除了那一位直属不理 有着极高特权的 还能有谁 喂 赫博 我这边刚想给您打电话呢 徐灵黑黑笑道 刚刚他挂了齐震山的电话后 的确是想给贺长征汇报一下 没想到 这位大佬直接先联系了他 怎么回事 小兔崽子 你是想翻天吗 贺长征的语气极为严肃 嘿 不敢不敢 徐灵急忙说道 少来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小子不敢干的事情 那肯定有啊 祸害百姓的事情 咱肯定不敢干 徐灵依旧笑嘻嘻地说 他反正就是不主动开口 谁让大佬一上来 就是带着责怪语气的呢 天知道 自己这一次 是顶着多大的压力 作为直属领导 大佬必须要信任自己啊 行了行了 你小子 怎么样 你们特案组有没有事情 贺长征的语气一转 有些带着笑骂地说道 徐灵 那肯定是没事的 赫博 您放心 我们特案组八人 一个都没有受伤 那就好 贺长征心中松了一口气 对于徐灵 他无条件信任 刚刚也就是责备几句而已 要不然这小子 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 他压低了声音 语气严肃地问道 你告诉我 那些小本子 到底有没有事 还有 你手里有没有证据 徐灵心中忍不住赞叹 到底是大佬 两句话 全部都是重点 刚刚那个什么省厅的副厅长 直接一副官僚做派 什么事情都不说 先让自己向小本子道歉 道歉的锤子 我不当场弄死他们 就算是他们组上烧高香了 徐灵说道 领导 有事 有大事 而且 我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的重要证据 这帮人一个都跑不了 还有 我怀疑 其中有一个人 藏在他们的使馆办事处里 具体我不知道是谁 但我一定能把人抓出来 间谍 贺长征直接开口 问了两个字 对 间谍 包括商业 包括军事科技等等 徐灵回道 听到他的话 贺长征咬牙切齿 冷道 调查组四个小时后到长平市 在这四个小时里 你可以调动长平市 甚至是那边整个省的武警 特警 军队等所有力量 我马上向老爷子特批权限 无论如何 你给我守住了 是 徐灵文言 热血沸腾 当即大声地喊道 啪哒 电话挂断 徐灵转过身 看向了李英龙 后者说道 徐组长 刚刚省厅的齐厅 给我打电话 徐灵直接白手打断了他 这个时候 也别怪自己不礼貌了 他道 谁来都没用 现在我接管整个军警的指挥权 不理 已经去找老爷子特批 谁来都没用 李决 你现在得听我的 李英龙文言 脸上闪烁着兴奋的神色 自己绝对是选对了 他猛得立正 一个二级警监 直接给徐灵这个一级警督敬礼 是 徐灵笑了笑 说 李决 别闹 李英龙 徐组长 现在咱们怎么办 当然是去使馆办事处走一趟了 把人带上 走 好嘞 李英龙点了点头 随后留下一支队伍 搜查山下会社 徐灵便带着刚刚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资料 前往了李祥镇守的使馆办事处 办事处的门外 两个小本子正在对李祥 还有郑国华 还有徐红星三人使劲叫唤着 混蛋 你们在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 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我一定要向总领事那边控诉你们大厦的不当行为 八个 快点让我们离开 否则我们将动用武力 让开 外面 那俩小本子不断地叫嚣着 而车子里 那一个本子则是脸色非常难看 正在打着电话 渡边君 你必须想办法把我带回去 就算是死 我也想死在家乡的樱花树下 这个中年男人的脸上 有着一丝病态的苍白 他说话的时候 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结果电话那头的人淡淡说道 孙上君 你既然已经得了绝症 那么我们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你 根本就不值得 为了我们小本子 只要委屈你一下 放心 就算你死在了大下 我们也会把你的骨灰 接回到小本子的 巴嘎 渡边君 我的病还可以治疗 医生说 只要治疗条件好的话 能够活一两年时间 到时候 啪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对面直接挂断 中年男人看着手机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他被抛弃了 自己居然就这样被抛弃了 他们哪怕是 通过一些途径 向大下施压都懒得去做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 车窗被敲响了 一个小本子站在车边 等到他降下车窗 后者便道 老师 看来我没有办法 护送你去机场了 我们高层那边怎么说 总领事那边 我被放弃了 村上摇头叹息了一声 或者说 我们都被放弃了 小野君 很抱歉 小野文言 脸色也是非常难看 村上如果被捕的话 那么他们也跑不掉 他咬了咬牙 伸手把一颗胶囊型的药丸 递向了村上 说老师既然如此 还希望你能为我们小本子敬忠 村上嘴角狠狠抽了抽 他不想死 他想活啊 可是看到了小野的眼神后 他点了点头 拿过了药丸 摇上车窗 嘎吱 嘎吱 外围忽然出现了好几辆车 阵阵刹车声响起 等到车子停下后 徐灵首先从前面的车上下来 他手里抓着一个人 正是那个河边正雄 同时 他的目光冷冷一扫 立刻就发现了 坐在车里 那个如同血色汪洋一样 红到了发黑的名字 村上信 罪恶值6573点 小本子间谍 曾经主导多次危害安全的事件 宣扬歪门邪道 涉嫌杀害超过50余人 罪恶值一出 徐灵杀意滔天 他直接把手里的那个河边正雄 给甩到地上 大不留心地 朝着被围在中间的那辆车子走去 小野见到这一幕 立刻挡在了徐灵的面前 啪 徐灵毫不犹豫 直接抡起一巴掌 把小野善的整个人都飞向了一边 哄 下一刻 他拉住了车子的车门 手臂瞬间发力 恐怖的力量 直接把整个车门都给拉断 车子里 正打算吞服药丸的 村上信只觉得拿药的手 忽然间就失去了力气 然后自己就被甩出了车外 恐怖的力量 惊人的速度 当徐灵把村上信 从车里一把抓出来 丢在地上的时候 众人才反应过来 你干什么 你这是恐怖袭击 我要向你们大下高层抗议 小野捂着腮帮子 大声地嘶吼着 边上另外一个办事处的官员 更是直接冲到了徐灵的面前 一把想要把他推开 徐灵眼睛眯起 伸手闪电一般 又是一巴掌甩出 啪 另外一个小本子 也被他扇倒在地上 满嘴都是鲜血和断牙 同志 等等 郑国华满脸震惊 他怕徐灵继续动手 把人给打死 急忙上前阻止 徐灵却是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说 从现在开始 这里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我的指挥 有任何意见 你们可以直接上报到省里 这短短的两句话一出 瞬间让郑国华 和边上的老二徐红兴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太狂了 你一个一级警督 难不成还要挟制 我们两个一座城市的老一和老二 不过郑国华还是强忍着怒气 说道 小同志 就算你要抓他们 也必须要有正当的理由 我不是反对你抓人 而是怕引起不必要的外交事件 徐红兴此时脸色极为难看 走到一旁去打电话了 当电话接通 他第一时间开口说道 林秘书 我是长平市徐红兴 陈书记在吗 我想汇报个情况 电话那头 很快就传出来一个沉稳厚重的声音 徐红兴 全力配合小徐同志 他说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记住了 是完全服从 是 徐红兴的脸色瞬间变了 一句话就证明了省里的态度 不 这甚至不是省里的决定 而是上面 要不然的话 堂堂一省大员 不急的大佬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走到了郑国华面前 拉了拉他的肩膀 说 老郑 陈书记的原话 一切听从小徐同志指挥 全力配合他 郑国华此时还要和徐林争辩两句 听到这话 硬生生地把嘴巴给闭上了 徐林看了一眼这两位 知道他们和自己不一样 身为一座城市的领导 他们要考虑的东西很多 还包括国际影响等等 但他就是一个警察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 干就完了 况且 现在也不是顾及这个的时候 他们从山下会社里 搜出这么多的武器装备 这帮人绝对是很辣的家伙 这几个人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都不能出事 尤其是这个村上信 他的脑袋里有很多秘密 需要他们来挖掘 抱歉啊 领导 他说着 对身后的李英龙说道 李局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好 李英龙立刻点头 所有警员都开始行动起来 使馆办事处的所有人 全部都被抓捕 然后带上了一辆辆警车 碰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声 枪响传了出来 人群中间 猛地爆发出了骚乱 只见一个刑警倒在地上 刚刚那一刹那 他刚好从村上信的面前走过 一发子弹直接洞穿了他的心口 草 你 马 轰的一声 见到这一幕的徐灵 牙子欲裂 双目几乎都喷出了血来 看到兄弟在自己面前倒下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痛感觉 他整个人 瞬间就陷入到了疯狂的状态 快 隐蔽 隐蔽 人群立刻散开 郑国华和徐鸿兴二人 也是面色苍白地 躲在了一辆车的后面 此时 他们才明白过来 徐灵为什么会直接不给他们面子 一意孤行 敌人都这么疯狂地来 当街杀人了 这个人绝对非常重要 或者说 知道很多秘密 特警呢 给老子上 李迎龙也疯了 二话不说 一声怒吼 一个特警的狙击手 正举起枪 瞄准四周 因为他根本不确定 敌人在哪里 徐灵则是将自己暴露在外面 快速地来到这个特警狙击手的面前 拿过了他手里的枪 抬起枪口 瞄准 射击 一气呵成 碰 枪声响起 对面的一栋八层高楼顶楼的位置 忽然间冒出了一团血雨 碰 接着又是一枪 第二团血雨冒了出来 随后他把枪丢回给那个特警狙击手 在对方一脸的猛逼中 转身朝李翔说道 派人把尸体带回来 是 李翔有些骇然地点了点头 两枪 就这么结束了 哪有这么快的啊 这位徐组长 破案牛逼 没想到杀人 也这么在行 徐灵干掉了两个杀手之后 车队立刻带着犯人离开 市局的审讯室里 徐灵看着面前的村上信 目光与他对视 说说吧 村上信 你做了什么 一五一十说出来 还有 这玩意儿的密码是什么 也说说吧 徐灵说完 举起了手里的黑色U盘 看到这个东西 村上信的脸色 瞬间变得很难看 这是他们在大厦南部的 所有间谍资料名单 他保管密码 由河边正雄保管资料 这是以防万一 可没想到 徐灵他们居然已经拿到了U盘 我 我不知道 这个不是 碰 徐灵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把村上信下了一个哆嗦 你以为 说句不知道就算了 村上信 你是大厦南部的间谍首脑 手里 沾着我们大厦 数十条人命的鲜血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证据 我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比如说 你有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妻子 一双父母 哦 对了 你的家乡樱花 应该快盛开了吧 可惜 你回不去了 不过为了表示歉意 我们会把你的父母 妻儿都带过来的 你儿子村上有龟 长得还挺可爱的 徐灵的脸上 布满了恶魔般的微笑 每个人都有自己在乎的东西 村上信也一样 不 你们不能这么做 村上信的脸色瞬间大变 碰 徐灵再次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怒吼道 别他妈给老子贴道德的标签 对付你这种人 灭你九族都是亲的 你就应该千刀万剐 要不是不能动用死刑 我一定会亲自动手 把你大谢八块 以告为那些被你害死的人 在天之灵 最后问一遍 说 还是不说 徐灵的目光中充满了阴冷 我说 许久之后 村上信缓缓开口 案件真相大白 村上信作为间谍首脑 本来就在大厦南方作恶多端 窃取了大厦不少珍贵资料 后来或许是因为报应 他患上了绝症 结果这家伙相信了大厦的神话传说 献祭生命 能够获得特殊的力量 治愈身体的疾病 甚至是获得永生 48个头骨 就是他献祭后的产物 至于那十二天神和四大金刚 也都是他让小本子手下杀的 为的就是杀人灭口 随着村上信的招供 煽动头骨案 外加一个间谍案 彻底告破 案子虽然破了 但余波依旧还在 以村上信这个使馆办事处 负责人为首的南方间谍组织 被连根拔起 包括山下会社 以及多个小本子的公司 但凡有关联的 全部都被棋底调查 整个南方的数个省份 足足有接近20个小本子被抓捕 这些人 一辈子都别想再回到他们的家乡 连续五天时间 徐林这边都在配合着 苏和省的警队系统 还有武警 军队等等参与办案 他负责审讯 以及率队抓人 好在是这五天 比之前稍微轻松了一些 毕竟案子破了 他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总算是给了受难的百姓一个交代 而这个案子 最为重视的是不理 是京都 别说是贺长征这位警察部部长 就连安全总局的段正刚 还有负责国际战略研究的两位大佬 以及对外的一位大佬 全部都亲自给徐林打电话 过问了这个事情 了解整个来龙去脉 他们都无法想象 徐林居然凭借着一个 几乎没有线索的案子 把整个小本子 在南方这边的间谍网络 连根拔起了 苏河省 荆州市 这里是六朝古都 但同样的 这里有着抹不去洗不掉的血泪室 小本子 在这里留下的罪孽深重 每一个荆州市的百姓都不会忘记 坐落于荆州市的省厅之中 偌大的会议室坐无虚席 接近一百位各级的领导齐聚在此 为的就是这一次小本子的间谍案 参加会议的人员当中 最显眼的就是坐在主位上的那位老人 虽然这位老人的地位 稍微逊色于老爷子 但也实实在在是郑国的级别 是大夏的二爷 二爷平时的表现都是和蔼可亲 但此时此刻 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冷漠和愤怒 目光扫尸一圈 苏河省的老一 老二 还有苏河省省厅的齐震山等人 后者都是低着头 羞愧无比 主管政法的是谁 二爷问道 听到这话 众人的目光看向了一个 两兵略有些斑白 眼眶深凹下去 眼神却非常有神的短发老者 黎涛 从现在开始 你的工作暂时先放一放 二爷一句话 直接就宣判了这位 苏河省老三的仕途 他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过想到这次的事件 这位一省的老三 一句话都没有狡辩 说道 二爷 我明白 一切都是我的工作不利 二爷看了他一眼 目光接着投向了一旁的苏河省的老一和老二 说道 你们两个也给我好好反省一下 作为一省大员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两个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应对 还有 省厅的 老人一个个问责过去 没有人敢开口说话 全部都服服帖帖 这位老人 是实打实的实干派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如果你还要狡辩的话 那么这位老人 恐怕会更加愤怒 徐灵坐在会议室的最角落 看到这些大佬们受罚 他嘴角微微撇了撇 受罚 那是应该的 谁让他们的辖区里出现了这么大的窝案 而他们还一无所知 要知道之前泄露的机密 让小本子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给大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光光那些军事设施的泄密 就置大厦于危险近地之中了 说实话 这样的处理还是轻的 不过徐灵也没有再说 毕竟上面也有上面的考虑 小徐 人呢 徐灵 在哪里 就在这个时候 二爷扫了全场一眼 忽然间开口 连续喊了好几声 徐灵边上的李盈龙 推了他一把 他才从沉思中醒来 连忙起身说道 道 老人此时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这还是整场会议上 他第一次露出笑脸 好小子 坐那么后面干什么 到前面来点 老人朝着身旁说道 徐灵有些猛看了眼二爷身边的一群大佬 当即道 二爷 这不好吧 二爷的机要秘书却是笑了笑 起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说徐灵同志 你坐我这里来 秘书很有眼力近 他知道徐灵现在 在警察部和老人们心中的地位 这小子破案无数不说 破的还都是大案 要案 悬案 给大夏挽回了不少的损失 就像是这一次 如果不是他的话 大夏的损失将无法估计 对这样的年轻人 结交只会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 他现在虽然是秘书 但迟早都会是被外放出去的 到了外面 如果出了什么案子 有徐灵这个特案组的组长帮忙 那就好办多了 行 那就谢谢王秘书了 徐灵也没有矫情 来到了王秘书的位置上坐下 王秘书则重新找了一张椅子 坐在了老人的身边 小徐 这次 你的确做得不错 长征都说了 你小子这次的功劳 可比三次一等功 这个话 我是赞同的 说着 老人指了指边上的贺长征 贺长征同样满脸笑容 对着徐灵点了点头 徐灵 谢谢领导夸奖 不过我就是 做我份内的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小兔崽子 要来 贺长征笑容收敛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这是谦虚吗 你这是嘚瑟 完完全全在嘚瑟 徐灵文言 嘿嘿一笑 领导 我也没办法 客套话说不来 谁让你说了 贺长征没好气地道 行了 这次是真的压不住了 贺长征说完 看了眼二爷 道 这次回去之后 组织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些考察 等到考察结束后 你小子 说到这里 徐灵就停住了 满脸好奇地看着贺长征 我咋了 等半天没说话 他忍不住问了起来 贺长征终于绷不住 笑道 你小子 准备穿白衬衫吧 徐灵文言 眼珠子猛地一瞪 白衬衫 哪个警察不梦想 有一天能够穿上他 没想到 自己26岁 都还差一点的年龄 仅仅参加工作两年的时间 就能穿上白衬衫了 如果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整个警队系统 恐怕都会疯狂吧 立功受奖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但说自己可以穿白衬衫 徐灵是真的开心 会议结束后 二爷当天下午 就乘坐飞机 离开了苏和省 他还要去海外 进行一次外访 而贺长征 则是把徐灵 叫到了自己的面前 小子 书面报告 做出来后立刻上交 这位大佬对徐灵说道 徐灵 我就知道 放心吧 已经做好了 他说着 就把自己昨天连夜赶出来的报告 交给了面前的大佬 哟 知道提前做准备了 大佬诧异地看着他 徐灵 领导 你看我这忙前忙后 都快一个月了 能不能休息几天 说句实话 这都马上过年了 我去年都没能回家 今年总得回家过个年吧 贺长正一瞪眼 说道 照你这么说 那些在暗线上工作的同志 到过年的时候 都得先请个假过个年了 徐灵哑口无言 这老爷子不讲道理 咱们是在为人民服务 一刻都不能马虎 不过 语气一转 贺长正笑着说道 你小子这次的确做得不错 我就特批 你们小组休息几天 时间就定半个月吧 徐灵听到这话 立刻露出了笑容 半个月假期 不容易啊 总算是能休息一段时间了 领导 看来您还是疼我的 他嘿嘿笑道 少给我吸鼻笑脸 你小子给我记住 任务电话24小时开机 如果遇到特殊案件 我可不管你 是不是在假期 立刻给我滚回来 得 还是待定啊 徐灵苦笑 不过仅仅只是一瞬间 他就站直了身躯 沉喝一声 是 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自然是要以任务为重 如果遇到了案子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回总部待命 行了 我晚上就走 你小子 可以回家了 贺长征说着 起身朝外面走去 领导再见 徐灵立刻嬉皮笑脸地说道 等到领导离开 他快步地来到了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 自己手底下的七个组员都在 看着一个个期盼的眼神 他忽然一笑 说道 假期批准 半个月都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不过 给我24小时开机 有任务 咱还是得上 是 众人立刻大声回复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开心的声色 随后 一群人一哄而散 最后只剩下一个韩星 还在办公室里 你什么情况 徐灵看着他问道 韩星 没啥 就是想和师父您顺道回家 徐灵 老吴都走了 要说顺道 他应该和我顺道吧 韩星黑黑一笑 说道 师父 主要是我爸说想见见你 当面感谢您的栽培 徐灵 行了 我有空会去 现在我只想回家 说完 他就直接走出了办公室 离开荆州市局 直奔机场 韩星这货跟在身后 屁颠屁颠地追了上来 最终两人一起 回到了海园上 不过 一个是回江云市 一个是飞海里市 徐灵下了飞机后 立马打车回家 都不带犹豫的 等回到机械厂宿舍小区的时候 胡大爷正在门口抽着烟 看到他回来 眼前顿时一亮 林子回来了 来 抽一颗 胡大爷说着 丢给徐灵一根烟 就是五块钱一包的香烟 徐灵也没有嫌弃的意思 接过来之后 给胡大爷点上 接着再给自己点燃 胡爷爷 最近身体咋样 他笑呵呵地问道 胡大爷 好得很烈 倒是你小子 看你都瘦了 这段时间很辛苦吧 徐灵 辛苦倒是不辛苦 就是脑壳疼 哈哈 大爷哈哈了几声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徐灵等到抽完一根烟 这才和大爷告别 直奔家里而去 回到家门口 他看了眼自家的门 又看了看对门的盐瑶家 微微笑了笑 咚咚咚 他敲响了自家的门 来了 很快 门就被打开了 徐母看到站在门口的儿子 顿时脸色一喜 压的一声 就把徐灵给拉进了门 臭小子 舍得回来了 快点进来 你个小兔崽子 有了媳妇忘了娘 上次为什么不告别 来来来 给我一个交代 说着 徐母就揪着徐灵的耳朵 疼得他呲牙咧嘴 妈 妈 疼 哎呦 在母亲的眼里 不管你多大了 永远都是一个孩子 虽然老妈下手的确很重 但她感觉心中还是挺温馨的 还敢不敢啊 徐母横眉瞪眼 下手不但没有减轻 反而是加重了几分 哼 你以为打个电话 通知我一声就够了 我告诉你 还有下次 老娘 把你耳朵给拧下来 知道没有 知道了 妈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犯 徐灵连忙说道 这还差不多 徐母总算是放开了手 接着揉了揉她的耳朵 笑着问道 弄疼了没有 死 您说呢 我感觉耳朵都快掉了 徐灵倒吸了一口凉气 活该 徐母瞪了她一眼 接着问道 走 陪我买菜去 我爸呢 徐灵问道 老家伙出门下棋去了 先买菜 等下叫上瑶瑶 来家里吃饭 你个小兔崽子 人家一个大姑娘 都跑到你家对门来了 你还这么久不知道回来 徐母没好气地说 徐灵 妈 我也没办法 有任务 我总不能啥都不管妈 不过等下再叫瑶瑶吧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行 母子二人一起 去菜市场买了菜 等到晚上的时候 徐母烧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徐灵吃得唇齿流香 满嘴都是油 吃完饭后 和老爸下了一会儿象棋 接着就把一些徐母 特意给盐瑶做的饭菜 给装进了保温盒 出门来到了对面 咚咚咚 敲门没有人应答 徐灵愣了愣 应该是在西岩山庄那边 还没有回来 嘴角露出了一抹坏笑 徐灵从口袋里 逃出了一串钥匙 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 黑暗之中 无声无息潜入 然后躲在了沙发后面 静静地等待着目标猎物的出现 晚上十点 一道窈窕的身影 出现在了楼道里 随行的两个女保镖紧随其后 等到盐瑶打开门 确认没有危险后 两个女保镖 就走向了距离不远处的 另外一套房子 盐瑶的身边 除了司机之外 安保做得非常好 一般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人可以近身 这两个女保镖当中 有一个是官方的人 自从徐灵成为 特案组的组长之后 官方就开始保护徐灵的亲人 除了盐瑶之外 她的父母外出 也会有隐秘的随行保护人员 这和级别没有关系 完全是上面稀才 像徐灵这样的人才 如果说因为一些事情 走到了犯罪的道路上 那么上面真的无法想象 这家伙的能力全开的话 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盐瑶走进了自家的家门 随手关上门 然后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 就那么赤着脚走进了客厅 她扫了一眼客厅 翘脸忽然微微一致 客厅的桌子上 赫然摆放着几盘精致的菜肴 还有一碗米饭 随后她就明白过来 应该是徐灵父母来过了 还给她留了饭菜 之前她给老两口留了钥匙 他们时不时会送点东西过来 留饭菜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摇了摇头 今天回来的比较晚 在西安山庄里吃了饭 注定是要辜负老两口的一番好意了 她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里面穿着一件白色的贴身毛衣 略显慵懒地伸了伸腰 曼妙地曲线一览无余 呼呼 呼呼 就在颜瑶把包放在沙发上 准备去卧室洗个澡的时候 忽然之间 一个个细微的呼噜声 从沙发后面响了起来 她猛然间跳了起来 差点就尖叫出声 不过反应过来后 死死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如果是坏人 趁着对方睡着了 自己还可以悄无声息地跑出去 不过她还是壮着胆子 拿着手机 拨通了自己保镖的电话 接着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一步一步地朝着沙发后面走去 等来到沙发后面 就看到后面的地毯上 躺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全曲着身体 呼呼大睡 啊 颜瑶看到徐灵 忍不住一声尖叫 直接扑了上去 而这个时候 电话已经接通了 那头的一个女保镖 听到尖叫声 立刻就冲出了门 直奔颜瑶的房间 徐灵睡得很香 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了 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吓得她猛地 从地上弹射起身 等看到发出声音的人之后 脸上的神色顿时松弛开来 颜瑶又是一声尖叫 然后二话不说 就扑到了徐灵的身上 一张粉嫩的樱桃小嘴 毫不犹豫地亲了上来 门外 两个女保镖已经冲出了门 而对门的徐家二老 也是听到了动静起身出来查看 颜瑶可是他们的儿媳妇 不容有失 结果 当女保镖打开门 带着老两口冲进来的时候 四个人齐刷刷都愣住了 徐灵和颜瑶也松开了嘴 看向冲进来的四人 六双眼珠子对视 空气瞬间寂静下来 过了好几秒钟 徐母气急败坏地说道 老东西 家里的煤气没关 赶紧回去 哦 对对 煤气没关 徐妇回过神 立刻拉着徐母离开 两个女保镖也尴尬地笑了笑 二话不说 就退了出去 等到门被关上 颜瑶重新看向了抱着自己 近在咫尺的那张脸 四母相对 无言甚有声 一切的情感到了此刻 皆是水到渠成 门外 徐妇徐母和两个女保镖都还在 徐母耳朵贴在门上 听了一会儿动静 接着喜笑颜开 拉着徐妇朝自家门走去 边走边道 老东西 回头得准备彩礼了 话说这丫头家条件这么好 咱得多少合适 哎哟 丑死个人了 两个女保镖听了 对视了一眼 忍不住撇了撇嘴 大妈 您说这话合适不 谁不知道 人家颜总是倒贴的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让别人家闺女知道 徐妇这么优秀的话 恐怕会上赶着倒贴吧 第二天早上 徐妇神清气爽地起床 她看着依旧还在沉睡的女富婆 嘿嘿笑了笑 昨天晚上 到底是没能忍住 她是这辈子的第一次 女富婆也是 完美的双向奔赴 对待感情 她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既然决定了 那就她了 悄悄起床 来到洗漱台前 看到一套崭新的洗漱用品 没有拆包放在一旁 她忍不住心中付费 我去 她早就准备好了 我昨天晚上 算是羊入虎口吗 心里嘀咕着 她洗漱好了后 便将昨天晚上 被他们两个 由于大战消耗 不得不吃掉的 冷饭冷菜的碗筷 给收拾好 接着 她便起身出门 来到了小区外面的早餐店 买了丰富的早餐 回到楼上 刚刚进门 就看到一个眼泪汪汪的美女 正穿着一件冰丝睡衣 看着自己 咋了 徐灵愣了愣 问道 什么情况 一大早谁欺负你了 严瑶却是擦了擦泪水 如同一个小女孩一样 钻进了她怀里 绝嘴说道 我以为你 又去执行任务了 徐灵 那个啥 其实 你也可以适当 恢复一下你 女强人的本色 那样的话 我扑倒之后 才有成就感 流氓 严瑶白了她一眼 说道 女强人是吧 小林子 给本宫捏捏脚 你确定 徐灵不怀好意地 看着她的鲜鲜欲足 昨天晚上 她对这双 白皙如玉的小脚丫 可是爱不释手的 呸 吃饭吃饭 富婆立刻服软 两人腻歪在一起 吃了一顿早饭 然后又到对面的 老两口家里 串了个门 老两口看着这小两口 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停过 催生的计划 可以提上日程了 尤其是看到 严瑶有些别扭的 走路姿势 徐母更是双眼发亮 一个劲地说什么 这个年纪刚刚好 还说这个时代 大家都很开明 未婚先孕什么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徐家绝对不会 辜负她之类的话 整得严瑶这位女老总 差点羞愧地夺路而逃 早上休息了半天 中午在徐灵家里吃了饭 两人便手拉手出了小区 一个下午的时间 徐灵都陪着她逛街 吃小吃 看电影 几乎把整个广华县 都玩了一遍 不对 现在应该说是广华市了 上面的批文已经下来 广华正式升级为县集市 时间接近傍晚的时候 严瑶忽然想到了一个事情 有些犹豫地看着身边的男人 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 那个 林子 我晚上可能有点事情 啥事 徐灵好奇地看着她 按照女富婆的性格 不应该这么扭扭捏捏的才对 晚上我一个闺蜜归来 她在我的西岩山庄组了一个局 叫上了不少的同学和朋友 可能 没空陪你了 严瑶有些抱歉地说道 她现在是恨不得 整天都和徐灵溺在一起 不过这个局前些天都约好了 她身为主人 临时爽约也不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回家 徐灵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 彼此之间留一些自由的空间 这一点她也很赞成 毕竟自己可能离开的时间更多 等等 严瑶咬了咬性感的小嘴唇 说道 要不然你也去 反正他们也没说 不能带男伴 我能去 徐灵笑了笑 呢 我说能就能 严瑶回答 行吧 就陪你去看看 见一下你朋友也是有必要的 毕竟 现在咱们也在一起了 徐灵说 嗯 走着 严瑶开心地点了点头 两人当即就开着车子 来到了西岩山庄 虽说上次已经来过一次 不过今天再来 她依旧觉得 这个地方是真的不错 当车子进入到山庄内部的时候 徐灵忍不住到 真想住这里 这环境真的是不错 富婆 等咱退休了 就经营这家山庄怎么样 行啊 到时候我管财政 你管经营 严瑶眼睛笑成了两轮月牙 徐灵 还是算了 不管是财政还是经营 都交给你 我这都一窍不通啊 哥哥 车子停下 两人一起下了车 严瑶把徐灵安排在了自己那栋小别墅的二楼 然后就找山庄的经理 去吩咐一下 招待同学朋友的事宜了 徐灵坐在小别墅二楼 泡了一杯茶 悠闲地靠在躺椅上 楼下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徐灵通过二楼的窗户 看着下面严瑶在迎接她的那些同学和朋友 看着她和那些人的谈笑风生 嘴角也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她不喜欢交际 但也不反对交际 女富婆毕竟身家在这里 人脉关系很广 认识的人多也很正常 进入到小别墅的人 有男有女 基本上都是很年轻 最多也就是三十出头左右 有几个男的 看着严瑶的时候 眼神里都透着惊艳的光芒 经过昨天徐灵的调教 这位女富婆身上不仅仅有成熟 还有无法形容的妩媚动人 甚至连声音都带着一丝丝的魅惑 放在古代 这就是霍国殃民的代表 所以 那些男人心中都生出了追求的心 六女四男 十个人到齐后 颜瑶就上了楼 摆到昏昏欲睡的徐灵身后 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 走了 和我下去一下 认识认识我的那些朋友 徐灵文言笑着点头 随后两人手挽手 从楼上走下 当他们二人走到餐厅的时候 坐在餐桌前的众人都微微变色 那些个女人都诧异地看着徐灵 要知道 颜瑶一直以来都是一女强人世人 是他们这群闺蜜中 当之无愧的白天鹅 谁想到这只白天鹅的身边 却出现了一只 无法形容了 说它是癞蛤蟆也不对 因为它确实很帅 而且 从这只癞蛤蟆的身上 他们还感觉到了一丝丝压力 这种压力只有从他们父辈的身上 才感受到过 夏宁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颜瑶单身的吗 一个男的忍不住 开口问身边的另外一个年轻人 后者摇了摇头 苦笑道 陈少 我哪里知道 反正我之前是根本不知道 颜瑶姐谈恋爱了 要是知道 我也不会带你过来 另外一个青年说道 陈少 你怕啥 以你的段位 还怕一个小白脸吗 是啊 陈少 要不然就给她个下马威 到时候 颜总面子上挂不住 那么就会怪罪到她身上 咱们 不对 你的机会就来了 第四个青年 差点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还好陈灵杰并没有注意 姐妹们 还有夏宁 这位陈少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徐灵 颜瑶给众人介绍了一下 徐灵笑着 和大家点了个头 道 你们好 我是瑶瑶的男朋友 初次见面 以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 好说 哟 瑶瑶 藏得够好的呀 你这男朋友挺帅的呀 是不是怕我们下手 就是 好家伙 我感觉她的身体很强壮 来 姐姐念念看 看到一群如狼似虎的女人 颜瑶面色一板 拦在了徐灵面前 像是护独子的老虎似的 说道 这是我的 你们都给我把哈拉子吸回去 否则别怪我翻脸 行吧行吧 你的就你的 就是 等明儿节也找一个 哥哥哥 一群女人说着 便都笑了起来 看到徐灵一出场就成为了焦点 那四个青年 却是不乐意了 当颜瑶刚刚带着徐灵入座 就听到旁边的一个青年开口问道 徐先生 不知道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徐灵 来了 熟悉的狗血剧情来了 他心中说着 脸上不动声色地说 父母都是退休职工 我自己 则是当个小警察 混混日子 当警察的 四个男人 包括一群女人 都是诧异无比地看向颜瑶 按道理来说 他不应该看上一个小警察 难不成 又是英雄救美的桥段 这个时候 徐灵旁边开口的青年再次说道 当警察的 呀 夏宁 陈少 这个你们应该是最了解了吧 夏宁笑了笑 说 这个是肯定的 我爸刚进省里 虽然是一个副厅 但是常务副 实权位置 用不了几年 正厅不是问题 陈少则是淡淡地敲了敲桌子 什么话都没说 旁边的一个家伙立即到 陈少的老爸更不得了 现在已经是腹部了 估计用不了几年 那就是正步 乃至更进一步 乖乖 几人的话 顿时让那几个女人 双目放光 他们没想到 夏宁带来的这个陈少背景 居然这么大 顿时 一个个心里都犯起了小心思 徐灵一脸无语 他看着那个看上去 都差不多三十岁的陈少 居然还用这么老土狗血的装逼模式 一句话 怪恶心人的 他忍不住看向颜瑶 轻声问道 谁家的 颜瑶也是觉得有些无奈 苦笑道 夏叔家的 还有一个应该是陈家的 就是那个陈英虎 啊 徐灵愣住了 这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夏维海的儿子 一个是陈英虎的儿子 都是熟人啊 不过 他只是和他们老子熟悉 他们两个倒是没有见过 他笑了笑 和颜瑶眨了眨眼 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陈英虎 夏维海 好吧 他觉得适当的时候 得给这两位老领导一些面子 哪怕是他们家的孩子 总得照顾一下 颜瑶也看不下去 那几个装逼的家伙了 当即吩咐了 服务员上菜 随着一盘盘菜上来 服务员也端上来了几瓶好酒 红的白的都有 他看向身边的徐灵 见到后者摇了摇头后 便也明白过来 他不能喝酒 虽说现在是休假的时间 但赫不都说了 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 所以 酒还是尽量别喝了 见到服务员给众人倒上了酒 只有徐灵一个人 酒杯是空的 颜瑶还贴心地 给他叫来了一瓶矿泉水 众人的神色 顿时都有些不好看 颜瑶 什么情况 你男朋友不能喝酒 是啊 颜瑶 怎么也得陪姐姐们喝一杯吧 来 帅哥 我给你倒酒 几个女人纷纷开口 有一个长得还不错的美女 拿过徐灵的杯子 准备给她倒酒 颜瑶马上拿过杯子 说道 不行 她不能喝酒 呵呵 这倒是稀奇了 夏宁略带讥讽地笑了笑 说道 瑶瑶 怎么就不能喝酒了 难不成 她身体有毛病 颜瑶闻言一瞪眼 说道 夏宁 你才有毛病 她是警察 所以不能 这话说到一半 她看了眼中人 感觉有些站不住脚啊 果然下一刻 陈灵杰皮笑若不笑地说 颜小姐 这话 你就说错了 警察在执勤的时候 的确是不能喝酒 但是平时不上班 也是不经酒的 咱们这里 又不是部队 规矩没这么森严吧 徐灵笑了笑 说 抱歉抱歉 领导批架的时候说了 24小时备战 所以 这酒还真不能喝 24小时备战 你就是个警察 还以为自己是特种部队啊 另外一个 叫王涛的青年 冷笑嘲讽 还真是差不多 徐灵点了点头 他们特案组 可不就是和特种部队 差不多的性质吗 特种部队 只是针对特殊的危险情况 才会出动 他们特案组 也是在发生特殊案件的时候 才会出动 两个差不多的道理 得了 既然人家不给面子 那咱们 就自己喝吧 陈灵杰说完 冷冷地笑了笑 和夏宁碰了一杯 然后又和另外几个女的 以及颜瑶示意了一下 唯独是没有理会徐灵 徐灵倒也是乐得清闲 并未在意 颜瑶却是不答应了 她直接把酒杯放在了桌子上 她目光冷冷地看向夏宁 什么意思 我好心好意地 请你们过来吃饭 介绍美女给你们认识 你倒好 找个人来给我难看 夏宁笑了笑 并没有说什么 她对颜瑶没想法 但架不住别人有啊 人家要展示优势 引起你的注意 我也没办法 几个女的 也感觉到了酒桌上的气氛 有些尴尬 马上几句发挥出了 自己的优势 和颜瑶以及陈灵杰 他们说笑了几句 大家就开始喝了起来 期间 大家说话的内容 无不是赚了多少钱 还有谁谁谁的朋友 有生意 让大家给介绍介绍等等 或者说 谁的家里关系够硬 能够找到门路什么的 徐灵 对这些没什么兴趣 她感觉自己坐在这里 还不如回上面喝茶呢 于是她开始大口朵移 准备等吃饱了就上楼 可就在她吃东西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饿死鬼头胎似的 是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吗 王涛冷笑出声 碰 颜瑶直接把酒杯重重 放在桌子上 翘脸布满寒霜 冷道 王涛 你什么意思 她虽然在和大家谈笑 但其实一颗心都在徐灵身上 生怕这家伙 对这样的场合不适应 结果显示 这家伙很强大 直接无视了他们 该吃吃 该喝喝 根本就没有任何不适应的现象 王涛笑了起来 说 抱歉抱歉 颜小姐 我这个人出了名的嘴臭 我向这位先生道歉 对不起了 她虽然是在道歉 但脸上和语气中 根本就没有道歉的意思 徐灵瞥了她一眼 继续埋头吃东西 你看到自己被无视 这家伙反倒是生出了一丝怒气 她道 陈少 要不然你看看 给这位徐警官 在省厅某个有前途一点的差事 怎么说 你家老头子 也在海原省省厅干了这么多年 人脉关系肯定还在啊 这话一出 陈灵杰的眼睛顿时亮了 她笑着点头 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也不知道 这位徐警官到底是什么警衔 我这边也好安排安排 徐灵 不用了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 你还真的安排不了 什么时候 一个二代 能够左右警队的人士了 来 你跟我说说 准备找谁 听到她的话 陈灵杰的眼神猛得一沉 实际上 她就是说说而已 当然不会找人 给徐灵走关系开后门 王少 你说什么呢 陈少的老爸 已经去了京都 在我们海原省的门声 肯定是有的 但这样的小事 我就够了 远的不说 在江云市的警队系统 我家老头子 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 这倒是我差点都忘了 陈灵杰看到夏宁开口 顿时露出了笑容 夏宁看着徐灵说道 徐警官 要不然 我给你安排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 坐坐 实在不行的话 到下面的派出所 当的所长 也是可以的 徐灵脸色低沉 看着这两个家伙 说道 你们最好优着点 别给自家的老头子惹事 有些事情不能做 有些话也不能说 这两个家伙 他是真不明白 从小接受的 到底是什么教育 谨言慎行 难道不懂 装逼 装到这个份上 那就是妥妥坑爹了 对于这几个家伙 徐灵真的是无语了 多快三十岁的人了 就不能成熟点 怎么感觉 他们连自己这个 二十六岁的年轻人 都不如呢 而对面的陈灵杰和夏宁 听到徐灵的话后 脸色都有些阴沉 这个家伙 真的是 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呀 陈灵杰 徐警官 我们只是 看在严小姐的面子上 想要拉你一把而已 恕我直言 你这样的人 根本配不上严小姐 徐灵也不爽了 拿自己和严谣说事 这不能忍 他按下了 正要反击的严谣 说道 你是什么东西 配不配得上 也轮得到你来说三到四的 我是给你们脸了 还有 我用你来拉我一把 陈灵杰和夏宁 王涛几个 全部都是脸色一沉 他们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样的气 哪怕是在二代圈子里混得 地位比他们高的 也会顾及一下面子 不会当众这么抽他们的脸吧 陈灵杰阴沉说道 小子 你他妈是真的点脸不要脸啊 登登登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哈哈 抱歉抱歉 路上堵车 来晚了 笑声响起 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 三步并坐两步地进入了餐厅 不好意思 王涛 夏哥 来晚了 来人说着 自来熟地拉了个椅子 在边上坐下 然后看着一群美女 双目放光地说道 好多美女 话说到一半 他终于看到了 坐在那里 沉着脸的徐灵 师父 韩兴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舔着笑容喊道 徐灵摆了摆手 看也不看这小子 而是依旧满脸冷漠地 看着陈灵杰 我就给脸不要脸了 你能怎么办 难不成 还能凭借你家老子关系 把我的植物给撤了 你是在坐死 陈灵杰眯起了眼睛 徐灵 对 坐死呢 怎么 你要弄死我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是在挑衅 碰 夏宁猛地一拍桌子 起身愤怒地说道 小子 你再说一遍试试 卧槽 夏哥 你 韩星刚要开口制止 却是被徐灵一瞪眼 连忙收了回去 徐灵缓缓地站了起来 满脸嘲讽地说道 我再说十遍 也就一个意思 看你们不爽 一群屁本事都没有的富二代 和我坐一起 我都感觉丢人 好 好 你给我等着 看我不整死你 夏宁咬牙切齿 他直接拿起了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徐灵笑了笑 说 行啊 你们不整死我 那我就要整死你们了 来吧 我让你们先出手 他的话音落下 夏宁那边的电话也接通了 喂 许局 是这样的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一个警察 他的名字叫徐灵 是夏公子啊 稍等一下 电话那头的人 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他输入了徐灵的名字 可惜的是 他们警队系统里面 根本就搜索不到这个名字 夏公子 你是不是弄错了 哪两个字 夏宁的手机 是处于免提的状态下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韩星都忍不住捂着额头了 这货 是真的做死啊 给自家的老子找麻烦 也不是你这么找的 他已经看到 徐灵在录音了 好家伙 做死得很彻底 不知道名字 行 我告诉你 双人徐 麒麟的灵 徐灵似笑非笑 马上 电话里的人立刻开始查询 结果十几秒钟后 对方说道 不对啊 查不到 夏宁冷笑看着徐灵 说 你敢把你的真名说出来吗 还是说 你根本就不是警察 徐灵也笑了 说道 查不到啊 要不然 我给你个警号 你再查一查 T0000001 徐灵说出了一串数字 而对面正在查档案的那个人 却不敢动了 手指头放在键盘上 却是怎么都不敢敲下去 0000001 这是市局局长 厅长 部长 以及多个执法部门老一的警号 只不过前面这个 T是什么意思 他也不明白 他下意识地认为 这个警号 就是在胡编乱造 而这个时候 夏宁却是冷笑说道 你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跟我闹着玩吗 0000001的警号 只有各地和部里的老一 才有资格佩戴 你当这是什么 电话那头 所谓的许局听了 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立刻输入了 带着前缀的T0000001警号 结果下一刻 他的电脑上 就出现了一片红色 绝密 他脸色大变 惊骇地说道 夏公子 完了 这是绝密警号 啪哒 说完这家伙 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到手机里 传来嘟嘟的盲音 一群人都有些惊讶 当然 他们并不认为 徐林拥有这样的地位 主要是这个警号 居然还真有 徐林笑了笑 说道 你们用完手段了是吧 那行 该我了 他说着 慢悠悠地拿起了手机 打开微信 拉了一个群出来 然后直接开启了 多人视频模式 接着就把手机 放在了桌上的转盘上面 过了几秒钟 视频几乎是同时被接通 接着 两个小框框 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什么东西 徐林 你小子在干嘛呢 电话里响起了一个声音 夏宁猛地一哆嗦 那赫然 是他家老子的声音 他急忙走过去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当看到屏幕里的两个人之后 夏的手机都拿不稳了 小兔崽子 你怎么和徐林在一起 虽然只是匆匆一眼 夏维海却还是看到了自家的小崽子 老领导 不好意思 见笑了 应该是我们家小崽子惹祸了 徐林走到了浑身发凉的夏宁身前 从他手里拿过手机 对准了自己的脸 他笑道 夏局 您猜对了 您家的小崽子 的确是惹祸了 不过吧 停顿了两秒钟 他看向了陈英虎 笑道 老领导 你们家的那位 好像也不太让人省心啊 什么意思 屏幕里 还在办公室的陈英虎 猛地皱起了眉头 徐林 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唉 现在的年轻人 不得了 他说着 把手机交到了陈灵杰的手里 而此时此刻 陈灵杰就好像 是被定住了一样 眼珠子往外凸 满脸都是难以置信 和惊骇欲绝 韩星看到这一个个 见鬼的表情 捂着脸 不忍直视下去了 他早就用言语 警告过他们了 而且还口口声声 喊了徐林师傅 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啊 或者说 他们也根本就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 得 现在好了 这几个家伙 尤其是夏宁 还有那个陈灵杰 估计回家 要被收拾死了 陈灵杰此刻 正看着手机屏幕 当见到那张 让他从小 都敬畏的面容之时 他的手猛的一个哆嗦 手机直接掉在了桌子上 陈少 怎么这么不小心 来 我给您重新拿起来 徐林笑呵呵地开口 接着把手机拿起来 重新放回到了陈灵杰的手里 而他此刻的笑容 在陈灵杰的眼中 就好像是恶魔的微笑一样 夏宁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那个王涛 也是面色略显苍白 至于另外一个青年 满脸庆幸 还好他没有出头 要不然 自己肯定也跟着被踩 对面 几个女人都是震惊地 看着云淡风轻的徐林 好半上 他们才反应过来 目光看向了炎瑶 充满了问寻的神色 这个人是谁 怎么一个电话 就能联系到夏宁他吧 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人 显然是让陈灵杰非常恐惧的 他们都是聪明人 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那位恐怕就是刚刚进入部里的陈副部了 明明只是一个小警察 为什么一个电话 就能联系到那两位 而且 听那两位和徐林说话的口气 他们是用一种平等的姿态在谈话 而不是上下级 或者是长辈对晚辈 死 瑶瑶 你这个男朋友 到底什么来头 是啊 瑶瑶 姐姐错了 你跟姐姐说说 她到底是谁 瑶瑶 还是不是姐妹了 瑶瑶 我可是你最好的同学兼闺蜜 赶紧地 说说你男朋友的身份 我猜测 她应该是京都的那些顶尖二代吧 听着耳边几个女人的话 瑶瑶瑶了摇头 说 你们错了 她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她父母都是退休工人 不过她自己比较争气 什么 怎么可能啊 一个女孩子 明显有些不相信 瑶瑶叹了一口气 拉过了身边的一个女孩子 在她耳边说道 我只能说一句 老爷子亲自来她家里见过她 其他的我不能说 你也最好不要说出去 死 什么 这个瑶瑶最好的闺蜜 瞪大了眼眸 漂亮的脸蛋上 满是亥然的神色 苏苏 瑶瑶和你说了什么 对对对 苏苏 快告诉我们 另外几个女孩子立刻问道 那个叫苏苏的表情 有些呆滞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几个好姐妹 苦笑道 姐妹们 不是我不想说 这个话我如果告诉了你们 对你们反而不好 总之 瑶瑶的男朋友 很可怕 大家都是聪明人 就凭言瑶的一句话 苏苏便明白 徐灵是他们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 甚至于 提都不要提起 在几个女人 在小声议论的时候 陈灵杰在面对 陈英虎的质问下 终于开口了 她道 爸 我正在和徐灵吃 吃饭呢 视频中 陈英虎皱起了眉头 脸色瞬间拉了下来 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 徐灵不会无缘无故 给他们打视频电话的 不用想 其中必然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闹得有些不愉快了 她冷道 陈灵杰 马上给我滚到京都来 等等 你先把手机给徐灵 好 好的 爸 陈灵杰双手有些颤抖 把手机递给徐灵 嘴里说道 徐 哥 你手机 徐灵细血地看了他一眼 结果来 看着视频中的两个人 说道 两位老领导 今天这个事情 我只拉你们进来 就已经表明了我的态度 等一下 我发一段录音给你们 说着 他把那一段五分钟 都不到的录音 发给了两位大佬 当他们听到录音中 那两个小崽子的话 顿时间清惊都出来了 他们终于明白 徐灵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他不是 只拉他们两个 而是直接把赫布拉进来 那估计他们两个 都得接受审查 这两个家伙 差点就把他们两个 老子都给坑死了 徐灵 我先带我们家的小畜生 给你道个歉 陈英虎说道 声音落下 在座的人全部 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灵杰则是低着头 半点都不敢言语 夏宁 你给老子等着 不敲断你一双腿 老子就不信想 夏威海的咆哮声响了起来 他也感激徐灵的手下留情 要不是如此 他这个刚刚升上来的副厅 恐怕都要完蛋 徐灵见到这些 忍不住撇嘴 说道 行了 两位老领导 要管教他们的话 就带回去好好管教 他们这样很容易出事 哪怕是没有后面的 这一通电话 光光他们所说的那些话 你们就得背上连带责任 行 徐灵 谢了 陈英虎说道 徐灵笑了笑 说 老领导 您该谢我的 还有很多 哈哈 哈哈 行 我知道了 等回头你来了京都 我做东 请你吃饭 行 老领导 那我就先挂了 徐灵说完 放下了自己的手机 他看着夏宁和陈灵杰 以及另外两个青年 他慢慢开口问道 怎么样 我有没有能力 你们要是还不服气的话 咱们还可以接着玩 几人连忙不迭点头 完全是不敢说话了 他们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想 这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不是说小警察吗 你小警察 能有这样的能耐 想不通 但他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 万一把这位又惹生气了怎么办 走了 韩兴 上楼喝茶 徐灵挥了挥手说道 好的师父 韩兴点头 跟着上楼 不过在路过王涛的时候 这个发小忍不住拉了拉他的袖子 韩兴苦笑 说 别闹了 我可不敢替你求情 我师父向来说一不二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一场聚会 算是不欢而散 严瑶也并未在意 他送走了几个闺蜜后 来到二楼 亲自给徐灵他们泡了一壶茶 然后就去处理山庄的事情去了 临走的时候 韩兴一句谢谢师娘 说得他心花怒放 恨不得给这小子封一个大红包 韩兴黑黑一笑 说道 师父 没想到 这里居然是师娘的产业 徐灵瞥了他一眼 道 你小子怎么认识那些人的 哪能不认识啊 都是海源省富二代圈子里的 那个王涛家里和我家差不多 打小就住一个小区 那时候就认识了 至于夏宁 是后来一起玩认识的 徐灵 以后少来往 不正经 韩兴 明白了 师父 行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回去吧 别打扰我们过二人事件 韩兴 师父 好歹我也是您徒弟 就不能在这里住一晚上 我看外面客房挺多的呀 徐灵 要住店啊 那欢迎 那个谁 赶紧给韩公子开个房间 房价就按照正常的价格算 千万别打折 韩兴 师父 您这么抠门 好意思吗 徐灵一瞪眼 你还好意思说 我没收你孝敬钱 你难道不应该孝敬一下师父 行 孝敬就孝敬 韩兴黑黑一笑 转身就溜了 徐灵也是摇头失笑 这小子 赖在这里的目的 无非就一个 想邀请自己去他家 不过 没空 他现在就想在家里 陪下家人和媳妇 鬼才愿意往外跑 等到韩兴离去不到一刻钟 严谣就回到了小别墅 服务员收拾完餐厅后 就全部都退了出去 徐灵和严谣来到二楼的卧室 洗了的澡后 就相拥在一起 十岁之位 两人那都是干柴烈火 一刻都忍不住 严谣喝了一些酒 借着酒精的作用 更是有些让徐灵招架不住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倒是挺悠闲的 期间严正林来过一次 和徐家父母定下了一个时间 说是摆几桌酒 简单地弄个订婚仪是什么的 不知不觉 新年将至 严谣被严正林叫回了江云市帮忙 毕竟他们集团产业很多 年底要做财务报表 统计季度的营收 以及各种繁琐的工作 徐灵倒是彻底清闲了下来 天天陪着老爹下棋 或者是陪老妈买菜逛街 直到大年三十 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对联和福字 喜气洋洋 鞭炮声不绝于耳 大厦的很多城市 都已经尽然烟花爆竹了 但广华县是一个县城 现在的县级市 还没有这项规定 所以在安全的地方 燃放烟花爆竹 政策上是允许的 噼里啪啦的声音 还有漫天的烟火 给小城带来了 无与伦比的热闹和璀璨 年夜饭之前 徐灵正在和老爸下棋 老妈在厨房忙活 门忽然被人敲响了 她起身来到外面开门 就见到门口 站着一道撬生生的倩影 你怎么来了 看到来人 她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炎瑶 想你了 大年夜后 大年初一 先是去公墓祭祖 初二 大家开始走亲访友 徐家的亲朋好友不多 徐父有个弟弟 在江云市里 徐母有一个妹妹 也在江云市 接着还有一些 在乡下的长辈 徐灵跟着父母 都去拜会了一遍 炎瑶 则是第二天就赶回去了 所以并没有通行 这次上头 倒是真的很宽松 一直到大年初六的时候 依旧没有给徐灵打电话 他们特案组 难得休息了十来天 初六下午 徐灵正在家里 陪着老妈吃瓜子看电视 忽然就听到了 外面有敲门声 她马上起身 来到了门口 把门打开 门外站着几个人 最前面的那个 赫然是陈英虎 老领导 您怎么来了 您看这 我都没来得及去拜会您呢 您倒是先来了 徐灵有些不好意思 陈英虎 少来了你 谁不知道 你小子懒得要命 窝在家里十天半个月 都不愿意出门 嘿 徐灵嘿嘿一笑 夏威海的脑袋 从一旁探出 她笑呵呵地说道 徐灵 我和陈福部一起来蹭饭 没意见吧 哈 老领导 快进来 徐灵哈哈一笑 两人走了进来 徐母看到他们后 先是愣了愣 接着极为客气地说道 领导来了 你们稍等一下 我给您二位泡茶 陈英虎 谢谢嫂子 夏威海 好的 谢谢嫂子了 两人称呼徐母为嫂子 显然是将其放在同等地位的 真算起来 他们和徐父的年纪也差不多 接着 陈英虎转头呵斥了一句 你们两个躲在外面干什么 还不赶快进来 徐灵一愣 好奇地看过去 就见陈灵杰和夏宁两个人 有些战战兢兢地 从门后走了出来 许哥好 陈灵杰低头喊了一句 夏宁 徐哥 你好 两人算是看明白了 人家是和自己老爹一个档次的 不能得罪 这段时间在家里 他们被抽怕了 两位一直工作在第一线的老爹 身体素质可是不差 追着他们打一条街都不带喘气的 何况是关起来打 反正除了脸上完好无损 这二人是被抽得浑身上下都是淤青 连心灵都遭到了重创 尤其是陈灵杰 差点没让陈英虎给抽死 徐灵见到这一幕 有些忍俊不惊 他笑道 行了行了 都进来吧 以后没事别嘚瑟 你们家长辈虽然地位很高 但不代表有违反纪律的特权 上次是我 如果说遇到了和你爸他们对立的人 他们二位可就要被你们给坑死了 我们明白了 陈灵杰点了点头 这话他老子也跟他说过 让他细思极恐 充满了愧疚 几个人在书房的沙发上坐下 徐灵给他们泡了一杯茶 然后就和陈英虎以及夏威海聊起了天 看着和自己父辈侃侃而谈的徐灵 陈灵杰和夏宁对视了一眼 纷纷露出了苦笑 想当初自己还看不起人家 没想到人家才是真正牛逼的存在 他们靠爹的 算个屁啊 徐灵 今天我过来 还有一个事情 是代表布里过来找你谈话的 陈英虎开口说道 接着对两个小子说道 你们出去帮我们把门带上 二人求之不得 立刻就走了出去 顺带把门关上 徐灵问道 有任务 陈英虎点了点头 说一个很诡异的任务 连环杀人案 凶手还不止一个 但是 他们全部都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还有这种事情 徐灵愣了愣 问道 案件发生在哪里 宁天省 凤阳市 陈英虎回答道 徐灵点了点头 说道 负责审讯的人怎么说 陈英虎 凤阳市的好几个刑侦专家 都对那几个犯人进行了审讯 但他们都说 自己没有杀人 哪怕是动用最先进的测谎仪 都检测不出来 四个命案 一共有五条人命 但四个凶手 却都说自己是无辜的 根据那几个刑侦专家 多年的办案经验 那几个人的确是不知情 但是我们的所有证据链 都很完整 可以证实 他们就是凶手 此言一出 徐灵倒是来了兴趣 证据全部都指向凶手 但是凶手却完全不记得 行凶的经过 甚至认为自己 根本就没有杀人 这里面究竟是 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又是通过 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把自己隐藏得这么好 行 老领导 明天我就召集人 赶往凤阳 徐灵说道 陈英虎却摇头说道 先去一趟部里 领导要找你谈话 行 我明白了 陈英虎笑着点了点头 从书房出来 徐母的饭菜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徐傅看到陈英虎和夏维海 送来的茶叶和特供酒 乐得合不拢嘴 一顿饭吃完 徐灵送四人出门 等临上车之前 陈英虎忽然转过头 看向徐灵 说道 小徐 这小子的事情上 我欠你一个人情 他说着 指了指身边的陈灵杰 后者低着头 有些善善地朝徐灵笑了笑 徐灵 没这么严重 但也仅限于此了 如果以后 他真的做出了违反法律的事情 我一定会抓 他之前就扫了一眼 这二人的罪恶值 十点以内 白鸣 所以才会这么客气 把两位老领导给叫出来 让他们带回去管教 如果说罪恶值超过了犯罪的红线 他依旧会打招呼 但绝对不会侵扰两个人 该抓的抓 该判的判 对犯罪者零容忍 夏维海 小子 以后有用得着的 就说一声 不过 我估计你也用不上我 现在你的权力 可是比我都还要大上不手 乖乖 据说你上次喝不给了你特权 直接让你 只会一个省的所有军警力量 徐灵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吧 那也是没办法 任务要紧 这话听到夏宁和陈灵杰的耳中 却是让这两个家伙浑身一颤 冷汗不自觉地就流了出来 好在没得罪死啊 这位的能力 绝对要比他们的老爹都大 要真是得罪死了 他们两个 估计已经进去采缝刃机了 好了 我们先走了 陈英虎朝徐灵摆了白手 老领导再见 等到两辆车开出了小区 徐灵转身回到自己家里 又要执行任务去了 这次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他返回到了家中 看到自己父母的背影 说道 爸妈 明天我要回京都了 正在收拾餐具的徐母听了 手里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接着抬头说道 去吧 你小子都快陪了我们半个月了 老妈我知足了 嗯 去吧 记得别给咱丢人 徐父也点头说道 徐母 瑶瑶什么时候回来 徐灵 估计要到初八以后 行 你自己给他打个电话说一下 嗯 我知道 当天晚上 徐灵给颜瑶打了个电话 说明了情况 随后就给自己的小组成员 全部都打去了电话 除了韩兴忍不住抱怨两句 说他没有去韩家做客之外 其他所有人表示 明天上午会到京都 早上五点多 徐灵悄悄起床 收拾一番后 就离开了家 七点左右 他就来到了江云市机场 登上了前往京都的飞机 下午一点左右 经过了五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 徐灵终于落地 等到他来到机场出口的时候 熟悉的一幕出现 韩兴这家伙 正靠在一辆商务车上 边上站着一个吴小峰 还有萧雪 方青影 老马 老叶几人 现在对于特案组来说 韩兴自费的商务车 已经成了标配 反正到哪里 都先弄一辆商务车再说 完全不用他们 去找交通工具 也不用当地的警局来帮忙 上次车上被安装了监听设备 已经让特案组吃了个暗亏 所以 这方面 大家还是比较谨慎 见到徐灵出来 所有人都收起了谈笑的神色 一个个都肃目地站直了身躯 徐灵把包交给徒弟萧雪 说道 出发 好嘞 韩兴领命当即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子启动 朝着京都市警察总部的方向行驶过去 警察总部大门外 商务车缓缓停下 徐灵降下车窗 朝着门岗递出了自己的证件 看到他的证件 值班的同志马上立正敬礼 然后放行 来到总部大门前的停车场停下 徐灵等人下车 八个人雷厉风行地朝着大门走去 一路上 有不少警察兄弟看到了风风火火的八个人 忍不住侧目观察 这几位什么来头 看起来好撒 对啊 领头的那个警贤居然是一级警督 太年轻了 都闭嘴 别瞎打听 一个中年警察看到徐灵他们 立刻制止了旁边那些警员的议论 到了一定的级别 才有资格知道特案组的存在 尤其是徐灵他们的身份都是有保密级别的 私下议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徐灵他们进入到总部大楼后 便乘坐电梯 直奔赫布所在的楼层 咚咚咚 不一会儿 敲响了赫布的办公室 进 里面传来了赫布那厚重的声音 徐灵推开门走了进去 站在了赫布的办公桌前 对着正在低头看文件的大佬 力证尽力 报告领导 徐灵带领特案组全员前来报道 贺长征抬起了头 脸上带着笑容 说道 好 总算是回来了 这段时间休息够了 正好接下来有几个大案 需要你们帮忙 对了 我听说你小子的婚期定在了五一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贺长征满脸慈祥地问道 徐灵笑道 是的 领导 到时候可一定要赏光啊 贺长征点了点头 说 放心吧 到时候我肯定来 还会给你带来一个惊喜 啥惊喜 徐灵下意识地问道 说出来了 还能叫惊喜吗 贺长征美好气地说 嘿嘿 也是 徐灵摸了摸头 不再询问 心中倒是有些期待起来 行了 去大会议室 贺长征说着站了起来 率先朝门外走去 徐灵点头 带着他的组员们跟了出去 没一会儿 众人就来到了走廊尽头的大会议室 当走进会议室之后 他们便发现 会议室里站着不少人 其中有房妇 这位大佬 以及陈英虎这位新晋的副部长 还有另外几位部里的白衬衫大佬 韩星等人见了这群之前 大多都只能在电视里见面的存在 马上站直了身躯 他们虽然成为了特案组的一员 但在这群大佬面前 还是有些紧张的 也只有徐灵 他云淡风轻的和房妇 以及陈英虎他们打着招呼 行了 别打招呼了 开始吧 赫布说着 朝房妇抬了抬手 房志远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来到了站在一排的徐灵等人面前 他目光看着众人 最后看向了末尾的韩星 说道 韩星 初恋 道 韩星先是一愣 接着猛地反应过来 上前一步 对着房妇敬礼 房志远从一旁的桌子上 拿过了一份文件 鉴于韩星同志 在特大人体组织标本贩卖案 以及特大间谍杀人案中的优秀表现 经过部里研究决定 特首与韩星同志一等功一次 并破格提升为三级警督 韩星的眼珠子圆凳 整个人都在颤抖 房妇后面的话都快听不到了 一等功 三级警督 这是连跳两级了呀 震惊 不可思议 甚至还有小小的惶恐 直到房妇捧着一对警弦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立正敬礼 然后接过 谢谢首长 他挺起了胸膛 大声喊道 房志远笑了笑 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放心 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我们都看在眼里 尤其是你小韩 有你在 我们特案组的经费 省掉了不少 韩星 首长 这是我应该做的 再说了 那算啥 我这一等功拿回去 至少也能从我爸那里 弄两个亿的零花钱 哈哈 他的话 让众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很快 房志远就收敛了笑容 他拿起了第二份文件 萧雪 初恋 到 萧雪也上前一步 鉴于萧雪同志 在特大人体组织标本贩卖案 以及特大间谍杀人案中的优秀表现 经过部里研究决定 特授与萧雪同志一等功一次 并破格提升为三级警督 希望萧雪同志继续努力 为打击犯罪 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样的一等功 同样的警衔 徐林算是看出来了 上面是把两次特大案件的功劳合并发放 这样也好 一等功的分量肯定是要比二等功重的多 接下来就是吴晓峰 苏爱军 叶星航 马进山 以及警衔最低的方清颖 哪怕是警衔最低的方清颖 也被破格提升到了一级警司 至于吴晓峰 之前就是三级警督 现在被提拔到了二级警督 苏爱军本来就是一级警督 在得到了这枚一等功勋章后 竟然被提拔为三级警监 一步踏入了白衬衫的行列 不过他的级别 却还是保持着副局级并没有提升 饭要一口一口吃 苏爱军已经非常满意了 马进山和叶星航二人 也是直接晋升为了一级警督 等到他们全部都晋升完毕后 房志远便走到了一旁 贺长征走上前 看着徐灵 面带危险地说道 徐灵 到你了 徐灵文言 当即上前 等到三级警监的警衔 还有专属于他的警服 以及凶辉全部都被 贺部边上的秘书拿过来后 徐灵也是激动得满脸通红 不出所料 一个一等宫 三级警监 看着那白色的衬衫 徐灵咧开嘴笑了起来 徐灵 三级警监 功劳我就不多说了 两个特大案子 一等宫一次 再追加一个二等宫 同时级别提拔为负听级 当贺部说完最后的一句话 众人齐刷刷地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一般的三级警监 都是正局级 甚至有一些是低配的负局级 就像苏爱军这样的 负听级 那绝对是最高配了 徐灵满脸红光 力证尽礼 随后 贺长征亲自给他佩戴上了奸章 换上了布里特案组特制的胸灰 到此 一场受奖晋升仪式正式结束 下午四点左右 徐灵和贺部他们 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后 就马不停蹄地从总部出来 戴着手底下的组员直奔机场 前往凤阳市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 时间来到下午六点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凤阳市局正门外的长街上 而这个时候 众人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凤阳市局的门口围满了人 时不时还传出了哭喊声和哀嚎声 等到临近市局大门口 徐灵他们的车子就动不了了 打开车窗看出去 发现有上百个百姓正聚集在门外 有不少人都在哭喊着 他们手里还举着横幅 要求市局给他们一个公道 徐灵皱了皱眉 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陈英湖给他的卷宗里 留下来的电话号码 喂 你好 电话很快接通 在一片嘈杂声中对方说话比较大声 徐灵愣了愣 看了眼手机 接着又看了看 被一群百姓围着的一个中年警察 两杠二星 二级警督 别吵 你们听我说 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请你们理解 先散开 先散开好不好 中年人拿着手机 对着一群百姓大喊 可是这显然没有什么效果 老百姓依旧在他面前哭喊 要求严惩凶手 徐灵看到这一幕 便转头对众人说道 都下车 先维持秩序 是 众人文言纷纷起身 然后一起下了车 朝人群走去 那些老百姓看到徐灵等人身上穿的警服 已经有人靠近他们 向他们展开了哭诉 徐灵当即加快脚步 来到了那个 被好几个百姓围在中间的中年警察面前 继承 继支队长 他开口朝那个中年警察问道 后者见到徐灵走进来 愣了愣 问道 我是 请问你是谁 他下意识地看向后者的肩章 借着瞳孔猛地收缩 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当继承看到徐灵的警衔之后 内心就被一股子惊骇给填满了 二十多岁的年纪 三级警监 白衬衫大佬 太恐怖了 徐灵则是开口说道 警察总部直属特案组组长徐灵 徐组长 你好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继承听到徐灵的话 立刻反应过来 急忙伸手和他握了我 徐灵指了指周围 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继承 这就是本案的受害者家属 一共四户人家都来了 听到他的话 徐灵点了点头 大声说道 这个案子从现在开始 由我接手 你们凤阳市刑侦之队 从现在开始听我调配 徐灵的声音很大 一瞬间就盖过了部分的嘈杂声 一瞬间 几乎大多数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他 包括那些苦主的亲朋好友 还有现场在维持秩序的警察等等 都死死地看着他 徐灵看了一眼门口港厅的高台 走过去站在上面 他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众人 大声说道 各位百姓 你们好 我是从不理下来的特案组组长 专门为了这个案子而来 刚刚继承机制队长说的没错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抓住真凶 徐灵的话 让底下的人瞬间哄闹了起来 你们骗人 真凶你们都抓住了 为什么不审判 是啊 那四个凶手 你们都已经抓了 明明可以结案 可是你们为什么还说 他们不是凶手 黑幕 肯定是黑幕 我怀疑你们里面有黑警 严惩凶手 还我公道 严惩凶手 还我公道 严惩凶手 还我公道 带着愤怒的口号响起 徐灵的神色 微微沉了沉 这帮百姓的心情 他可以理解 但这不是他们在市局门口 放肆的理由 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是可以沟通的 他们这么做 不仅仅影响到了警队的形象 也给凤阳市市局的办案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而且 他们堵着门口 万一有紧急任务 会直接影响到出警的速度 到时候 造成严重的后果 谁来负责 徐灵想到此 直接大声说道 都听我说 人群终于安静了几分 他道 你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已经抓到了凶手 我想问你们 谁告诉你们的 还有 是不是凶手 你们说了算 还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警察抓罪犯 为的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奋斗在 生死一线上的警察兄弟 扛起的是保护人民财产 和生命安全的责任 想想看 我们每年会牺牲 多少位优秀的警察 难道我们换来的 就是你们的怀疑和不信任 你们这么抹黑我们的警队 难道就不怕含了 我们警察的心 长此以往 谁还会来当警察 谁来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谁来保护你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要公道 我在这里保证 我来给你们公道 听到徐灵的这番话 下面的人群都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 一个大约60岁左右的老人 拉着自己身前的一个 30多岁的中年人 说道 小和 别闹了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政府 相信警察同志 对 都回去吧 大家都回吧 大不了就是等消息 这有什么 听我的 我们不能为难警察同志 是他们在保护我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 大家伙先走吧 我相信警察同志 他们能给我们一个公道 人群准备散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徐灵却是大声说道 等一下 众人都停了下来 然后把目光看向他 徐灵说道 麻烦大家先等一等 我从不理下来 现在还不明白案情的经过 所以希望你们当中 有了解情况的先留下来 详细和我说一下 整个案件的经过 尤其是和死者关系最好的人 还有最后一个 见到死者的 麻烦你们能留下来配合我 我留下来 他的话音落下 就有一个中年女人走了出来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警察同志 我儿子死得好冤 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 徐灵点了点头 说 好 接着 又有四五个人表示 要留下来配合徐灵 很快 剩下的人都散去了 徐灵也从门岗的台上下来 身边的继承 给他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说道 徐组长 佩服 你这能力 比我们局长都还要出色 听到他的话 徐灵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局长呢 这么大的事情 他不出来说句话 继承摇头苦笑 说 我们局长亲自去案发现场了 他是一个破案狂人 哪怕是当上了局长 也不闲着 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冲在第一线 当年 他可是我们凤阳市 有名的刑侦专家 经过他手的大案 起码有几十个 徐灵听到这话 心中的那一丝芥蒂 顿时没了 不由有些暗暗佩服起了这个 还没有见过面对 凤阳市局局长了 接下来 继承领着徐灵他们一组人 还有六个百姓 走进了市局 他们来到了刑侦支队 在一间小的会客室里 徐灵对这六个人 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阿姨 您好 我想知道 您儿子是哪位 徐灵拿着卷宗 里面有五个死者 分别是 吴雄 25岁 贺年 22岁 刘冰冰 21岁 江哲 21岁 五个人 年龄最小的是21岁 大学都还没有毕业 年龄最大的25岁 刚刚研究生毕业 参加工作不久 他们都是 被戾气穿透心脏而死 现场遗留有凶器 足迹 DNA等线索 凶器上还有指纹等等 所以说 这四个案子的所有指向 都是那四个凶手 那四人居然拒不承认 甚至连测谎仪都测不出来 这就有些离奇了 中年妇女 我儿子是刘冰冰 正在凤阳大学读大四 明年她就毕业了 我们老家在凤阳市乡下 到市里也就是不到100公里 我儿子平时都省 随着她详细地 徐述了自己儿子的情况 徐玲的眉头 深深皱了起来 根据中年妇女的描述 刘冰冰性格开朗乐观 经常参加公益活动 每周都会联系家里 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几乎都是优点 就没有什么缺点 这样的描述 或许也只有从父母口中 才会说得出来吧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 但只有父母 认为自己的儿子 每一处都是优点 都是闪光点 询问了一下 刘冰冰的一些情况后 徐玲就让另外一个 苦主的家人进来 一次次的询问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但可以肯定的是 经过善恶之言扫事 今天她遇到的所有人 都是白名 没有一个是犯罪分子 准备审讯那四个凶手 徐玲抬头说道 好 徐组长 我马上带您过去 继承点头 准备带徐玲去审讯室那边 两人刚刚出门 就看到两个中年警察 正朝这边走过来 围首的一人肩膀上 扛着橄榄枝 和两颗四角星花 赫然是一位二级警监 徐玲见到对方后 也是愣了愣 而对方见到了她 脸上满是震惊的神色 你好 你应该就是特案组徐组长吧 我是凤阳市局局长 朱颜 二级警监说着 主动朝徐玲伸手 徐玲急忙神色肃穆地伸出双手 说 朱局长 您好 我是特案组组长徐玲 朱颜 很高兴认识你 这次我真的是没辙了 这么多年了 还真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案子 说着 她指了指身边的一个三级警监 说道 这是我们副局长党灵 警戒人称严望灵 徐玲听了 立刻对党灵进了个礼 随后伸手和她握了握手 继承说道 徐组长 这可是我们凤阳市的两位老行侦 战斗经验都至少是25年以上 破获的大小案子 不计其数 朱颜看了眼继承 说道 你小子少给我戴高帽了 这一次 我们就栽了 我和老党 是什么线索都没摸出来 徐玲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他道 朱局 党副局 要不然 我们先审讯看看 对这两位的话 他深信不疑 因为在他们的头顶 那名字散发着淡淡的白色光泽 根据徐玲的了解 这应该是具备大功德 才能有这样的光芒 在此之前 他也就是在 荷布他们这些大佬的头顶上 见过一次 当然 对大佬他 还是很尊敬的 不敢多看 好 那就去审讯室看看 朱颜点头 党灵 徐组长 虽然我们两个人年龄比较大 但很多方面 还是得向你取取经 我们知道自己的脑子已经落伍了 现在的犯罪分子 手段多样化 一个不小心 就会让我们疏忽掉重要的线索 徐玲 两位局长 我可不敢当 走 咱们先去看看情况 说完在继承的带路之下 他们来到了看守所的审讯室 提审了第一个罪犯 第一个案子 发生在二十天前 也就是临近过节的时候 一个名叫吴雄的大学毕业生 被谋杀在出租房里 现场有指纹 足迹 罪犯 DNA等等线索 几乎可以实现零口供办案 可是那个名叫汤华山的 38岁大汉 却是拒不承认 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杀人 哪怕是有人看到 他亲眼从受害者的房间里出来 他也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徐玲在审讯室里 看到汤华山的时候 善恶之眼就开启了 可是让他吃惊的是 汤华山的名字 居然是白色的 只是隐隐有一丝血色 罪恶值也只有三十多点 但是在他的犯罪介绍里 却有着一段杀人的注解 汤华山 罪恶值三十二点 涉嫌杀人 短短的几句话介绍 让徐玲有些障碍和尚 摸不着头脑 明明杀了人 却只有三十二点罪恶值 这让他怀疑 是不是系统出错了 善恶之眼这玩意儿 用多了 失效了吗 徐玲当即断定了这个情况 他开口问道 汤华山是吧 我问你 你确定你没有人杀人吗 汤华山显然是有些麻木了 他抬起头来看了眼徐玲 接着满脸苦涩地说 领导 要我说多少遍 你们才肯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杀人 那个年轻人我都不认识 我为什么要杀他 徐玲点了点头 问道 在案发之前 你见过什么人 或者说吃过什么东西 汤华山摇了摇头 说 案发之前 我在凤阳市的红颜慧所里应酬 陪客户吃饭 期间我们喝了一些酒 出来后 我就回了家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 身上还都是血 你们说我杀人 可我不但不认识 那个年轻人 甚至我们住的地方 都相隔几十公里 还有 如果说人真的是我杀的 我会傻到主动报案吗 汤华山 主动报案 可以获得宽大处理 难道你 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吗 继承冷声开口 当然不是 我是怕自己的生命受到伤害 毕竟我在家里 身上还都是血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 都会害怕的 不是吗 汤华山争辩道 徐玲没有开口 始终看着他 每一个动作 都看得很仔细 就像是卷宗里说的那样 汤华山死不承认 看起来也不像是在撒谎 那么问题来了 他是怎么把自己的指纹 DNA等之类的东西 留在现场的 不止如此 案发现场外面走廊上的监控 清清楚楚地拍到 他从受害者的房间里走出来 这个又怎么解释 徐玲敲了敲桌子 朝继承说道 提审第二个吧 后者愣了愣 这审讯都还没有上压力 他不明白徐玲为什么停下 不过 想到这次是以他为主导侦破 便也不再犹豫 让人把第二个罪犯给带了上来 第二个罪犯 名叫任大年 三十六岁 是某家五金建材公司的总经理 年薪五十万以上 算是社会精英人士 要钱有钱 家里的老婆也对他很好 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可是在十八天前的晚上 他却做出了一件 人生共愤的事情 谋杀了一个 二十一岁的在校大学生 还有对方的女朋友 两个人 都是一刀刺破 心脏毙命 手法非常老辣凶狠 可是在经过调查后 和汤化山一样 任大年也拒不承认 自己杀了人 现场同样留下了证据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是凶手 等到审讯完人大年后 徐林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可是他的内心 却隐隐有些兴奋起来 这个案子 有点意思了 他笑着对继承说了一句 让他提审第三个罪犯 旁边朱颜和党领也看不懂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但不用问 配合就行 等到四个犯人 全部都审讯完了之后 徐林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写了起来 汤化山38岁 地产公司副总 年薪百万 任大年36岁 武精建材公司老总 年薪五十万以上 葛珍36岁 外贸公司副总 年薪八十万 张琦37岁 网络游戏公司总裁 年薪一百二十万 四人都是前程四警 为何杀人 四个社会精英人士 年龄都相差不多 他们的收入 还有社会地位都不低 这样的四个人 为什么要去杀几个 刚刚大学毕业 或者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尤其是情况 还是高度类似 他们相互之间完全不认识 并且都还不承认 自己杀了对方 徐林看着面前 播放的审讯记录 轻轻地敲击着桌面 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这让他想到了一个案子 报复杀人案 蒋振斌夫妇 死者看上去 没有相关联系 片刻之后 他起身说道 死者的社会关系调查 还有凶手的社会关系调查 以及全部的审讯记录 你们这边给我一份 听到他的话 朱妍三人皆是微微愣了了 随后继承点头说道 好 我这就给你拿过来 不一会儿 他就把所有的口供 以及资料都交给了徐林 他则是转头 就交给了特案组队员 让他们务必把每一个字 都分析透彻 尤其是第一次审讯凶手之时 和第二次审讯 第三次审讯 进行对比 分析凶手说的每一句话 第二点 就是找到受害者的共通点 这是办案最重要的思路之一 而徐林自己 则是和朱妍他们一起 来到了法医部门 法医部门里 方清颖已经在工作 他仔细地对五个死者的尸体 做了全面的检查 死亡原因 的确是利刃刺进心脏 导致大出血而亡 但比较诡异的一点就是 每个死者死亡的时候 脸上都没有痛苦 他们神色平静 甚至说是在坦然地面对死亡 其中有两人的脸上 在死前还带着笑容 对于这一点 方清颖百思不得其解 同时 他又对五个凶手使用过的凶器 进行了仔细地检测 证实和伤口一致 凶器上的指纹 也都是凶手的 不仅如此 凶手在现场留下来的足迹 还有一个凶手 似乎因为太激动 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在门框上留下了血迹 也就是遗留下了DNA 这些一切 的确就证明被抓的人就是凶手 徐林也认为 这四个人就是凶手 但问题来了 善恶之眼 甄别他们的罪恶值很低 他们又说自己没有杀人 那么久 一个解释 或许能说得通 这四个人 杀人的时候并没有意识 甚至于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 在干什么 梦游 或者说催眠 想到这两个名词 徐林的心里忽然动了动 他来到了其中的一个死者面前 看着死者那面带平静的神色 眼神里闪烁着金光 五个人 有两个人死前还带着笑 他们没有感受到痛苦吗 不 不可能的 被一把尖刀刺进了胸口 怎么可能感受不到痛苦 除非他们此刻是被全身麻醉的 但案发后 凤阳市局的法医 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证实死者体内 没有任何毒素和药物的遗留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被麻醉 但徐林却认为 他们是被麻醉了 精神麻醉 也是一种麻醉 洗脑 或者是催眠 能够做到这些的 必然是一个 懂得如何操控人心的心理大师 说实话 什么心理大师 催眠之类的东西 徐林是不太相信的 所谓的催眠 不过是通过诱导的手段 让人进入睡眠状态 这个状态下 也不可能让人去做一些 无意识的事情 甚至教唆杀人这类事情 说出来就是天方夜谭 可话又说回来 这个案子 本身就透着诡异 对徐林和特案组来说 的确很有挑战性 小方 务必给我检测仔细了 一丝一毫都不要放过 徐林开口说道 是 组长 方清颖点了点头 便继续忙活了 徐林检查了一番尸体 启动试语者技能 虽然可以看到不少的细节 但方清颖欣细如发 几乎已经把所有的细节 都考虑了进去 一番检查之后 没有收获 他便离开了法医部门 回到了刑侦支队这边 刑侦支队这里 特案组的众人和朱颜 党龄 继承三个一起 一次次反复观看审讯记录 他们从一字一句当中 去找线索 虽说这种方法很笨 但大家都是老刑侦 明白很多时候 线索就是从这些卷宗 和审讯视频里找出来的 突破口 往往藏在不起眼的地方 或许只是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文字 可是他们看了三遍 却是始终没有找到 任何的问题 死者的社会关系 家属的口供等等 都基本上说明了 他们没有什么交集 技术组的警员过来 也登陆了他们的一些 社交网站账号 根据平时的聊天记录 也没有发现任何 有价值的东西 唯一有价值的 或许就是五个死者 平时都喜欢购买一些 日常的生活用品 可如今互联网时代极为发达 这个情况再正常不过 凶手这边 同样是如此 四个凶手 没有任何交集存在 甚至于 他们查了十年前 这四个凶手的卷宗 也没能查到任何东西 案子一时间 陷入到了死胡同 徐林来到了刑侦支队后 就看到一群人 还在聚精会神地 看着审讯时候的监控视频 他便也拷贝了一份 然后让一个刑警兄弟 找了台电脑看了起来 对于汤化山 任大年 葛珍 张奇的审讯 一遍又一遍 他们一共被提审了四次 分别是刚刚他提审的 那一次 以及之前由朱妍 他们提审的三次 徐林主要看的 就是被他们提审的那三次 第一次审讯 四个凶手很茫然 当说起他们杀人的时候 情绪波动极大 眼神里带着惊恐的神色 他们距离力争 可是当警方拿出视频证据的时候 他们的脸色都变得苍白 到最后 他们露出了绝望 他们开始为自己进行辩解 可是在绝对的铁证面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直到把四个人都快逼疯了 审讯才最终停下 徐林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监控 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不对啊 他摸着下巴 脸上带着一丝诧异的神色 自己似乎找到了一个 被人忽视的疑点 迷茫 害怕 辩解 绝望 疯狂 他们前两次的审讯 几乎都是透露出了 同步的情绪表达 只有到了第三次 和自己主审的第四次 这四个人的情绪表达 似乎才有所不同 还有关键的一点 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审讯 审讯的话术也不同 但依旧能够保持 这个相同的频率 这就说明 里面有很大问题 徐林仔细琢磨了一下 越想越觉得 这里面有一些突破口 或许就是 他们想要找的线索 说句实话 大家都知道 杀人是什么罪名 故意杀人 至少是个无期 有大概率是要吃花生米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 谁还能保持 这么正常的理性 谁还能保证 有这么强的逻辑性 可是这四个凶手 偏偏可以 他们的理性 甚至都让徐林 都有些不可思议 尤其是一开始的不解 不解过后 害怕和恐慌 不 其实正常人 应该是刚刚得到 这个消息之后 直接抱起大声嘶吼 红着眼睛为自己争辩 我没有罪 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 没有 徐林脑海里 出现了汤化山的身影 她正双目通红 额头清晶显现 满脸通红的 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 碰 她一拍桌子 说道 按道理 就应该是这样 徐林这边的动静 立刻惊醒了 还在翻阅卷宗 或者看审讯视频的所有人的注意力 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她 朱颜这个老行针 马上就起身朝徐林走过来 开口问道 小徐 你发现了什么 她的问题一出来 所有人都屏息尽气 有些紧张地看着徐林 希望她能够真的发现一些线索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她微微点了点头 随后她目光看向了自己面前的众人 接着指向了电脑屏幕 问道 难道你们不觉得 这个审讯的过程有些奇怪吗 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朱颜愣了愣 接着猛的眼中一亮 问道 徐组长 你是说 你从审讯视频里 看出了什么东西来了吗 徐林点了点头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凶手 继承有些紧张地问道 徐林再次点头 说 是 那么他们 为什么要狡辩 党灵问道 这次徐林却是摇了摇头 说 我也不知道 但或许 他们自己的确不知道 自己曾经杀了一个人 这怎么可能 见鬼了吗 一个刑警 忍不住撇了撇嘴说 还真有可能 徐林笑着 再次点了点头 见到她的神色 朱颜终于忍不住了 她来到徐林的屏幕前 看到她分出来的四个小屏幕 说 徐组长 别卖关子了 赶紧告诉我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徐林笑了笑 也不再掉胃口 而是直接说道 朱局长 您难道就没有发现 这四个凶手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出奇的一致吗 一致 朱颜愣了愣 徐林 从他们得知自己杀了人之后 从迷茫到惊慌害怕再到 她把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 给众人说了一遍 朱颜文言 眼神猛的一鸣 随后她急急忙忙地 来到了办公室前面 打开了投影设备 再把审讯视频 投放到了墙上 汤华山 老实交代吧 证据确凿 你跑不掉了 证据 什么证据 警察同志 我到底干了什么了 你杀了人 杀人 不 你们一定搞错了 我没有杀人 还敢狡辩 我告诉你 关于汤华山的第一次审讯视频 足足有半个小时 众人 却一点都没有快进地看完了 徐林在后面 也没有催促的意思 她也在仔细看 第二个审讯视频 人大年的 不同的审讯人 这次是继承亲自审讯 结果整个过程几乎是如出一辙 接着是第三个 第四个 等到众人看完之后 大家都对视了一眼 有些茫然 的确是如徐林说的那样 四个人的情绪表达 几乎如出一辙 当他们得知自己杀人的时候 先是害怕 然后再是 等等 朱颜猛地一拍桌子 她猛然明白过来 徐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当有人说自己杀人了 而自己并没有的话 那么你会怎么办 尤其还是在警局里面 害怕和惊慌 不对 这不对 朱颜一拍大腿 说 按照正常的逻辑 是要害怕的 但是 真正的情况就是 你会距离力争 不管对面坐着的是谁 你都会对他大喊 我没有杀人 你们冤枉我 啪 徐林一拍桌子 说道 就是这个道理 杀人的罪名太大了 谁敢见 所以第一时间 应该表现出愤怒 他们最后所表现出来的疯狂 那个大喊大叫的状态 才是对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的前后情绪弄反了 党灵看着徐林问道 徐林摇头 不是反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才是他们自己 自主表现出来的情绪 在这之前的迷茫期 惊慌和害怕 都不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 什么意思 党灵皱起了眉头 徐林摇头 说 不知道 这个还需要调查 但我觉得 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他的话 让众人默默点了点头 的确 细思之下 确实就是这个道理 朱颜说道 徐组长 那接下来 我们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审讯 才是他们真正的真实性格 他们之前四个人 都是出气一致 是被控制了 应该是这样 徐林点头 那什么东西 能够控制他们这么长的时间 朱颜再次询问 我说了 还需要调查 但我更倾向于催眠 或者是某种精神类的药物 那就查 不管是什么人 他这时 和我们警方宣战 让四个不相干的人 去杀害五个年轻人 太丧心病狂了 朱颜沉声嘶吼 徐林 他们关进看守所之前 有没有经过细致的检查 有没有进行血检 继承摇了摇头 说 除了五检之外 没有进行血检 所谓的五检 就是血压 体温 心电图 寄网病史 外伤等五个项目 那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徐林摇了摇头 或许 幕后的凶手 已经料到了这一环了吧 都半个月了 谁能检查出东西来 虽说希望很渺茫 但徐林 还是让方清颖 给四个凶手 采集了血液标本 经过了检测之后 结果自然是不如人意 他们的体内 没有任何毒素成分 随后他又把人 带到了凤阳市第一院 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体检 连心理医生 都去看了个遍 结果证明 除了焦虑和亚健康之外 他们身上 没有任何问题 徐林让大家先离开 自己则是来到了 凤阳市第一院的 心理咨询科 黄医生 您好 徐林看着面前 大约四十岁左右 保养得极好的女人 朝他微微汗手 警察同志 还有什么问题吗 黄医生 微微有些诧异地问道 徐林 黄医生 我只是想问一下 如果我想让一个人 去杀人的话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可以让他忘记自己 做过的事情 甚至 完全不记得我 让他杀过人 此言一出 黄医生就忍不住 摇头一笑 警察同志 我们是心理医生 不是神仙 这样的事情 我是闻所未闻 我敢保证 别说是我们大夏 就算是整个世界的 心理医生都做不到 催眠核心里暗示这些 其实都是一种 对他人内心的干预 你说的都达到了 删除记忆的层次了 这个手段 除了神仙 也真没谁了 徐林却是微微摇了摇头 黄医生 事情没有这么绝对 我记得 国外有一种药物 可以实现 让被用药之人 失去短期内的记忆 变成一个吃傻的人 黄医生 那警察同志 你也说是吃傻了 你确定在那样的状态下 他还能给你杀人吗 徐林苦笑 也是这个理 目前来说 还真的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凶手在杀完人之后 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抱歉 黄医生 打扰了 以后可能还有些问题 需要向您请教 徐林说道 没问题 配合警察同志办案 也是我们的责任 黄医生朝徐林笑了笑 接着便低头 看起了一份病例 徐林起身离开了医院 赶回市局 市局里 徐林回来之后 再次提审了汤华山 和任大年他们四个 询问他们 在案发之前 吃过什么东西 或者说 出现过什么意外等等 结果四人都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和平时一样 没有任何异常 凶手这边没有问题 他立刻又去了 法医部门那边 根据方清颖的阐述 这五具尸体里面 确定是没有任何毒素 还真棘手 徐林站在走廊上 右手夹着一根烟 目光看向远处 组长 有发现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了消雪的声音 徐林文言 立刻转过头去 看向了他 问道 什么发现 我们通过对死者 接触过的人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虽然就读于两所学校 但两所学校非常近 凤阳大学和凤阳工业大学 只是隔着一条街 而那一条街 是一条商业街 两边都是店铺 我们了解到 这五个死者 都喜欢去一家 名为夜来乡的酒吧 只是这间酒吧 在半年前就关门了 老板和伙计 据说都回了老家 还有一个事情 那就是四个凶手 也曾经去过那一家酒吧 死者和凶手 全部都去过一家酒吧 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发现 徐灵问道 那家酒吧之前的生意怎么样 萧雪 生意爆火 几乎每天的课流量 都络绎不绝 除了大学生之外 社会上也有不少人会去那边 听说收费还很高 我粗略算了一下 这家酒吧一个月的利润 至少是八十万 徐灵笑了 问道 换成是你的话 会把一只下金蛋的鸡 给放走吗 不会 萧雪毫不犹豫地摇头 给我找到那个酒吧老板 还有当初的那些伙计 都给我找出来 徐灵当即下达了命令 是 在特案组全员都去查 那个酒吧老板的时候 徐灵却是和朱妍他们 一起去了四个案发现场 这四个案发现场 距离相隔比较远 几乎横跨了 大半个凤阳市的城区 其中两个现场是出租屋 还有两个是在小区里面 当前的社会 治安管控非常的严格 大街上和小区里 哪怕是城中村 到处都是摄像头 想要在这样的监控下 无声无息地杀人 而不被发现 几乎不可能 如今这个社会 命案发生的几个小时里 警方几乎百分之百 能够锁定凶手或者嫌疑人 凭借的就是 无孔不入的监控设备 如果是山区 那肯定做不到 但城区的话 哪怕你是在那些 治安环境比较差的地方 也绝对会很快被挖出来 现场很粗糙 几乎没有任何掩饰 凶手的指纹 足迹 还有作案工具 全部都提取了出来 这一切都符合激情杀人的特点 可问题是 凶手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完全不知情 徐组长 我们不止一遍勘查了现场 就差把现场给搬回去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 拆了一遍 再重新恢复原样的 除了墙没有敲掉 还有地没有挖开以外 真的没有任何遗漏 党灵苦笑说道 他们俩的老行真 干了一辈子了 还真没有见到过 这么棘手的案子 徐灵微微点头 他也看了 的确是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案发现场 能够找到的东西太多了 哪怕是 没有直接证据 那万一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呢 他道 朱局长 我想看看凶手离开之时 监控拍到的画面 听到他的话 朱颜立刻说道 咱先回去吃饭 吃完饭后 直接去我办公室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徐灵点头 当即和两位正副局长 一起回到了市局 在食堂里吃了一顿饭后 他们就来到了 朱颜的会议室里 当拿到所有的资料后 徐灵也没心思再和朱颜 以及党灵聊案情 他全神贯注地 看起了监控画面 第一个汤化山的案子 这个家伙 再进入到了一间出租房里 用了接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等到出来的时候 身上已经有不少血迹 只不过 当他出来的时候 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静止下楼 驾车回到家里